第七十四集 汝南王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了 厨房采办是个肥差 许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往上凑 随便在账面上动点手脚 都能捞个盆满钵满 这还是他有次撞见王妃 处置厨房的管事才知道的 屈真和容紧生交换了个眼神 哭笑不得 即便是做假账 缺金少两是有可能 但如此大的数目 他们还不敢无中生有 我说此处奇怪 是因为六月的山楂尚尚未成熟 味道极酸 并不适合使用 为什么厨房会购尽 还一次买了这么多 他索性把话说明白 最主要的是 山楂有活血化育的功效 极易导致孕妇流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汝南王要是还反应不过来 那就真的是智商堪忧了 来人 我负责厨房 他正吩咐把人带过来 屈真却站起身来 往外走去 不用麻烦了 反正闲来无事 我就去厨房撞撞吧 王爷去忙自己的事吧 汝南王想着 那会口气的人还没有查出来 也就没有坚持 点点头 看向荣锦生 厨房那地儿 油烟粉尘未重 想必陈王也不适应 不如帮本王排查府中的人 荣锦生有洁癖的事 人尽皆知 不仅是对人 对环境和物件 要求也十分苛刻 好 荣锦生轻声应下 相比起来 的确是汝南王这边 更加令人担忧 早点把人揪出来 此事也能早点落下帷幕 他吩咐道 木林 你跟着一起去吧 是 主子 屈真本想拒绝 但见木林已经朝他走来 就没再说什么 找了个婢女带路 往厨房而去 厨房的人像是早就得到了消息 她到的时候 尽数站在了院中 烈日当空 晒得个个面红耳赤 汗流浃背 姑娘 厨房伺候的人都在这儿了 不知姑娘想问什么 一个妇人 穿着深褐色的长被子 头发归整地拢在脑后 见了她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不知这位管事怎么称获 屈真柔声问道 姑娘客气了 老农夫家姓赖 是这厨房的管事 您换我赖婆子就行了 她恭敬地捶着手 落后半步跟在屈真身后 屈真走到廊下 看着那群晒得通红的脸 故作不解地问道 赖管事 不知你们这是 前院传来消息 说姑娘要来厨房看看 老农想着姑娘定然有话要训解 这样他们都出来候着 赖母末挤出个笑脸 答道 那赖母末为何不在那儿候着呢 她脚步一顿 回首问道 似乎没料到 她突然止步 赖母末险些转了上去 好在反应得快 赶忙停下 听了这话 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是厨房的管事 岂能和那群小丫头骗子一样 这 赖母末正绞肌脑汁地 想着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听屈真 轻笑了声 赖管事不必紧张 玩笑罢了 领我去厨房看看吧 身后的牧林知道 她从来不做无用的事 也就没有多问 跟了上去 就在屈真一只脚 快踏入厨房的时候 忽然转身道 都算了吧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 不必在这儿陪着了 那群人面面相去 不由自主地 看向赖母末 直到她点头 才四散开来 进了厨房 里面已经在忙活着 准备午膳了 她随意地四处走了圈 指着墙壁上 挂着的那堆 不同形状大小的刀具 笑道 做饭 要用到这么多刀吗 赖母末文言 刻板的脸上 皱纹似乎都松了下来 解释道 姑娘一看就是打价千金 没进过这种污脏地儿 不认识是正常的 厨房用刀 不仅是切菜切肉 有些拿来剃骨 有些拿来片肉 用土多着呢 哦 原来是这样 她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又问了些问题 赖母末都一一耐心地解答了 就是眼中的不屑 越发明显 墨里也不知道 她到底想干什么 来了这么久 半点有用的话都不问 问什么刀的作用 柴火是怎么烧着的 竹叶高要蒸多久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是来厨房 拜师学艺的 对了 某某见多识广 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二 她面露羞涩之态 轻声问道 姑娘请说 老奴必定知无不言 赖某某躬着的身子 略微站直了些 再不似先前 做小伏低的模样 曲针全都没看见 态度依旧千和有礼 我家中祖母 一到这时节 就有热病口渴之症 大夫说 确得多吃乌梅 可那乌梅胃酸 祖母又牙口不好 不知嬷嬷 可有解决的办法 听到酸这个字眼 赖嬷嬷的瞳孔 微不可见地缩了下 狐疑地问道 姑娘家中的嬷嬷 难道没有懂这些的 曲针面露苦涩 不瞒嬷嬷 我家到中落 祖宅也被叔伯抢走了 哪还有谁 能教我们这些 说非如此 我何必 没名没分地 跟在王爷身边 求个平安罢了 难道陈王 就没安置你祖母 赖嬷嬷不可置信地问道 安置了 曲针点点头 可您也知道 到底不是正儿八经的主子 表面上敷衍着 哪会真的仔细 照顾我祖母呢 木铃就这么听着她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转过头去四处张望 免得不小心叫出来 坏了她的事 好吧 看姑娘是个可怜人 老奴就多嘴说上几句 赖嬷嬷看她穿得虽不差 但也就是寻常人家的布料 怪不得那么小家子气 乍乍乎乎的 看什么都新鲜 乌梅太酸的话 可以淡盐水浸泡半壳中再使用 可祖母牙口不好 我怕她难受 能不能像喝药那样 打成汁水让她喝 嗯 就像西瓜汁那样 她又问道 赖嬷嬷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姑娘 西瓜多汁可以榨出汁水来 但乌梅果肉紧致 你就算榨个几斤果肉 都未必能出一茶盏的汁水 难道嬷嬷这么厉害 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她撞似失落地垂下头 姑娘算是问对人了 老奴夫家是专门做国谱密件生意的 对于其中的门路清楚得很 你真要是想榨汁给你祖母 那就先将乌梅过水煮软 再用石墨研磨 这样能增加出汁率 没想到 嬷嬷还有这样的巧思 确实了然地赞了句 古代的炸鸭和提唇技术不够成熟 但用这种粗法炮制 也是能达成目的的 她缓步走到了石墨旁 轻笑道 所以 嬷嬷就是用这样的法子 来把那二十斤的山楂浓缩提唇的 第七十五集 赖嬷嬷脸上的轻蔑 就像是碎裂的面具般 骤然脱落 换上了一副惊讶的神情 姑娘 你这是在说什么 老奴听不懂 听不懂吗 据账册记载 厨房六月底 勾进了二十斤山楂 赖嬷嬷倒是告诉我 这批山楂现在何处啊 屈真笑看着她 眼神再不似先前那般 懵懂不安逝世 而是含着洞悉一切的名透 与戏谑 平侯府的人还真有意思 从老夫人到相侧妃 再到眼前这位赖嬷嬷 都是演戏的高手 当听到她提山楂一事 赖嬷嬷眼底 分明有恐惧之色浮现 却很快反应过来 做出惊讶的表情 她却不知道 人在刻意变换表情时 多数时候是操纵下面部 赖嬷嬷嘴唇微张 且放松 表示惊讶是没有错 可她忽略了一点 恐惧和惊讶在眼睛上的反应 是上眼皮上台 露出拱膜 但也有细微的差别 恐惧时下眼皮会上台 微微遮住拱膜 而表示惊讶时下眼皮应该是松弛状态 失之毫里 差之千里 就是如此 任何的情绪伪装在她眼中都是无用的 都吃完了 赖嬷嬷脸部肌肉不自觉地抽出了下 头埋得更低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先是去酸 后是山楂 这姑娘究竟知道了什么 哦 吃完了 去真挑眉问了句 对上赖嬷嬷那略显慌张的眼神 嘴角的笑意加深了几分 她早猜到会是这样的答案 没关系 一晃圆晃 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她没再纠结山楂的事 赖嬷嬷也不知道屈真是信了 还是没有信 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 这么久了 府中都没有人怀疑到厨房来 这姑娘能找到账面上的问题 说明是个厉害角色 是她大意了 那食盐呢 六月底随着山楂 买入了二十斤的食盐 但厨房采办的单字上记载 就在前两日 又购尽了一批食盐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赖嬷嬷别告诉我 盐也吃完了 曲真戏谑地问道 她倒是想看看 这次管事的 还能找出什么借口 又是盐 她每个问题 都是一针见血 明摆着是有备而来 赖嬷嬷下意识地攥紧了手 才发觉自己手心 被汉字尽尸 凉汝寒冰 如了如蠢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好像无论怎么回答 她都不甚在意 但又像是成竹在胸 笑盈盈地看着自己的笑话 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 一个月二十斤食盐 也不怕吃死人 牧林扯了扯嘴角 大笑一声 她总算是看明白了 原来先前那一通胡扯 就是为了让这婆子 放松警惕 好试探出 她想要的答案来 主子说她察言观色之能 细致入微 也不知道她看出了什么 她看着赖嬷嬷 声音一沉 姑娘问你话呢 没听到吗 那赖嬷嬷赫然被吓得 一个哆嗦 沉了沉心 故作镇定 老奴听到了 姑娘原来不是来府中做客的 是来查账的 不过我侯府的账目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查的 要查问可以 请姑娘先拿到老夫人的准许 果然 在这儿等着她呢 赖嬷嬷想把希望 寄托在老夫人身上 怕是不行了 她泥菩萨过河 可自身难保啊 屈臣好心解释道 平侯府众人 涉嫌谋杀安平郡主 汝南王已经上奏陛下 接掌了侯府 一应涉案人员 暂时软禁在屋内 一日查不出凶手 便一日不得踏出房门半步 是 是吗 赖嬷嬷惊讶的瞪眼 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 才能勉强控制住面上的情绪 不至于露出聚色来 连侯爷和老夫人都被软禁 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吗 那她岂不是 想到这儿 赖嬷嬷不禁心底发寒 脊背上汗毛指数 是啊 所以我奉王爷命令 来查此案 赖管事 还有什么意义吗 曲针 凉凉地挑眉 那日离开安家的墓地后 容锦生就吩咐了清风 将平侯府中人 监禁在府中 分别关押 虽不合规矩 但不得不说 真是雷厉风行 给他取证和断案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老奴不敢 赖嬷嬷嬷眉顺眼地 拱着身子 畏惧地往后退了一步 极力掩藏着心中的不安 那管事可愿意 回答下我先前的问题呢 那二十斤的食盐 是去了哪儿呢 曲针豪整以侠地 看着赖嬷嬷 等待着一个答案 这婆子是目前嫌疑最大的人 先不说食盐和山楂的事 她解释不清楚 就是看刚才在院中 她对那些仆仪的态度 想要在她眼皮子底下动手脚 极难 赖嬷嬷额上渗出了一层饱汗 心思百转 这姑娘能查到厨房 又追查食盐和山楂的去处 想来是猜到了什么 但只要没有证据 谁也拿她没有办法 食盐 食盐她 赖嬷嬷一时间也想不到合适的借口 支支吾吾的半天都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还不说 曲针的声音陡然伶俐 双目如刀 逼试着她 难道赖管事是想去刑部大牢再说吗 或是你这两把骨头能撑过几件刑具 倒不是她恐吓 这是衙门审讯的惯例 但凡进了大牢 管你是真冤还是假冤 十八般刑具先上一遍再问话 像赖嬷嬷这种的 旁的不说 有采办的账策为证 先定她个侵占他人财物的罪名 起码要先丢掉半条命 姑 姑娘 赖嬷嬷被吓了一跳 两相衡量 心中立即下了决定 僵硬地挤出个笑脸 你看老奴不过是虚报畅目 从中头吃了点油水 不至于闹到刑部大牢这么严重吧 说句难听的 侯府里各处的管事不少 谁还没个手脚不干净的时候 那些有问题的账目 向来都是月底才处理 谁知这次还没有来得及改账 就被抓了个现行 也是倒了血霉了 只是虚报账目 从中牟利那么简单吗 屈真声音冷立依旧 心想着这位赖嬷嬷倒是聪明 比起谋害郡主的罪名 承认作假账 以权谋私 好歹还能保住一条命 那不然呢 赖嬷嬷神色疑惑 姑娘又是什么意思 好个什么意思 这位赖嬷嬷是个人物了 第七十六集 根据验尸的结果 安平郡主死前骤然早产 并无中毒的迹象 期间所接触的人和物 经排查后也均无问题 唯有着厨房两笔账目 不惊不楚的 屈真便慢悠悠地说着 便仔细观察着赖嬷嬷的反应 她眼底刹那闪过抹惊慌 很快就消失无踪 换上了一副惊怒交加的神色 不过是账目不清楚 和郡主夫人的死有什么干系 姑娘可不要随意无赖好人 无赖 屈真觉得还真不见得 要是其他东西的账目不清楚 自然是没有什么干系 但是山楂活血 容易引发孕妇小产 像郡主这种月份大的 早产也不足为奇 六月山楂酸色 食盐去酸 偏巧就这两种东西的账目不清楚 赖管是觉得 这是巧合吗 她话落 看向赖嬷嬷 目光清清淡淡的 却暗藏着锋芒 她倒是要看看 这位赖嬷嬷 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果然是知道了 赖嬷嬷的心 刹那就悬到了嗓子眼 猜测归猜测 可是明晃晃地说出来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 彻底破灭 如今连府中的主子都被禁足 没有人能帮她 她只能够靠自己了 赖嬷嬷心意狠 字字 置地有声 当然不是巧合 在旁看戏的牧林 眸光一紧 倒是有些好奇 她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赖管事 不妨说说 屈真寻了个椅子 自发地坐下 懒懒地靠着 语气随意地说道 她这样的动作 落在赖嬷嬷眼中 心里越发沉重 这小姑娘看上去 不过是十五六岁的模样 处世 确实老的 喜怒不形于色 怎么也看不透 她到底在想接什么 这种人 自己先前是瞎了眼 居然会觉得 她单纯好奇 赖嬷嬷再三思寸 谨慎地道 姑娘也知道 我们侯府两位夫人 都怀了身孕 如今盛夏时节 天热难耐 老奴想着做些酸梅汤 给夫人们解解数 也算是老奴的一点心意 但酸梅汤 其中一味就是山楂 六月山楂酸涩 老奴唯有拿食盐 处理了才能使用 莫了 她尴尬地笑了笑 又补充了句 实际上 没有二十斤的山楂和食盐 也就买了几斤 账房拨出来的银子 剩下的都被老奴 她没再说下去 但是意思很明显 你倒是聪明 确实忽然轻笑了声 早就知道 她不会轻而易举地 任下谋害安平郡主的事 会扯旁地来转移注意力 做假账 假公祭司的确是最好的理由 没有人会怀疑她的真实性 就连汝南王 这个从不管账的人 听到账目出入有问题 第一反应都是管事从中贪污 而她又承认用山楂炸汁 用食盐去酸 但是分量不同 结果也全然不同 是个人都听得出 屈真话中的嘲讽之意 是夸她假公祭司聪明呢 还是说她避重就轻聪明 反正不是什么好话 姑娘 这是不信老农说的话 赖摸摸面带羞愧地质问道 裙摆下的小腿肚 却已经不受控制地 开始站立 不管她怎么答 这小姑娘 都是云淡风轻的模样 没有愤怒 没有急切 甚至是 没有一点情绪的波澜和起伏 仿佛她说什么 都无关紧要 就像是囚笼里的老鼠 不管再怎么蹦跶 都难逃 死亡的结局 这种感觉 真是糟糕透顶 屈真够了够唇 确实没有应答 她深知 怎样才能让赖摸摸 深陷恐慌 让她急则生乱 乱则犯错 自己把事情供出来 在这之前 她还要再查问一番 不能把所有突破口 都集中在 赖摸摸的身上 都进来吧 她往外瞥了眼 扬声道 厨房外 先前被遣散的下人 三五成群地靠了过来 正探头探脑地 瞧着热闹 猛地听到屈真的传唤 他们面面相去 迟疑着不敢抬脚 忌惮地看了眼 跪在地上的赖摸摸 屈真将这些下意识的动作 都看在眼底 先前让他们散开 也是这样 看来这位赖管事 平日里极微慎重啊 赖摸摸刚从她的一声 轻笑中缓过身来 就听她要传唤其他人 神色立即紧张了起来 姑娘是要传他们问话 那不然呢 她细血地看着赖摸摸摸 难道我还要事先 跟赖管事报备吗 不不不 姑娘言重了 赖摸摸牵强地 扯了扯嘴角 扭头怒道 没听到姑娘传照吗 还不都赶紧滚进来 待会姑娘问什么 你们就答什么 可千万要仔细 想清楚了再说话 她将想清楚三个字 咬得极重 暗含警告的意味 不过这些人 在她手底下讨生活 不是一两日了 料她们也不敢乱说 众人闻言 下意识地 色缩了下脖子 是 是 嬷嬷 见赖嬷嬷 再没有说什么 她们嬷嬷蹭蹭地 走了进来 挤成了一堆站着 恨不能把头 埋进地缝里去 我看着很可怕吗 屈臣见她们这些动作 不由地失笑 面上寒霜 尽数消融 浮现出些暖色来 都别紧张 不过是闲聊几句 她容颜绝美 唇边淡淡地擒之笑 一袭水天闭色的青衣 雪敷墨发 哪怕是坐在满是烟火器的厨房里 也淡雅清觉地 仿佛从画卷中走出的一般 散之淡淡的墨香 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是 姑娘 有人壮着胆子 轻轻地应了声 赖摸摸健壮 浑身的肌肉不自觉地紧绷着 就像是拉满弦的弓一样 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生怕有人说出什么对她不利的话 连忙道 姑娘尽管问就是了 有老奴在 他们肯定不敢乱说的 听了赖摸摸的话 众人连忙低头附和 姑娘请问 奴婢定当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姑娘请问 小的定当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姑娘请问 奴婢定当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屈真披了眼心怀鬼胎的赖摸摸 心中觉得好笑 跟她来这一手吗 表面上装得恭敬温顺 实则明里暗里地警告众人 说话要注意 要说她心里没有鬼 都不敢让人相信 屈真淡淡地看向赖摸摸 冷声道 我还没有开口问 赖管事这三番四次 解我话 是怎么个道理 王府的规矩 就是这么教的 第七十七集 赖摸摸当管事 这么些年 鲜少被人当面呵斥 不由的脸色一焦 连恐惧都忘了 蹦发出些怒涩来 好在她还有些理智 知道什么人不能得罪 连忙埋头请罪 是狼奴见悦了 还请姑娘恕罪 说着还不忘警告地 瞪了眼其他人 下不为例 屈真见此勾了勾唇 看来这位赖管事 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处境 她看了眼四周 畏畏缩缩的众人 觉得有必要 把话说清楚了 免得坏了自己的事 她看着低迈着脑袋的 一众仆役 俗话说得好 不想当将军的兵 不是好兵 众位在厨房熬了这么久 对于管事的位置 不知谁有兴趣 屈真声音清冷 淡定的就好像是在询问 晚上吃什么一样 丝毫没有考虑 这句话会在他们中间 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木林在旁 看得险些没有绷住笑意 她说话形式的风格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话落 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中 众人纷纷抬头看她 有震惊的 有疑惑的 有窃喜的 有愤怒的 这愤怒的自然就是赖嬷嬷嬷 她没有想到 她人还在这儿呢 屈真就敢明目张胆地收买人心 太不把她放在眼里了 眼见着有些人蠢蠢欲动 她急道 姑娘 你不过是个客人 难道还想在侯府里当家做主 赖嬷嬷话刚说半截 屈真淡淡地飘过去 目光森冷幽异 如脆了毒的冰刀 吓得她立即将在当场 头皮发麻 那样的眼神 那样深邃如漩涡般的瞳孔 透过她 仿佛能清楚地看到 她被刀刀凌迟的场面 一刀一刀 好像准确无误地 落在她身上 四肢都传来清晰的痛感 看来 赖嬷嬷是不把我的话 放在心上 屈真笑意顿收 冷冷地道 既然如此 也该给个教训 姑娘 这种人不必劳你动手 目凌适时开口 抬脚上前 她一身纹红云的黑袍铁甲 戴着鬼面具 腰间跨着一柄长剑 随着她行走 发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赖嬷嬷下得面色骤变 色缩着身子往后退了两步 看向屈真 姑娘 老农知错了 还请姑娘恕罪 少了老农这次吧 少了你 屈真微微挑眉 面上如腹冰霜 你明知故犯 最佳一等 我说过 下不为例 她看向牧林 缓声道 牧统领 杀鸡烟用牛刀 不必你出手 牧林迎上她的目光 似有迟疑 但还是缓缓推到了她身侧 赖嬷嬷见到这一幕 抖得像筛子一样的腿 勉强站稳了一些 就见屈真 环顾一周 视线最后淡淡地落在她身上 说道 我自然不会在侯府当家做主 但你以为 侯府会留下一个 不忠不义的奴才吗 不论是涉险 陷害郡主 还是中宝私囊 都是身为主家 无法容忍的 这些话 她看起来是说给赖嬷嬷听 实际上 谁听不懂其中的意思呢 管事的位置一旦空出来 他们所有人就都有机会 赖嬷嬷感觉到 他们不善的目光 集中在自己身上 一时间额上冷汗直冒 她怎么就忘了 贪污这事 也是犯了侯府大忌 能有机会 把她从管事的位置拽下来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 这可怎么是好 屈真见她面如菜色 鸡翘地勾唇 身子往后靠了靠 大亮的目光 一一从他们身上掠过 缓声道 赖嬷嬷阻挠半案 长嘴二十 不知有谁愿意代劳 四周寂静 无人应答 她也不催促 耐心地等着 没多久 人群中走出一个 约摸十六七岁的婢女 她腰间围着满是补丁的围裙 面色蜡黄 骨瘦如柴 唯独一双眼明亮的灼人 奴婢 愿意代劳 小七 人群中传出了一声惊呼 众人的视线都凝聚在她身上 似是不敢置信 曲真觉得他们反应有些奇怪 不等她询问 就见赖嬷嬷浑身一震 愣愣地抬头看着那姑娘 小七 你 那姑娘听了赖嬷嬷的声音 浑身一紧 咬牙没有回头 身子却抖得更加厉害 她身后的众人 面带忧色地看着她 甚至有人在她背后 拽了拽她的袖子 低声道 小七 那个老虎婆要死不了 你肯定被打得脱一层皮的 是啊小七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哪一家子都禽兽 你哪都得过呀 有人立即开口附和 文言 被换作小七的姑娘 双手垂在两侧 紧紧地揪着裙摆 一张翘脸 仗得通红 曲针上下打亮了她一眼 迟迟没有开口 见周围的仆役 面露紧张之色 不似先前那般 事不关起的漠然 看得出这姑娘人缘不错 她柔声问道 想好了 小七侧手 深深地看着赖嬷嬷 眼中挣扎不已 赖嬷嬷仰起头 狠辣一笑 是啊 你可要想好了 我可是你婆母 你要是敢打我 我就 听到婆母二字 小七眼中最后的迟疑 恐惧 都化作了怨毒 没有答话 几步抢上前去 抬手一耳光 重重地 挖在赖嬷嬷嬷嬷上 啪得一声脆响 又急又狠 扇得在场之人的心 都跟着颤了颤 曲针来回 打量着这二人 听了这话 不由地惊讶 二人原来是婆媳 怪不得众人的反应 如此奇怪 我呸 婆母 凭你也呸 小七钻紧着拳 对她催了一口 说道 你总真的傻子 强占了我的身子 又比我爹娘 把我嫁进你家门 回我一生 我恨不能 把你和那傻子 千刀万刮 赖嬷嬷捂着 火辣辣灼烧的脸颊 大脑一片空白 她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里畏畏缩缩 连大声说话 都不敢的小七 竟然会真的 动手打她 好容易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就听她一口一个傻子 怒从心起 骂道 什么傻子 那是你相公 我没有这样的相公 小七闻言 失控地大喊一声 声音尖锐的 都有些破音 你们母子俩 真让我恶心 那傻子是怎么来的 你忘了吗 屈臣看着赖嬷嬷 皱变的脸色 不由来了兴致 她这是 无心插柳 柳成音 第七十八集 你 你知道什么了 赖嬷嬷面色皱变 惊恐地看着她 小七眼底 露出某难堪之色 对上赖嬷嬷 那惶恐的眼神 又变成了嘲弄和疯狂 我都知道了 那傻子 是你和自己 亲哥哥生的 赖宝娟 你就是个无耻刀妇 你丧德败行 你闻你人伦 你怎不早些去死 还要来害我 话落 围观的仆役 吓得纷纷退了几步 看着赖嬷嬷的眼神 都变了颜色 和自己亲胸掌 不 不不 不是这样的 别听她胡说 赖嬷嬷如遭灭顶之灾板 拼命地朝着众人解释 她到底怎么知道的不要紧 要紧的是 此事一旦传出去 他们母子 就没办法做人了 胡说 萧綺惨笑 眼底浮现无尽哀量 你昨晚和那个贱夫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们兄妹同奸 违背钢场 所以才生出个傻子 这是报应 是老天 给你赖宝家的报应 不 都是她胡说的 是她胡说的 你们不要相信 我是清白的 赖嬷嬷波浪鼓般地摇头否认 然而没有人搭理她 棱眼已对 看着他们漠然的神色 赖嬷嬷知道 完了 这一切都完了 这才一耳光 还剩下十九下呢 赖宝娟 天道有轮回 你就好好守着吧 她说着 抬手又是啪啪两耳光 这两巴掌 是报我受辱之仇 这巴掌 是为逼甲之仇 这巴掌 是替赖家的祖宗打的 这巴掌 是打你不务正业 这巴掌 打你好吃懒做 打你坦德无厌 打你恩将仇报 打你不孝不羡 小七一边哭骂着 一边动手 左右开弓 速度之快 只留下道道残疑 整个后院 回荡着赖嬷嬷 被掌乖的声音 起先她还能躲两下 到最后 被小七一把 扯住了头发 被迫仰着脸 迎接她的巴掌 二十个耳光打完 赖嬷嬷老脸 就像是在 煮开的热水里 滚了一圈 又红又肿 鼻子和嘴巴 不停地往外溢着血 像是被打蒙了 一动不动地 坐在地上 小七一把 松开赖嬷嬷的头发 亮强地退了步 双手 因用力过猛 止不住地颤立着 她压抑多年的委屈 像是被撕裂了一道口子 泪水绝地般地涌出 无脸痛哭 她身后的几个仆役 扶着她的身子 低声安慰着 其他人 快意地看向赖嬷嬷 要不是时机不对 他们真想仰天大笑 叫别人也来瞧瞧 平日里苟杖人士 胡假虎卫的赖管事 如今是个什么德行 去真叹了口气 这或许就是报应 没想到赖嬷嬷 谋害郡主的案子 还没有审完 就冒出了这么一茬 小七也是个苦命人呢 她没有打断这场宣泄 那嚎啕大哭的声音 持续了段时间 就转为了低气 后来逐渐平复了下来 小七抹了把脸 再不理会赖嬷嬷嬷 对着屈真 欠身一礼 声音还带着几分沙哑 奴婢师太 请姑娘宽恕 屈真轻轻摇了摇头 柔声道 无碍 这世道 女子举步为奸 眼前这些 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从黄秀莲 吴蚁云 到小七 哪个不是熬进了世间苦 她因此更加坚定了信念 定要走得更高 随心自由地 活一躁 赖嬷嬷嬷这个麻烦处理了 接下来也该忙正事了 你们的住处 离后出远吗 她轻声问道 不算计 出了这院子 还要走过一条长街 转个弯 小七答道 声音还带着圣怒之后 无法控制的颤音 这样 曲真点点头 如此看来 夜里厨房的动静 那边是听不到的 她看了眼赖管事 又继续问道 那你们可有见过 那批山渣 或者赖管事 在郡主死前那段时间 有什么异常吗 没见过 库房的钥匙 都是管事的拿着 要不是姑娘提起 小的们都不知道 还有山渣这东西 至于异常 她看向小七 或许她能知道些什么 曲真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就见小七拧着眉 回想着 她提醒道 小七 你仔细想想 尤其是这段时间的夜里 她有没有什么古怪的行为 或者是举动 比如夜不归家 又或者 见过什么人 六月的山渣尚未成熟 如此大批量供应 零散的商户 是做不到的 赖萌萌竟然狡辩说 她只是买了几斤 那为了完善证据链 她需要找到 赖萌萌大批量 构进山渣 谋害郡主的罪证 小七点了点头 仔细回想着 脑海中掠过 屈臣刚才那句 见过什么人 什么人 是谁呢 忽然她大叫一声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小七突如其来的反应动静 将众人吓了一跳 尤其是赖萌萌 捂着脸看向小七 神色紧张 哪怕她确信 自己办的隐私 也不敢说 绝对没有破绽 什么 屈臣问道 我记得 就在六月底的时候 她去过前家的密件铺子 后来还有人 专门送来了些供货的单据 之后几天 就很少来厨房 对对对 我也记得 就是在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 我砍柴伤了手 还以为要带伤干活呢 结果那母老虎没来 我才松快了几天 周围人七嘴八舌的附和 七真想起之前 赖萌萌萌说 她夫家就是做密件生意的 那找到能供应二十斤山楂的商家 就不算难事 时间也对得上 那么前家的密件铺子 的确该查 她看了眼木林 木林会议的招来暗影 吩咐了两句 立马着手去办事了 你个小贱人 赖管家这会儿回过神来 怒骂了声 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意味 小七扯了扯嘴角 冷笑道 赖宝娟 你放心 我一定会睁大眼睛 看你下地狱的 你 赖萌萌气节 转向曲真 恨声道 姑娘 你也看到了 她与老奴不合 算是撕破脸皮了 她的话岂是能信的 我是老夫人的陪嫁过来的 你不能就这么冤枉我 莫非你是收了什么好处 从刚进厨房 就屡次针对老奴 我不服 第七十九级 不服 曲真缓步 躲到赖萌萌面前 曲高临下地看着她 挑眉冷笑 那好 我就让你 心服口服 她断案 要求 查无缺漏 也不想冤枉任何一个人 既然有人不死心地想狡辩 那就把话 说清楚 那老奴就听听 你能编出个什么话来 赖萌萌坐在地上 不甘示弱地回应 面色镇定 但心脏 却一阵阵地收缩着 脊背 更是被冷汗湿透 她心里异常焦虑 这怎么可能 难道还有其他没处理的证据吗 不 不对 赖萌萌不停地自我安慰 心想着 除了那些散户外 该处理的疏漏 她都处理掉了 绝不会留下痕迹 这话 肯定是炸她的 念落 赖萌萌刚松了口气 就见屈真 朝着厨房刚进门的左侧木架子 走了过去 她的心 立马悬到了嗓子眼 该不会这都被察觉了吧 那她 岂不是成精了 屈真却不理会 她心中的想法 指着木架子底层的空位道 这位置原本放置的 是个白色的粗砂锅吧 姑娘怎么知道 小七诧异地问道 这个不难 屈真蹲下身子 在底层的砂石板上 轻摸了下 这砂板上 擦痕里侧为半圆形 两边为条形 中间间距相同 是一个底部为圆形的重物 被拖拽所致 根据两道擦痕的肩宽分析 此器物 长约 八寸 高吗 她仔细检查了下 架子顶部和侧部 笑道 高约七寸 砂板上和上层底部 有摩擦所留的白色粉末 是砂土 按照规格和成分来看 足以证明 放置的东西 是砂锅 这些擦痕痕迹 明显且新 说明砂锅表面粗糙 不是细砂 而是粗砂制成的锅 也说明了 在不久前 有人刚把东西取走 你说对吗 赖嬷嬷 她轻轻拍去手上的粉末 站起身笑看着赖嬷嬷 一番分析之后 四周鸭雀无声 赖嬷嬷满目悍然地看着她 紧张得嘴唇都在哆嗦 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明明那东西她都已经取走了 居然还能发现蹊跃 慕琳则是很满意这样的效果 事实证明不是她智商不够 而是她的智商都跟腰相近了 可 可她藏锅干什么 不知小七觉得奇怪 其他人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藏锅自然是为了掩藏罪证 她进厨房时就发现 灶台上的砂锅之类 用的都是白砂 粗砂锅 颗粒尖细大 又是白色 大量熬制深色东西 颜色就会侵入到锅体 就很难清洗 赖嬷嬷嬷拿来熬制山楂汁 自然不会让她留着 说吧 屈真转身看向赖嬷嬷 说道 我刚到后厨时 你让他们站在院中候着 自己却是姗姗来迟 虽极力掩饰 但你气息急促 面红冒汗 显然是刚做完剧烈的运动 若你不心虚 何必支开众人 匆匆忙忙地去办 办的就是处理砂锅的事吧 我 我没有 赖嬷嬷再次开枪 语气却没有先前那般强横 反而透着些许心虚的颤音 哼 怪不得 我早上还看到锅在这儿呢 一转眼就找不见了 原来 是有人做贼心虚啊 仆役中传出一道声音 嘲讽道 事到如今 赖嬷嬷到底做没做谋害郡主的事 大家心里大概都有数了 也就只剩下他自己 咬死不肯承认 姑娘 那他把证据拿走了 岂不是没有办法定罪了 小七警跟着问道 他最怕的就是这个老虎婆逃过一劫 不急 曲阵轻轻摇头 朝着赖嬷嬷的方向弄了弄嘴 你们看 他斜头有淤泥 还是金的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们厨房后院 有个独立水井吧 去那儿找找 或许就能找到 话落 立刻就有几人往后厨走去 没多久 就拎着一个湿漉漉的砂锅进来了 往赖嬷嬷面前一丢 锅的那一壁果然是深褐色 好了 赖宝娟 你个毒妇 还有什么话好说 小七神色激动 怒骂道 众人也是惊恐交加 听是一回事 亲眼见到 就又是另一回事 郡主夫人是汝南王的掌上明珠 侯府八台大轿 取静门的正妃 她一个下人 怎么敢对郡主下毒 找到了又能怎样 老夫人不会信的 赖嬷嬷环顾一周 只是围观的一众仆役 对屈真冷笑道 厨房又不止我一个人 我还有他们吗 赖嬷嬷知道 这件事她是难以脱身了 但她一定要托人垫背 她那阴毒的心思 谁还能不知道 纷纷怒了 赖管事 人要脸 树要皮 你说话要讲证据 厨房钥匙都是捏在你手里的 我们哪有时间的做这事啊 就是 你别狗急乱养人 心思也太歹毒了 你以为能梦骗了谁 那些青天大老爷 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你就等死吧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围着赖嬷嬷骂道 她咧着嘴冷笑 一脸破怪子破摔的模样 在这一片嘈杂声中 屈真轻痴 赖管事的如意算盘 怕是要落空了 她声音轻而淡 落在这轰闹的环境中 本不起眼 但众人却不约而同地 安静下来 齐齐地朝她看去 你什么意思 赖管事一愣 皱眉迎上她的目光 却在撞上那一双 沉浸明亮的毛子时 瞳孔不自觉地一缩 不祥的预感 油然而生 什么意思 屈真轻笑 对着小七她们说道 把你们的手拿出来 众人纷纷抬手 狐疑地相互看着 除了干活磨出来的后剪 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姑娘到底想做什么呢 屈真粗略地扫了眼 看懂了她们眼中的疑惑 转向赖嬷嬷 你们再去瞧瞧她的手吧 这时赖嬷嬷已经大致猜到 她想要做什么 感觉到四面八方 投来的目光 如芒刺在背 下意识地把手缩回了袖中 小七几人立即察觉了异样 冲上去将赖嬷嬷 藏在袖中的手扯了出来 一把捞起袖子 就见她手上 裹着一层厚厚的纱布 扭头换道 姑娘 你快看 屈真瞥了眼 对惊恐万壮的赖嬷嬷嬷笑道 你不是想知道 为什么我从进厨房 就锁定你为怀疑对象吗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答案 第八十集 姑娘 你的意思是说 她手上的伤 和谋害郡主的案子有关 小七壮着胆子问了句 其他人也小肌着迷式地点了点头 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官窍 对 屈真点头解释道 要用食盐去除山楂的酸味 就必须将山楂用盐水浸泡之后 反复淘洗 人的手长时间浸泡在盐水中 会导致糜烂和红肿 这就是她伤识的来源 众人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这其中的门道弯弯绕绕 寻常人还真的未必能想出 这么阴险的法子去害人 赖嬷嬷如遭天雷轰顶 张着嘴撞了半晌 始终都觉得 眼前的一切如在梦中 怎么可能查到她身上呢 她明明做得隐秘 来回都盘算好了的 把山楂榨汁浓缩后 加入酸梅汁里 使得郡主早产 查起来了就说 是郡主过度焦虑导致的 女人生孩子 就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再加上难产 撑不过来 那是常识 谁也不会怀疑到她身上 哪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硬生生地竟把她给揪了出来 不行 她不能就这样认了 什么红肿迷赖 我的手是 是不小心被烫伤的 赖嬷嬷垂死挣扎 她当然也知道 这样的说辞瞒不过去 但她不甘心 她好不容易爬到管事的位置上 就等着这事办完了 飞黄腾达呢 怎么就能这么死了呢 烫伤 去真心的 要是赖嬷嬷知道她是个大夫 就不会找这种愚蠢的借口了 对对对 就是烫伤 赖嬷嬷连连点头 墨铃看到她如抓住救命稻草般狂喜的模样 有些不忍地摇了摇头 要是烫伤 姑娘压根就不会指出她的伤 她可没忘记 在笋西县外的竹林里 第一次见她时 隔着细雨和马车 她都能判断出主子的病症 想在她面前隐瞒伤情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哼 你平日里除了采满 连锅都不碰 有什么机会被热水烫伤 再说了 要真是被烫伤的话 以你的性子 还不得闹得人尽皆知 好让府中主子知道 咱们平和府中 还有你这样的忠仆呢 小七嘲弄得笑了声 讽刺道 在厨房做事这几年 赖嬷嬷是什么德性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是贱命一条 但那架子拿得比老祖宗还大 稍有不满 就对下人动辄打骂 尤其是厨房里的人 胳膊腿上都是紫青的 偏他会讨好那些大管事 有人罩着 他们要是敢去告状 没有人理会不说 回来又是一顿毒打 长久下去 大家也都怕了 要不是这次府中出了人命 查到了他头上 这苦日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熬出头 曲针点头 觉得他对赖嬷嬷 真是看到骨子里了 耽搁了这么久 他也懒得再浪费时间 冷吃的 哼 我初见你时就察觉了 你手上的药里 有密陀僧 黄白 清粉等药材 还混着花生油的味道 是驼白散吧 驼白散主治各类 激发性的湿疹和皮肤糜辣 有去湿止痒 胶炎镇定的效用 胖伤会用这个药吗 赖管师负责采办 嫌疑本就是最大的 又知道食盐去酸的法子 他就断定此事 与赖嬷嬷脱不了干系 再加上看到那架子的擦痕后 就更加肯定了心中的推测 赖嬷嬷嬷 就是用山楂 害无影云早产的 罪魁祸首 赖嬷嬷惊骇得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屈真 犹如再看一个怪物 他输了 他就这么输了 谋害郡主 那是满门抄斩的祸事 要不是他 要不是这个女人 他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 赖嬷嬷恨得咬牙切齿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夫 屈真淡淡道 心想着 不过不是寻常的大夫 准确来说是医家 他医活人 也医死人 熟料他此话一出 众人哗然 大夫 大夫还管断案的事吗 姑娘 你可别筐笑的 就是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姑娘是关老爷呢 这架势 别提有多威风了 你可拉倒吧 别侮辱姑娘了 那些县老爷 看起来威风八面的 实际上都是些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要有姑娘的本事 哪还至于冤死那么多人 许师知道赖嬷嬷要完蛋了 众人心情大好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唯独小七一言不发 沉默地垂手 他眼底的阴郁 被茫然覆盖 情不自禁地 喃喃道 女子 也可以做大夫吗 不是应该待在家里 绣花做饭 逢补江戏 相夫教子吗 为何不可 曲真听到她的敌男 反问了句 同样生而为人 时无骨杂粮 为何男子做的 女子就做不得 她看着小七轻声道 人之所以怨天尤人 是因为无能为力 当你有了能力时 所有挡在你面前的人 都必定为你让路 小七心中大振 垂谋 思索着这句话 所有人 为她让路吗 她真的可以吗 曲真再没有多说 她是看在小七 有一位自己拼一把的份上 才会说上两句 日后能活成什么模样 就是她自己的造化了 至于赖嬷嬷 自作孽 不可活 也该浮返了 赖管事 要是没有其他话可说 就随我去见汝南王吧 曲真往她走去 听到汝南王三个字 赖嬷嬷脑海中 浮现出那抹 威严的身影 和她铁血的手段 顿时 吓得魂飞魄散 要是被王爷知道 她故意要害郡主 那她岂能有活路 不 她猛地从思绪中 回过神来 突然大喊一声 脚蹬在地上 拼命地往后挪 直到背部抵着灶台 才全着身子 瑟瑟发抖 我不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她壮弱疯癫 伸手在半空中 胡乱地拍打着 活像是失了痣 众人见惯了 她遗旨气使的模样 如今看她这一般 忍不住 裂开嘴角 笑得畅快不已 活该 有人咒骂了声 屈真静静地看着她 半晌后 淡淡倒 铁州如山 与其撒泼打滚 胡搅满缠 赖管事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做 才能求个好死 第八十一集 等屈真带着赖摩摩摩 回到大堂时 容锦生和汝南王 也排查出了结果 那人已经被打的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劈头散发地趴在地上 身下的血 躺了一地 她就是会口气那人 省得怎么样了 屈真边问着 边走到一旁坐下 黑云旗将赖摩摩摩 推到院中 跪在那人身侧 赖摩摩眼角的余光 看到耐人的惨状 仿佛能预料到 自己的下场 身子抖得跟筛糠似的 死死地闭着眼 对 此人名唤银戈尔 是西班班主受养的孤儿 后来西班被山寨洗劫后 他流落到临江府 卖身进了侯府为奴 被抓之后 倒是认下了自己设局一事 就是不肯招供幕后之人 咬死谋害云尔的事 是他做的 无人指使 汝南王阴沉着脸说完 虎沐扫过赖摩摩 杀意乍现 就是他在云尔 喝的酸梅汤里 动的手脚 嗯 是他 屈真硬了声 端起茶水 抿了口 证据我都找到了 确认无疑 赖摩摩是个纸老虎 不足为虑 倒是院中这人 都打成这样了 还能咬死 不改口 是个硬骨头 汝南王的拳头 钻得可知晓 强忍着怒意 看向赖摩摩 嗯 你要识相的话 最好老实交代 说 到底是谁支持 你们毛海郡主 赖摩摩本就 怕急了汝南王 被他一鹤 吓得魂飞魄散 老奴 老奴不是 赖摩摩 屈真加重了语气 人正物正俱在 你可要想清楚 能不能呼叫蛮缠 毕竟南王 可没我这般的好耐性 他提醒了句 赖摩摩低埋着脑袋 看不清神情 但手紧紧地 抓着自己的双腿 显然内心挣扎至极 来人 汝南王见他犹豫不决 抱贺一声 拖下去 挡 早就厚在两侧的侍卫 立即朝着赖摩摩走去 夹着他就往后拖 身旁那血肉模糊的人影 赫然映入眼帘 就是他未来的下场 赖摩摩摩吓得眼前发黑 连忙叫道 不 我说我说 王爷 我说 汝南王早有准备 立马道 带回来 侍卫又拖着他回来 扔在了地上 在鬼门关外走了一遭 赖摩摩摩浑身发软 他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说 是谁 汝南王怒瞪着他 目光很利的 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吧 赖摩摩再不敢偷奸耍滑 扶低身子 颤声道 是 是相侧呗 是他让老奴在 郡主夫人的膳室中动手脚 一语落 满座皆经 容景春和屈真对视了眼 并不意外 郡主一死 受益最大的人 就是相侧妃 屈真还记得 他们出到侯府时 平侯领着侯府众人接驾 站位实际上就暴露了不少的问题 老夫人是侯府的老祖宗 也是主子 站在平侯的右侧 无可厚妃 但按规矩 平侯左侧站着的 应该是侯府的当家主母才对 哪怕正妃过世 侧妃也没有资格 取而代之 偏偏这位相侧妃 站得理所应当 之后又在众人异议时 频频插嘴 俨然以赴当家主母的架势 郡主刚亡顾 她就迫不及待地冒头 野心显而易见 去吧老夫人 平侯和那侧妃 都带来吧 审讯到现在 已经接近尾声 汝南王吩咐了句 重新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居于 平侯搀扶着老夫人 出现在众人视野 相侧妃扶着腰 挺着大肚子 跟在后面 经过庭院时 三人匆匆 瞥了眼 院中跪着的人 平侯反应平平 倒是老夫人和相侧妃 齐齐变了脸色 只是一瞬 就恢复了正常 快步进了大堂 平侯府这老夫人坐下 怒气冲冲地 看向汝南王 岳父大人 咱们办事 得讲点道理吧 平侯府虽然没落 但好歹也是勋贵 您这二话不说 让府兵围了侯府 将我们禁足 在自己院中 是不是 做得太过了 他们刚离开 祖宗陵墓 回了府 汝南王府的府兵 就破门而入 将他们分别禁足 一日三餐 有人送到房门口 不允许踏出半步 作为侯爷 他这两日 不仅不知道 府中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还活得 跟个阶下囚似的 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也顾不得 什么表面功夫了 汝南王见眉紧促 怒意高涨 云儿看似 是被那个娼妇所害 实际上 和平侯府 宠妾灭妻 脱不了干系 他这儿还没问罪 安怀敬 就赶出来跳 夫人说得没错 他果然是 太纵着这一家子了 这件事 平侯倒是找错人了 不得汝南王开口 容紧声 轻叫一声 语气 暗藏几分冷力 是本王吩咐 清风禁足的 你有意见吗 平侯脸上 怒意僵住 缓缓地看向荣紧声 却在撞见 那浅淡笑意的刹那 浑身汗毛直树 如坠冰窖 他牙齿打颤 连忙躬身 小 小侯不敢 请陈王殿下恕罪 岳父是自家的 就算是有所冲撞 哪怕是看在他 逝去的父王面上 也不会与他计较 可陈王是别人家的 是当今的九皇叔 真正的皇子皇孙 位高权重 若是惹怒了他 动辄就是灭族的祸断 王爷不是说 这是侯府的私事 不再插手的吗 老夫人见自家孙儿吃饼 开口问道 汝南王已将郡主的案子 上奏朝廷 由大理寺接管 本王执掌大理寺 过问此案 老夫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容紧声面不改色 笑看着老夫人 从容道 老身不敢 老夫人微微汗手 望向屈真 看到院中那血淋淋的人影 不难猜出 今日种种和他都脱不了干系 要不是他 平侯府不会闹得鸡飞狗跳 平侯府不敢怪罪陈王 但是要对付一个 无权无视的孤女 还是没问题的 陈王素来不计女色 遇到这种性情乖僻的 一时惊险 等过了这段时间 屈真被陈王舍弃那日 就是他的死期 那就好 容紧声淡淡地应了声 转向屈真 风眸中煞时笑意吟吟 声音温软 珍珍 唱戏的人都登台了 就等着你抓小鬼了 他面对平侯祖孙时 虽眼中含笑 但那笑三分针三分冷 余下的都是遮云碧月的 浅淡雾色 如隔云端 叫人看不真切 可转向屈真后 那双眼中的欢喜和温柔 几乎藏匿不住 这变脸的速度 也是令人瞠目 木林在旁 看得真切 心中暗息 看来他是赢定了 就是这屈姑娘不开窍啊 着实是仇人 看来被赶紧催他们动起来了 屈真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木林等人盯上 凝视着容紧声 他这是想要将所有功劳 都推给他吗 他疑惑地低声问道 为什么 查到如今 以他的能力破案 不在话下 揪出凶手 以汝南王的性情 定会铭记于心 他不会不知道 汝南王府的人情 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处处 为他打算 第八十二集 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为什么 其他人听不懂 其中的意思 但是容紧声 心知肚明 他看似精明 实则在这些事情上 迷糊得紧 珍珍生着一颗 七窍玲珑溪 不妨猜猜 他笑隐隐地道 凤眸柔情似水 看他迷惘 又无奈的眼神 心中又是酸楚 又是柔软 他知道 他心思纯粹 不惹尘埃 救人也好 断案也罢 从未谋取过什么 那一女子之身 想要在这崎岖的世道 走出一条路来 何等的艰辛 没关系 有他在 猜不透 曲阵摇头 认真地看着他 耳畔突然乍想他那句 本王喜欢的 是你 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 陌生又异样的感觉 紧紧地包裹着他 让他有些 无所适从 猜不透 那就慢慢猜 以后有的是时间 容锦生不禁玩耳 瞥了眼背下的 呆若木漆的众人 提醒道 珍珍 他们还等着呢 老夫人 平侯和汝南王等人 见他们调情的场面 眼睛瞪得 跟同龄般大小 这人 还是传闻中 厌恶女色的 陈王殿下吗 该不会是被人 调包了吧 但这念头 在容锦生 朝他们看来的刹那 瞬间 分崩离析 那谋中的疏离淡漠 令他们的敬畏之心欲重 不敢抬头多看一眼 生怕亵渎了他 屈真也知道 眼下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起身交事情的 大概经过 续说了一遍 包括阴歌社局 赖摩摩 熬至山楂之一事 听完后 大唐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姑娘是说 赖管事 只认本非谋害郡主 相侧妃率先 打破这寂静 扶着腰起身 瞥了眼院中 战战兢兢的赖摩摩 怒道 简直是一派胡言 这么说 侧妃是不认同 赖摩摩摩的说法了 屈真轻声问道 是 相侧妃说得斩钉截铁 娇媚的容颜上 满失委屈 妾身自知身份卑贱 能入侯府 已经是感恩戴德 入府后 侍奉主母勤勉 处处伏地作效 不敢说有康贤之德 但也算得上是 恭顺乖巧 实在不知 哪儿招了摩摩的恨 竟然无端要背上 谋害主母的罪名 他越说越是气愤 俏脸微红 靠在平后怀中 哭得梨花带雨 相册废话里的康贤 乃是圣巢最出名的贤妇 据说他出嫁之后 上校公婆 下莲姑嫂 与夫君的妾室相处 也是一团和气 后来妾室身染恶极而亡 他还扶救守灵 簪花待孝 将妾室之子 视若挤出 悉心栽培 堪冲女子之表率 相册妃以康贤对比 看来是对自己 颇有信心 香儿素来娇柔温顺 在郡主面前恭敬有加 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些事 府中的人都清楚 说他谋害郡主 简直可笑 平侯也在旁帮腔 安慰着怀中的相册妃 香儿 你放心 只要你没做 我便是拼着侯爷的爵位不要 也定会给你讨个功道回来 多谢侯爷 向侧妃含泪迎上平侯关切的眸 又是倾慕 又是感动地望着他 做事就要跪下 吓得平侯连忙拦紧他的郊区 你可别跪了 小心伤着咱们儿子 他点点头 红着眼被平侯扶坐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 屈身见平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就转身去了赖嬷嬷跟前 小侯爷 你听老奴说啊 真的 真的是侧非让老奴做的 是他要很 赖嬷嬷可怜巴巴地伸手去拽他的袍子 刚碰到那光滑的料子 就被平侯一把抽出 抬脚踹在他胸口 骂道 好你个老刁奴 竟敢污蔑侧非 说 你到底拿了谁多少好处 竟敢做出这种卖竹求荣的丑事 赖嬷嬷知道 自家小侯爷被浇灌着长大 脾性蛮厚 但没想到当着两位王爷的面 他也敢说打就打 直接被一脚踹蒙了 直到胸口传来剧痛 神志才清醒几分 连忙辩解 侯爷明鉴 老奴就是吃了凶心 豹子胆也不敢被主 真的是侧非的 啪的一声 平侯见他死咬着香侧非不放 受怒之下 牌手又是一耳光 狠狠地甩在他脸上 怒道 放肤 赖嬷嬷被扇的伏在地上 猛咳了几声 吐出口血来 掺了两颗带血的牙齿 他撑着地凝视着那滩血 痛从骨髓到肌肤 每一根神经都在痛 一日之内 他颜面尽失声名狼藉 赖嬷嬷抬头 看向老夫人 带着最后的一丝期盼 和哀求 老夫人 难道连你也不信奴婢吗 老夫人看不上香侧妃 季子出身 速来不待见他 要是能趁这个机会 除掉香侧妃 想来也是愿意的 再说了 他相信 老夫人多少还会顾念 往日的主仆情分 却真看着这一幕 心想 赖嬷嬷这次 怕是要看走眼了 老夫人真想求情的话 一开始就发难了 不会充耳不闻 任凭平侯 胡作非为 我顾念你 陪嫁入府的情分 这些年总得你威非作歹 不知天高地厚啊 你平日打骂蒲尹也就罢了 可那是安平郡主 是我的儿媳 你竟然也敢毒害她 老夫人睁开眼 浑浊的眼神 无比失望地看着赖嬷嬷 这次我护不了你了 你自己跟汝南王谢罪吧 看在主仆异常的份上 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 这话冷沉而无情 赖嬷嬷如遭天雷轰顶 眼前乍然一黑 好久才缓过神来 照顾好她的家人 说得好听 不就是提醒她 别任意妄为 用儿子要挟她吗 老夫人却不知 小气说破了 她和兄长通奸的丑事 那前家的人 哪里会放过她和儿子 结局都是难逃一死 平侯一再的阻挠 是为了什么 不过是想她背下这件事 不要牵连到相侧妃 而她的老主子 堂堂平侯府的老夫人 冷眼旁观 落井下石 他们都盼着她去死 好抵消汝南王的怒火 好平息这次的风波 好让他们能安享富贵 做梦 就算是死 她也要拉个垫背的 赖嬷嬷很清楚 能帮她一把的人 到底是谁 她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 看向屈真和容锦生的方向 扬声道 我有证据 第八十三集 证据 众人面色各异 老夫人和平侯同时沉了脸 尤其是老夫人 看着相侧妃的目光 恨不能把她生吞活巴 废物 害人也就算了 还给人留下了把柄 要不是她怀着侯府的肿 是死是活 哪有什么关系 听到证据两个字 相侧妃眼底 闪过一抹慌乱 仔细思索着 事情的来龙去脉 先稍稍地定了定 要说把柄 也就只有那根金簪 她只要咬死不承认 看在府中孩儿的份上 他们也不敢拿她怎么样 念落 就见赖嬷嬷伸手入怀 掏出一根 攥竹金簪来 恨声道 就是这个 这就是证据 相侧妃当初为了收买老奴 将这簪子给了我 王爷您看清楚 这簪顶箱的珠子 乃是上好的男珠 就算是临江府 也找不出第二颗来 还是当初郡主 送给侧妃的生辰礼呢 你要是不信 郡主身边的慧珠 可以作证 驱着命人找来了慧珠 只一眼 慧珠就认了出来 扁了点头 奴婢拿性命担保 是这颗珠子没错 她看向香侧妃 似是不敢置信 又似是怨恨至极 我爱不得你日日殷勤 百般讨好 原来你一直都心术不正 郡主到底是太单纯 才被你这偿府骗得丢了性命 来的路上 传话的人简单的提了两句 案子的情况 慧珠也知道了 赖嬷嬷只认相侧妃 谋害郡主一事 简直是怒火焦心 慧珠 平侯沉声喝道 刚一开口 就察觉一道冷力威严的视线 落在他身上 扭头一看 汝南王正危险地看着他 平侯的气势瞬间弱了几分 吞了口口水 低声道 王爷上位裁断 他就还是平侯府的侧妃 是你的主子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偿妇 这就是你学的规矩 慧珠不同于汝南王 她是一直跟在郡主身边的 自家小姐在侯府受了多少苦 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对这位懦弱好色的姑爷 早就凉透了心 她冷冷道 侯爷记错了吧 努逼的主子是汝南王府的安平郡主 侯府的嫡妻 她不过是个侧妃 侧妃是什么 是妾 说得再直接点 就是侯府的奴才 同位奴才 怎么就说不得了 平侯被堵的一口气 梗在喉咙里 面色铁青 她早就知道 那贱妇 仗着自己是郡主 看不起她 如今道好 死都死了 连身边个丫鬟 都敢当面顶撞她了 她正要发作 汝南王沉声道 好了 在一旁后者等回话吧 惠珠屈膝一礼 回道 是 怎么都是侯爷在说 难道相侧妃就没有什么话想说吗 毕竟这珠子郡主送给了你 怎么到了赖嬷嬷手里 还是要交代清楚的 屈真将被众人遗忘在旁的相侧妃 重新扯入局中 严余地笑问道 相侧妃见众人的视线 齐齐聚集在她身上 立即反应过来 姑娘也说了 是郡主夫人送的 那妾身自然是要好好保管着 想着寻个机会 做个手串 给腹中的孩儿留着 奈何 一直没找到好的匠人 就耽搁下来 已经许久不曾拿出来了 刚才猛地在赖嬷嬷手里看到 一时间愣了神 才会闭口不言 至于珠子怎么到了赖嬷嬷那儿 切身也不知道 不敢妄加揣测 她反应极快 给出的理由 听起来也合乎情理 众人挑不出错处 对于赖嬷嬷的指认 心中也有些动摇 我记得那段时间 你的吃食 都是赖嬷嬷负责的 或许 是她趁着你不注意 起了贪念 偷偷拿走了 也不是不可能 平侯上前揽着她的腰 低声宽慰着 是吗 屈真原本还不确定 可刚才相侧妃的反应告诉她 相侧妃就是幕后策划之人 你不相信 平侯眉头一皱 面色有些不悦 屈真没有直言 转向容紧生 轻声问道 王爷 你腰间平时 佩戴的那块墨浴绝呢 容紧生没有料到 她会突然发问 私存了下 说道 昨日换衣时 不小心磕到了边角 唐月拿去修复了 怎么了 突然间问起 与案件无关的事 她觉得有些稀奇 屈真敏唇浅笑 她极少展露笑眼 总是清清淡淡的模样 乍一笑就像是冰雪出容 寒霉湛香 四周刹那 万千眼色尽失 没怎么 做个演示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平侯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她面向众人 收了笑意 正色道 看清楚了吗 王爷刚才在回答我问题时 稍有延迟 这才是正常的 人在回想过往事实时 会有延迟 这叫做反应时差 你们再想想 刚才相侧妃 是怎么回答我的 众人看着相侧妃 回想着刚才的情形 双锦生 博纯威气 不假思索 对 就是不假思索 屈真负荷 当人的反应延迟时间 低于一秒 那就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她看向江侧妃 字字吭敲 你 再说谎 少女身影 清浊鲜瘦 仿佛一阵风 就能吹倒似的 然而此刻 却像是一根青竹般 坚韧挺拔 傲骨不屈 仿佛迎着 狂风暴雨而生 她知道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凭侯府纵然落魄 但到底是侯门熏贵 他们不敢对付 荣锦生和汝南王 所以会把所有仇恨 记在她头上 除非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否则她今日所为 折断侯府富贵 只要他们活下一人 就会如复古之躯 用尽手段对付她 可是她无畏 执法者当守法 她身为法医 言死者之冤 逞凶手之罪 是责任 亦是亦无 若行事 瞻前顾后 屈翼逢迎 岂不是在那 枉死的冤魂上 又添了一刀 那这世间冤 未了恨 还有谁能在意 荣锦生和汝南王 对于屈真的话 是深信不疑 至于被当场戳穿的 相侧妃 俏丽寒霜 又是尴尬 又是难堪 什么反应时差 反应延迟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对 没错 就是她 是她指使我这么做的 杀了郡主 她不就成了 平侯府的当家主母了吗 别浪费时间了 不是说血债血偿吗 快杀了我们 给你女儿陪葬啊 汝南王 哈哈哈哈 哎呀 可惜啊 我没能听到她惨叫的声音 我 趴在院中的鹰哥 咧嘴笑着 血顺着嘴角往下流 她正说得畅快 院中突然扑出一道人影 手中拿着刀朝她扑去 混蛋 我杀了你 第八十四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众人始料未及 就见汝南王妃拿着匕首 已经冲到了鹰哥面前 刀锋寒凉 冷光乍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逼近她的喉咙 那鹰哥眼底浮现 抹得逞的笑意 甚至扬起脖梗 往刀口上送去 不 妇人快住手 两道惊呼声响起 屈真抄起手边的茶盏 用力朝那匕首制去 同一时间 容景生绣袍翻卷 屈指一弹 一道流光 疏得从众人眼前划过 与茶盏同时打在匕首上 两箱撞击 发出了钉的一声 茶盏随后落在地上 摔成碎片 而那匕首生死一线间 被硬生生打偏一寸 刀锋轻飘飘地 划过鹰哥的脖梗 带出一条浅淡的血线 她求死无望 不甘心地瞇了瞇眼 汝南王妃被这股力道 震得连退两步 险歇栽倒 好在汝南王快步迎了上去 揽住她的郊区 心有余气地道 夫人 你怎么样 王妃站稳身子 紧攥着她的胳膊 双目血红 恨声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杀了她 你没听到她说的什么吗 她在凶手云儿 她 我知道 我知道 汝南王连声安慰 夫人 你一向聪明 难道还看不出来她在故意求死吗 你刚才要真杀了她 岂不是招了她的刀 还查实吗 她不是承认吗 难道还不能直接拿人 王妃审色激动 越到最后关头 他们越是避着她 生怕刺激到她 所以就连审讯都瞒着 要不是她留了个心眼 恐怕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这 汝南王下意识地看向屈真 按理来说 审到这个时候 也该收场了 要是那鹰哥 嫡死不承认 与相册妃有关 难道就这么耗着吗 不能拿人 相册妃尚未招供 证据不足 既案件存疑 无法结案 即便是卷宗上报大理字 也一样会驳回重审 到时候更费时间 屈真迎上汝南王的视线 缓缓摇头 那是只要她共认 就可以了吗 王妃猛地抬起头 阴冷的目光中 透着丝疯狂 她醋眉 没有说话 大盛建朝百年 历代君主 看重省欲 但这时代 侦查验尸和断案的技术 相对落后 因此断案者 以口供为重 更有罪以供定 犯供罪观紧要之说 对于完整证据练 众人的证词 倒是没那么看重 因此酿造了不少的冤语 王妃想怎么办 屈真淡淡地看着她 神色漠然 汝南王妃狠立的目光 缓缓地移到 相侧妃的身上 掠过她高耸的腹部时 有些迟疑 可以想到自己女儿的惨状 仅存的善念 也被仇恨覆盖 冷声道 本妃就不信 她的骨头能有形巨硬 汝南王谋光略沉 俗人 真要是相侧妃害她云儿 她自然是要将她千刀万剐 但罪名未定 她又怀着身孕 如何能重刑拷打 你敢 老夫人和平侯 起先还能坐得住 听了这话 顿时怒了 双双拦在相侧妃的身前 你们谁要是敢断我赠孙子 断我侯府香火 老身 就算是拼了性命不要 装死在汴京登文古前 也要讨个公道 让全天下人都看看 英雄改世的汝南王 居然对一个孕妇下此毒手 对 你们实在欺人太甚 平侯板着脸 也顾不得害怕了 护着相侧妃 你别怕 有本侯在 他们不敢的 平侯说得笃定 紧袍下 小腿肚却不受控制的直哆嗦 不管是容锦生 还是汝南王 哪个一声令下 他们能拦得住 双方剑拔弩张 汝南王妃双目赤红 一副要吃人的架势 而老夫人 俨然也是寸步不让 屈臣和容锦生 冷眼旁观着这一幕 不为所动 珍珍 你在想什么 容锦生将她凝视着 老夫人的方向 传音问道 王爷 你不觉得老夫人的话 说得有点奇怪吗 她抿了抿唇 轻声道 相册妃青楼出身 按照之前的了解 老夫人是看不上她的 不该如此 获出性命 维护她才是 就算那孩子生下来 也不过是个数字 怎么就严重到 断了平侯府的 香火的地步 容锦生静静地听着 点点头 确实如此 那你觉得 老夫人为什么这么做 她问她 去这摇摇头 不好说 没了香侧妃 以平侯府的权势 要多少侧妃 妾室都有 想生多少孩子 就能生多少 除非 屈真眼神一亮 细血地 看向平侯 事事 不就知道了 话落 她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 对峙的双方中间 在几人错愕的目光中 一把扯起 安怀庆的手腕 探上了她的脉搏 你 你做什么 老夫人一急 就要冲过去 黑云旗见状 上前 齐齐拦在屈真周围 安怀庆也被吓得不轻 那冰凉的指尖 按在她脉搏上 丝丝缕缕地冷意 透过肌肤 伸入骨髓 让她生不出 钉点反抗的心思 她大怒骂道 臭婊子 你做什么 要不是她 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她恨她 深入骨髓 安怀庆一时情急 脏话脱口而出 话一落 四周死寂 容锦生手中的茶盏 应声而裂 砰的一声水花似箭 炸裂开来 那一声如雷霆 裂空披下 将满室的寂静 撕开了一道口子 众人下意识地往她看去 就见她伸开手中的碎瓷片 双眸如刃地射向平侯 冷淡的 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 不会说话 以后都不用说话了 是 主子 暗中有人应了声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就听一声惨叫 滑破云霄 平侯死死地掐着自己喉咙 眼中混着血丝 膨胀的似是要爆裂 嘴角的血 源源不断地往下 顺着下河滑落 她躺在地上 来回打滚 哀嚎声 阵阵地撕心裂肺 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阴结 在场的众人 都愣住了 安怀庆好歹是平侯府的侯爷 深有爵位 陈王说废就废 这是有何等的底气 就因为他骂了屈姑娘一句 而此刻的屈真 也如愿验证了他心中的猜想 第八十五集 安怀庆果真贪色 败了身子 无法再生育 怪不得老夫人惠奇 就见隐蔚动手 悬身避开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等他反应过来 平侯已经被剪了舌头 他证然地看向容锦生 平静的心壶荡起涟漪 哪怕是陈王 如此行事 也免不得被弹劾 从他那句众所周知的秘密 就看得出他的处境 未必如世人所看到的那般 风光顺遂 那他林立风行地处置平侯 一反昔日温和姿态 岂不是把把柄 往别人手上送吗 他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啊 清儿 清儿你怎么样 老夫人见状 发了风般 推开挡在他面前的黑云旗 扑过去抱着平侯 遍地打滚的身子 嗨的声音都变了调 别怕 祖母在这儿 别怕 他老泪纵横 哀嚎道 你们是非要逼死我们祖孙才高兴吗 我的亲儿 祖母对不起你啊 相册妃也没想到 还王说动手就动手 竟丝毫都不顾及侯府 吓得手脚冰凉 脸上血色尽湿 侯爷 侯爷你别想起身 他后知后觉的亲难道 蹲下身 扯着平侯的衣裳 失声痛哭 哭喊声 惨叫声 掺杂在一起 祖孙两人 一老一残 外加一个孕妇 孤零零地跪在冰冷的地面上 看上去 分外凄凉 汝南王看了眼容紧声的方向 心中震撼不已 在平侯抚冰叫的时候 他就为了屈真 险些与他翻脸 这次又动手 为了平侯 他当真已经在他心中 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吗 王妃看着眼前几人的惨状 眼底流露出抱负的快感 很快又湮灭下去 冷冷地盯着江测飞 还不把他带下去 打 狠狠地打 就不怕他不招勾 众侍卫面面相去 迟疑着不敢上前 看向汝南王 等着他决策此事 顾京安 你还不下令 王妃怒吓一声 眼神绝绝 仿佛他要是敢说一个步子 就立马与他了断 汝南王左右为难 求救式的看向屈真 心想着他素来聪颖 或许有法子说服夫人 屈真从容紧声造成的震撼中 回过神来 一步拦在他面前 轻声道 王妃 你就算重刑责打了相侧妃 拿到了口供 也没用 你什么意思 汝南王妃是高门嫡女 学的是插花品茶 习的是琴棋书画 对于律法情法并无研究 听了这话顿时急了 为什么要为他女儿报仇 就这么难 屈真看了眼四周的人 传音道 王妃有所不知 就算你拿到了相侧妃的供词 那接下来卷宗和犯人 一并移交大理寺 大理寺也要二次庭审 进行当职官 博证 拟撞 宣判等一系列的流程 如果相侧妃当庭翻供 按照我朝的律法 只要犯人录问间翻供 就会进入疑私别刊程序 也就是换个审讯机构 重新审理 我朝虽未明令禁止 不得言行逼供 但有一条律例 写得很清楚 涉案孕妇 不得动刑 所以只要相侧妃咬死不认 谁也拿她没有办法 眼下我们的证据 只能证明赖嬷嬷 和鹰哥谋害郡主 定不了相侧妃的罪 即便大理寺 有人肯卖王爷的面子 那案件也要递交刑部复合 除非汝南王府 能收买所有人 否则 此法不可取 汝南王只看到 屈真的红唇微如 自家夫人的面色 越来越沉 最后阴沉的 能挤出墨来 但好在 她陷入了沉默 不再坚持 要严刑拷打相侧妃 剑王妃冷静下来 屈真也松了口气 幸好 她提前让牧林 找来了大圣的律法典籍 趁着空暇时候 恶补了一番 其实这桩案子的关键 是鹰哥 从明面上来看 她和相侧妃 没有任何的联系 更别说指使 设局一事 但她并没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若是按照赖默默所说 是相侧妃指使 那一切疑点都说得过去 就能解释 为何她在陪同郡主 去天泉山之前 凑桥崴了脚 也能解释 赖默默为何赌上身家性命 也要毒害郡主 可 相侧妃和鹰哥之间的联系 到底是什么呢 她打不得 她总没问题吧 汝南王妃想了想 只向被人遗忘的鹰哥问道 见无人反对 对慧珠道 去让厨房熬碗参汤来 调着她的命 别让人死了 鹰哥听了这话 牵了牵嘴角 似是不把汝南王妃的威胁 放在眼中 讽笑道 你们自己死了女儿 就也要别人不得好死 真是高尚啊 我先前还想着 拉个人垫背 可我现在反悔了 凭什么要让你们 如愿以偿啊 她费力地撑起身子 看向赖默默 明明是我偷了 那贱人的珠子给你的 你却偏说是那贱人指使 是眼看着汝南王府 不肯放过你 转而摇尾起怜地 要帮他们除去 相册妃这个心头大坏了 你先是背叛老夫人 后又转投汝南王 还真是强头草 那你怎么不把我 勾出来呢 鹰哥满眼不屑 装腔做事地想了想 做恍然大误状 对了 你是怕我狗急跳墙 把你和亲哥哥通缉 生了个傻儿子的事 给堵出来 对吧 众人哗然 纷纷变了脸色 赖摸摸家里有个傻子 他们都知道 但没想到还有这种来历 一时间面上表情精彩分成 屈臣早知道此事 也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看着鹰哥的眼神 多了几分趣味 他没想到平侯府中 还有这种聪明人 看似是他怒急 上演狗咬狗的戏码 实际上 三言两语 就给了他们一条 完整的作案经过 甚至连赖摸摸 为何要指认 相册妃的原因 都解释清楚了 干干净净地 把相册妃 从案子里 给摘了出去 是个狠角色 赖摸摸被打 脸肿得跟猪头似的 牵扯到任何一块肌肉 都疼得直哆嗦 听他也知道了这事 老脸又羞又丧 气急败坏地 朝着他扑了过去 你个傻贱道的王八高子 什么收买 就凭你个狗东西 也配收买老娘 那猪子是香草妃 亲手交到我手里 倒是你 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连某黑郡主的 最多屁肆要替他背着 敢骂我 敢敢老娘 不扯了你的皮 两人撕打在一起 场面异常的火爆 英哥受过重罚 半截身子动弹不得 只能被迫承受 这赖摸摸摸的暴打 赖摸摸就跟疯了似的 旁边的侍卫 扯都扯不开 就在黑云旗 准备上前时 他动作却猛地制住 大喝一声 这是什么 第八十六集 他声音急切中 夹杂着狂喜 众人心头一颤 不约而同地 朝他看去 就见赖摸摸 奋力从鹰哥的怀里 扯出了一块玉佩 高高地举起 神情激动地大喊道 这个 就是这个 怪不得你 拼死也要维护他 原来是你的拼头 没有人留意到 在看到那块玉佩时 陪后在平侯身边的相侧妃 瞬间变了脸色 还 还给我 你个老贱人 玉佩被抢 鹰哥脸色大变 五官猙獰地扭曲着 眼中瞬间迸发出 骇人的杀意 他腰腹以下的部位 早就被杖形打烂 动辄就是撕心裂肺之痛 但他强忍着痛楚 奋力与赖摸摸拉扯着 任谁都看得出 那玉佩对他极为重要 赖管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曲真错没问道 他有种预感 或许这玉佩 会解开他心中的遗团 赖摸摸一把甩开鹰哥 拽着他裙摆的手 愿毒地看了眼 面色铁青的老夫人 想要他当替罪羊 那大家就鱼死网破吧 他挤不上前 扑通一声地跪在院中 求王爷明察 这玉佩老奴见过 他和小侧妃身上那块 刚好是一对 混账 你胡说什么 老夫人就抱着平和安 一听这话 当即扭头 怒视着赖摸摸 玉佩这种私密物件 一男一女的 刚好凑成对 这代表了什么 他简直不敢想 要是真的 老夫人说得咬牙 看向相侧妃 这个贱婢 要是真敢做出 有辱猴腐门眉的事 他就活管了他 相侧妃感觉到了 那股阴冷的视线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有种大难临头 乌云盖顶的窒息感 怎么会这样 明明他盘算得好好的 绝不会走到这一步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但通奸的说辞 简直就是无中生有 他怒道 什么拼头 赖管是 你说话要负责任 那玉佩是我打小就 带在身上的 没人理会 相侧妃的争辩 他眼泪汪汪地看了一圈 心下寒凉 作为女子 受到这种指控 又有几个人 会信她是清白的 事到如今 他只能把脱罪的希望 寄托在阴歌身上了 一对吗 去之上前取过玉佩 拿在手里 仔细端详了片刻 这玉杂质甚多 工艺低劣 是很寻常的物件 唯一特殊之处 在于楼克的图案罕见 团云簇拥着 一个钻体的 戎字 来人 搜身 再派些人去他房中找找 终于见到破局曙光的 汝南王妃 连忙吩咐了声 相侧妃俏脸惨白 血色进退 扶着腰匆忙退了两步 却被惠珠一把抓住 不顾她的反抗 从头到脚摸索了一遍 惠珠转身摇了摇头 没有 汝南王妃 难掩失望之色 按捺住焦虑的心情 眼下只能等了 却真攥紧手中的玉佩 盯着阴歌思索 难道相侧妃 真的与她有染吗 可她观其神色 那偶尔掠过相侧妃的视线 有怜惜 有心疼 有愧疚 有懊恼 但是并无爱慕之色 这又是怎么回事 片刻后搜查的人回来了 恭敬地递上了一个玉佩 启离王爷 这是从相侧妃的装联盒家层里找出来的 汝南王结果看了眼 就递给了屈真 他拿着与手中的玉佩对比了一下 纹路 玉智 立斑无二 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 在众人的注视中 屈真将两枚玉佩叠在一起 稍稍用力 玉佩即刻 合二为一 连起来 搂刻着荣华二字 果真是一对 众人的神色各异 看向平侯祖孙 这笑话脑大了 叮得 清脆的玉环撞击声 落在了老夫人和平侯的耳中 却犹如高山轻腹 轰然压在了心头 平侯连割舌的痛楚都顾不得了 踉跛着从地上爬起 一把掐住相侧妃的脖梗 双目血红 手上轻轻抱起 贱人竟敢背叛他 他声嘶力竭地嘶吼着 却只能发出最简单的阴劫 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让他失去了理智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杀了他 相侧妃双手死死地扒着他的手 翘脸憋得通红 艰难地从喉咙深处挤出点声音 后 后爷 你 你我姐 细碎的身影传入老夫人耳中 唤醒了他的理智 剑香侧妃已经快被掐断气了 连忙上前掰着自家孙儿的手 带着哭腔骂道 松开 快松开 别忘了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孩子 这两次将平侯溃散的理智拉了回来 他猛地松开手 面色僵致 站在原地没有动 而相侧妃眼前发晕 无力地靠着门框滑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冷汗早已将衣裙湿透 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那瞬间他真以为自己死定了 是谁的孩子 还真不一定 主男王妃冷哼了声 吃笑道 青楼妻子 难道还指望她守着女德女戒吗 王妃 你也是做母亲的人 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老夫人忍不住呛了句 在看到那玉佩的时候 她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可她不敢信 也不能信 安家的香火 绝不能断送在她手里 刻薄 闻言 汝南王妃怒急返校 哼 原来你也知道刻薄这词啊 你虐待云儿的时候 可有想过生为母亲 不要太过刻薄 不过也是 在你这种人心里 只有你的心头肉是肉 别人的心头肉算个什么东西 宝子不落在你心上 你又哪知道会有多疼 她用拳头一下一下地锤打自己的心口 泪珠如线 声音哀起 我的云儿 唯一的孙子 视为命根子 真要是丢了命 那她还不得发疯 她板着脸 没有说话 或许 王妃说得有道理 屈真出声附和 看了眼趴在地砖上 奄奄一息的鹰歌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玉佩的事翻出来了 自然要解释清楚 她和香测妃之间的联系 就快要浮出水面 至于老夫人 为何要一反常态 维护香测妃 屈真也想明白了 老夫人把平侯府的延续 看得比一切都重 无论香测妃 做了多少错事 为了她腹中的孩子 安家的香火 老夫人都得护着她 那她做的事 老夫人知道多少呢 先前一再地阻拦开关验尸 不惜以死相逼 是早就知道 尸身的创伤有问题 还是说 这些毁尸嫁祸的手段 就是出自老夫人的手笔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 香测妃的罪证 第八十七集 她脑子飞速地运转着 如果是这样 那所有的线索 都能串联起来了 取真 老夫人恨得咬牙切齿 又碍于平侯的前车之鉴 不敢斥马 陈生道 我们平侯府 到底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要这么报复我们 难道非要我们祖孙 死在你眼前 你才肯罢手吗 这番斥责 算是用心极为恶毒了 不思己过 反倒将所有过错 都安到了她头上 取真目光计较 打亮了她片刻 反问道 老夫人的意思 是我杀兰平君主吗 是我毁尸嫁祸 是我让香测妃 与外男私相授授吗 老夫人语色 感受四面八方 嘲讽的目光 老脸火辣辣地烧 她自然知道 和取真无关 可要不是取真 这件事早就云淡风轻的过去了 人死都死了 为什么还要折磨活着的人 前她不语 屈真对众人解释的 我刚才探平侯的脉 发现她被药伤了身子 已经不能生育了 随着最后一个字音落下 所有人陷入了沉默 这么说是真的 相测妃真的红杏出墙 给平侯戴了绿帽子 还怀了野种 众人厌语地看向平侯 就为了这么个娼妇 祖孙俩又是流血 又是撒泼 结果发现不是自己的种 其中滋味 恐怕难以言喻啊 平侯如遭雷劈 似是无法接受这说辞 拼命地摇头 屈真淡淡地补了句 不信的话 府衣就在后乡 传来一探便知 或者 你也可以问问你祖母 她的坦然和无畏 粉碎了平侯心中最后的希望 她不敢置信地扭头 看向老夫人 却见她含泪 避开她询问的视线 满面酸楚 祖母也知道 知道她不能再有子嗣 所以拼命维护那贱人 就想给安家留下香火 可这贱人 将他们祖孙俩 耍得团团转 平侯正正地望向相侧飞 她满面惊慌 那娇柔无助的模样 高耸的运动 无一不再嘲讽着她 她堂堂的平侯 少年成绝 是何等的风光 为了纳她进府 饱受非议 谩骂和耻笑 结果呢 她与别的男人 暗中勾打 还怀了野种 害她丢尽了颜面 这女人 这孩子 都是她的耻辱 不配活在这世上 她紧抓着老夫人的胳膊 指着相侧飞的方向 目光狠拉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杀 老夫人满面含泪 瞬间像是苍老了几十岁 带着哭腔患道 清儿 清儿 那孩子 有可能是你的血脉啊 要不还是 不等她说完 平侯立即摇头 抓着她的手 加重了几分力道 疼得老夫人 五官都扭曲了 她啊啊地叫着 看模样 是恨毒了相侧飞 老夫人失声痛哭 替似横流 但始终 没有开口叫人 穆林 你虽本王在大理寺出入这么久 耳辱目染 也该熟悉律法了 本王且问你 相侧非语人私通 该当何罪 许久不曾开口的容锦生 慢悠悠地问道 平侯府 平侯府怎么说也算是侯闻勋贵 相侧飞与人私通 犯了七出之罪 按我朝律里 应当沉堂 穆林抱拳应声 立即明白了自家主子的意思 转向相侧飞 沉声喝道 来人呢 拖下去 黑云旗纷纷上前拿人 老夫人心急火燎的 就要冲过去 结果被平侯死死地拽住 她冷眼看着相侧飞被拖走 满目冷漠 汝南王夫妇没有想到 容锦生会突然开口 疑惑地看向她 容锦生确实没有多加解释 她看向曲真 眸光温软 浅浅含笑 专注得像是要将那抹青色的身影 藏进心中 曲真回头 正好撞上她了然的视线 心里一惊 难道她看出来了 不错 她是故意在玉佩和二为一后 提出平侯不遇之事 计划他们三人的矛盾 引平侯和老夫人出手对付相侧飞 来逼迫英哥道出实情 没想到的是 都闹到了这地步 老夫人居然还无法下定决心 对相侧飞出手 容锦生开口 恰好破了这僵局 不过 真的是恰好吗 比起相信巧合 她更愿意相信 是她窥破了一切 这个男人 才真的是 至尽若妖 不 不是 求王爷饶命 这真是 这真是清白的 你一辈是捡起打笑 就带在身上的东西 相侧飞花容失色 双脚在半空中乱灯 拼命地扭动着身子 想要挣脱 然而黑云奇是什么人 那都是清风血雨里 厮杀出来的地狱修罗 一身的铜皮铁骨 要是叫她逃脱了 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英哥埋着脑袋 趴在地上 凌乱的发披散着 看不清神色 赖母墨则是宁笑着 看相侧飞被带走 似是松了口气 转眼又绷紧了神经 她知道 处置了相侧飞 接下来就是她了 可屈真的视线 淡淡地掠过她 落在了英哥的身上 怎么 还不打算说清楚吗 其他人不明所以 英哥的身子 却是缠了下 悄悄回头望去 就见相侧飞 已经快要被拖出院子 他们是真的想杀了她 再不说 可就没机会了 屈真诱导 就像是一击重锤 粉碎了英哥的迟疑和犹豫 她急忙抬头 吼道 不要杀她 我招 我绝得着 已经半只脚踏出院门的黑云旗 齐齐止步 看向容锦生 等候着她的命令 容锦生屈指勾了下 相侧飞被推回 扔在了院中 老夫人和平侯 神色复杂地看着这一幕 也没有多加智慧 陈王雷厉风行的手段 他们也感受过了 哪还敢在老虎头上拔毛呢 说 容锦生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屈真和汝南王夫妇 背试了眼 纷纷落座 这玉佩的确是一对 奴也的确和侧妃有心怨怨 英哥一开口 相侧妃娇艳的面容 因过度紧张 显得有些扭曲 指甲深深地 抠进了肉里 不 她不会背叛她的 她咬牙 压抑着面上的恐惧之色 没有计划 果然 英哥不负她所望 深吸了口气 艰难得倒 但这渊源 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堪 这对玉佩 是我爹亲手打造的 我和妹妹一人一块 幼年时 家中徒遭俱变 爹娘过世 我和妹妹也失散了 我心得班主收留 传授记忆 可妹妹不知所踪 我恐惧数年都没有消息 她气息逐渐不稳 缓了缓 继续导 直到几个月前 西班子被山匪洗劫 班主被杀 我侥幸活面辗转回到了临江府 在街头卖意识 怀香楼的老宝看中了我 说楼中头牌 伤了嗓子 要我在幕后替唱 我就答应了 随她去了怀香楼 怀香楼 屈真看向相侧妃 她就是怀香楼出身 可是算算时间 她去的时候 相侧妃已经入侯府为侧妃了 这两人又是怎么撞上的呢 第八十八集 还有回这个字 用得有些耐人寻味啊 你祖籍是哪儿的 屈真问道 鹰瓜神色复杂地看了眼相侧妃 就见后者平静的面色下 难眼慌乱 却不见忧色 心中多少有些酸楚 他们兄妹失散多年 没有深厚的感情是情理之中 但她为她沦落至此 她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她吗 想到这儿 鹰哥垂下头 手指死死地 抠着地砖 回姑娘的话 奴祖籍 就是林江府的 她回到这儿 也是不死心的 想再找找妹妹的踪迹 没想到阴差阳错 真叫她找着了 你是怎么认出她的 屈真追问道 她的话算是相信了 鹰哥和相侧妃二人 是兄妹的说法 赖嬷嬷见此又邪急了 姑娘 你该不会真信了她的鬼话了吧 什么兄妹 哪有那么巧的事 她说的是真的 屈真没多解释 和她相处这么久 汝南王等人都知道 她自己有套识人谎言的法子 她说真的 那就必然是真的 几位主子都没说什么 赖嬷嬷也就不敢再插话 相侧妃 似是不敢置信地 用帕子捂着嘴 看向鹰哥 美眸含泪 你说 你是我兄长 她面上交错浮现出震惊 欣喜 忧虑等种种情绪 拿捏得恰到好处 多一分则虚伪 少一分则寡情 屈真戏削地偏向她 打从第一次见面 这位相侧妃就端着装着 除了平侯看不穿她的把戏 被耍得团团转 其他人她骗得过哪个 对 鹰哥本也是打算 牺牲自己成全她的 可见她眼底的窃喜 心忍不住地纠疼 能活的话 谁想死呢 她不过是没得选罢了 想到这 鹰哥不由地加快了语速 像是生怕自己反悔似的 怀象楼的姑娘 有次见了我的玉佩 说是曾在侧妃身上看到过 但那时侧妃已经入了侯府 我无从求证 只能辗转托人 找到了当年把侧妃卖入青楼的人牙子 核对过了时间和地点 侧妃的确是我的包妹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卖身进了侯府 想要群姿与她相认 可惜我的身份低位 进不去后院 一直未能与她表明身份 相册妃闻言 气不成声 揪着帕子跪在地上痛哭 我以为你死了 我以为至少就是我一个人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你要是早点说出来 事情就不会演变成今天的局面呢 对不起 鹰哥的声音有些麻木和冷漠 众人看着眼前这幕 一时间觉得有些说不出的荒唐 总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管你们是兄妹还是别的 你到底为何要害我女儿 汝南王妃怒道 她对于这些八卦没有什么兴趣 她只关心到底是谁 害了她的女儿 我身为兄长 没能保护好妹妹 使她沦落青牢收尽了委屈 竟还要给人做妻 她等了我妹妹路 就该死 鹰哥残忍一笑 唏嘘了声 我原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 怎么查也查不到我身上 不曾想 她看向屈真 不曾想着一旁好奇 遇上了更高明的对手 输得一败涂地 不过 她心服口服 你个畜生 我杀了你 汝南王妃见她至今没有悔意 赤红着眼咆哮着 像是要吃人 屈真一步挡住了她的视线 对着汝南王使了个眼色 让她先带着王妃去后堂歇息 汝南王会议地点点头 半搂半抱地带着王妃去了后堂 这下四周才清静 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你一手策划 相侧妃毫不知情 屈真悠悠地问道 视线在二人身上来回打转 她看得出来 二人之间的情意 并非那么坚不可摧 相侧妃的呼吸一致 下意识地抬头朝阴哥看去 眼露哀求之色 她说过 她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 哥哥 她的声音哀婉低柔 四起四肃 鹰哥浑身一颤 缓缓道 是 都是我一手策划 是我和服一醉酒后 听她说郡主怀了男胎 担心我妹妹地位不保 所以对郡主起了杀性 我称兰儿不注意 拿了郡主赏给她的簪子 伪装称她 站在郡主散步必经之路上 利用口气 伪装称二人窃窃私语 套了给郡主此台有意的消息 在郡主派人求证之前 我收买了人 以家中老母重病为有 将府衣调离城中 请人灭口 她声音苍凉儿臣 带着种决绝之色 看了眼容景生和曲真 伏低了身子 继续道 郡主得知 府衣逃离 更加确信孩子有意 焦虑难安 我又故意透露 天佛寺平安符的仪式 给侧妃 侧妃与郡主姐妹情深 果真提出了 要去天佛寺 为她跪精求福 我算准了 以郡主的性子 不会让侧妃孤身前往 必会相陪 临江府孕妇被害的案子频发 我自然不敢在这个时候 让我妹妹去冒险 所以临出门那日清早 我故意在侧妃经过的路上 扔了几块额暖石和碎石子 使她崴了脚 刘郡主一人上山 前往天佛寺 屈臣点头 事情的经过 与她推断得一般无二 你继续说 相侧妃等听了这道清冷的声音 忍不住往她看去 就见她面色淡淡 看不出任何情绪 这番说辞 她是信了还是不信 谁心里都没底 而坐在一旁的陈王 寒笑看着她的身影 目光宠溺 惬意地品着茶 似乎并不将这案子 放在心上 老夫人自从知晓 二人是兄妹关系后 又惊又喜 自然期望相侧妃 能脱了干系 好保住她腹中的孩儿 平后狂怒的情绪平复下来 舌头翻江倒海的疼痛 仿佛弯肉般 拧紧了她的每根神经 她自小娇生惯养 何曾受过这种罪 哥平常 早哭天喊地的 疼晕过去了 但现在 相侧妃怀着她的孩子 她这一生 唯一的子嗣 她不能不管 英哥没有理会 他们的反应 一板一眼的道 我知道郡主有睡前 喝酸梅汤的习惯 便用男猪 买通了赖某某 以山楂榨汁浓缩的法子 参入酸梅汤里 促使郡主难产 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专杀孕妇的凶手 当晚找上了安平郡主 说起来也是她命不好 怪不得别人 她一番话 是将故事的前因后果 交代得清楚 老夫人等人看向屈真 这下子 该没话说了吧 不 姑娘 你别信她 那男猪 是侧妃亲自 交给老奴的 不是她 不是啊 赖某某听后愣了下 高声哭喊道 她恨毒了这对祖孙 实在不甘心 就这么让他们逃脱了 一面是英哥完整的供述 一面是赖某某的指控 原以为玉佩的事 抖出来了 会直接破案 不曾想 又回到了原点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屈真 姑娘她 到底会信谁呢 第八十九集 屈真抬眸 眸光轻老而睿智 她细血地勾了勾唇脚 故事编得不错 姑娘觉得奴才撒谎 英哥眼底 划过一抹忌忑 费力地抬起头 直视着屈真 冷道 据说 姑娘可以看穿人心 原来传闻中 也不能静心 奴所说的 句句述诗 她对于英哥的质疑 不以为意 变头负荷 嗯 我知道你说的句句属实 哈 众人是彻底听蒙了 英哥说的句句属实 那岂不是说明 英哥就是真凶 那为什么她又说 英哥编故事呢 她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钟静声慵懒地靠着椅背 扬之玉般鲜长的手指 有节奏地 在桌上清点着 仔细回想着 英哥刚才说的话 须语 她的手猛地顿住 看向曲针 博纯 亦出了一声轻笑 原来 是这样 竹子 你又懂了 木铃不经意地 瞥见那抹笑意 嘴角抽了抽 压低声音问道 她寻思着 自己智商也不低啊 怎么到了这时候 就跟个傻子似的 你再好好想想 她说的收买赖摩摩的部分 荣静声提点了句 并未说透 莫林抱着剑低头苦思 收买赖摩摩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啊 没有啊 她深吸了口气 算了算了 想太多容易折瘦 长着嘴 不就是拿来问的吗 姑娘 你就别吊人胃口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话落 冲紧声不禁失笑 这声音 当真是充满了怨念和委屈啊 想想也是 世间如她这般聪慧的女子 能有几人呢 就连木铃那般骄傲的亲子 也在不知不觉间 被她折服 可想而知 当她走进汴京 登上三周的舞台 将会有多少人 拜倒在她的绝代风华下 她最先遇上她 真好 却正能感受到 那道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清淡如风 又炽烈如火 她只能故作没有察觉 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她说的话都是真的 是因为她略去了部分真相 比如收买赖摩摩一事 说谎并不仅限于捏造事实 隐瞒真相也是说谎 且后者比前者的招谎难度要高 她选择隐瞒真相 略去了部分事实来误导我们 但刚才所言 的确都是真话 她环顾一周 冷静地引导着他们 将注意力拉回了音歌讲述 案发经过的时候 气氛紧张而肃然 整个大堂只剩下她 清冷如幽泉的声音 你们仔细回想下 她当时是怎么叙述 收买赖摩摩一事的 她说 我知道郡主有睡前 喝酸梅汤的习惯 于是收买了赖摩摩 买通赖摩摩是真 但究竟是谁买通赖摩摩 怎么买通 前因后果是什么 她可有说清楚吗 听她这么一说 众人恍然大悟 是啊 她就是利用了人的惯性思维 她说自己知道 郡主有睡前 喝酸梅汤的习惯 紧接着说 买通了赖摩摩 仲察来说 都会以为 是她买通了赖摩摩 但关于其中的细节 她一去带过 没敢多说 是因为忌惮屈姑娘 好深沉的心机 见众人想明白了 其中的观俏 屈真转向音歌 你说的这些 看似合乎情理 但漏掉了一点 鹰哥的瞳孔 猛地收缩了下 咬牙 没有接话 若真是你 偷了男猪 去收买烂摩摩 那岂不是 与你的作案 目的相矛盾 你说是为了替 相侧妃扫清障碍 才谋害郡主 却又偷用她的物件 去收买烂摩摩 就没想过 哪日东窗事发 这男猪 可就是相侧妃 谋害郡主的铁证 她语调不疾不徐 足以让每个人 都听得清楚 鹰哥眼底 难掩惊涩 她这番说辞 自认为惊得起推敲 没想到 被她三言两语 就找到了其中的漏洞 这一点 她没办法解释 收买赖摩摩摩 的确是侧妃 自己出面的 多说得多错 她骗不过 眼前这姑娘 奴不说 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郡主被奴害死 奴愿意以死谢罪 只甘请姑娘 看在我妹妹 生怀有孕的份上 不要牵累她 沉默良久 鹰哥重重地将头 磕在地上 额头与地砖相撞 发出了通的一声 屈真敏唇 说了这么多 她还是执意 要替相侧妃顶罪吗 值得吗 她问 鹰哥浑身皱颤 身子像是被拉满弦的功 高度紧绷着 心底哀气而苍凉 她清楚她问的是什么 替相侧妃顶罪 值得吗 这位屈姑娘 早知道相侧妃才是真凶 与她耗了这么久的时间 就是想要她返口指认相侧妃 她说白了 不过是个帮凶 罪不至死 可她 不能 她坚定地道 值得 她是奴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屈真无奈地摇摇头 瞥了眼相侧妃 无疑道 你这能确定 她就是你要找的人吗 如她所言 这玉佩 是她从小就戴在身上的 应当是万分珍惜 可她为何 要藏在庄联合的夹层里 她到底什么时候知晓你的身份 你心知肚明 刚才你一力揽下 所有的罪责 她可有为你担忧 为你求情吗 还是只顾着自己 屈真的话 字字句句 都犹如利刃 狠狠地刺入鹰根的心 谁都怕死 她也怕 可为了她 她可以豁出性命 因为她是兄长 她知道这位屈姑娘 是在离间他们的关系 但依旧有所动摇 因为没有人比她清楚 她说的都是真的 萧儿不在意她的死活 只在意她自己 能不能全身而退 姑娘是个好人 想必能体谅 弄为人兄长的心意 还请证据 劝说王爷 情都意思 鹰根心如死灰的倒 时事如今 他一意求死 好人 这词用在他身上 倒是新鲜 这个鹰根 是平侯府里 难得的清醒的人 被他揪出来后 也没有亲生怨对 把过错归咎到他头上 其实他有更简单的法子 能致使鹰根反口 鹰根之所以执意替罪 无非就是受血脉击败 只要证实相侧妃 并非他的亲妹妹 一切都能引刃而解 血缘关系这种事 别说是根本就没有依据的 低血验亲 就是验DNA 也是能动手脚的 不过他身为大夫 此行有备职业道德 若真为打目的 不择手段 那他和相侧妃之流 又有什么差别 曲真的语气 多了几分认真 青楼买入姑娘 一般都是大笔生意 与相侧妃同时被卖入青楼的姑娘 可不在少数 再说了 这玉佩是死物 会丢失 会转赠 想要拿到手太容易了 光凭这些 就断定她是你妹妹 太武断了 除了玉佩 她还有其他特征吗 比如胎记 伤痕等等 第九十集 顿了顿 曲真想起之前 她说的话 又试探着问了句 我记得你说 你妹妹当时五岁 她性格自卑且敏感 她因何自卑 这些琐碎的细节 你可有认真地比对过 因果沉默 她当时知道玉佩的存在后 喜不自胜 又有人牙子的证词在 哪还想过比对这些 曲真本来只是随口一提 想要离间他们 结果英哥的反应 给了她惊喜 自卑 英哥嘴里 喃喃念着这两个字 相测飞 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打断的 兄长 我们当年在包子铺外 十三合 我就被人牙子拐走了 我一直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今日突然得知 你还活着的消息 实在没反应过来 你骂我吧 都是我不听话 否则你我兄妹 何之于是散这么些年 爹娘九圈之下 我知道了 该有多伤心 说着 相测飞拿帕子 沾了沾眼泪 梨花带雨的模样 看了 着实让人心疼 屈真淡淡地 瞥了她一眼 这番话说的 可真是好时机呀 她这么急切地 跳出来做什么 心虚吗 沾飞急什么 真要是确认了身份 有你们说话的时候 赖嬷嬷 也看出了端倪 冷笑道 她到底在后院 混了这么久 阿嫂的事情 看得太多了 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再说了 那物件既然是 王妇所责 就该是日日 待在身上 一味相思才是 您进了侯府这些年 我可就见你待过一次 还是在前两个月 算算时间 正好是她进府没多久 你说瞧不瞧 赖嬷嬷就像是开了窍 说话夹枪待爆 句句直戳人心 相侧妃忍不住 俏脸一白 看笑阴哥 见她眼中浮现困惑之色 忍不住想再搅和两句 谁知刚要开口 一记冷冷的目光 就朝她看来 是屈真 那道视线轻轻冷冷的 没有任何情绪 但就是有种无形的压力 瞬间笼罩在她身上 让她精具战力 再不敢有小动作 你想到什么了 屈真看着英哥问道 英哥迟疑半晌 眼中神色挣扎万分 许久才缓缓道 姑娘提起自卑仪式 弄想起我家妹妹 她身上 的确有个特征 什么 她追问道 众人神色异紧 也不禁悬起了心 她右脚 生来有六只 英哥看笑相侧妃 她赌一次 就再赌一次 不甘心也好 临阵倒戈也罢 若她身份无误 她就咬死罪名 撞死在平侯府里 保她下辈子荣华 若她真不是她妹妹 她也不会 白白地赔了命 这就好办多了 屈真笑颜颜的 对上相侧妃惊恐的眼 对着惠珠道 把侧妃 请去旁边的院子 好好查验下 这时代对女子 要求起眼 女子的脚 不能被夫君以外的人看到 她的目的在于查出真凶 也不会拿别人的名节开玩笑 虽然在她看来 这规矩很可笑 是 慧珠欣喜地扶了扶身子 点了两个壮实的婆子 你 还有你 带上她跟我走 相侧飞不住地往后缩去 神色悍然 放肆 我实在活跃的夫人 是你们的主子 你们怎敢以下犯上 无人理会她 那两婆子架起她 就往外拖 相侧飞溅情况不妙 连忙对老夫人大喊 侯爷 老夫人救命啊 我可还管着你们安家的儿子呢 我找大夫乔果 是男胎啊 是你们安家未来的长子长孙呢 老夫人 她的声音逐渐远去 老夫人听了最后的话 实在是坐不住了 看向屈真 她说的是真的 是 屈真也不避讳 她把过慢 相侧非复中 的确是男胎 老夫人亮相地退了两步 撑着身旁的桌子 才得以站稳 似笑似哀地 大笑了两声 揪着平侯的胳膊 激动道 情儿 你听到了吗 我们安家有后了 你有儿子了 平侯含泪一点点头 也是一脸的欣慰 屈真健壮 平静地倒 那孩子 也的确是侯爷的骨肉 你被药伤了身子 是最近两个月的事 她话一出 老夫人脸上的笑意 逐渐凝固 怒道 你早就知道 为何还要污蔑侧妃 与人通奸 屈真 你安的是什么心 我何时说过 她与人通奸了 屈真反问 她从头到尾 都没有说过这句话 老夫人仔细一想 顿时语作 是 她是没有明晃晃地说过 相侧妃 与鹰根有染 你在赖婆子拿出玉佩后 说我亲儿不能生育 岂不是别有用心 她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老夫人心里恨呢 她盼星星盼月亮 好不容易有了个曾孙子 险些就胎死腹中 都怪这个贱人 刹那间 老夫人看向屈真的视线 几乎是掩藏不住的怨毒之色 老夫人 容锦生 声音略沉 冷声道 难道安怀庆被药败了身子 不是事实吗 老夫人一看问话的是容锦生 怒气 立刻被恐惧取代 如了如唇 是 那她说错什么了 她眼中最后的笑意 消散不见 只剩下冷沉之色 老夫人额上直冒冷汗 枯树皮般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看上去异常的滑稽 她连忙躬身 是老身急糊涂了 请王爷恕罪 木林在旁看着心尖直打颤 完了 他们家王爷是真的坠入温柔乡了 竟然自降身份和这老夫计较这些小事 看到这一幕 异样的感觉在屈真心头 疯狂的滋掌 她该知道老夫人这种无关痛痒的指责 根本影响不到她 那她为何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呢 平红和老夫人满腔怒火 但有容锦生在 他们也只能忍着 这姑娘太妖了 绝对不能留 他们就不信了 陈王真的能时刻守在她身边护着 等她日落单 就是她的死期 场面一度冷却 众人不约而同地朝着院外看去 等着结果 缺阵避开容锦生的视线 手斧上乱跳的心脏 柳眉紧簇 她这是病了吗 竟觉得心跳异常 浑身发热 正胡思乱想间 就见惠珠带着两个嬷嬷 拉着面如死灰的相侧妃进了院子 阴哥扶着的身子猛地直起 紧张的脸部肌肉都在哆嗦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 慧珠快步进了大堂 对着容锦生和屈真屈膝一礼道 回网页 相侧飞并非六指 右脚上也没有断指的伤痕 话落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阴哥 这个消息 冲击最大的人 是他 第九十一集 阴哥此时大脑一片空白 周围的声音仿佛都被隔绝开一样 他浑浑噩噩地 看向相侧妃的方向 却见他惨白着一张脸 面带恐惧和哀求地 看向他 都到了这种地步 他还期望着他顶罪吗 说 宇佩哪来的 阴哥紧攥着拳头 吏声喝倒 他周身如坠冰窖 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早该想到的 他们兄妹走失那年 他已然五岁 即便十来年过去了 也不该待他如陌生人 变得那般自私凉薄 相侧妃被粗食婆子 推散着跪在地上 他怀孕已经九月 即将临盆 动作十分的笨拙 好不容易跪稳身子 便听到阴哥冷立中 甚至寒意的声音 吓得当即一个颤铃 紧咬着红唇 没有说话 一想到玉佩的来历 他心底就直打鼓 说 我妹妹到底在哪 你怎么拿到玉佩的 阴哥面容猙獰 胳膊撑着地面 拖着血淋淋的身子 朝着他的方向挪去 硬生生地爬出了一条血路来 你别过来 玉佩 玉佩的是他送给我的 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相侧飞下得花容失色 连忙扶着腰往后躲 见他依旧逼近 急到 你好好想想 要不是他送给我的 我怎么会知道他当年恨宁临赛的细节 阴哥的动作猛地僵住 趴在地上没再朝他逼近 似是在考虑着他说的真实性 相侧妃见状 心稍稍的安定了些 轻虚了口气 确诊仔细打量这二人 对阴哥再次问道 你确定你妹妹和相侧妃 是差不多时候被卖入怀乡楼的 对 我看过任牙子手里的买卖分数 他们是十七年前 中秋日 被卖入怀乡楼的 正好是我与妹妹早三的半月后 提起此事 阴哥的声音显得有些沉稳 相侧非用玉佩欺骗仪式 他至今都难以接受 屈阵低头沉思了片刻 看向容锦生 王爷可还记得 那两句无人认领的尸身吗 他突然提起此事 众人都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怎么就说到了尸体上呢 啊 容锦生温声应道 那两句尸身证 有一人也同样是出自 怀乡楼的头牌花魁 根据卷宗记载 正好是十七年前 卖深入的怀乡楼 死于十个月之前 莫非是他有什么问题 验看那两句尸身识 他大病出狱 回来后就兴起异常地告诉他 案子有了进展 可比起案子 他更在意他 屈真莫然 没错 他当日在府衙 验看的那句 完全白骨化的尸身识 发现了一个特殊之处 那死了的花魁娘子 出身怀乡楼 与墨乡同时进的怀乡楼 又是六指 时间 特征都对得上 极有可能 就是他的妹妹 只是这个消息 对鹰龟来说 实在是有些残忍 姑娘的意思是 那两句尸身中 有一个是我妹妹 话说得这么明显 就认凭是个傻子 也该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鹰龟瞪大了眼睛 颤声问道 相侧妇妃的脸 说得惨白 书香不是早就死了吗 尸体都该烂透了 怎么还会被挖出来 以屈真那样锐利的眼睛 肯定会看出端倪 相侧妃越想 越是心惊胆战 冷汗直冒 屈真将每个人的反应 都看在眼底 尤其是相侧妃 平静的 我验尸的时候 曾发现那花魁娘子 右脚大拇指侧 有半截突出的肘骨 断面平滑 是被人用利刃 切除所致 当时他并未放在心上 天生六指是遗传 其实很常见 直到鹰哥提出了 六指的说法 又联想到种种巧合 他不得不做出 这样的猜想 切 切除 鹰哥声音抖得厉害 六指之人被人看作灾恶 幼小时 小朋友都不愿意 与他们兄妹玩耍 对他们肆意地 欺凌打骂 但是爹娘说 生来六指 才是最有福气的人 是天上神仙下凡 他也想过 切除那根脚指 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断指之痛 痛彻心扉 他实在是不敢想 要生生地被切掉一指 该有多残忍 对 切除 屈臣肯定地点头 对着那些侍卫吩咐的 去把滑翔楼的老宝带来 青楼做的是皮肉生意 尤其是能当上花魁的女子 服饰的都是些达官显贵 身子不容许有这种缺陷 做出切纸的事情 也在情理之中 半个时辰后 老宝被带进了侯府 他看上去四十出头的年纪 涂脂抹粉 穿着暴露 站在他们眼前 目光还放肆又贪婪地四处打亮着 见了他们 他扶了扶发迹 懒懒地扭腰 行了一礼 奴见过各位官爷 不知官爷传照 有什么吩咐啊 先说好 奴可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没有做过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 不信的话 您可以去问问 福尹大人 他呀 可是我们 淮香楼的敞客了 说着他无嘴轻笑了声 对面前的黑云旗 抛了个媚眼 前府尹 堂堂临江府府尹 居然去青楼嫖妓 曲真心中痴笑 幸好这儿没有言官 否则剧本上奏 参踏一本 别说是头顶的乌纱帽抱不住 能不能留的一条命 都难说了 这也看得出 官员娇奢隐意 风气败坏 如今的大圣 是金玉其外 外絮其中 如前府尹 这般的蛀虫 不在少数 放肆 王爷在此 岂容你这般浪荡行径 给我站着身子 好好挥挂 黑云旗的人 皱紧了眉头 赤马道 啊 王爷 老宝目光疑惑 顺着他的视线 往里面看去 就见一个 带着玉面去的男子 端坐在轮椅上 气度高滑 如枝栏玉树 云端折仙 是 是陈王殿下 早就听闻陈王驾临 临江府 调查命案 但是他没想到 他这样的人 居然也能见到传闻中 权倾天下的 陈王殿下 他赶忙低下头 战战兢兢地 跪在地上 啊 奴不知王爷 尊驾在此 多有冒犯 还请王爷恕罪 奴顶刀 知无不言 容景生没有应声 看了眼屈真 屈真会议 开口问道 那边跪着的人 你可认得吗 他指向相侧妃 老宝小心翼翼地扭头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连忙变头 认得认得 这不是墨香吗 我怀香楼 曾经的头牌姑娘 后来被小侯爷 买了身器 纳入府中作妾了 相侧妃埋着头 散落的青丝 垂在脸侧 遮去了大半的容颜 看上去 整个人有些阴影 这一身的狼狈 怎么看都不像是喜事 老宝连忙划清界限 哎呀 这买身器一给 他就和我怀香楼 没关系了 就算是犯了错 也不能赖在老奴头上啊 他撇清关系的速度 快得让人冲目 曲针不有好笑 轻声道 放心 叫你来不过是问两句话 你如实回答就好 能不能让鹰哥返口 就看此人了 第九十二集 是 老宝应了声 偷偷地看了眼曲针 心中暗赞 好一个人间角色 他这些年 见了这么多女子 无论是容颜 还是气韵 都不足眼前 这姑娘之万一 应是天上烟之色 雾落人间 富贵花 这种角色 他连想都不敢想 我请问你 你怀香楼 有个花魁娘子 卷入了孕妇被杀案 你还记得是谁吗 那人和她 又是什么关系 曲针问道 那老宝一正 随后想起了什么 脸上的笑容 都变得苦涩几分 哪儿能不记得 姑娘说的 那个花魁娘子 是和墨香 一同进入 我怀香楼的姑娘 叫书香 两人情同姐妹 一起习武练琴 一起挂牌 一起当了 怀香楼的头牌 气弱得很呢 他叹了口气 这说起来 这两人许是 待得久了 连喜好都十分接近 那时候侯爷 常来怀香楼 看书香 墨香也 时不时地 凑上钱去 反正都是陪客嘛 陪侯爷 还赚得多些 奴爷就没理会 后来 后来如何 鹰哥连忙问道 老宝听着这声音 甚是耳熟 扭头一看 就像那熟悉的面容 映入了眼帘 他惊呼道 是你 鹰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先别问这么多 快说 后来怎么了 后来 后来 老宝被他冷力的眼神 吓得脑子有些混沌 好在很快 反应过来 后来书香 不是就怀孕了吗 以他那样的身份 怎么可能 攀得上 侯府的门槛 但侯爷又不肯 让他打掉孩子 只说是让他等等 在外面买了院子 让他安心养胎 这一等 就是半年 半年后 花轿没来 倒是等来了 那专挑孕妇下手的疯子 人带孩子 就全都没了 老宝说完 一阵唏嘘 老夫人脸色难看 显然是想起了那段往事 狠狠地弯了平侯一眼 平侯自吃理亏 舌头又疼得厉害 只能强忍着泪意 心中暗骂 这该死的老宝 说正事就行了 扯这些前尘往事 做什么呢 屈真一听有戏 追问道 那平侯 以莫香入府为侧妃 又是怎么回事 他看了眼香侧妃 却见他一动不动地 低头跪着 不知在想些什么 说来也巧 树香和孩子刚没 小侯爷就来买他的身器 唉 他也是个福宝的 要是能再等上两日 如今在这平侯府里 吃香喝辣的 可能就是他了 老宝说起这件事 至今都觉得耿耿于怀 因着侯爷一人 他怀香楼 赔了两棵摇钱树 自打树香出事 莫香被赎身后 就再也找不到 能像他们俩那般 出彩的姑娘了 巧 还真是巧啊 屈真蠢了褶嘴角 没有说话 老宝剑四下安静 才发现自己说跑题了 连忙把话题扯了回来 啊 还请姑娘见练 奴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就喜欢说些有的没的 您刚才问 为何是墨香被纳入了侯府 其实是这样 小侯爷得知 书香的死去 在怀香楼里 日日买醉 又打又砸 这脾气坏得很呢 是墨香 自动请应要去陪着 奴不敢得罪侯府 就答应了 这一陪 他也大了肚子 侯爷索性 就买了他的身器 让他顶替书香进了府 众人面面相去 平侯府这位侧妃的故事 都能写成一本书了 什么好运气 都能给他撞上 书香一死 他脱离了奴籍 成了平侯府的侧妃 他进门没过多久 平侯府的主母又死了 这事巧的 就跟安排好了似的 书香藏生的院子 有多少人知道 鹰哥眼珠染血 死死地盯着 乡策飞的方向 头也不回地问道 以他这段时间 对他的了解 杀人这种事 他不是干不出来 侯爷那时 生怕老夫人不同意 对书香下手 犬的院子极为偏僻 知道的人不多 满打满算 也就侯爷 奴 还有 老宝生怕漏掉谁 仔细回想了一番 突然大叫道 啊 对了 还有墨香 侯爷给了奴两定金子 吩咐奴好生的照看书香 每隔一段时间 奴就会送些细软和吃食过去 唯独那次 怀想楼有客人闹事 打伤了好几个姑娘 奴走不开 就给了地址 让墨香帮忙送过去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书香他 他是不是 有脚生有六指 被你们砍断了一个 鹰哥的声音 因紧张有些颤抖 老宝文言 惊讶道 你 你怎么知道 六指看着太过瘆人 干我们这行的 哪能有这种毛病啊 自然是要断掉 鹰哥听完 嘴角裂出了一道嗜血的笑意 笑得老宝心头发毛 正想往远处夺夺 就见他扭头 面目猙獰 看向香策妃 咬牙切齿的道 是你 对不对 他竟然帮着害他妹妹的仇人 做了那么多恶事 险些为他而死 说出来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相册飞灭如死灰 挣扎道 不知道 凡是倒了你路的人 都该死是吗 郡主是这样 书相是这样 下一个呢 又是谁 鹰哥一拳砸在地上 双眼红的能滴出血来 怪不得我拿玉佩表明身份时 你对我挨打不理 直到发现我的作用 才勉勉强强换我一身凶掌 我以为是多年不见 有些生疏的缘故 压根就是个猛牌货 什么猛牌货 是你自己认错了事 赖我做什么 事已至此 相册飞知道 无论辩解什么 都是白费口舌 索性破罐子破摔 骂道 你以为你妹妹是什么好货色吗 平日里装的警告 见了侯爷 不也是消尖了脑袋往前蹭 他能进侯府 凭什么我不能 他双手撑地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扶着腰 居高临下地看着鹰哥 冷笑一声 你说的没错 当我路的人都该死 是我故意散播他的消息 想引来老夫人 没准想 不等老夫人动手 那凶手就先找上他了 说来说去 只能怪他命不好 想不了侯府侧妃的福气 他眉眼揭示力气和凶狠 与平日里见人三分笑 长袖善武的侧妃 天差地别 周围的仆役 看得心情胆战 都赶紧埋低了头 至于郡主 他不过就是出身高贵 除了这一点 我哪点比不上他 凭什么他的儿子 生来就是低长子 能继承爵位 我的儿子就是树人 永远要低人一刀 我不服 郡主要怎么样 还不是死在了我手里 说着说着 相侧妃又哭又笑 昔日那些熟悉的人影 在他眼前浮现 又逐渐淡去 他形弱疯癫 仰天大笑 笑得气发散乱 亮腔着退了两步 面色得意 现在谁也拉不住 我们母子的路了 他剩下来就是长子 侯府长子 安怀清废了 再生不出子死 这片侯府 以后都是我们母子的了 辱南王府的人一脸杀意 老夫人祖孙忧心不已 倒是屈真 从这番话中 听出了些别的意思 安怀清的身子 该不会是你下的药吧 第九十三集 一语落 寒风陡起 院中一片死寂 别说是旁人了 就连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相测飞 嚣张的笑声也逐渐的消失 目光阴厉的看向他 平侯呼吸一致 浑身的肌肉不自觉的紧绷起来 连断舌的剧痛都忘了 正正的望着 判若两人的相测飞 真的是他吗 在众人的疑惑打量中 相测飞冷笑了声 语气轻蔑 哼 是又怎么样 反正谋害郡主是死罪 再多一项罪名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倒是坦诚 曲真轻笑 眼角的余光 瞥向了平侯祖尊 就见平侯说得红了眼 暴怒而起 啊啊的高喊着 要朝相侧飞冲去 那架势 似是要活寡了他 然而就在此时 老夫人一口气没提上来 翻了个白眼 直接昏死过去 身子撞在旁边的桌椅上 发出了通的一声巨响 成功地拦住了平侯的脚步 平侯的喉咙 发出急促的叫声 抱着他的身子 拼命地摇晃着 惊慌失措地看着四周 黑云旗和汝南王府的侍卫 冷眼看着这一切 不为所动 他们祖孙会有今日 全然是自找的 为了一个娼妓 逼杀郡主 害了多少人命 如今到了自家人 直到着急了 屈真处族 看了半晌 抬脚 朝他们走去 平侯对他恨之入骨 一见他来 连忙张开双臂 挡在自家祖母面前 目露凶光 狠狠地盯着他 若非他被断舌 恐怕早就破口大骂了 贱人 要不是他 平侯府何至于 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屈真也读懂了他眼中的意思 冷笑了声 他们这种人 恐怕永远都不会觉得 是自己做错了 也罢 他也没有打算说服他们 不过是接下来的事情 想要尽早处理完 还需老夫人清醒才行 老夫人怒火攻心 才会昏厥 掐他人中 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说完 他指了指人中的位置 就转身走到了一旁 平侯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抱着老夫人的身子 猛掐了几下人中的位置 没多久 就见他眼皮动了动 随后缓缓地睁开了眼 他见此喜极而泣 连忙扶着老夫人坐起身子 这些年 爹娘早死 整个侯府 就剩下他们祖孙 相依为命 要是祖母出了什么事 他真不知道 该怎么活下去 老夫人含泪 摸了摸他的脸颊 看到他嘴角的鲜血 眼中闪过抹刺痛 转向相侧妃 痛声道 为什么 凭侯府带你不保 哪怕你是个妓子 老身还是揉你进门 给了你一席之地 你为什么要下药 断了我暗家的香火 为什么 相侧妃歪着头 默然地看着老夫人 红唇勾起抹击翘的弧度 因为他贪婪 他不知足 书香为他怀着身孕苦嚎 他却在府中夜夜生歌 郡主不就是那时候 怀上的身子吗 书香刚死 他就借着酒精 又爬上了我的床 和我翻云覆雨 我好不容易怀了身孕 除掉了郡主这个障碍 你既然判算着让他续弦 要生个笛子出来 既然你有了我儿子 这个曾松儿还不满足 那我就让他再也生不出来 我就不信了 你个毒妇能容忍得下 生不出蛋的母鸡 那时候 平侯府他当家主母 不害的是我 相侧妃凄厉地嘶吼完 最后一句 众人已经害得说不出话来 老夫人气得 浑身哆嗦 你个 长门出生的妓子 竟敢妄想侯门 竹母之位 为此 甚至不惜害了两条人命啊 我呸 相侧妃忍不住催了口 欺笑道 别说得自己多高尚似的 书香的死 就算我不动手 你难道会放过他 还有郡主 提起郡主 老夫人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 老脸僵住 顿时面如菜色 屈真好争以下地 看着这场闹剧 看来比他预想的 要更快收场了 如此也好 郡主怎么了 汝南王再也忍不住 从后堂转了出来 屈真探眼 往他身后瞧了下 并未看到王妃的身影 想来是被他劝回去了 怎么了 你以为这个老毒妇手脚 能干净到哪儿去 相侧妃冷吃着一声 扬起下恶 灭笑道 我害死郡主的事 他早就知道了 不过那时候 安怀庆已经 没了声誉的能力 他又能拿我怎么样 为了保住 他的曾孙儿和平侯府 他知情不报 毁事嫁祸 才有了今日种种 左右是活不下去了 他得不到的 也断不会留给别人 你说什么 汝南王艰难地 从牙缝中挤出四个字 僵硬地扭转身子 看向满面惊恐的 平侯老夫人 心底掀起了焚天怒火 老夫人不敢直视 他的目光 嘴唇哆嗦着 往后缩了缩身子 心下如死灰板 他知道 平侯府这次 真的要完了 汝南王 你顾念旧情 再三提携安家 又把女儿嫁过来 为的就是全了你和老侯爷的一番情谊 保安家几十年荣华富贵 可你万万没想到啊 一念之差 会害死自己唯一的女儿 你就不恨他们吗 相测飞继续出言挑拨 话落眼前一花 就见平侯猛地朝他冲来 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随即而来的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这变故来得太快 以至于没有人反应过来 屈真最先回过神 立贺一声 快拉开他 众人如梦惊醒 连忙上前 拉开安怀庆 就见他双脚乱蹬着 像是头暴怒的野兽 呲牙咧嘴的 玉途再度扑上去 将他撕成碎片 贱人 都是贱人 这是想要彻底毁了安家 相侧妃捂着肚子 躺在地上抽搐 身下已经渗出了些血迹 屈真挤不上前 蹲下身就要检查 相侧妃疼得 浑身被汗字湿透 发丝贴在脸颊和脖梗上 整个人犯着一种病态的苍白 他伸手抓住屈真的胳膊 虚弱的 屈姑娘 你可以说对不对 叫你 帮 帮住我的 孩子 他什么都没做错 真是倒在了我的肚子里 他没做 做的是这事 做的是我 求你救救他 我愿意 与你 毕业 别说话 我会救他 屈真将他身子放平 拿出引针 迅速地落在 他周身的几处大穴 针影翻动 片刻后 他收针起身 吩咐道 将太太去后院 找个屋子先安置着 让府衣去熬两天安胎药 是 姑娘 黑云旗的人 立即去了 相侧妃被抬走 留下了青砖上的一滩血迹 鲜红刺目 屈真看向老夫人 诞生道 还要我再查下去吗 第九十四集 查 老夫人苦笑 还查什么 无非是走个过场罢了 以他的手段 还有什么查不出来 没想到 他们平侯府 百年繁华 最终竟败在了一个小姑娘手里 报复 他现在连报复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样的人物 谁敢招惹 不必了 那些事情 的确是我做的 但清儿 什么都不知道 老夫人抬起头 目光平淡 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 平侯费力地挣脱黑云旗的束缚 跑到老夫人身侧 紧拽着她的胳膊 双目含泪 发疯般地摇头 老夫人眼眶微红 强忍着泪意 目光缓缓地掠过 这个她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宅 每一寸草木 砖瓦 都留着她和那人 生活过的痕迹 她答应过她 一定会好好地 护着平侯府 这辈子 她做不到了 但起码在临死前 她定要保住 安家最后一根根苗 她苍老的面皮 挤出个决然的笑容 清儿 松手吧 不 安怀庆抓得更紧 哀求地看着自家祖母 生怕一松手 她就再也回不来了 老夫人心里有了决定 便不再犹豫 伸手将她的手指 一根根地摆开 甩在一旁 转向荣锦声 跪倒在地 哀声道 王爷 郡主知死 相册非有谋杀罪 老身知晓后 为保安家资嗣 毁尸包庇 自知罪孽深重 愿求一死 恳请王爷 看在安怀庆 并未参与其中的份上 能够饶她一命 在大圣 毁人尸身 乃是大罪 暗律当账五十 留三千里 以老夫人这年纪 等不到三千里流放 就会死在 账行之下 容锦声没有答话 看向屈真 以眼神询问她 老夫人所说 是否属实 屈真看了眼 茫然无措的安怀庆 对她轻轻点了点头 依据安怀庆的反应来看 她对此事 的确毫不知情 此案 大理寺会依法量心 她若清白 自当活命 宋锦生 语气淡淡 谋杀郡主是重罪 涉事的 易干人等 自当严惩 安怀庆对此 不知情 亦会受到牵连 侯府的爵位是保不住了 毕竟要给汝南王府 一个交代 但要保住 安怀庆的性命 还是有望的 是 多谢王爷 老夫人重重地 磕了个头 汝南王看到这一幕 咬紧了牙关 没有说话 谁知他只起身子 看向汝南王 继续道 除此之外 老身对南王 还有个不情之情 主南王满面冷肃 没有出声 就听老夫人 继续道 相册非谋害郡主 自然是该千刀万剐 可他腹中孩子 是无辜 即便是凌迟或斩首 能否待他 生下孩儿之后 以王府的权势 想要一个人 无声无息地死在牢中 太容易了 他知道 汝南王形势磊落 但他历经丧女之痛 恨毒了相册妃 万一等不到 行刑那日 提前动手 那就是一时两命 他不敢赌 这话 老夫人问错人了 汝南王冷漠地 刮了他一眼 多少也猜得出 他在想什么 冷嘲道 你万不用担心 本王暗中 对他按下黑手 愿有头 债有主 本王再恨 也不至于 对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 下手 心事被人戳破 老夫人多少有些尴尬 但得了允诺 便都值得了 来人 命林江府已 派人将他和一干 人政物证 以送汴京大理寺 容锦生吩咐了声 黑云旗上前 一左一右地 压着老夫人往外走 路过平侯身侧时 他驻足回首 露出个慈爱的笑容 清儿 以后 这儿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还记得好好活着 别再任性了 平侯悲痛至极 心知无力回天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 伏地痛哭 哀痛不已 老夫人最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收回视线 决决地迈步 朝外走去 随着那道苍老的身影 消失在院外的隐蔽中 昭示着平侯府 百年世家 彻底倾富 只留下一个哑巴 安怀庆 和尚未出世的质子 无父无母 无妻无家 去真看着安怀庆 那颤抖的双肩 放声痛哭的模样 心想 他不知是在哭老夫人的离去 还是哭不知浅路的自己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路 父母去 人生只鱼归途 而他 何尝不是一样呢 不知这个自小依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贵公子 余生会活成何等模样 不过 这些都与他无关了 随着赖萌萌被带走 涉案的人就只剩下了鹰哥 他眼见着黑云旗朝他走来 急忙往前爬了两步 急到 姑娘 姑娘 奴主者为女 不敢为自己脱罪 只求他临去之前 能让我将妹妹尸身下葬 为他上一炷香 求你了 舒香的尸身 我已经让牙医下葬了 你若想去上香的话 他看了一眼荣锦生 还是得问过王爷的意思 荣锦生在此 他不好越祖带袍 鹰哥看向荣锦生 哀求道 求王爷 辰气 好 荣锦生点头 吩咐道 离开临江府之前 让府衙送他去一趟 就说是本王的意思 他知道 他灌来是心软 鹰哥是错了 可错的不过是识人不明 遭人利用 输家遵命 黑云旗立即应当 鹰哥大喜过望 连声道 诺 多谢王爷宽佑 谢谢姑娘 谢王爷宽佑 谢谢姑娘 去战队他点点头 黑云旗就将他抬了下去 整个大堂里 除了荣锦生几人外 就剩下淮香楼的老宝 他眼看着平侯府的老夫人 和其他的人接连被带走 越发不安 案子既然审完了 草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 要不就先告退了 他试探地问道 脚悄悄地挪了两步 不急 曲针摇头 立即有人拦在了老宝面前 老宝回头 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姑奶奶 您还有什么事 关于书香的死 我还想再问您点事 他想起先前浮影说 有些人家并未找到红绳仪式 直觉告诉他 串定的线索没有错 肯定是他们遗漏了什么 这样啊 那您问 老宝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下了一身的冷汗 我听闻这儿的妇人 在临盆前 有去天佛寺求平安福的习惯 书香可有去过吗 他直接了当地问道 老宝闻言不由地笑了 哎呦 我说姑娘 您这话问的 这两年孕妇被杀的案子 闹得沸沸扬扬的 谁家孕妇还敢在外走动啊 肯定是没去的 没去吗 屈真蹙眉 难道他真的找错了方向 屈真见他愁眉紧锁 也不禁仔细回想了一番 突然想起了什么 两手猛的一拍 惊到 哎 对了 我想起来了 第九十五集 想起什么 屈真一己 急忙追问道 老宝打从进了这院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有这样明显的情绪波动 知道此事定然事关重大 不由得神色易紧 书香的确是没有去过天佛寺 可他托草迷 将他的生辰八字和地址这些 送去了天佛寺 登记在了娟名册上 为他和孩子在佛前供了一盏灯 娟名册是什么东西 屈真顿时来了兴致 仔细问道 他本时随口一问 没想到误打误撞 还真问出了些关键信息 姑娘也知道 那天佛寺的平安符卖得最好 可近两年孕妇接连被杀 这怀了身子大都不敢出门啊 对天佛寺的影响也极大 他们为此专门推出了娟名册 就是由孕妇提供生辰八字及处处登记造册 此中便由僧人为他在佛前供登祈福 老宝说完 感觉四周寂静的连点声音都没有 不由得放松了呼吸 娟名册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 不管是记着平安符的红绳 还是娟名册 都出自天佛寺 看来天佛寺 是该好好查一查了 王爷 可否派人将这个消息告知府衙 让府尹卓人 去调查娟名册和天佛寺 他对着容锦生说道 他点头 挥手让人去传话了 老宝见此 知道这儿已经没有他什么事 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姑娘 这下草民能离开了吗 但他们这种行当的 站在当官的面前 实在是心里处得慌 能走了 老粉妈妈跑这一趟了 屈真微微汗手 老宝连连摇头 俗身一礼 姑娘客气了 礼拜他转身离开 边走边小声地嘟囔着 还真是活得久了 什么人都能见到 女子断案就算了 居然还跟我这种人道谢 也是稀奇 老宝的身影消失在隐蔽后 他自以为说话声音极小 但以习武之人的耳力 谁不是听得清清楚楚 姑娘何必跟这种人客气 黑云旗有人不解地问道 郡主的命案破了 连环杀人案也到了尾声 屈真清冷的容颜上 也多了些笑意 轻声道 每个生命都使得被善待 他游走在生与死之间 清楚地知晓生命的温度 所以更加敬畏和真实生命 那人点点头没再说话 在他看来 人生来就有三六九等 有些人压根不止得这般理重 屈真也清楚他心中的想法 知道观念的差异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扭转 不过他也没有打算要说服谁 念落屈真又看向牧林 此时还得劳烦统领 再去一趟天佛寺 协助排查 排查什么 难道你觉得凶手藏匿在天佛寺 那将他的特征和信息告知府衙不就成了 牧林有些迟疑 他的任务是保护主子周全 一旦离开 万一出了什么事 谁能担待得起呢 郡主落榻千佛寺 必然重兵把守 那人能在重重守卫中将郡主带离 说明他会武功 牙医恐怕拿不下人 他们的功夫对付那些地痞流氓还行 真遇上行武之人 就是白白送命 那我派一队的黑云七跟着去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牧林提议道 刺杀主子那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他还没有查清楚 主子如今又身重剧毒 不能动用内力 他实在是放心不下 本王身边还有唐月跟着 你亲自去天佛寺走一趟吧 手紧声开口 他既然提议牧林前往天佛寺 自然有他的道理 牧林依旧摇头 主子 唐月孩子新兴 顶不下形子 您瞧 来了平侯府他就溜得没影了 指不定去哪玩了 属下哪能放心让他数着您 他看向屈真 询问道 实在不行的话 我让血手也跟着去 姑娘觉得如何 也可以 我主要考虑的是 需要个能主事的人 屈真点点头 本想让他先将血手找过来 他再叮嘱几句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 眼前就闪过一道黑影 单膝跪在了容锦生面前 属下 多谢主子开恩 血手在损失见识 就跟在他身边 对他的声音 屈真还是很熟悉的 瞬间就辨别了出来 本王何时说过要音射了 容锦生凉凉地 披了他一眼 马就杀完了 暗处立即传出了 几道低笑声 血手没好气地 朝那方向弯了眼 转向容锦生时 就换上了产妹的笑脸 主子 您就别开玩笑了 那马毛都快被 暑假给嚎吐了 您不看色面看佛面 姑娘可都点头答应了 屈真看了眼牧林 他不想去天福寺 除了有担心容锦生安危的顾虑 还有就是想寻个由头 把血手从马厩里解救出来吧 怕容锦生不答应 还借着此事套他的话 没想到连这位直肠子的 黑云骑的统领大人 都学会耍小心思了 不过 血手作为他身边最出色的暗影 除了性子跳脱了些 武功头脑都是一流 放在马厩刷马 的确是暴殿天雾 王爷 我觉得木头领的考虑 再理 他看得出来 容锦生也有重新 启用血手的意思 不妨给他个台阶下 主子 您瞧 姑娘都替属下求情了 您就高抬贵手 饶过属下 给属下一个 为主子安前马后 干脑涂地的机会吧 血手赶紧抓住机会 表忠心 他看得出来 此事有戏 他实在是不想再回去 跟马奋为伍了 容锦生迷了他一眼 既然真真为你求情了 下不为例 是 多谢主子 血手喜不自射 起身对着屈针 拱手毅力 一本正经的道 多谢 姑娘求情 他不由失笑 容锦生要是没有宽恕的意思 恐怕谁求情 都没有用 一旦确定 受害者的名字 都在决明措上 你就在天佛寺内 寻找有以下特征的人 说到正事 血手也收敛了 吊儿郎当的模样 正色灵听 此人为男性 习武 左撇子 年龄大致在二十到四十岁 他身有隐奇 手臂或脖梗 裸露之处 有女子的齿印 两年前 曾遭遇过孕妇的感情背叛 如果找到符合以上条件的人 那他 就是临江府 连环命案的凶手 第九十六集 等等 其他的我都明白 遭遇过感情背叛 且对方还是孕妇 又是这么看出来的 慕林 好奇地问道 此人最开始 以虐尸杀人为主 且对象都是孕妇 死者身上 创口密集 脏器被搅烂 若是杀人 一刀毙命即可 为何要虐尸呢 屈真问完 眼神明亮 因为他在泄愤 双方既无仇怨 又无力意牵扯 一刀命案如此做 还能有其他解释 但是他每次 都挑孕妇下手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众人恍然大悟 血手抱拳一礼 姑娘的话 属下都记下了 定把那凶手 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说吧 血手身影微动 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众人眼前 王爷 屈真见汝南王 僵硬地站在原地 盯着地板发呆 那向来挺拔坚毅的身影 略显得有些勾楼和苍狼 短短数日 两臂都出了不少的白发 他轻唤了声 汝南王回过神来 就见所有人 都担忧地看着他 强笑道 凶手终于抓到了 这是好事 你们都这么看着 本王做什么 就算把相侧妃千刀万剐 又能如何 他的云儿 再也活不过来了 他四肢冰凉 打从云儿惨死那日 他就吊着一口气苦撑着 生怕稍稍松懈 他们夫妻的天就塌了 如今真凶落网 这口气 却像是瞬间被抽了个干净 让他再也撑不住了 只剩下满心苍凉和痛苦 王爷 您做得够多了 君主九泉有之 定当以您为傲 却真轻声宽慰道 丧女之痛 不是旁人三言两语 就能抚平的 他需要时间 他只是不想汝南王 沉浸在自责中 活着的人 还是要过日子的 不 还不够 汝南王虎模微红 就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强撑着的情绪忽然就崩塌了 转身背对着众人 泪如雨下 我不是个好父亲 要不是我执意将他加入平后府 我的云儿也不会惨死 他当时怀着孩子被人追杀 堕落悬崖之际 还有多痛多恨 有多绝望 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在君主心里 一时都以您为傲 屈真轻声道 看着汝南王 他总会时不时地想起爹爹 汝南王虎屈一阵 两久后沉声道 多谢 他转身 看笑容紧声 稍后还请陈王通融下 珍惜清风入园节 冤儿的棺木离开 离开 郡主的尸身 若是未有冰窖镇着 恐怕 屈真有些担心地 看着汝南王 若是让他们亲眼看着 自己女儿的尸身 烂了 臭了 岂不是伤口洒盐吗 对 离开 汝南王副手 看向天边 目光凛然 我五家的女儿 生有来处 死有归处 此生不如安家末 本王要将他的尸骨 送回祖地安葬 众人已振漠然 郡主之死 算是彻底地断了 汝南王和平侯府的纠缠 什么时候离开 容锦生 像是早就猜到了如今的场面 并不亚然 问道 今晚就走 边关传来消息 大骊又在集结兵马 有公关之事 汝南王答道 容锦生点头 那就祝南王 一路平安 好 汝南王简洁利落地 甩下一个字 转身就要走 每走两步 突然顿住 看向屈真 威严沉塑的面上 挤出个笑容 姑娘去了汴京后 闲来无事的话 不妨去我府中走动走动 汝南王是当今陛下身边的红人 就连太子都眼巴巴地哄着 敬着 不敢得罪 更谎论是旁人了 能和汝南王府搭上话 再有人想动他 也得三思而后行 汝南王这是想护着他 那到时候 就叨扰王爷和王妃了 屈真也没有拒绝 客气地应下了 汝南王再没有说什么 转身离开 没多久 容锦生和屈真 也回了景园 偌大的平侯府 只剩下安怀庆抱着双膝 痴痴呆呆地坐在廊下 望着老夫人离开的方向 又哭又笑 似是疯了 晚间 清风带人来 接走了安平郡主的棺木 临走时 还交给了木林 一个精细保存着的玉盒 竹子 就是这个 清风说是南王让转送给您的 算是大谢 容锦生和屈真 正在用膳 闻炎割下筷子 结果打开 一股浓郁的药香飘了出来 哭雪草 屈真不经意地瞥了眼 就再也一步开视线 只见那草 根茎泛红 枝叶 却如同冰雕 却如同冰雕雪素般镜头 堪称奇景 你喜欢 容锦生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 轻笑着问道 他此时已经卸了面具 露出那张金氏绝美的容颜 凤眸霞长 炼焰流光 微微的侧手 宁眸看他 拨唇含笑 瞬间万物失色 只是屈真的注意力 被这枯雪草吸引 没有留意到 这风华万千的 一抹轻笑 很是认真地回答 无者吸兵 医者挨要 这是人之常情吗 宗锦生笑而不语 看来他知道送什么东西 才最合他心意了 木林站在一旁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主子从不以真面目视人 哪怕是在陛下面前 都戴着面具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竟然在屈姑娘面前 毫不遮掩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主子已经责定了屈姑娘 为未来陈王府的主母 他满脑子都在乱想着 冷不丁地听到屈真这话 下意识地问道 姑娘作为医者 喜欢药草 那作为武座呢 武座在大盛 是建议 起码绝大多数人 都是这么认为的 可他在经历过 这么多事情后 逐渐改变了看法 武座之能 王小了说 可以断生死 明冤情 王大了说 可以左右朝堂举世 乱天下 今日是安平郡主 那明日呢 他们在遇到屈姑娘之前 觉得世间没有女子 能配得上他们家王爷 可见到她之后 却总觉得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屈姑娘和王爷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作为武座的话 去真寒笑看向牧林 也起了几分玩笑的心思 一本正经道 我喜欢研究尸骨 最好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最好还有像木统领 这样的习武之人 想必骨架 异于常人吧 我 他上下打量着牧林 木林头皮一紧 只觉得他目光所到之处 凉得甚人 瞬间身上的汗毛 都竖起来了 他眼神古怪 连忙打断 竹子 属下想起 还有些事情没处理 就先退下了 说吧 不等容紧声应声 落荒而逃 第九十七集 屈真看着他消失的方向 不禁失笑 转而仔细地 打量着枯雪草 有了这个 就还差一味赤舌胆 王爷你的 他刚一回头 鼻尖就擦着容紧声 伸出的指尖划过 刹那 肌肤的触碰 让二人都不禁颤了下 气氛有些尴尬 你的病发 乱了 容紧声的指尖 微拳了下 迅速撤了回来 雪白如玉的耳垂 悄不可见地 爬上了七血粉色 不自然地轻咳了声 解释道 学医之人大多有洁癖 屈真也不例外 除了治病和验尸时 他全身心的投入 不会忌讳太多 平常 亦是不喜欢被人碰触 容紧声 已经破例太多次了 见他收回手 瞥见他耳根子的烟红 他也没了以泥的心思 不由得惊奇 这是 害羞了 他在国安局的时候 周围都是一帮子操劳爷们 没事就喜欢勾肩搭背 在他面前 搅昏段子 便是浑川来了大盛 见到的男子 不说人人都是花丛老手 但起码还不至于 一不小心碰到手 就脸红成这样 容紧声 还真是一朵 奇葩花 嗯 他轻咳了声 为了避免他尴尬 打破寂静 问道 王爷 想明白了 明白什么 容紧声心跳如雷 被他这么猛的一问 再聪明的脑子 也瞬间停摆 疑惑地看着他 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其实突破心理障碍 就好比光合暗的转变 不过是顺其的事 就好比 说着 他趁其不备 瞬间轻身向前 凑近他 眼见着那张 清冷如化的容颜 在眼前放大 他气息如蓝 清晰地 萦绕在他鼻尖 呼吸 心跳 在他耳中 不住地放大 扑通 扑通 容紧声脑子一片空白 只剩眼前的这双眼 这个人 他青丝 垂落在脸颊两侧 眉如显月 红唇 红唇 不 瞬间 那窒息的感觉 如浪潮般 再度席卷而来 屈真早有准备 在他眼神异样的刹那 即刻撤回身子 远离他 女子的气息抽离 容紧声的呼吸 被紧钻着 浑身被紧绷的弦 缓缓放松 那不适感 逐渐退去 随之而来的 就是浓浓的吃落感 就好比刚才这样 在那一瞬间 你并没有感觉到不是 而是当大脑反应过来 潜意识排斥 就会出现应激的 躯体反应 这种程度 比最开始 已经好许多了 屈真盒上枯雪草的盖子 放在一旁 倒了杯水 猛灌了两口 努力压下 他那狂乱的心跳 不应该啊 容紧声脸红心跳 是因为这些年 不济女色 身体的应激反应 那他这样算什么呢 或许 是这段时间太累了 导致的神经衰弱 对 有道理 屈真肯定了这个结论 决定喝点药茶 调了一调理 你刚才 就想说这个 容紧声恢复如常 哭笑不得地问道 不然呢 屈真反问 他本来是不想 他觉得尴尬 以免对男女接触 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才会转移话题 没想到 弄巧成拙 两人闲聊了会儿 他替容紧声把脉失真 暂时封住了堵塑的蔓延 唐月就推着容紧声 回了萧香馆 他说好哭雪草 看了会儿医书 正准备休息 就见几道人影 鬼鬼鬼祟祟的 在他屋外徘徊 你去敲门 不不不 还是你去 主意是你出的 我不能抢你功了 哎呀 别磨叽了 再好会儿 姑娘都该歇息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对统领和主子知道 咱们怕是要被拔到一层皮啊 你个怂包到底行不行 还想不想赢了 你行你上啊 几个人低声声吵着 就听见门 吱压一声的开了 去身看着他们互相推扫 不解的问道 你们找我有事吗 夜色凉 女子素衣墨发 肤白如雪 宛如月神 几人不由地看漏了 听了这声音 赶忙找回了神志 暗骂自己没定力 哦 是这样的姑娘 呃 你救了我们主子 又破了这桩起案 兄弟们想过来答谢你 呃 准备了点小酒小菜 请姑娘省个脸 有人从背后拎出个酒瓶子 笑嘻嘻地递了上来 黑云奇在自家人面前 是允许摘除鬼面具的 他们把屈真 看作未来的当家主母 自然要赶紧换个脸熟 索性都没戴面具 因此也更容易分辨得清楚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就为了这个 想答谢我 屈真狐疑地看着几人 他们纷纷撇开头 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呃 也 也不近视 就是兄弟们 对姑娘的验尸术 挺有兴趣的 还想要多问两岁 那人僵硬地 挤出个笑脸 其他几人也有些忐忑 屈真静静地 看了他们片刻 笑道 时辰也晚了 就不请你们进屋了 我们在院中 小做片刻吧 他还真想看看 这几人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几人温言 顿时喜笑颜开 赶忙拿出韭菜 放在了院中的屎桌上 热情道 那是自然的 姑娘 快请坐 屈真坐下后 几人攒坐在另一边 齐齐地端着笑脸看他 他哭笑不得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是谭金 屈真看向其中一个 轻瘦的少年 许是多年 不曾见阳光的缘故 他的面色 有些不正常的苍白 突然被点名 谭金愣了下 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头 姑娘还记得属下 你和血手 从损息线开始 就在暗中保护我 我自然记得 他抿唇 轻笑了声 血手性情 跳脱欢乐 谭金 那脸寡言 倒是相差甚远 您都没见过他们真容 就能分辨出来 那姑娘快快叫我 可猜得出 我是谁 其中一人打开酒塞子 亭中顿时酒香四溢 他立即拿了碗来倒酒 笑嘻嘻地问道 屈真宁谋看了会儿 试探地问道 你是那日 去肖香馆 送我绅士的消息 从树上掉下来的暗人 他动作猛地僵住 扭头看他 满目震惊 姑娘 你到底是怎么猜出来的 几人都好奇地看着他 其实不难 每个人的眼神 声音 语调 都是不一样的 屈真解释道 他向来习惯 观人入微 许多的小细节 也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哦 原来是这样 姑娘请 那人见状 立即将酒碗递流过来 屈真看着眼前 那满满的一碗酒 似笑非笑地 瞥了他们一眼 今晚 是来手不善呢 第九十八集 屈真接过酒碗 与他们一饮而尽 那轻松随意的动作 谈经几人 立即警醒 姑娘 酒量如何 如此辛辣的酒 灌入口腔 连他们都有瞬间的不适 怎么屈姑娘 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这不对吧 还行 屈真浅笑 眸光落在那几坛子酒上 眼底的笑意更深 叫藏了三十年的女儿红 是想灌醉她吗 嘿嘿嘿 还行 谈经干笑两声 几人几眉弄眼的传音交流着 最后一致决定 继续喝 他们还就不信了 几个大老爷们 喝不过一个姑娘家 姑娘 我借您一碗 谢谢您 替主子解读 有人倒满了酒碗 朝她静倒 还有我 姑娘 你可不能厚此薄笔 对对对 我也得敬姑娘一碗 以后共事的时间 还长着嘞 几人轮番上阵 眨眼就喝空了四坦 曲真来者不惧 从头到尾 神志都异常的清醒 倒是谈经几人 起先还能撑得住 十几碗酒下肚后 双面驼红 眼神迷离 连坐都坐不稳 来来来 姑娘 喝 其中一人 亮呛着站起身子 朝着曲真 举起酒碗 大喝一声 就自顾自地仰头 把酒灌进嘴里 因为动作太急了 被酒呛得连声猛咳 她旁边的蜂眠健壮 单手支着脑袋 笑眯眯地看她 嘲笑道 嗨 就你这点酒量 还喝什么 救人 说着 丰眠伸手一推 就听见通的一声巨响 那人瘫倒在地上 犹如烂泥 几人醉醺醺醺地闹作一团 曲真笑盈盈地 看着他们醉酒发疯 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 放下酒碗 轻声道 还喝吗 坛间抱着酒坛 下巴抵在坛口 静静地趴着 她平日寡言少语 哪怕是喝醉了 也极为安静 文言醉眼朦胧地看向曲真 嘟囔道 姑娘 你怎么就喝不醉呢 这些陈年老酒 酒劲最大 她也没有少喝 怎么就他们醉得昏天黑地 她看上去 一点事都没有呢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我对酒精免疫 喝再多都没事 曲真敏唇 轻笑了声 轻声问道 你们费尽心思想把我灌醉 是想从我嘴里问什么 酒精免疫 这是什么体质啊 谭基勉强抬起上眼皮 看向她 昏昏沉沉地 就听清楚了那句 喝再多都没事 心里很是委屈 这不是作弊吗 本想惯醉驱姑娘 这下好了 人家没事 他们醉得倒是一塌糊涂 还不知道王爷来了撞见了 会有什么下场 不过现在 他也想不了那么多 谭基勉强了个舒服的姿势趴着 迷迷糊糊地打道 就是他们说 酒后吐真言 等姑娘喝醉了 就能知道你到底对我们王爷 是怎么个想法 这样 王爷就不会过得太辛苦 屈真嘴角笑意逐渐消失 有些疑惑地问道 什么怎么个想法 和容锦生有什么关系吗 怎么能没关系啊 谭基勤酒劲上头 本来昏昏欲睡 听了这话 立即来了精神 仰头看她 我们王爷喜欢姑娘吗 喜欢我 你是说容锦生 屈真心里 犹如被什么东西戳中 猛地探了下 眼前冷不丁地又浮现那一张 轻视绝艳的容颜 凤眸情深 凝定地看着她 声音犹如鲜月 她说 本王喜欢的是你 容锦生和谭基的话 交织在她脑海中出现 杂乱中又带着沉重的力道 落在她心上 一直以来被她下意识忽略的问题 再次摆在了眼前 那不然呢 瞎子都看得出来 姑娘你仔细想想 我们王爷那些规矩 什么三尺之巨 什么禁地 是不是都对你如同虚实啊 谭基懒懒地搭落着脑袋 上下眼皮直打架 但还是谨记着 今晚的任务 一定要让屈姑娘开窍 屈真抿唇不语 那些被她忽略的事情 在脑海中逐渐清晰 她看她的神情 对她说话的语气 还有小心的试探 真的是喜欢吗 姑娘 我们王爷 真的很好 弹筋声音越来越低 等她看去 就见弹筋抱着酒坛 沉沉地睡去了 丰棉和其他几人 也或趴或躺 醉得不省人事 微风卷着酒浆 浮面而来 重名声渐起 她扫了眼几人 她们呼吸 绵长且沉 卸下了所有的警惕和戒备 这种行为 对暗影来说 是致命的 可也同样反映出 她们信任她 信任 屈真苦笑 她是来自 异世的一抹孤魂 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唯一的羁绊 就是爹爹 爹爹死后 她除了报仇 别无牵挂 或许 如今有了 她轻笑了声 转身拎了谈酒 运功提气 身子翩然而起 落在屋顶上 容锦生刚处理完 变精的信件 准备休息 就见窗外 落下一道阴影 紧接着 传来木铃的声音 竹子 谈锦他们去找滚牛喝酒了 据说都醉了 正发酒疯呢 她解忆的动作一致 眉头略沉 抬手 取过外衫 披在身上 眨眼就出了肖想馆 廊下的阴影里 木铃看着自家主子 匆匆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勾了勾唇脚 这下 有热闹桥了 东梁 你这不是坑他们吗 醉脚闹事 还被主子抓个现成 这次没五十丈 都下不来啊 暗处传来道声音 看似打抱不平 实则是幸灾乐祸 曲姑娘来了后 不仅是主子 就连他们统领和黑云起的兄弟 也都变了许多 比以往更有人气了 要不你替他们收着 木铃冷眼 偏向某处角落 藏在暗处的某人 当即打了个哆嗦 陪笑道 瞧您说的 统领刚着不饿 定会禀功执法 不会冤枉了他们的 该吧 该吧 文言 木铃冷哼了声 身形闪动 朝着玉翠楼的方向追去 容景生赶到的时候 就见曲真拎着酒坛子 坐在屋顶上 仰面摇望着天边 月光的银灰 笼罩在他身上 留下了层浅淡的光蕴 趁得他越发绝尘 院中 横切竖八地倒着几人 酒气冲天 容景生不禁失笑 梅江的温怒散了几分 原来碎的是他们 都怪他太心急 没把话问清楚 他抬手在轮椅上 重重一拍 身影飞略 眨眼落在了屋顶上 一把捞起 险些摔落下去的酒坛 声音温柔 陈阵 你醉了 第九十九集 曲真感受着微风拂面的凉意 脚下是万千烟火 映着天边月 心中竟生出些了孤寂之感 酒不醉人 人自醉 他许多年都没有过这般放纵 昏沉的时候了 容景生 他荡荡开口 微微侧手看他 便见繁星万丈为背景 眼前的男子身姿灼然 轻贵雅致 穿着一袭广秀的浅青色锦衣 墨发如铺披在肩头 那双眼如三月桃花 缓缓温柔 含笑回望着他 啊 辰辰 怎么了 你信我吗 曲真突然问道 容景生中了一瞬 脸眸 镜丝了片刻 重色道 我信你啊 但沉忘不惜 曲真抬眸看他 清冷的眸中浮现些诧异 却没说话 他薄唇缓缓地 站开抹笑容 刹那万千星河 骤然失色 他道 在你面前 我永远都是容景生 不是陈王 那一瞬 曲真的心猛跳了两下 虽有悸动 可始终都保持着 超乎常人的冷静 他清楚地听到 自己平静地道 可我不信你 不管你是容景生 还是陈王 他浅笑着的凤眸 痛涩一闪而过 心中苦笑 他说话还真是直接 坦诚地不留余地 曲真见他沉默 思索了下 继续道 我这人生来寡情 性情也孤僻 格外爱重自己 对谁都难以交脱真心 我 郑珍 容景生打断他的贬低 温声问道 你这是在恐吓我 不是 他摇头 眼神认真 这才是我 他的自私凉薄 刻在了骨子里 容景生天之骄子 如蒲玉般 静透无瑕 若有朝一日 能突破障碍 敞开心扉 必然前途 一片大好 何必在他身上 浪费时间 容景生摇头 这样就想逼退我 珍珍 你是太轻看我 还是太轻看自己了 他的话音 渺若云烟 轻得 仿佛一阵风 就能吹散 曲真凝视了他许久 亏在那凤眸中的坚毅之色 也是劝不了他 所以不再纠结这个话题 时间久了 他自然会想清楚 他缓缓地躺平身子 仰望着这片星空 心中异常宁静 容景生也学着他的样子 并肩躺下 唇小微微勾起 或许连这丫头自己都没发觉 他这般郑重启事地 提出此事 反而证明了 他的在乎 珍珍 你到底在怕什么 怕 他挑了下眉 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没什么好怕的 只是不喜欢 做无用之事 何为无用 感情 羁绊 对我而言 都是无用 曲真凭静地达到 短暂的寂静后 容景生缓缓地合谋 似是叹了口气 珍珍 你口不应息 他急眉了唇瓣 手不自觉地 钻紧袖口 我没有 你有 容景生凤眸 陡然睁开 语调拔高了几分 你说感情无用 羁绊无用 那你为何要为 黄秀莲拼死相承 为何要安置那孩子 为何要赠予货败 穿那青梅素 又为何要替那 四位谋面的 安平郡主陈约呢 他一连串的 为何丢出 曲真哑然 人非草木 他岂能真的做到 无心无情 沉默良久 他声音悠悠 语气哀凉 容景生 爹爹为我而死了 他没说其他 但只这一句 就藏进了苦楚和伤痛 他是怕的 前世今生 但凡他至亲至爱 至信至诚之人 皆为他所苦 所累 所伤 所亡 爸妈是这样 阿渊是这样 爹爹 也是这样 就好像 他是天生的灾恶体质 走到哪儿 都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不幸 错不在你 错的是那些 心术不正之人 郑郑 你素来聪颖 为何不肯放过自己啊 容景生心里微疼 叹气道 他在劝慰别人时 说得头头是道 到了自己身上 就卯足了劲 钻牛脚尖 拒绝他 疏离他 是怕他 也同顾回春一般吗 曲真苦笑 记忆好的人 远比健忘的人 要痛苦 因为曾经发生的事情 不管过了多少年 都历历在目 宛如昨日 郑郑 难道就没有想过 除了报仇 你还要做什么吗 容景生觉得 这话题太沉重 也不想再逼他 换了个方向问道 之前没想过 曲真深吸了口气 将那些画面 从脑海中抹去 提起此事 心情豁然开朗 不过现在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他翻身坐起 清冷的容颜 浮现抹笑影 青丝随风而动 意气飞扬 做什么 容景生看着那背影 温声问道 曲真转头 看着他玩耳一笑 随后 看向那璀璨的星河 语气微扬 大盛百年国座 繁荣昌盛 然武座推官 七少满下 贪官屋里 左右逢远 酿冤欲 害人命 励志不清 欲暗不明 他声音凝重 俱俱见血 夜色微凉 亭中蝉鸣 蛙声连片 屋顶风起 掀起他的衣媚 气愤陡寒 只听少女声音 锋利如刀 坚毅决绝 他道 我要死人开口 尸骨说话 我要这天下无冤 励志清明 我要此生 再无憾恨 容景生静静地听着 凤眸浮现浓烈的笑意 他说这话 他信 他生来就该是 翱翔九天的凤凰 他愿为风 助他扶摇而上 这一夜 他们在屋顶上 哭坐到晨曦的霞光 拉开天边的帷幕 透出些光亮来 曲阵起身 动了动发麻的腿 看向容景生 下去吧 好 二人翩然落地 容景生落坐在轮椅上 看着院中酣睡的几人 眉头微沉 来人 属下在 其道人影闪现 单膝跪在地上 拖出去 容忽中让他们好好清醒清醒 曲阵看了眼他们 想起昨晚谈金的话 劝道 王爷 他们昨晚也并未当值 要不就小惩大剑 给个教训就是了 醉成这样扔进湖里 怕是要折腾好久 暗影闻言 看向容景生 等待着他的吩咐 容景生道 把他们拖回去 暗影扛起几人 身形闪动 很快就消失在眼前 用过早晒 曲阵将枯雪草 枝叶分离 晒干保存 又取了些容景生的血液 准备做分离研究 他端着玉碗刚转身 就听容景声道 珍珍 下毒的人 我查到了 第一百集 猛地听到这消息 曲阵端着碗的手 忍不住抖了下 驻足静听 却没有转身 根据芳华斋的出入账策 和临江府支 笋西县的行人特征排查 基本可以确定 对你爹爹下毒的人 出自阮家 容景生轻声道 这消息 我昨夜才收到 阮家 阮这个姓氏 并不多见 曲阵紧攥着玉碗的边缘 应用力过猛 指节都有些发白 他当日忙着 艳看安平郡主的失身 忘记了芳华斋 账策仪式 后来询问牧林史 就被告知 是容景生拿去了 他也没有多想 容景生何等人物 还不屑于做些小动作 来挟制他 必是有所考虑 阮家 是什么来历 半上他开口问道 声音带了几分良意 能用得起离肖木的人家 非富即贵 想必不是寻常人家 当今晋国功夫姓软 一等国功夫 欲赐镜子封号 嫡子软吉 承袭爵位 封太子太妇 嫡子子软淑白 领衔刑部尚书 正三平之 所及因妻 皆是世家大族的女子 深得陛下宠信重用 宠锦生答道 他抬眸 深深地看着那一道 僵硬的身影 珍珍 我不常出府走动 对于阮家 其他人不甚了解 但因大理寺 与刑部分管的神力与符合 刑部尚书软书白 我还是知道几分的 他为人守正不阿 性情磊落 是个君子 到底是谁 查查就知道了 他深吸了口气 抬脚走到桌案前 将玉碗轻轻割下 尽量使自己的语调 听起来与寻常无异 然而杀父之仇 刻骨铭心 屈真周身 散发着害人的杀意 那前往笋西县下毒之人 找到了吗 他又问 找到了 此人名唤郭怀罗 是阮大人的乳母 现今就在阮家 阻宅中养老 顾伯夫被害那几日 他曾离开府城 前往笋西县 他知道 说出这个消息 以他的性情 定混深究 郭氏一个乳母 能和顾回春 有什么牵扯 让他时隔十六年 还要痛下杀手 推算时间 唯一的解释 也就只有屈真的绅士 靖国公府 不比平侯府 那是真正的百年传承 忠明鼎时的 三英世家 玉丰的公府 杀过回春之人 真要是国公府的某位主子 他想要血债血偿 那怕是不易啊 我知道了 多谢王爷 他微微汗手 语气疏离 看着态度 容锦生就知道 他下了决心 断不会容许他 插手此事 凡事不可逞强 须量力而些 他叮嘱了句 控制轮椅 转身往外走去 这是他的骄傲 他懂 所以不会强行干预 林江府不比汴京 阮家的老宅 也不比靖国公府 以他的功力 想走一遭 不是难事 屈真看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玉翠楼外 抿了抿唇 继续研究药物 午膳之后 沐浴歇息 为今夜的行动 养精蓄锐 是夜 夜黑风高 乌云碧月 他换上暗影 找来的夜行衣 将满头青丝挽起 用黑金裹住 扯起黑布 蒙住面容 身形一闪 就出了玉翠楼 景元的暗影分布 他早就烂熟于心 仔细地避开 出了景元 纤细的身影 没入了夜幕中 消想馆内 容景生听着暗影来报 缓缓地割下了手中的折子 叹了口气 他还是去了 公子 你要去看看吗 唐月趴在暗街上 逗弄着白天 逮住的小鸟 听着这声叹息 歪头问道 他不想公子去 容景生指负 摩索着轮椅的把手 心不在焉地倒 他 唐月想了下 不满的皱眉 那个讨厌的疯姑娘 他一来 公子陪他玩的时间 都被抢走了 凭什么要听他的 唐月想去 他来了脾气 从位置上窜起来 蹲到容景生的身侧 湿漉漉的眼睛 可怜巴巴地盯着他 真想去 容景生眼底 闪过魔笑意 唐月要去 唐月浑然不觉 已经入了别人的套 郑重其事地 宠妇道 屋外的暗影 捂住了眼睛 已经不忍直视 他们主子 早就想跟上去了 奈何 没有合适的理由 这傻孩子 那就走吧 公子陪你去看看 容景生话落 风眸溢满了笑意 唐月雀跃的欢呼一声 全然没有看到 四周树道同情的目光 一心想着要去看热闹 推着容景生出了消想馆 主子为了屈姑娘 居然连小孩都骗 暗处传出到细血的声音 好在唐月心大 否则要知道主子是故意的 不知道躲哪儿去哭了 你要不想跟谭青他们一样 最好管住嘴 什么叫骗 那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有人笑嘻嘻地接了句 快别说了 主子都走远了 赶紧跟上 众人回过神来 树道残影闪过 追着容景生的方向而去 屈真借着月色 在街巷中穿行 身形如落叶般 轻盈灵动 白日他问暗影 要过临江府的详细地图 根据记忆 很快就找到了 阮氏老宅所在 那是坐落在临江府西城的 唯一的一座大型府邸 漆进宅院 白墙带瓦 威严显赫 还附带着一个后花园 将临江府最具特色的西盐湖 揽了大半风光 屈真足间清点 上了屋顶 悄然潜行 按理来说这个时辰 大多该熄灯歇息了 然而阮氏老宅正堂方向 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他正想找个人询问 郭氏所在 刚落地 就听到一阵脚步声 从转角处传来 他立即隐蔽 放缓了呼吸 后背紧贴着墙壁 你们刚才瞧见没啊 那小工业 模样俊秀 谈吐不俗 衣身轻贵 到底是边境来的人物啊 平日里临江府 哪来这么出调的公子哥啊 怎么 纯心荡漾了 有人戏谑地打去了声 就听先前那姑娘 赤马道 你这张坏嘴 怎么没将萌萌给撕烂啊 什么纯心荡漾 那样的公爵门户 出身的贵公子 我哪敢肖想 门看上一眼 就吃足了 你说的也是 那可是小工业啊 世袭爵位 人品才华 皆是一等一的 咱们是什么身份 自然拎得清楚 可有人拎不清啊 这话音四朝四风 骤然拔高了几个调 吓得他旁边的姑娘 声音都有些发抖 哎呀 姑奶奶 你小声点声波 这要被郭嬷嬷听到 鱼顿板子都是轻的 怎么 我说错了不成 你不瞅瞅他那孙女什么东西 也敢妄想着塞进小工爷的房里 我就看不惯他们祖孙那狗张人士的嘴脸 不就是为了几口奶吗 真当自己是什么正儿八经的主子了 我呸 哎呀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快别抱怨了 正堂那边还等着我们送酒水呢 这要去迟了 我嬷嬷又得借铁发挥了不是 罚就罚 我还怕他不成 我老子娘也是阮府的管家 他能吃了我不成 哎呀 你不怕 我怕行不行啊 祖宗快点吧 两人的脚步声渐远 屈真从廊柱后绕了出来 清冷的面容忽明忽暗 郭嬷嬷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101集 屈真跟着那两婢女穿过长廊 月亮门进了正堂 她伏低身子趴在屋顶上 掀开瓦片 顿时透出些烛光来 她借着这缺口探眼往下看去 正堂内歌舞声平 司主管前之声不绝于耳 公愁交错 谈笑艳艳 小公爷 不知老国公身体可还好 端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头发花白 拄着拐杖 但是目光绝朔 面色红润 看起来身子骨极为硬朗 托其老的福 祖父一切安好 就是想念您这些旧友 特意嘱咐一儿路过临讲府时 带她上门拜访 男子声音轻悦 说话条理明晰 不疾不虚 显然教养极好 国公客气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 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 果不惯汴京城里那些 风风雨雨的日子 索性贤富在家 托个亲戚 倒是累得小公爷 还专门跑上一趟 几位齐老相视一笑 心情都极好 齐老这般说话 真是折杀影了 男子起身 对着几人拱手一礼 好了好了 玩笑罢了 你瞧这孩子 居然认真了 快坐下吧 该吃吃该喝喝 千万别拘谨 主位上那老者发话 男子微微汗手 重新落座 酒宴依旧在继续 缺阵短暂地 打量了那男子片刻 移开视线 在正堂中 寻找着郭氏的踪迹 结果 郭氏没找着 反而在角落里 瞧见为他领路的 那两个小姑娘 和人吵了起来 他合上屋顶的瓦片 挪到他们头顶的位置 再次揭开 这次就听得清楚了 你祖母是郭嬷嬷又怎么样 我娘还是前面的管事呢 明明是个丫鬟 整日里却插花赏柳 吟风弄月 摆出做小姐的架势 你不照照镜子 瞅瞅自己什么德行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不再说一遍 怎么了 人家小姑爷出身名门 世袭爵位 你什么身份 说出去我都替你扫的话 两人吵得热闹 估计这手里的东西 却不敢动手 只是距离越来越近 被挤在中间的小丫鬟 瞅瞅这个 又瞧瞧那个 满脸的巨色 不知所措 屈臣也听明白了 原来这个穿着 鹅黄裙衫的婢女 就是先前他们嘴里说的 郭氏那个 妄图攀高枝的孙女 她私下看了看 唐中伺候的嬷嬷婆子不少 很难分辨得清 到底是哪个郭氏 不如让她自己走出来 两个小姑娘吵得越发厉害 屈臣瞅准了机会 宁气于止 隔空打在了郭氏孙女的腿弯上 她惊呼一声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朝前扑去 托盘砸落 酒坛砰的一声四分五裂 碎了满室的浓香 堂中有刹那的寂静 尖锐的声音滑过每个人的耳膜 好在乐师反应极快 再次抚琴 歌舞继续 但这番动静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他们三人连忙爬起来 望着一地的狼藉 吓得脸都白了 这 这和无关 是你们弄的 郭氏的孙女急忙撇清关系 说着还往后退了两步 那脾气火爆的婢女 听了这话 就要发作 袖子正巧被人扯了吧 刚抬头要询问 就瞧见围观的仆役们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这时一老妇人 急步走了过来 她身形富弹 穿着灰褐色的长笔甲 灰白的头发 竖得一丝不苟 整整齐齐地 马在了脑后 阴沉着脸 扫湿了一圈 却真下意识地 抓紧了手中的瓦片 她知道 今夜要找的人 就是她 郭氏 那鹅黄色群衫的姑娘 看到来人 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连忙迎了上去 委屈道 祖母 就是他们闹的 咱里要承地 给小公爷的酒 郭氏文言 怒视着他们 郭嬷嬷 弄兵们知错了 您别生气 那脾气最小的小丫鬟 瑟缩着身子 连双讨饶 知错 你们知不知道 今日贵客是什么身份 也敢在大堂追逐打闹 弄洒了酒水 郭氏沉着脸 开口训斥 谁知话刚说了一半 并被另一个婢女 给截断了 嬷嬷 您八人钱是不是该问清楚 明明是你家孙女走路不长眼睛 往我们身上撞 这才撒了酒水 怎么到您嘴里 都成我们的过错了 你竟敢顶嘴 别以为你老娘也在服装管事 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无法无天的是 谁嬷嬷心里有数 明明是他撞上我们俩的 你却偏有一股脑栽在我们身上 不就是仗着乃过几个主子的功忙吗 你若非要罚 那奴婢也只能豁出脸面不要 在周围齐老面前变上一变 悄悄到底是谁的错 说着 那姑娘就要往正堂冲去 吓得她旁边的婢女 连忙伸手拽她 扭头对锅似的 嬷嬷 真的是心儿装上来的 是她 郭氏脸上青红交加 怒视着他们却没再责骂 但他身边的小姑娘不一了 扯着郭氏的胳膊摇晃着 祖母 就是他们俩 你瞧我心换的裙子都脏了 这模样怎么上去敬酒啊 不要被人笑话死的 今夜小公爷到访 阮氏合族的骑劳都在 真要闹到堂上去 丢了脸面 谁也讨不了好 郭氏瞥了眼自家孙女 知道机不可失 要能得了小公爷的青睐 大把的富贵荣华等着他们 何必和两个小丫鬟置气 等过了今夜 他自有法子处置这两个剑蹄子 住在这儿做什么 还不赶紧把东西收拾了 重新取酒来 郭氏又骂了两句 扯着自家孙女就出了正堂 往后院走去 祖母 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了 兴儿不依不饶地纠缠着 还想回去撕了他们的脸皮 郭氏恨铁不成钢地 戳了戳他的脑门 压低声音说道 你个蠢丫头 眼下最重要的是抓住小公爷 等你夹进了郭公府 还用得着和那俩丫头之气 放心吧 来日方长 不会叫他们好过的 提起小公爷 兴儿心神荡漾 也顾不得别的事了 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祖母说的是 那我们快走吧 这才是我的乖孙儿 郭氏满意地笑了声 扯着他穿梭在后院 越走越是冷清 府中的丫鬟蒲翼凑去前院 看热闹了 后院反而比往常更安静 曲针悄无声息地跟着 直到他们进了间屋子 机会来了 第102集 屋内 郭嬷嬷关上门 就走进了内室 打开衣柜 一边翻找着 一边道 心儿啊 你可要争气些 你祖母 我在阮家过得再风光 那也是个吓人 要看人脸色活着 你要争跟了小公爷 祖母我才算是熬出头了 虽说笔下登基后 不知是何远游冷落了去过功夫 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他们就是指甲缝里流出点油水 也够我们祖孙俩吃一辈子 错过了小公爷 你可就再遇不上这么好的世家公子了 所以一定要仔细收敛你那脾气 别怀了事 哎 我说了半天你到底听没听进去 他叙叙叨叨的念着 突然发现身后没有动静 转身看去 屋内烛光明灭 寂静的 似是没有人生 不知为何 郭嬷嬷只觉得一股凉意 从脚底直窜头皮 冷得他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杏儿 他试探地换了句 扔下手中的衣服往外面走去 空荡荡的屋子里 只有他的脚步和呼吸声 没人应答 死一般的寂静 到了外间 就见杏儿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这时屋内的烛火 猛地跳跃了两下 郭嬷嬷的心瞬间揪紧 下意识地就要大喊 张嘴的瞬间 眼前寒光一闪 脖梗被冰凉的刀锋 紧紧地抵着 身后传来一道清冷的女声 你猜猜 是你喊得快 还是我的匕首快 屈臣竭力压抑着 内心久违的嗜血杀意 目光森然 郭氏吓得双腿打颤 他很清楚 只要他敢出生 那匕首下一秒 定会毫不迟疑地 划断他的喉管 姑娘 有何好好说 我不喊 绝对不喊 你能不能先把匕首拿开 郭氏试探地往后躲了躲 还不等他松口气 忽然觉得脖梗一凉 尖锐的刺痛 传遍了他每一根神经 血清味在空气中逐渐弥漫开来 他下意识地就要呼痛 好在最后一次神志尚存 死死地咬着唇瓣 不敢再动 来人说动手就动手 杀伐伶俐 毫不迟疑 真的很难想象 居然是个姑娘家 他何时得罪了这种人物 屋内诡异地安静着 冷汗顺着郭嬷嬷的脸颊 躺下 每分每秒于他而言 都是煎熬 他小心地问道 姑娘 你我无冤无仇 为何非要兵刃相见呢 无仇 郭嬷嬷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笋西县 顾家医馆 你做了什么 要我提醒你吗 听到笋西县这三个字 郭氏的瞳孔骤然一缩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你是谁 他颤声问道 可是丹博的衣料 屈真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在颤里 握着匕首的手紧了紧 声音寒沉 你杀的人 是我爹 不 不 这不可能 在那些人的围攻下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郭氏连连摇头 脖梗的伤口 在刀锋上磨蹭着 又划了几道口子 他却恍然畏觉 沉浸在自己的恐惧中 你不可能是他 他已经死了 死在了笋西县 我没杀人 人是他们杀的和我没关系 你要保重 就去找那些人 不要来找我 他惊恐交加 仿佛失了神志般 反复念着那几句话 那些人是谁 说 屈真用匕首紧紧地抵着他的脖梗 绕到郭氏面前 紧盯着他的眼 冷声吃倒 别装疯卖傻 我能查到你身上 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人是你杀的 郭氏言语间谈及那些人 他知道还有另一拨人要杀他吗 他们认识吗 屈真飞速地思考着 在微弱的烛光下 他的眼神明亮灼人 仿佛能窥破一切谎言 郭氏面上的疯癫之色退去 换上了一副异常平静的模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你杀我爹时 用的毒药是乌头 中毒者刺之麻木 头晕 视力模糊 呼吸困难 进而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失常 血压下降 随后死亡 你去见我爹那日 提前送了消息 约好了石山 那时爹爹想必 是不愿意他和郭氏照面 所以才会借着送药 把他支走 郭氏文言震惊地看着他 乌头溶于水后 很难再查出来 他为何会知道 又是如何 查到了他身上 你趁我爹不备 将石山碾碎的乌头粉 倒在了茶杯里 茶叶的味道 掩盖住了乌头的苦味 是以叠叠冰为发觉 他喝下茶水后 毒性发作 其身想要抓药解毒 却因药效而炫晕 打翻了茶盏 你本该看着我爹断气 守着我回家后再杀我 却不曾想 院中突然来了一批黑衣人 你连忙翻窗逃走 那时 我爹已经晕死过去了 昏厥 才会被那些黑衣人 从背后一箭穿心 连打斗和抵抗的痕迹都没有 随着他每段话说出 郭氏眼中的恐惧之色 越发浓烈 几乎控制不住地颤抖 这姑娘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清楚的就好像是亲眼看到的一样 你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的是你吗 屈真接了他的话 眸光炸冷 气味 林肖木的气味 虽然起大 但还是被我发现了 芳华斋的账错 你的行迹两相印证 下毒之人 自然是你 郭氏沉默良久 再不反驳 冷笑了声 哼 你就算是查到了 是我又能怎么样 你侥幸捡回一条命 就该找个地方苟活着 聊此残生 居然还敢找来阮家闹事 我真是外事生的贱人 和你那天不支持的娘一样 都是 他怒骂的话刚说了一半 屈真杀意狂用 手起刀落 就见血光喷溅 郭氏的左手 被齐齐地切了下来 郭氏痛得浑身痙磷 捂着断腕 撕心裂肺地吼着 却因被点了哑绝 发不出半点声音 屈真收回手 一把将郭氏推开 那血溅了他一身 温热的血液 紧贴着他的肌肤 震热的灼人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郭氏 如沙神般 清冷的眸子染了血 说不出的腰翼冷立 郭氏发了风扮 扭头朝着门外爬去 屈真也不动 就冷冷地看着 直到他爬到门边 只需伸手轻轻地一拉 就能抓住活命的机会 郭氏抬手 手摸到了木门 冷冷地带着脊子 潮湿的一味 他面上一喜 正要用力 就看到一双漆黑的靴子 停在眼前 他抬头 正迎上屈真 杀气四溢的眼 那声音犹如从地狱传来 阴冷森染 郭嬷嬷 你这是想去哪儿啊 第103集 郭嬷嬷真的快要被逼疯了 手腕的血不停地流着 剧痛撕扯着她的神经 眼前这人似妖似鬼 手段狠利 无所不用其极地琢磨着她 她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示意屈真解开雅穴 屈真冷笑 在她逐渐崩溃的目光中 出手解穴 丝毫不担心 她大喊 把人招揽 你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为你爹报仇吗 为何不直接杀了我 郭氏汗如雨下 强撑着坐起身子 大口地喘着粗气 颤声道 你知道为什么 即便是因为她的身世 郭氏作为一个下人 也没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她要知道的是谁 指使郭氏杀她妇女灭口 还有 她娘到底是谁 和阮家又有什么关系 难道 你还想为了一个香野大夫 找阮家报仇吗 郭氏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那眼神仿佛是见了鬼 欠赚还钱 杀人偿命 有何不可 屈真冷声问道 就是他们口中的香野大夫 抛弃了自己的前程 姻缘 数年时光 为了她这个没有半点血缘的女儿 呕心沥血 最终赔上了性命 她是她的爹爹 是亲手将她拉扯大 精心教养 呵护备质的爹爹 哪怕报仇之路 荆棘遍地 万人为敌 她 亦不拒 你疯了 肯定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阮家是什么人家 也敢想着报仇 你不用浪费时间了 我不会说的 郭氏面如死灰 心知自己难逃一死 索性闭上了眼 决决道 不说 死我一人 说了 死的就是我全家 你知道我会怎么选 她不像这姑娘 截燃一身 可以豁出性命 他们一大家子的人 都在阮家 在内人的控制之下 要是敢背叛 绝对是灭顶之灾 你难道就不怕 我灭了你满门吗 屈真怒火中烧 匕首朝着她 又逼近了几分 谁知郭氏 悠悠睁开眼 眼神复杂 你不会 她这般笃定的语气和神情 倒是让屈真面色僵致 你怎知我不会 郭氏看了眼杏儿 她的身子 还有轻微的起伏 这姑娘只是打晕了她 并未伤及性命 屈真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眼神露宁 唇色更白了几分 她竟忘了杏儿的存在 姑娘并不是试杀之人 否则杏儿早就断气了 郭氏疼得近乎昏厥 强冲着道 我都杀你爹 你杀我包仇是天理昭彰 因果轮回 你爹是你的软肋 我全家二十来口 也是我的软肋 你杀了我吧 她一脸赴死的决决之态 像是看准了屈真 不会对杏儿动手 屈真手中被冷汗浸透 凉如冰 怒如海 她心底有无数的声音叫嚣着 杀了他们 然而李志却告诉她 不能这么做 杀郭氏是血债血肠 可对无辜之人下手 她办不到 场面一度僵致 四周死寂 静得只剩下郭氏的粗喘声 梁酒屈真再度开口 声音冷沉 我娘 到底是谁 郭氏没有料到她会突然发问 抬眼看她 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屈真借着透过窗的月光 仔细地审视着郭氏的反应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不放过任何细微的情绪 企图看出些破绽来 然而毫无破绽 她问我娘是谁 郭氏答 不知道 这个答案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郭氏也不知道 她娘亲到底是谁 第二种 郭氏知道她娘是谁 但不知其身份来历 因此也答不知 是不知何人 还是不知是何身份 屈真又问 呼吸刻意放缓了几分 不知身份 有了断腕的前车之鉴 郭氏清楚 眼前之人并不是什么善男戏女 能说的也就不敢隐瞒 别说她不知道 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十多年前的命案 知道内情的当时都被灭了口 侥幸活着的只有她和顾回春 如今顾回春已死 看样子什么都没有透露给这姑娘 她也不会说 怎么会不知 我娘在你软家待了那么久 已经说不知身份 屈真蹲身 匕首游走在郭氏的脸颊和脖梗上 感受着她因恐惧而颤厉的身子 嗜血一笑 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吗 她知道幕后真凶是问不出什么了 正如郭氏所言 他们一大家子的命都捏在别人手里 没关系 既然她的身世和阮家有关 那么指使郭氏杀人的 无非就是阮家那几个主子 她有的是时间 哪怕过去了十六年也查得出 但她 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娘亲一无所知 必须从郭氏口中问出些什么 姑娘 我是真不知道 当年二公子亲自将她送回老宅安泰休养 只说是她新进门的夫人 匆匆记上了族谱 还为平气 至于姓氏名谁 籍贯何处 通通未提 就连族谱上也只记载了连夫人三个字 在此之前 府中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存在 妾氏进门 为给主母敬茶请安 得起赏赐 便不算是被承认了身份 既没有身份 自然算是阮家的外事 哪怕上了族谱 这些阮家也无人承认她的存在 包括眼前这个 本该是喉门千金的姑娘 你口中的二公子 是行不上书 阮书白 就是那个容锦生说 刚正不阿 光明磊落的君子 不知为何 屈臣突然觉得有些嘲讽 对 郭氏点点头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看来这姑娘来之前 已经调查过阮家 二公子就是她的生父 十六年过去了 你们还如此着急灭口 莫非是有人在找我 屈臣试探地问了句 就见郭氏 瞳孔微不可见地缩了下 揭灭了唇 这代表她在紧张 下意识地拒绝 或者是回避这个问题 看来是被她猜中了 找我的人是谁 是阮书白 是杀我爹的凶手 是杀我娘的凶手 是杀了我爹娘的凶手 她不停顿地继续追问 郭氏脸上的神色变了隐瞬 虽然奇怪 但她还是捕捉到了异样 郭氏在听到阮书白的瞬间 眸光有轻微的波动 而后面三个问题 她唯有在最后一个问题上 稍有不同的反应 软书白在找我 杀我爹娘的人 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屈臣醋眉低声念了句 郭氏面色骤变 虽不知道屈臣 是怎么看出来的 但显然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她眼底闪过一抹痕令 趁着屈臣漏神的刹那 一把抓住她的匕首 送进了自己的心脏 身子缓缓倒下 郭氏眼角的余光 瞥见那抹鹅黄色的身影 嘴角往外流着血 却牵起了柔和的弧度 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野种能在那些人手里活下来 急匆匆的就往汴京去了线 邀功勤赏 要是被那人知道 定是雷霆之怒 希望她的死能平息怒火 不至于牵连家人 变故突生 驱着猛地反应过来 匕首已经连根插入了郭氏的心脏 仅三两个呼吸的时间 她已经断气了 屋内光影昏沉 烛光不时何时燃尽 陷入了一片黑暗 郭氏的尸身和断手 静静地躺在血泊中 她面色安详 半钟的眼中还残留着些许 不舍和痛苦 但更多的是释然 砰的一声 屈真心底怒意翻涌 一拳砸在桌上 桌面立即陷下了一个深坑 她视线缓缓地掠过郭氏 移到那抹鹅黄色的身影上 眼底血腥逐渐凝聚 却在片刻后 合眸 再睁开 已经是一片清冷之色 屈真从二人身上跨过 拉开门 缓步而出 遥望向汴京的方向 杀意凛然 郭氏的死 才是刚刚开始 杀害她爹娘之人 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必要他们血债血偿 念落她再不耽搁 顺着来时的路返回 此刻已尽丑十三刻 正堂的灯火已熄 几个婢女正含羞待怯地 领着贵宾 走在前去客院的小路上 小公爷 你慢些走 夜路难行 可别磕之碰着了 瞧你说的 习武之人夜能识路 小公爷武功灼燃 哪用得着你瞎操心 来者是客 小公爷是府中贵客 我都说两句怎么了 几人在前面 小声的嘻笑打闹着 被称作小公爷的年轻男子 鹅冠博带 一袭月光白的锦衣 满身轻贵之气 缓步行在后面 闻言笑笑 并未多话 行至幽静转角处 他脚步默得一顿 眼神陡然锋利 朝身后望去 他的两个侍从 也瞬间紧绝起来 正欲出手 照看好他们 我去去就会 男子撂下句话 身形如鹰般 飞掠而过 足间轻点在枝头 眨眼失去了踪迹 二人对视一眼 听话地留在了原地 以他们公子的身手 邻交府这地方 没有多少人 能威胁到他 去身足间轻点 刚踩上屋顶 准备借力离开 一股危机感 顿时漫上心头 破空置声炸响 又然 念落 他来不及思考太多 悬神闪避 只见一折扇 飞旋而来 在半空中 划过道道冷芒 又说长了眼睛般 直击他的命门 却正凌空后翻 避开这一击 一脚踹向扇柄 趁机摸出了三根银针 曲指弹出 与折扇前后脚的 朝着那人飞去 叮叮叮的 接连三根银针被打落 那人身形如鬼魅般掠过 一把挽住折扇 缓缓地落在枝头 风洞树影摇曳 洒洒作响 男子绿鱼之头 一身月白色的锦袍 流光溢彩 如拢了层层双色 月半风高 姑娘在别人屋顶 肆意来去 怕是有失体统吧 曲针瞥了眼 他脚下纹丝不动的树枝 心中锦铃大作 来人是个高手 他仔细戒备着 警方他突然出手 袖中的手翻转 出现一个 瓷白的小瓶 抹开瓶塞 无色无香的气体 融入清风中 朝着那男子飘去 闻言 曲针面上 悠然笑了声 反唇相击倒 善理藏风 小公爷悄然出手 欺凌我这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不也是有失君子风范吗 刚才那扇面中 暗藏着竖饼小刃 被刮倒 就不是掉层皮 那么简单了 弱女子 男子闻言 朗笑两声 摇头道 哈哈 藏风之善 是我惯用的武器 你能将它打回 还分神趁机偷袭 岂能用弱女子三个字来形容 她没感觉错 先前在阮氏大堂 就是这股气息 只是人生杂乱 遮掩了过去 这女子来阮家 到底想做什么 银真也是我惯用的武器 岂能用偷袭来形容呢 她反问了句 抬手 轻拨了下挡在眼前的发丝 趁着这瞬间的功夫 一粒乌黑的药丸 弹入口中 立马吞下 这细微的动作 并没有引起那男子注意 她似是仔细考虑了下他的话 觉得颇有道理 微微汗手 那 就算在下措辞不当 给姑娘赔礼了 不过 你夜闯明宅 我总是要带你去见下这府邸的主人 话说分明才是 说着她就要动手 屈真立即警惕地退了步 笑道 公子 我不过是无意路过 正巧撞上了 一没道 二没抢 你又何必这么执拗呢 她的确是没头没强 不过 她杀了人 恰好路过 姑娘还要趴在屋顶上偷听啊 她手中折扇缓缓打开 轻笑着问道 屈真心惊 那般嘈杂的环境 她也能察觉到她的存在 感知未免太敏锐了些 不过这种情况 她肯定不会承认 公子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懂呢 她嫣然一笑 又往后挪了步 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算算时辰 要笑 也该发作了 男子将她这些小动作 看在眼中 不以为意地道 听不懂没关系 进了主家 自然就懂了 她手指折扇 缓缓指向她 该结束了 是吗 却真抬眼 眼中的笑一淡去 声音乍冷 说我不愿去呢 男子挑眉 语气依旧是不急不缓 那在下 就只好请你去了 画外之音 就是要动手了 小公爷 不妨试试 他轻瞥了眼 后院的方向 这时候 阮家的下人 应该都回去歇息了 很快就会发现 郭氏的死讯 他得尽快离开了 眼下 要先解决这个男人 好 那就试试 男人应了声 刚已运功 丹田之处 就传来一阵剧痛 痛得他面色助变 几乎无法维持平衡 缓缓落在地上 他看向曲真 那平和的眸子 附了层寒意 冷道 你下毒 对啊 曲真坦然地点了点头 虽说真打起来 他未必会败 但肯定会招来更多的人 他今晚目的已经达成 自然不想再纠缠 解药拿来 他强行提气 痛得浑身痙磷 静止从枝头坠落下去 量抢着半鬼在地上 两个时辰后 毒性自会消散 我去解药 他话落 就听后院嘈杂声炸起 火把瞬间点亮 紧接着有人扯着嗓子大喊 杀人啦 快来呀 有人被杀了 那声音遥远 被风切割成了 断断续续的碎音 但以他们的耳力 自然听得清楚 取着没想到 这么快就会被发现 转身越走 男子强撑着站起身来 沉顺问道 是你杀的 是又如何 小公也难道以为 凭你现在的模样 能拦得住我吗 他冷笑了声 瞥了眼他苍白的脸色 懒得多说 足间轻点 几个起落 消失在软斧的高墙外 男子眯着眼睛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腹部的剧痛 一阵阵冲击着他的神智 提醒着他 他被一个小姑娘算计了 是什么时候下的毒呢 他仔细思索着 刚才的一幕幕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直到想起 最初他们交手的刹那 脑海中灵光乍现 他知道了 原来从一开始 这女子就没有打算 与他交手 所以借着躲避的动作 站在了上风口 之所以与他闲聊 是在刻意拖延时间 等待毒药 发挥作用 好深沉的心思 步步为营 功于心计 林江府还有这般人物 看来 该好好查查了 月色下 唐月推着荣锦生 站在不远处的 酒楼屋顶上 遥望着阮家老宅的状况 待看到那抹纤细的身影离去 荣锦生脖唇勾了勾 扭头道 回去吧 唐月疑惑地皱了皱眉 嘟嘴道 公子 那我们来做什么呢 站在屋顶上吹风吗 松锦生挑眉 眼神无辜 不是你非要来的吗 乍一听 这话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唐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也懒得琢磨 痛快地点了点头 也对 那我们回去吧 藏在四周的安影 一阵无言 这孩子也太好糊弄了吧 警员欲翠楼内 屈阵刚脱下夜行衣 就听外面传来脚步声 略有些沉重 他瞬间警醒 谁 姑娘 奴婢灵儿 奉命来送热水 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住 恭敬的 奉命 奉谁的命 曲针拧眉 侧手看向门口 王爷临走时吩咐过 要奴婢们准备好热水 姑娘夜里要沐浴 誓容紧声 曲针文言 正细一带的动作僵住 唇半不自觉的 闭成了一条线 他竟连这些小事 都想到了 进了吧 他眉眼的冷意 烧散了些 披上外衣 转入屏风后 两个婢女推门而入 抬着热水 来来回回两三次 将浴桶填满后 浮身行了一礼 出去的时候 还仔细地关上了门窗 礼间水雾阴晕 曲针退去衣衫 任由身子 缓缓地没入浴桶中 瞬间浑身的毛孔 都舒适地张开了 阴受怒而冰冷的手脚 也在逐渐回暖 他背靠着浴桶的边缘 仰面躺着 青丝湿漉漉地 垂在肩上 合上眸放空大脑 不知何时 沉沉地睡去 铃铛 闭上眼 没事的 我没事的 别怕 熟悉的声音 在嘈杂的脚步声中被淹没 鼻尖萦绕着 刺鼻的消毒水味 那独属于一气冰冷的滴滴声 如立刃般 将他的心 切割成无数个碎片 疼痛感 瞬间将他游离的意识 扯回躯体 去沉默地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 是四周冷白 犹如镜面的墙壁 和各种繁杂的设备一切 这是 实验室 他瞬间手脚发软 通体冰凉 正正地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恐惧 愤怒 屈辱 极其地涌上心头 似是生生地 要将他撕裂 我说了 准备手术 否则 我就杀了他 身后传来一道 冷酷无情的声音 紧接着他身子被一把往后扯去 冰冷的握脚 死死抵在他太阳穴上 那声音 那个人 化成灰他都认识 早在实验室爆炸的时候 就被他一枪爆头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屈震原本脑子疼得 近乎炸裂 在虚假和真实中 来回摇摆挣扎 越陷越深 却在听到这声音时 骤然清醒 不对 他分明逃离了这个地方 考入了医学院 成了国内外 最年轻的脑外科院士 成了国家的首级法医 死于一次特殊行动 浑穿大盛 他才杀了郭氏 回了玉翠楼 不是应该在沐浴吗 怎么会在这 难道又梦魇了 屈震低头 看了眼自己的手脚 这般大小 约摸只有五岁 他苦笑了声 果然 这地方 承载了他三岁到十三岁 所有痛苦和血债 是他永生 难以挣脱的噩梦 隔着站透明的玻璃门 能清楚地看到 那约摸八九岁的孩子 被一群人抓着手脚 用镣铐 锁死在手术台上 旁边站着两人 且穿着手术服 一身是血 其中一个年轻女子 有些崩溃地扯下面罩 哭喊道 可 可他还是个孩子 那要怎么样 你自己选 是要谁活命 话落 那抵着他死穴的枪口 又猛地往前移送 戳得他一个裂剪 去震怒从心起 下意识就要动手 然而 他的手脚似乎被定住般 纹丝不动 别别别 我这就手术 我 马上就去 那女大夫 喊泪朝他看来 绝望而麻木 旁边的男人 揽着他的肩 低声安慰着 转头对他努力地 挤出了个笑脸 无声地道 蓁儿 别怕 是爸爸和妈妈 他们是世界顶级的医学博士 本该前途光明 却被人携制 躲在这暗无天日的手术室里 不分昼夜地 进行器官移植试验 为了保住他的命 救人的手 被迫杀人 如今那些人 已经不满足此刑犯了 要对孩子动手 阿渊 他泪流满面 看着那手术台的孩子 心底撕心裂肺地怒吼着 想要冲破桎 冲进去把他给抢下来 杀 杀光这些人 嗜血的念头 在脑海中疯狂地滋长 他明知是梦 还是拼尽全力地 想要挣脱躯体的束缚 想要带他们离开 小铃铛 听话 闭上眼 我就是睡一觉 很快就醒来了 那男孩子见他望去 哪怕眼底恐惧万分 依旧咧着嘴 对他笑着喊道 闭眼 别怕 灵刀 别怕 他赤红着眼 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杀人 痛 太痛了 痛到哪根神经 哪块骨头 都在颤力 就在此时 一道温柔却急切的声音 猛地出现在他脑海中 忽远忽近 听不真切 他疯狂的杀意 就像是被冻结般 周围的一切声音和痛楚 逐渐远去 唯有那道声音 越发的清晰 辰辰 辰辰醒醒 辰辰 周身的温暖和水流 抚慰着他的每一寸肌肤 驱着猛地睁开眼睛 浑身一颤 激荡出 哗啦啦的水声 眼前是容景生 鬼斧神功般的容颜 他满面焦急 风眸 染了一些金黄之色 辰辰 你怎么样 还好吗 屈真愣了片刻 理智 缓缓回笼 轻轻摇了摇头 我没事 他只觉得浑身发软 提不起力气 有种极致悲痛厚的虚脱感 不知他睡了多久 水已凉 阴晕得水无散去 周遭的一切景致 都看得分外清楚 屈真垂眸 身子往水下沉了沉 声线还带着几分初醒时的慵懒和低哑 王爷 劳烦你先回避一下 话落 容景生才想起他的状况 胃灼寸缕 他血颜瞬间爆红 匆匆地应了声 然后是近乎失他的转身逃到了外间 他周身如火烧板 手轻按着狂乱跳动的心脏 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刚才一眼的风情 他青丝静润地散在胸前 圆润的肩膀弧度极美 修长的脖梗肌肤赛雪 水波微样 裹着那胶躯万千春色 他合眸静念了几遍清心咒 才闲闲将那热潮压下 满面苦笑 他真是急糊涂了 念落 清浅的脚步声从屏风后传出 一步步多好似踩在了他的心肩上 容景生定了定神 故作平静地抬手针了杯茶水 脸眸起抿着 但那如月般的耳垂 上残余着淡淡的飞红 曲针穿好衣衫 缓步走了出来 在不远处落座 抬眼望去 就见他闽唇不语 耳根泛红 有些心不在焉地盯着手中的茶盏 凤眸静谧而深邃 这么晚了 王爷怎么会过来 他轻咳了声 打破这仪式的寂静 容景生被这声音 惊得猛然回过神 才发现他已经收拾妥当了 唯独那如墨井般的青丝 还顺碌碌地搭在肩上 他微微醋眉 忧道 怎么不先把头发擦干啊 没事的 他随手将尸发 拢至脑后 并不在意 迎上容景生担忧的视线 动了动唇 下意识地想说些什么 可又不知道 从何说起 两人都不是多话的性子 遇上这种尴尬的情况 同时沉默 虚语 容景生出声 解释道 我不放心你 就想着过来瞧瞧 正好撞见你房中 一样的声响 没有来及多想 就 他神色有些不自然 攥着茶杯的手 紧了紧 抱歉啊 是我失态了 没事 居真轻声道 当时他肩部以下 都沉在水中 什么都看不到 再说了 士奇从全 别说容景生如玉君子 一贯谨守礼仪 就是真的急色上头 凭他的异性肢体 接触恐惧症 能做成什么事 没事吗 他低难了句 心里有说不出的 复杂滋味 他竟然盼着他 此事能如同 其他女子般 不择手段 要他负责 也好过这般神色淡淡 仿佛什么事情 都在他心里 留不下痕迹 就像 怎么都抓不住的风 他合谋 眼去眼底的复杂之色 轻声问道 珍珍 你刚才 是做噩梦了吗 话题转得太快 屈真转了一瞬 点头硬道 嗯 是因为郭氏的死 容景生抬眼望着他 他知道 他性情清冷 看似对什么都不在意 可心软且善良 郭氏之前 他从未杀过人 嗯 屈真没有料到 他会这么问 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轻笑着摇头 不是 他以为 郭氏是他杀的第一个人 所以心生恐惧 才会梦魇吗 不是 那是为何 你刚才很痛苦 还换着阿渊 阿渊 是谁啊 容景生迟疑片刻 试探着问了句 他清楚地记得 他那时浑身插立着 唇瓣 抿得发白 紧闭的双眼 泪出不断地滚落 不停地唤着 阿渊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从他嘴里 听到这个名字 第六感告诉他 阿渊 是个男人 阿渊是谁 这个名字伴随着的 是他近十年的痛与愁 是他溶于骨血的阴暗 自私 残忍和嗜血 是永不能提起的伤疤 容景生的话 就像是一双大手 将他的心狠狠地撕裂 玉途把他血淋淋的伤口 坦于人前 他痛得发疯 但面上神色欲冷 王爷 这双手 你看出什么了吗 他没有直面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抬起手 在明亮的烛火下 来回翻转打亮着 那神情专注的 像是在心上一见 绝世奇珍 容景生一眼望去 这双手骨节分明 纤细修长 肌肤如雪 没有半点瑕疵 指甲修剪得刚好 泛着银润的光泽 是极为健康的月牙白 极美 他赞道 屈正文言勾勾勾唇脚 露出抹凉薄的笑意 你说我看到了什么吗 不等容景生打话 他冷道 血行 杀戮 这双手下 尸骨堆如山 血流成江海 王爷看不懂这双手 也不了解我这个人 自然 也无需了解 他默得站起身 随着最后一个字音落下 容景生手中的茶盏 砰得炸裂 茶水似箭 在他水天壁的锦袍上 晕染出团团阴云 一如他的眼 瞬间 蒙了雾色 屈正 他这突然又是做什么 划清界限吗 就因为他问了阿渊这个人 便要抹去他所做的一切 容景生凤眸尽霜 透着彻骨的寒 他就对你这本重要 他以为这些日子朝夕相对 他待他终于旁人有些不同 没想到 终究是他会错意了 是 他背对着他 冷声道 王爷 你我之间一场交易 莫要越界才好 身后八月天 如深东寒 曲针水袖下 紧拳着手指 渐渐地钻成拳 不知为何 竟觉得心脏 有些尖锐的刺痛 脚下刚想挪动 脑海中就浮现起 爸妈那绝望而空洞的眼 若没有他 或许一切都会不同 软肋 不该存在 不论是身负血海深仇的他 还是身处黄泉漩涡中的他 一事死寂 两心同伤 许久 容景生自嘲地笑了声 声音冷如冰 力如刀 狠狠在两人中间 批出了一道天欠 好 本王如你所愿 他化落 拂袖而去 窗外 乌云壁 月半遮 卷了凉风 刮进了玉翠楼 他身着单衣 冷得不禁打了个哆嗦 眼神有些茫然 原来夏夜的风 也寒呢 他转身走到容景生刚才的位置 就见地面上碎裂的茶盏 四分五裂的躺着 粗糙的断面上还染着些鲜红的血色 他受伤了 薛针紧抿着唇半 紧紧地盯着那几片碎瓷片 有些无措 半晌后他蹲身 一片一片地仔细捡了起来 熟悉的血腥器钻入笔尖 几淡 松青生 对不起 这一夜 玉翠楼灯火未接 萧香管流离灯长明 次日 阮家死了个人的事 传遍了整个临江府 一时间人心惶惶 以为专杀孕妇的连环杀手又出来活跃了 好在府衙查验后 很快平息了谣言 死的是个老嬷嬷 百姓这才放心了些 然而前夫尹头疼欲裂 恨不能赶紧去烧几株高枪 短短的时间 他辖区接连出了人命案 这不是要他老命吗 思来想去 他只能厚着脸皮赶到了警员 请黑云旗通禀屈真 玉翠楼成化的人还厚在院子里 不用说他也能猜到 府衙的来意 他面色有些古怪 淡淡的 劳烦去回了府衙大人 此案我帮不上忙 他杀的人请他去破案 自己抓自己吗 第107集 黑云旗传达屈真的意思后 前夫尹瞬间苦了脸 这 这屈姑娘也没有说为何能不上吗 没有 他冷冷地回了句 前夫尹垂头脏气地离开 将阮家的下人抓去了府衙问了个遍 又蹲在郭氏师身前盯着看了一天 眼睛都熬红了 也没有半点进度 隔天 屈真正在熬药 听到黑云旗的通传诧异的 又来了 嗯 他说调见姑娘一面 来人道 他摇上的动作一致 命案不破 临交府衙难以交差 不去查案 天天来找他 这是把宝都压在他身上了 你让他过来吧 屈真思索了下 头也不回得到 以他的手段 想让郭氏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世界上 不是难事 但他没打算这么做 杀郭氏就是一个讯号 他要剑纸变精 告诉那人 他 来了 前夫尹被领着进了玉翠楼的药房 说是房 实则是个单独的店鱼 店中左右两面 是贴着明纸的雕窗 事业极好 药柜丛丽 柜面上 刘金正凯 标注着各种中药名 正中墙壁 是用一整块白玉铺成 镂空雕刻着 仙鹤昭云的图案 前面不远处 安置着一排的药炉 湖嘴处 皆冒着白雾 咕嘟咕嘟地沸腾着 一女子 侧坐在旁 直扇缓缓扇着 似有些心不在焉 阳光透过雕窗 在她青色的衣衫上 落下斑驳的阴影 趁着她明镜 绝艳的侧眼 令人生出种 不似人间色的惊叹 姑娘 人带来了 黑云旗拱手 褪至一旁 店中寂静 不闻人声 曲针手上的扇子 不急不缓地扇着 等了半晌 诞声道 大人要见我 难道就是为了 站在这发呆吗 前夫尹 愣愣地看着她 似是没有回过神来 后在一旁的黑云旗 见状 鬼面俱下 眉头紧紧地拧着 目光不上 这老头什么意思啊 敢这么看着 他们家姑娘 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也不嫌臊得慌 钱大人 姑娘问你话呢 黑云旗两步上前 轻轻地在 前夫尹肩上 拍了两下 提醒道 剧痛 从肩膀处传来 疼得前夫尹 瞬间回神 一抬眼 就对上了那双 满是警告的眼 她心里一惊 猛地想起 陈王和屈震的关系 吓得冷汗直冒 连忙低头 对 阮家前日夜里 出了人命官司 死的是老嬷嬷 我追查了两日 毫无进展 想请姑娘去看看 这案子 我帮不上忙 她的答案依旧不变 看向前夫尹 见她面容有些猙獰 奇怪的 怎么了 前夫尹连忙摇头 没事 她总不能说 是黑云旗的人拍的吧 黑云旗是 陈王殿下的亲随 地位尊崇 独立于 大晟武将体系之外 俸禄 兵器 配备 皆由国库直播 此乃先皇所定 眼前这人 腰配玄金牌 刻巴云文 云文越多 说明在黑云旗中 地位越高 起码是将领级别 一个将领级别的人 被派来给这姑娘 跑腿传话 可见她在 陈王心中 地位不低啊 想到这儿 前夫尹的态度 又恭敬些 苦着脸道 嗨 姑娘 我要不是实在 没办法 也不至于 三番两次来打扰你 先前的命案 你不都帮忙查了吗 这次为何不行啊 临交府连环凶杀案 和郡主的命案 前者是陛下明旨 后者是宜交大理寺 都由王爷成礼 才会与我一届白衣插手 这次的案子 是大人管辖的命案 礼道由大人主审 我无权僭越 蹲了下 他脸眸望向窗外 心里有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再者 我也快离开此地了 离开 去哪 前夫尹下意识地问道 我们王爷的行程 难道还要跟 辅引大人报备 有这时间 还是赶紧回去查案吧 说不准 头上的乌纱帽 还能多戴几天 黑云起冷哼了声 旁人不清楚 他们却是知道的 那晚区姑娘 黑衣夜行 去了阮家老宅 回来时 一身冷肃杀意 第二日阮家 就传出了死讯 要说两者没关系 谁信 还浮引呢 杀人凶手就站在眼前 都发现不了 这辈子也只能做个糊涂蛋了 是 下官僭越了 前夫尹被呛的 一口气卡在嗓子眼 猛咳了两声 心中暗暗庆幸 听刚才的话音 屈真是要和陈王一道离开 大概率是要返回汴京 以陈王殿下对他的爱众 定是要纳入府中为妾的 陈王没有立正非 他一入府就是女主子 从低贱的依女摇身一变 成了陈王的女人 简直一步登天 不知要献煞多少侯门贵女 他正胡思乱想着 就听屈真问道 那凶手机拿得如何了 那夜容紧声夫妻离开后 他们已经有两日未曾见面了 他也没有出过玉翠楼 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 人已经抓到了 正在解压回城的路上 此人藏身于天佛寺 是个杂役 被抓时 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供忍不讳 作案的动机过程 皆如姑娘所料 已经签字画压 等送回了衙门 不日就会安排人手 押送他前往汴京 钱福尹连忙打倒 在这件案子上 他对屈真是心存感激的 命案两年悬而未决 对他这个福尹的声誉影响极大 如今极案 他悬了两年的心 也能稍稍地放下了 查出他的身份了 他又问了句 钱福尹觉得有些奇怪 这些事情他不是已经写了折子 递交给王爷了吗 怎么他像是毫不知情呢 想归想 屈真既然问了 他便又将折子上的内容 复述了一遍 查出了 此人名缓无疆 年三十五 是镇安县龙虎标局的标师 与四年前成家 妻子是县城出了名的老辣椒 对他多有打骂 好在吴江性情敦后 并不与他计较 夫妻也算是和睦 屈真静静听着 眸光微闪了下 夫妻和睦吗 显然 故事还未结束 否则就不会有这两年的杀戮了 钱福尹缓了口气 继续道 后来 吴江压镖途中意外受伤 丧失了声誉功能 他妻子得知后 二人吵闹不休 趁着吴江走镖 与林家的官夫偷情怀了深远 吴江自觉亏欠了他 大运留下孩子并将他抚养长大 只有一个要求 让他与那官夫断个干净 话音落 药炉底下的木炭突然炸响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火焰猛的拔高 第108集 钱福尹看了眼二人 故意顿了下 想等他们着急 结果屈真始终神色淡淡 黑云奇那位就更不用说了 一张鬼面具折去了大半张脸 什么都看不到 店中静谧 只听到药炉中水沸腾的声音 片刻后 钱福尹挫败地叹了口气 说道 吴江的妻子嘴上答应 他暗中一直与那人有着来往 后来更是约好要远走高飞 被吴江撞了个正着 吴江好言相劝无果 还被那女人捏着不能声誉的毛病嘲讽 当面与那官夫亲热 羞辱于他 吴江圣怒之下杀了二人 抛尸于城外废井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他遭妻子背叛 一忍再忍 忍无可忍 最终痛下杀手 可谓令人唏嘘 但将这股仇恨 获其无辜 简直是丧心病狂 屈真了解清楚原有后 也叹了声没多说什么 那说下的事就辛苦钱大人了 前夫尹愕然地看向他 这意思是要送客吗 都不寒暄两句吗 他转身将熬好的药倒入碗中 收拾好残渣 转身一看前夫尹还在远地站着 奇怪地问道 还有事 没 没有 前夫尹尴尴尬地笑了声 抬手轻拱了下 转身就走 没走两步忽然想起什么 转头提醒道 姑娘 你此行若去汴京 需对郎家多多提防 说完 他委婉地请黑云旗的人留步 阔步出了玉翠楼 黑云旗那人难得看他顺眼了几分 待身影消失 收回了视线 封面 冷家是怎么回事 他静止问道 黑衣人已正 又想起醉酒那晚他说的话 也就不奇怪自己被认出来了 思索了下 回答道 呃 大圣立朝至今 王爵之下 共设 燕 静 朗 崔 四大国公府 皆是繁衍百年的世家大族 在朝中 势力攀根错节 无可动摇 他看向屈真 眸光悠悠 平侯府 老夫人 姓郎 屈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顿时明白了刚才前赴尹的话 冷家 他的确是要多提防了 嘿嘿 姑娘也不必担心 老夫人虽然姓冷 却只是冷家的旁之 地位并不高 冷家如今的掌权人 是个老狐狸 断不会冒着 得罪主子的威胁 对您出手的 封眠笑着道 这话的意思 屈真也听懂了 就是说 只要他待在容锦生的身边 就是安全的 可惜 他从未想过 要靠谁的庇护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还是靠自己来得稳妥 再说了 容锦生 怕是不想再见到他了 那晚他离去时 话音是他从未听过的冷沉 和决然 他何等骄傲 岂会原谅他 不原谅 也好 都好 突然提起容锦生 气氛似乎都冷凝了 警员就这么大 处处都是暗影 那晚在家主子甩羞而去的事情 早就传遍了 自从认识了屈姑娘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主子发这么大的火 连唐月都没敢跟在周围 可怜巴巴的 跟他们挤在树叉上 屈姑娘也是 两日没有出玉翠楼 闷在这店中熬药 出闻时 还觉得药香宜人 闻多了 简直是令人作呕 这两人闹脾气 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灭顶之灾 姑娘 其实 我们主在 封眠刚想替自家王爷 说句好话 就感觉旁边有人 连忙忘去 月翠楼的明昌外 唐月倒挂在眼下 略显至嫩的脸上 有些沧桑 小声道 喂 女人 公子叫你去锦里池旁的凉亭里 去针倒药的动作一僵 问道 有事吗 好像是有 他单手扒着窗 手指使劲的挠了挠耳后 死活想不起来 憋了憋嘴 说道 忘了 反正你去了就知道了 怎么那么多话 快点 曲针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都能忘 他没有急着离开 将所有熬好的药 都倒在碗里后 对风眠道 把这些药拿去喝了 顺便分给血手和谈亲他们 风眠看了眼 按桌上 满满的二十来碗药汁 愣了下 都是给我们的 他们在玉碎楼里 熬了这么久的药 都是给他们喝的 那不然呢 去针奇怪的挑眉看着他 解释道 这是改良版的 白玉洗髓汤 我在原本的基础上 又加了黄旗 百地 覆盆子等药 能去除你们体内 多年来遗留的暗集 顾本培缘 只是我手边的药材不够 只熬了二十来份 晚些 我将药方给你 你们也可以找人调理 白玉洗髓汤 那药方千金难求 传闻有奇效 他就这么闷不吭声的 熬了两个日夜 还要将方子给他们 姑娘 你 他们做暗影这些年 刀口填血 哪次不是游走在鬼门关上 受伤是家常便饭 从来都是自己 潦草处理一下 只要流口气就行 毕竟暗影生来 就是为了杀戮 为了主子而活 居然有人会关心 他们的伤势 别婆婆妈妈的了 这是借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 他轻笑着说了句 从笋心线开始 他们就在暗中 随行保护 听后拆遣 虽说是奉命而为 但他深受其会 总得做些什么 封眠知道 这不过是托词 心中暗暗记下这份情 没再多说什么 屈真抬脚出了玉翠楼 往秦力池而去 唐月在不远处 慢悠悠地跟着 时不时地用脚尖 拨弄下路上的碎石子 秦力池怕 两亭中 两男子对立而坐 正棋盘搏杀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棋子落 便有人朗笑道 哈哈 承让 这局我赢了 看来王爷的墨语棋盘 是要归我了 容锦生 撵着棋子的手指一松 轻轻地将他抛回原位 轻笑道 小公爷棋高一招 本王输得不远 那棋盘得欲两主 是他的福分 被称作小公爷的男子 面容俊雅 一袭月白色的锦袍 玉冠高树 文言轻轻一甩袖 也将白子扔回到了棋楼里 狐疑地打量着他 缓缓道 不对 哪里不对 容锦生吩咐人 将棋盘取走 轻声问道 哪都不对 王爷 你我相交多年 彼此实力如何 心知肚明 今日 你分明就是心不在焉啊 男子取出腰间的折扇 在桌上轻轻敲了敲 容锦生不语 目光略过那扇 略冷 似是漫不经心地道 你这扇子可要拿好 别伤了人 我说 承王殿下 我虽说武功不如你 但也不至于管不住一柄扇子吧 如此 甚好 容锦生点头 正欲饮茶 忽然像是察觉了什么 台谋往一旁的幽静尽头望去 第109集 剑容锦生目不转轻地盯着某处 似是有些出神 男子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就见一女子自主海中 缓步而来 他一袭青涩的群衫 面色轻冷 玉骨兵机 遥看不似人间模样 脸部款款 浮了周遭万千颜色 女子 陈王殿下 既入住了警员 竟然还会有女子出现在这儿 这位姑娘 到底是什么来历 男子回头再看 就见容锦生 脸谋平明 仿佛刚才的动作 都是他的错觉 他把完扇子的动作停下 神色有些古怪 不 他肯定没看错 那脚步声渐渐 男子悄然一笑 或许他知道 尊贵的陈王殿下 今日心不在焉的理由了 是不是 试试就知道 亭中竟然 屈真行之近处 才看见那抹 藏在树影里的月白人影 浮光景的料子 在临江府这种地方 本就不多见 再加上那熟悉的气息 想忘记都难 是他 软府做客的 那位小工业 他脸眸垂首 眼去眼底的异色 还真是冤家路窄 临江府说小不小 居然这么快 又撞上了 权贵子弟大多相识 想来是因着 容景生的关系 那晚他黑衣夜行 蒙了脸 又没有暴露身份 只要不用银针 与人动手 被识破的几率 就不大 屈真烧定了心 屈膝缓缓一礼 轻声道 给王爷请安 容景生正端着茶盏的手 微不可见地颤了下 眸中蒙上层玉色 免礼 他们相识至今 这还是第一次 见他如此郑重其事的景安 他是打定主意 要与他划清界限了吗 这位姑娘是 男子打量了他片刻 收回视线 对容景生笑着问道 如此角色 比起汴京 有着第一美人的 持青姿来 也是毫不逊色 一个是玉软花柔 仙姿易茂的芙蓉仙 一个是冰激玉谷 清冷出尘的月下竹 饶是他这种 素来不在意皮相之人 也不禁惊叹 这样的好模样 哪怕是放眼三周 也是不多见的 你不是好奇 破了临江连环凶杀案的是谁吗 就是他 说起来也是缘分 他也兴趣 容景生容颜淡淡 隔着玉面具 看不出什么情绪 解释了句又转向曲针 声音略柔 温声道 这位是驱过功夫的小工艺 男子面上浮现惊讶之色 勘破震动朝野的连环凶杀案 揪出凶手的 居然是一个看起来 不过十五六的姑娘家 这消息实在令人不敢置信 他浅笑了声 眼下异色 起身直善一礼 在下屈意 请教姑娘方明 不知为何 看着那双眼 他竟有些熟悉之感 小工爷客气 民女屈真 他回了一礼 眼瞼一该 屈在圣巢 是大姓 能遇上同性之人 并不算稀奇 因此二人简单招呼后 气氛便陷入了沉默 过来坐下说吧 容锦生见状 开口道 此时恰是正午 烈日当空 屈真站在亭外 被晒得有些不适 文言抬脚 缓步进了凉亭 容锦生和屈意身侧 各有一个空位 他只不打量着 并未落座 若是平常 他定是坐于容锦生身侧 只是那一夜闹得太僵 他离去时 寒怒绝绝的背影 游在眼前 说出不要越界的是他 那就该守着 他三尺之巨的规矩 就这样吧 他刚有了决定 敲好此时 屈意退避了两步 笑道 不如 屈过那赏脸 坐在下身旁吧 你我同信 相识一场 也是缘分 正好这案子 有些地方 我还想请教姑娘 容锦生手指 摸索着茶盏的动作一致 眉峰微条 案子 请教 他们相交多年 去国公府的这位小公爷 看似儒雅 品义近人 实则性情孤傲 眼界极高 何时时得 请教二字 能让他倾身相邀的人 不过五指之术 今日这番举动 难道是对他起了兴致 他心略沉 抬眸看向二人 就见男子俊美 女子清雅 白衣轻颖 看上去 甚是般配 容锦生锦绣之下 指尖寒凉 缓缓捏成拳 牧林就站在他身后 看见那动作 又见屈真正宇答应 连忙道 汴京城谁不知道小公爷除了兵器外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您可别说笑了 那扇间冷蒙过盛 可别伤着我们姑娘了 他故意提起扇子 就是为了提醒屈真 眼前这人很危险 再说了 没看到他们家王爷 都快把茶盏捏碎了吗 这手上的旧伤还没好 可不能再添心伤了 屈姑娘真要是坐过去 碎的就不止是杯子了 王爷和统领今日 对我的扇子 意见很大呀 屈翼含笑望着二人 打去的 连一向寡颜少雨的 黑云旗统领 牧林都开口阻扰 想必这姑娘的确特殊 如此 她更有兴致了 不等牧林开口 她笑道 放心吧 我会收好扇子 照顾好屈姑娘的 这话 将牧林小说的话 都读了回去 她不好再开口 只得使劲地 给屈真实眼色 偏生她好似没看到般 抬脚就要往屈翼 身旁的空位走去 那就麻烦小公爷了 屈翼面上 见露笑意 汗手让路 眼角的余光 瞥了眼容紧声 眼底笑意更深 她就不信这样 陈王殿下 还坐得住 果然 她话音刚落 就听一道 急沉的声音响起 小公爷是本王的贵客 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我来坐 屈真指步 挥手望去 就见男子眸光轻忧 透着些许无奈和怒涩 如霜雪落在她心间 略有良意 她迟疑了片刻 转身朝容紧声走去 当着外客的面 她不能让她难堪 屈翼将二人之间 暗潮涌动 不声地笑笑 独自落座 扭头吩咐道 去 帮屈姑娘 将凳子烧奴远牵 王爷不喜人近身散 不等她说完 屈真静止落座 屈翼大惊 连忙警惕地 看向容紧声 暗自运功 准备等她将人丢出去后 她好第一时间 把人救下 然而 等了半晌 容紧声悠然平民 别无意动 就连她身后的牧林 也安静地站着 仿佛对这场面 早就习惯了 习惯 屈翼眉风微挑 心下大惊 不得不重新审视屈真 她居然能破了陈王 二十年来 定下的铁规 三尺之巨 悦者 非死即惨 第一百一十集 没想到 姑娘竟是个例外啊 她脸去心中的震动 轻笑声打破亭中诡异的气氛 目光在二人身上 来回打亮 却真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淡然道 我是一家 王爷自不避讳 一家 她笑着摇摇头 也遇到 瞥了眼容紧声 别说是医女 根本进不得荣王的大门 就连荣王的亲信 蒲扬先生 探病条里 也都是隔着三尺之巨 玄思切脉 她一见女流 懂些药理 便自称医家 陈王将她带在身侧 难道还真着指她救命吗 姑娘有破案之才 又懂得医术 哎呀 这若是去了汴京 怕是要让我大声无数而狼 自残行贿了 她打趣的 悠悠地摇着手中的折扇 容紧声没有出声 瞥了眼躯翼 多少也拿得准她心里 在想起什么 女子破案 已是千古未闻 又习得一身好医术 若非亲眼所见 恐难幸福 她的存在 打破了常规 颠覆了许多人 对女子的认知 她未出现之前 谁会相信 区区一介女流 能验尸 能断案 能击凶 手段可通神 心比耳狼娇 去着哪能听不出 她话中的戏谑 平静党 书页有专攻 没什么好资产行贿的 屈意愕然地瞧着她 半嗓 没有反应过来 这姑娘 真没听懂话吗 她先前因着她容貌 而生出的好感 淡了些 不禁开始怀疑 容锦生的眼光 不过几月未见 陈王识人的本事 可大不如前了 屈意的这些神色变换 逃不过屈真的眼睛 她懒得多做解释 自顾自地喝着茶 气氛又片刻地冷凝 屈意似乎察觉到了 轻咬了声 叹向容锦生 不过说起来啊 我在阮家 倒是遇到了一个 有意思的姑娘 哦 容锦生 微抬了下眼皮 算是给了个回应 漫不经心地 瞥了眼曲针 她浑身皱僵 顺其后 恢复了正常 阮家出命案那晚 我曾与凶手交过手 她虽蒙面夜行 但不难看出是个女子 一手迎针使得出神入化 心情冷烈 心思诡决得很呢 屈意手中的扇子 轻轻在桌面上敲着 目光迷离 似是在回忆那晚的场景 所以 你抓住人了 容锦生声音 添了几分笑意 屈意也不恼 说道 王爷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被他逃了 看来是个厉害角色 竟能从你的手底下 全身而退 知道内情的人 听容锦生这般 一本正经的问话 都绷紧脸皮 忍着笑意 生怕露出马脚来 屈意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没发现这细微的异样 恐怕发觉了 也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容锦生是什么身份 哪用得着御尊将贵 派人去暗杀一个小小的嬷嬷 提起此事 他俊言 亦染了几分冷沉 也并非厉害角色 我见他是个姑娘 没忍心拉手催花 被他寻了空隙 竟暗中投毒 我一时不妨 着了道 原来他是这样走脱的 他们当时离得远 只看得清楚 大致的状况 容锦生两日来的 沉浴心情 好了几分 往身侧瞥了眼 就见他垂眸盯着杯中 漂浮的茶叶 不知在想起什么 那侧颜 安静温暖 线长的睫毛 在眼帘落下浅浅的阴影 画了以往的冷色 他心中柔软 被戳动了几分 脑海中 湛然想起他那声 不要越界 眼底刚凝聚的浅淡笑意 被肤色痛感 收回了视线 正想宽慰去一几句 便听他折扇在手中一敲 说道 待我找到那姑娘 定要让他尝尝厉害 话落 四周济染 容锦生手中的茶盏 哐的一声 置在石桌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瞬间将众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他凤眸清淡 扫了眼躯翼 此番回街 若是被老国公看到你 一身如此模样 日后 他是再也出不得 便进城了 屈翼 亦是亦惊 笑道 回京后 我自然就是 取过功夫 沉稳千和的小公爷 在你这儿 王爷就睁着眼 闭着眼 让我逍遥几日吧 说归说 他还是收敛了几分 有些疑惑的 看了眼容锦生 这位爷 今儿是怎么了 情绪如此反复无常 你有分寸就好 容锦生淡淡地应了声 努力压下心底的烦躁 屈真也察觉到了容锦生的异样 以他的修养和脾性 摔茶展这种事儿 已经是相当失态了 他 究竟是怎么了 他正打算 待会儿参场后 私下找人问问 谁知没过多久 四下风起 天色骤变 乌云沉沉地压在头顶 云雾吞吐 大有身雨 欲来之势 看这样子 像是要下雨了 木林收回视线 有些担心地说道 柱子 先回吧 你这两日夜里总咳 凌不得欲 总咳 怎么回事 屈真一惊 忙看向容锦生 伸手就去探他的脉 他动作极快 容锦生反应过来时 那温良的指尖 已经移开 只留下淡淡的粗麻 脉向拂紧而缓 风寒之招 你们怎么照顾的 他流眉紧促 声音染了分奇色 屈一听了木林的话 也有些新奇 但目光扫过他时 见他翘脸寒霜 不由的惊奇 打从他来了艇中 便一直是神色淡淡 云淡风轻 竟然也有这般 极眼绿色的时候 容锦生 薄唇紧敏 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他 木林也有些委屈 储子 从玉翠楼回来后 在池中泡了两个时辰 又抵着风 在窗边吹了一夜 我们全不动 屈一刚回过神来 就听木林这般说 不由的瞪大了眼 这也是堂堂陈王 做得出的事吗 胡闹 他身子被毒素侵蚀 虚弱异常 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去着怒斥了声 看向容锦生 他凤眸寒凉 不见暖色 平静地看着他 仿佛不将他的怒涩 放在心上 木林 你今日话太多了 他声音极清极淡 听在木林等人耳中 却是怒海翻天 木林连忙躬身 竹子竖嘴 是属下奸阅 容锦生 赞美多说什么 淡淡地收回视线 对屈一挡 可怨警说少了 你且安心住下 再等两日 我们就启程 好 屈一看得出 他心情不佳 俐落地点头应声 屈真僵硬地站在原地 宁眸看着他 容锦生 却没再看他 控制着轮椅 从他身边走过 出了凉亭 风声剑体 擦身而过的刹那 他抬手 扶去病边狂舞的发丝 他却不经意地瞥见 那白臂无瑕的手掌心 血肉模糊 他背影渐行渐远 屈真立在原地 不知为何 心脏阵阵地紧缩 刺疼不已 第111集 他的伤也没有处理 他以为唐月和牧林 不会不管 却忽略了 他们不敢违背他的命令 屈真微微仰头 望着那阴沉的天际 心 补助地下沉 冲击声 你到底想做什么 屈一也准备离开 听他出力在亭外 轻衣像是染了寒霜 说不出的冷力 劝道 暴雨将至 屈姑娘 你赶紧回吧 像是为了附和他的画伴 一道闪电自云层中 轰沙而下 煞石亮了半边天 他容颜刹那间冥暗 纤细的身影 似是要被狂风折断 一山烈烈 却扎根般 稳稳地站在原地 不退分毫 多谢小公爷提醒 你先走吧 屈真淡淡的 声音被风吹散 只留惨音 好 屈一也没多说什么 抬脚欲走 煞石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铺天盖地而来 屈身台手半遮着脸 宽大的水袖随风狂舞 只露出一双明亮灼人的眼 屈一无意间回眸一瞥 浑身大震 那双眼 好熟悉 轻了而锐利 像极了一柄藏风的剑 与他记忆中的那双眼睛 缓缓地重叠在一起 片刻后又分开 又重叠 反复几次后 屈一忽然回过神来 猛地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 屈真怎么会是那晚 他在阮家狱上的姑娘 他又仔细地打亮了眼 越瞧就越觉得可疑 形态 身高 眼神 都很相似 公子 看什么呢 走了 侍从站在远处催促 屈一收回事件 再不耽误 抬脚跟了上去 但却对屈真 隐隐提起了戒心 屈真在亭中 尽力了许久 回了玉翠楼 刚关上门 心盼大雨 倒灌而下 雷声轰鸣 气势惊人 关了门窗 他记挂着容锦生的伤势 找了些伤药出来 又耗时 熬了碗曲风寒的汤药 弄好时已经入了夜 对外换道 外面可有人守着吗 不等话音消散 就有道黑影 出现在他眼前 拱手一礼 姑娘 血手 你不是去天佛寺 鸡凶了吗 他有些诧异地 看着来人 人犯已经抓到了 还剩些 善后的事情 被覆牙包揽 属下留在那儿 也无用 就提前回来了 血手笑嘻嘻地回答道 比起在天佛寺 守着囚犯 他还是更喜欢 跟着姑娘身边查案 善后 我听前夫尹说 不是在 压界回城的路上了吗 府衙忙于过堂结案 将这个烫手山芋 赶紧扔出去 以前夫尹的性子 不应该赶紧 押回大牢才放心吗 本来 他们是打算今日就回城 结果 在吴将的住处 发现些腐烂的血肉 看上去 像是婴孩的尸骨 林江府的通派 便决定暂留 说是 要将这些小孩的尸身找到 让他们 入土为安 场面话是这么说 实际上这两年 林江府的大小官吏 因连环杀人案 毫无尽度 饱受同僚绩效 如今抓到凶手 一招翻身 自然是想办个 漂亮的案子出来 血手猜得出 他们的心思 屈真 自然也猜得出 府衙没有亲自 前往天佛寺 却将通判派了过去 所谓通判 又明知是通判 相当于府尹的副官 自然有变异刑事之权 却真不再纠缠此事 将汤药和商药 放在托盘里 递给他 还得劳烦您跑一趟 把这些送去萧香馆 血手回来不久 但有些事 还是被特意叮嘱过的 如臂蛇蝎般退了两步 干笑道 姑娘 不是暑假不去 是去了也没用 我们主子从来都是 说一不二的批性 一旦决定了 别说是我们 就连先生 他都只有干瞪眼的份 也就 姑娘的话 还管些用 先生 在笋西线的时候 他也听过这个人 众人言谈间 甚是推崇 对 蒲阳先生 据说 与殿下外祖家有救 这些年 借着管事的噱头 一直留在王府 暗中 为王爷挑离身子 血手解释道 话落 又起没弄眼的坏笑 等姑娘见了 就知道了 是个极有意思的老先生 缺针点头 看着手中的东西 却犯了难 他想必 是不愿见她的 姑娘既然 挂心主子 不妨 亲自去瞧瞧 血手见他犹豫不决 小声地提议道 再等等吧 他端着托盘的手 攥紧了些 紧抿着唇半 清冷的容颜上 有些难以言喻 复杂的情绪 血手尖状 拱手一礼 也没在暗处 窗外风雨声剑齐 拍打着明窗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清缠倒月的 三角香炉里 燃着香 烛火摇曳 店中静谧安然 他坐在暗机后 随手拿起医书 翻阅着 脑海中 却不断浮现 容颈生那一日 寒怒而去的场景 叫得他难以静心 正烦躁时 店中某个角落 传来到憋笑的声音 姑娘 书不拿反了 屈身定睛一看 果真是拿到了 他鲜少有这般 心神不宁的时候 怎么也看不进去了 索性将书扔在了一旁 贴下手边的托盘 汤药已经有些凉了 他心中不禁生了些脑溢 这人素来秉杰齿重 温和沉沦 怎么对自己的身子 这般的任性 难道真要去走一趟吗 姑娘 外面风雨小些了 唉 也不知道我们主子 是不是又咳了 还有那手上的伤 那道声音又冒了出来 话说一半 止于叹息 去真美好气的 朝那个方向弯了眼 你倒是忠心为主 明里暗里的 穿躲他去肖香馆 也不知道抱的什么心思 血手也算是 暗影里的一朵奇葩花了 就没有见过 像他这么画多的影子 这是属下的本分 嘿嘿 血手嘿嘿笑了两声 舔着脸 受了这一声夸奖 跟在姑娘身边 也许多日子了 他心里清楚 姑娘亲子 是清冷寡言的些 待人却是极好的 从不会无故则难 去真收回视线 望向窗外 天幕阴沉 除了偶尔披闪的雷电外 不见半丝光亮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麻烦找把伞来吧 他们有约定在前 他帮他追查凶手去向的期间 他为他所用 如今约定尚存 他去看看 也不为过吧 嗯 有理 去真起身 刚说完 就听暗处道 伞已经搁在廊下了 夜路难行 姑娘 可要小心些 他点头 将药放进了石盒里 提着往殿外走去 门一开 冷风卷着细雨和泥心味 扑面而来 暗夜里 廊下搁着一盏明灯和油散 灯火明亮 为这寒风添了几分暖意 一百一十二集 玉翠楼到消香馆 虚惊竹林 锦里池 在穿过听风阁的错廊 他手持油纸伞 缓步行在风雨中 纤细的身影 仿佛风一吹 就要散了 低沉的夜幕中 他手中的一抹亮光 在旷野 显得格外细弱 四周风声呼号 除了落雨声 静得仿佛这天地间 只与他一人 举举独行 这样雷电交加的夜 和漫天空气 旁的女子早就吓破了胆 但屈真 步履悠然 面容冷清 看不出丝毫情绪 孤独于他是享受 意识安全 就在这时 他的脚步顿停 眼前默得亮起一盏灯 他有瞬间的恍惚 抬眼望去 就见不远处 接着亮起一盏 又一盏 犹如漫眼般 瞬间点亮了 整个夜空 姑娘 别怕 慢些走 我们都在呢 旁边的树影中 突然钻出个人影来 他蹲在树叉上 手里提着灯盏 戴着鬼面具 虽看不见熔眼 那烛光 却将他的毛子 照得极亮 见他望去 眉眼弯了下 努力地挤出个笑脸 似是为了印证他的话 不远处的树枝 也规律地摇了两下 提醒着曲真 他们的存在 别怕 有多久 没有听到过 这两个字了 他在与尸体为伴 与鲜血为伍的魔力中 早已伸了 女儿家的柔软心肠 练就了一身铁骨 但望着眼前 用灯盏点亮的路 纵然四周风雨相摧 寒意逼鼓 却叫他凉薄的眼底 冗了暖意 这一刹那 他忽然觉得 独行虽欣然 相伴亦可喜 曲真沉默良久 清冷的面容上 缓缓展开笑意 谢谢 那人摇头 轻轻催促道 姑娘 快去吧 这样的夜河路 并不平静 但却是他这两辈子 走得最轻松的一次 到了消香馆外 深夜时分 屋中居然灯火通明 王爷还没息息吗 他对守门的黑云旗 询问道 属下不知 主子回来后 就将自己关在房中 不许任何人踏入寸步 就连晚上都没有 姑娘 快些进去瞧瞧吧 黑云旗说着 就让开了路 曲真神色古怪 不是说 不允许任何人踏入吗 呃 我们主子 不让人近身三尺 姑娘不也近了抱了 这时候 就不要纠缠 细致末节了 属下都不怕受罚 您怕什么呀 黑云旗的人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那眼神透着骨 别想不负责任的意思 他一阵无言 这来都来了 总不好再扭头回去吧 放缓脚步 进了屋 厅中树影摇动 枝叶眼影中藏着几人 见屈身进了屋 似是虚了口气 可其中一少年 做事就要冲进去 被旁边几人同时出手 按在了树干上 木铃大惊 压低声音道 祖祖 你又想做什么 公子不让人进屋 我得去把他丢出来 唐月扒拉着几人的手 奈何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 用尽全力地压着他 手臂重地跟灌了铁浆一般 丢什么 你还想在这树刷上蹲几天 有人屈指 在唐月脑门上弹了下 与众心肠的道 哎呀 小唐月啊 听哥哥的话 你呢 就乖乖在这看着 别捣乱 你 你们用背地里使快 我要去告诉公子 唐月瞪眼 看着那手指 恨本能剁掉 暗暗磨牙 单对单 他们谁都打不过他 偏偏这些人都不要脸 一大欺小不说 还以多欺少 小屁孩 你又想告状 都多大的人了 还跟没断奶的奶娃娃一样 来 哥哥瞧瞧 你要哭哭了没 那人戏谑地笑了声 就伸手朝他身上抹去 唐月白净的脸 憋得通红 使劲扭着身子 瞪着腿 眼见他们越闹越凶 莫林一巴掌 拍在那双作恶的手上 赤道 疯仇 你嘴再贱点 当哪天落单被人盯上 可没人管你啊 被换作疯仇的男子 咧嘴一笑 伸手又在唐月脸上抹了吧 我们小唐月啊 才舍不得这么对哥哥呢 是不是 唐月怒火上涌 双眼似是要烧起来 几人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各自往别处看去 拉仇恨这种事 还是留给封仇吧 免得他们被唐月净恨上 小屁孩记仇得很 莫林却没再理会他们 看向屋内 心道 这次可一定要兵士前嫌呢 屋门关上 将那风雨声都隔绝在外 去真衣衫卫尸 却着了冷意 运功烘干后 将伞搁在门边 提着石河进了东殿书房 寻了圈不见人影 难道睡着了 既不熄灯又不关窗 怪不得会染了风寒 他放缓呼吸和脚步 进了西殿的寝室 里间悬窗被半支着 寒风透窗而来 卷着寒意 细雨已将靠窗的地面 浸湿了大半 隔着屏风 隐隐能窥见那身影 躺在床榻上 睡姿端正 呼吸沉而绵长 竟然睡着了 以他的功力 警惕心不该这般差才是 屈真心里一急 没有顾得上官窗 绕过屏风 将石盒放在一旁 俯身去看他 就见他血盐染了些浅红 额上倒汗 他探手在他额头上探了下 有些烫 发烧了 怪不得 他低难了声 有些脑袋瞪了他一眼 取出汤药坐在床边 咬了勺 递到他唇边 奈何他牙关咬紧 汤药顺着唇角流下 半滴都喂不进去 窗外 墨林几人借着遮掩 透过悬窗 正好能看得清楚 床边的景象 看到这一幕 都有些急了 主子喝药怕苦啊 哎 用嘴味啊 风愁急得直挠头 这种大好的机会 屈姑娘怎么就不会把握呢 闭嘴 墨林低吱了声 有没有点偷窥的自觉 幸好风雨声将话音遮去 这才没叫里面发掘 屈真的心思都在容锦生身上 也没有注意到风雨里 这些气碎的声音 他看了眼那唇角的药汁 掏出帕子室去 将药碗放在一旁 这是准备换个法子了 黑云骑几人眼神骤亮 唐月眼中喷火 就见屈真用勺子咬了汤药 一手端着一手空着 身子缓缓往床榻上的人影压下 众人瞧着这动作 心里顿紧 不由地屏息细看 在众人的注视中 屈真缓缓伸手 猛地捏住容锦生那高挺的鼻梁 他昏沉中似乎觉得呼吸受阻 不适的拧眉 薄唇微起 他趁着这机会迅速将汤药灌下 他眉醋得更紧 侯杰滚动了下下意识地吞咽 如此反复几次 一碗汤药就见了底 从头到尾围观这一幕的几人 忍不住面面相去 这 第113集 他们真是欲哭无泪啊 他怎么就不能学学那些姑娘 对主子再热情点 再主动点 实在不行 稍微柔情似水些也成啊 真是举而不及 急死一群看戏的 屈真却不知 他们在想些什么 喂完药 小心地翻开容锦生的手掌 看那交错纵横的伤口 眼底落了暗色 他仔细地清洗了伤口 上了药 包扎好 才缓缓地松了口气 窗外 风夹着细雨 卷入屋中 炸凉 他才记起忘了关窗 连忙将悬窗落下 彻底将屋内的景色与外界隔开 回到床边 守着容锦生 树影中 几人蹲守着 风愁叹了口气 感叹道 原来这世上 还有比主子更不紧风情的人 哎呦 主子 难呐 众人意无言 的确 太难了 一夜悄然而逝 容锦生凌晨退了烧 屈真便回了玉翠楼 那伤口还需多换两次药 他怕留下尴尬 便决意晚间再去 此时 咒语已停 雨水将四处尘埃 冲刷干净 在阳光下明亮逼人 玉翠楼外 一男子 锦衣广秀 静静地候着 手指间 灼扇翻转 扫出道道流光 他眯着眼 看着那路尽头 似是在等人 不多会儿 一道纤细的身影 便出现在眼帘中 同一时间 屈真也发现了他 忍不住心生诧异 这位小工业 大清早跑来他这儿 是想做什么呢 盯上他了 屈姑娘好早啊 我还以为你 一夜未归 着实有些担忧啊 屈翼眼含异色 打亮了一眼 直扇微微拱手 笑道 他将一夜未归四字 咬得极重 似是在试探着什么 屈真却恍若未闻 轻声道 锦衣之内有黑云旗 重重把守 有何可忧呢 不过还是多谢 小侯爷挂心了 屈翼从他面上 看不出什么 只是笑了笑 他想了一夜 越发觉得 这姑娘可疑 天刚破晓 就来到这儿了 没料到 楼中没人 他却从外面回来 虽然暂时看不出破绽 但没关系 时间还长呢 前往汴京这一路 他都会同行 是狐狸 总会露出尾巴的 姑娘可建议 请我喝杯茶 他笑问道 人都守在玉翠楼外了 他拒绝 还有用吗 屈翠楼抬脚入院 但声道 小侯爷请 来者不善 他怕是怀疑上他 来试探的 屈翰也不放在心上 没有证据 怀疑也只能是怀疑 他并不认为 这位小侯爷找他 是有什么要 鸡胸查案的远大报复 不过是不甘心 被他算计 丢了颜面罢了 他泡了茶 与屈翼 在亭中小做片刻 用过茶水后 他又借翻阅 医书之游 留了下来 明里暗里的 开口试探 皆被他 四两拨千斤的 话截了去 只是屈翼 并不甘心 午膳也是在 玉翠楼用的 像是赖上了他 而此时 萧香馆内 也热骂了起来 容紧声醒了 他看着手上 被包扎好的伤口 凤眸幽碎 坐在榻边 久久不语 只用指腹 轻轻摸索着那处 似乎在感受 那人残留的温度 他人呢 姑娘守到您退烧 便回去了 木林等人 揣摩不准他的心思 小心地答复着 见他没有问罪的意思 顿了下 又道 听说 屈小公爷 大清早就去了 玉翠楼 像是察觉了什么 一直都跟在 姑娘身边打转 容紧声听到后半句 眸光略沉 去告诉他 再打本王身边人的主意 他那柄扇子 就不必留着了 木林抱拳应道 是 那藏风之扇 是屈小公爷 生平最得意的藏品 惜之如命 旁人连碰下都了不得 王爷这话一出 想必小公爷 再不敢胡来 果然 黑云旗将话带倒 屈翼愣了下 就阴唇着脸 起身离开了玉翠楼 往萧香馆而来 好在他尚存理智 屋外止步 拱手道 屈翼 求见王爷 容紧声早就料到他会来 控制着轮椅 缓缓而出 面上依旧戴着那玉面具 折去了半张容颜 唇色微微发白 带着些病态 可是 王爷不是心知肚明吗 屈翼一路走来 怒唆早就被震惊所替代 神色复杂地问道 难道 您真对那姑娘 动了心思 他对于抓出软家杀人的姑娘 并没有多大的执念 只是难得 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人 图个新鲜罢了 令他不安的 是陈王对屈翔的态度 竟是为了屈翔 对他出手警告 天下皆知 陈王不尽女色 甚至称得少是厌恶 过往近二十年 超然雾外 幽居陈王府 就像是高岭之花 开在云端上 不惹尘埃 不问俗事 可去了趟行宫 身边添了个姑娘也罢了 偏为了她方寸大乱 短短两日 颠覆了她以往的认知 若是这姑娘 如以往那些侯门贵女般 温婉贤淑也行 但她偏向极了 暗夜杀人那姑娘 且性情刚毅 无敬畏之心 再加上出身 如何配得起陈王 本王允了她亲戚 便不会叫人打扰她 只是 因为这样 你有心思打探本王的私事 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应对老国公 给你安排的婚事 听闻她人家 看上了阮家的女儿 近日两家主母 走动的可神是平凡 容景生好心地提醒了句 心思却飘去了玉翠楼 有瞬间的冲动 想要去问问清楚 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何说着要划清界限 又为她深夜冒雨前来 什么 我怎么没收到消息 曲艺瞬间就变了脸色 比听到容景生要毁她扇子时 还要阴沉 容景生未必会毁她扇子 但老太爷是真会逼她取亲 有心相瞒 你自然是不知道的 容景生看着曲艺紧握着扇子 在院中拦回躲步 眼底闪过些笑意 她知道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这位小工业 是没心思再纠缠曲针了 她垂眸 看向那缠着纱布的手掌 想着她昨夜 为她处理伤口时的模样 眸光软了几分 她到底 还是在乎她的 没了曲艺捣乱 曲针又在药房忙了一日 准备了各种商药 毒药和铁药 一杯不时之需 忙完又是入夜 她站在窗前 望着消香馆的方向 等月上中天才动身出门 没想到这时辰 居然又遇上了熟人 第114集 夜黑风高 曲针端着托盘 刚走到听风阁外 身后就传来到 羞羞羞的破空之声 声音锐而立 夹洒着撕裂一切的劲道 直逼她后背命门 小心 有人急喝一声 身影如电光般朝她扑来 然而她速度再快 也不急那身快 眼见着近在咫尺 她伸手猛的一抓 却空了 快躲开 听那声响 不用她提醒 确针也知道躲 她脚尖清旋 凌空翻转 身子向后倾挡 然后稳稳地停滞在半空中 那流光擦着她的鼻尖刮过 揽着狂暴的气流 打在不远处的树上 那流光如巨板 将树身拦腰截断 只听砰的一声 树轰然倒塌 目屑飞溅 将叶的寂静撕开了一道口子 屈真一掌拍在地面 身子轻盈地弹起 稳立于断树前 托盘中的汤药鸡道 撒溅不少 她轻眸乍尘 如刀刃般风锐 直逼来人 小公爷 你想杀我吗 那扇子杀意森然 不比在软家老宅时的试探 一旦她反应再迟几分 那树就是她的下场 屈真身影落地 面上鱼记未消 见她无视才松了口气 连忙解释的 公娘误会了 我不是 误会 小公爷手软的 连柄扇子都拿不住吗 此时四周的黑云旗 纷纷赶到 刚才的变故 发生在电光火石间 他们散得远 来不及出手阻止 看着剑拔弩张的二人 众人心惊 这事 麻烦了 此事 是我的过错 我理当赔罪 姑娘动怒 无可厚非 但 我从未想过伤你 屈毅自知理亏 被他当众斥责 也没有动怒 众没解释道 他不过是被那亲事 烦得睡不着觉 在院中练武泄愤 谁料片刻失神 擅自脱手而出 好巧不巧地 撞上了刚走到院外的屈真 这乌龙 怕是解释不清了 屈真闻言 含着脸没有硬枪 转身将手中的托盘 搁在一旁 缓步朝着屈翼走去 少女面富寒霜 周身冷意逼人 那明亮清拙的毛子 像被打磨锋利的剑 一眼便叫人心神俱颤 他衣昧无风自动 卷着冷意 在众人耳畔乍响 今夜换作旁人 便是血剑三尺 一命归西 届时 小公爷赔罪于否 对一个死人来说 还有意义吗 屈翼被他如此质问 也唇了脸 我说了是无意之举 他眼底划过一抹讥讽 脚在地上猛地一蹬 身子如立一剑离线般 猛地朝着屈翼窜出 仙长成全 直扫他灭门 他一言不发 直接动手 瞬间点燃屈翼眼底的火气 这姑娘好烈的脾性啊 他侧身避开那拳 正要说话 就见拳风烈烈再度袭来 勾拳 推肘 鞭腿 横扫 他身形敏捷如报 招式诡诀 不留他半点喘息之际 去一闪躲的心里窝火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武功路数 猜不透他下一秒会如何出招 疲于算计 只得处处防守 两人身形化作道道残影 数次碰撞 闪避 只余下 烈烈狂风 这是什么招式 黑云奇等人 起先还担心屈翔被欺负 准备随时帮手 看了片刻后 奇刷刷的瞪眼张嘴 错愕不已 这挨打的 分明是小工业啊 绝不是小工业武功太弱 而是 姑娘这出招的路子实在是难以琢磨 肘 膝 腿 拳脚 每一处似乎都充满了极强的爆发力 他们自问 面对这样的功法之事 也无法做得比小工业更好 越看下去 黑云奇等人越是热血沸腾 这样的武功 要是被运用到军事 那大圣的军队力量 定会翻上两三倍 约摸两三个呼吸后 屈翼的身形抱腿数步 形容狼狈 也顾不得颜面 高喊道 住手 别打了 我这说还不成吗 他喘着粗气 警惕地看着曲真 心里又惊又惧 这世道是怎么了 姑娘家都如此飘寒 来了一趟临江府 他竟是接连受挫 还说什么 这儿是个中灵玉秀的吉祥地呢 竟出些妖孽 闻言 曲真随即将砸下的那拳 在空中猛地收拾 天然落地 他冷眼看着曲真 气息略有浮动 黑云奇等人稍微看过瘾 心中有些遗憾 但视线落在曲真身上时 如狼似虎 熠熠生辉 他们想学 曲姑娘 你打也打了 曲 出够了 曲一条膝片刻 再看向他 眼中多了几分郑重 虽然没有用内力 但能够将他逼到这种程度 也是个人物了 那你记住了吗 曲真声音清冷 在这夜里带了几丝凉意 反问道 记住什么 曲一眼神古怪 问道 记住这顿打 他输给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家 这等遭遇 想忘记都难呢 是 也不全是 他眸光清幽 退去了一身的力气 又恢复了以往清清冷冷的模样 指那几倍挺得笔直 如竹如松 风骨自成 夜凉而尽 趁得他的声音铿锵 字字 掷地有声 我想小公爷记住 身怀力气 杀心自弃 当事而重置 你的雷霆雨露 于旁人而言 是灭顶之灾 无意也好 有意也罢 他想说的只有四字 人命关天 身怀力气 杀心自弃 当甚而重置 曲一心中大震 似乎被这句话戳中了某处 残存的怒意逐渐消散 静默地沉思着 心中对他再度改观 女子之身 也能有这番胸襟和气度吗 多谢姑娘提醒 这话 我记下了 他怒 不是因为自己险些遭难 而是怒他累极无辜 这姑娘 与那些寻常的女儿家 果真不同 怪不得能惹得陈王 另一眼相待 正想着 便听到木头 直压压 念过青石板的声音 众人回头望去 就见夜幕中一盏明灯 出现在路的尽头 男子端坐在轮椅上 被一少年推着缓缓走近 他眉眼落了月色 显得有些寒凉 凤眸幽深 变不清情绪 只静静地看着众人 曲一看了眼 那断裂的老树 想起他说的 擅自不必留的话 冷不丁地打了个喊颤 完了 小公爷 你没什么话想说吗 容静生看向曲翼 凤眸缓缓阴沉 第115集 曲翼不饶狠气地退了步 也顾不得感慨 苦笑着解释 王爷 是意外 真的是意外啊 他视线切伤了他 可最后挨打的 不是他吗 也不知道陈王殿下 是从哪儿 找来这样的姑娘 真要是动了心思 迎入府中 就不怕家宅不宁吗 容静生没有理会他 手掌微张 那嵌入了树身的扇子 便犹如被牵引般 乍然飞出 落在他手中 扇面尖端 刀锋冷锐 泛着寒光 但握着他的那双手 白臂无瑕 骨节分明 他挑着那扇 在指尖转圈 滑出道道气流 丝丝缕缕的凝成飓风 见有扩大之势 诸在 众人心惊 这股力道若是落在人身上 怕是能生生地将人撕碎 难道主子真的要对小公爷出手吗 曲衣面色逐渐凝重 他知道这次是彻底处了容锦生的逆铃 他未躲 只定定地站在原地 想看看眼前人能做到何等程度 容锦生气定神弦地转着扇 凤眸冷色微宁 就在那扇面正欲脱手而出之际 在旁近看的曲针 豁然上前一步 拦在他面前 王爷 该回去换药了 他横插在两人中间 打破了这肃杀的气氛 声音柔软温凉 悄无声息地化去了那冷意 众人见他出面 如释重负地 虚了口气 曲衣诧异地 看着那道歉影 不懂他为何会干预 陈王这是在为他出气啊 他不是野恼他吗 容锦生微微抬眸 眼前被阴影笼罩 背着光看不清他的模样 他没了半晌 声音依旧有些生硬 却软了几分 王没答应换药 曲针柳没紧促 他难道还在闹脾气 周遭气氛再度安静 众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同情地看了眼曲衣 要是连姑娘的话都不起作用 那小公爷今晚 怕是惨了 在这诡异的气氛中 容锦生 伯唇微勾了霞 指尖凝去狂暴气流 突然消散 两指一夹 那扇子朝着曲衣的方向 猛地甩出 那力道如穿云破月般 撕开空气 曲衣不敢大意 抬手一抓 被那夹带的力道冲得连退了五六步 才站稳身子 多谢 曲衣攥紧扇子的 他知道容锦生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今夜的事祸端在他 容锦生没有应声 控制着轮椅转身 没走多远 声音缓缓传来 还不走 不是说要给本王换药吗 曲衬回过神来 有些琢磨不透他的心思 但他愿意换药 他也松了口气 俯身端起托盘 缓步跟了上去 留下众人在原地 大眼瞪小眼 进了萧香馆 容锦生一言不发 挪动轮椅到窗前 仰望着月色 他将托盘放在桌上 拿了药和纱布跟了过去 轻声问道 要不我点上暗瞬香 待王爷睡着后 我再换药 他的恐惧症在这种时候 很是棘手 曲姑娘深夜待在本王亲殿 于情理不合 难道就不怕 传出去有损轻玉 容锦生声音淡淡 月光在他身上 落了凉意 为那洗锦袍 镀了层荧光 夜冷 月冷 人更冷 他听习惯了 他唤他真正 突然间竟被那声 曲姑娘 刺得有些恍惚 勉强回神 曲真平静道 一捨置兵救人 不在乎那些虚名 不在乎虚名 容锦生重复念了遍他的话 突然轻笑 语气四朝四风 一句不在乎虚名 那敢问曲姑娘在乎什么 在乎本王这伤势 还是在乎本王的心意 又或是在乎 他话音 戛然而止 那时候阿渊 被生生的 吞入了腹中 曲真捏着 药瓶的手 猛的钻紧 竟有些怕那两字 从他口中提起 好在他指了话音 二人 同时沉默 虚语 他打道 我是一甲 又有约定在先 李当卫王爷 处理伤势 曲真心里 犯乱 忽然觉得 今夜是来错了 荣锦生君子温润 手里千和 从不曾有这般尖锐 咄咄逼人的时候 他竟有些 难以招架 一甲 难道曲姑娘 以往都是深夜半更 潜入病人房中换药吗 荣锦生凤谋 锁死了他的视线 霸道伶俐 不容许他闪避分毫 他鲜少被人 逼到这种地步 也生了怒意 王爷非要这般 阴阳怪气的说话吗 到底是本王阴阳怪气 还是曲姑娘口不应心 说要与本王 划清界限的是你 也本如本王谨示的是你 扰乱本王心事的也是你 曲姑娘 他从喉咙挤出最后三个字 心脏 闷得生疼 忍着痛又道 曲姑娘 本王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句话重重地砸在曲真心上 让他惊慌不已 瞬间失了分寸 手中的药瓶滑落碎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恍然未闻 我知了 你不知 曲真迟疑不过两夕 最后一次还未出口 就被药锦生力声打断 他目光坚毅 明镜般的瞳孔照着他的模样 仿佛一眼就能将他的心看到了底 药锦生见他满眼迷茫 声音略软了些 悠悠道 珍珍 你不知 你不知你心里有我 这次曲真并未避开那视线 凝定地注视了许久 耳边逐渐清晰的是那狂乱的心跳声 似是映着他的统一频率 同样地有力地搏动着 男子面如冠狱 凤毛寒情地望着他 他曾撞见过许多次 他这般的眼神 却从未如此认真地审视过 他的手轻轻抚上心脏 看着他轻声道 荣锦生 或许 你说得对 荣锦生短暂地错愕过后 情难自控地扬起唇角 陈珍 你 他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只攥紧了自己的锦袍 紧张得手心都被汉字禁尸 但不该这样 曲真醋眉摇了摇头 望着他骤然失色的凤毛 认真道 情爱伤人 一伤己 你是大胜淳王 金尊玉贵 扬在荣华锦绣窝里 享尽人间富贵 心在朝堂天下 而我 做不得你扬在笼里的金丝卷 这身本事 也不该成为朝堂 权势斗争的人写道 错了 荣锦生望着他 眸光温柔 陈珍 我知你智比天高 何等骄傲 如何会阻你 第116集 风 扶过旋窗 将二人的衣媚浮动 纠缠在一处 应到二人如诗如画的容颜 微暖 确实没再多说什么 那便 这样吧 这样 哪样 聪慧如荣锦生 也听不明白他的意思了 如眼下这样 他脸眸 轻声道 荣锦生点头 好 眼下的状况 已经超出他的预计了 他没再躲避 坦然直视了自己的心意 便足够了 其他的 交给他 和时间吧 先把药喝了吧 然后 我替王爷换药 叶已深 曲珍迟意了下 推着他 走到桌边 将汤药递给他 转身 便要去关窗 容锦生 见他的动作 忙道 珍珍 别管 他止步 狐疑地看着他 他已经染了风寒 难道 还想折腾自己的身子不成吗 面对这样的打量 容锦生 轻笑了声 解释道 倒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歇息时 不能关闯西德 否则 便会噩梦缠身 他说得极为轻松 曲珍愣了下 才想起 他出入肖香馆这么多次 的确是灯火长明 难道 他还有幽闭空间恐惧症 心理创伤 大多与幼年经历有关 容锦生一个皇子 幼年风亡 多少风光 谁能将他逼成这番模样 曲珍满心疑惑地走回 随口问了句 王爷 你还记得在梦里 都梦到些什么吗 梦境 有时候是潜意识 对过往的折射 手紧声摇摇头 端起药 一饮而尽 声音清淡 醒来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脑中一片空白 头疼欲裂 他似是不太想提起此事 笑着转移了话题 二人闲聊了会儿 曲珍为他 诗珍封毒 换了药 离开了肖香馆 这夜并不平静 先是与曲异动手 后又有容紧声 逼他鸣惜心意 他面上装着镇定 实则心里一团乱麻 需回去后 好好捋一下 警员的波澜 并没有影响到外界 砂锅式的凶手 依旧没有眉目 潜伏隐盲的焦头烂额 一连四五日 都长驱短叹地 搭蜡着脸 活像是他家 惹了官司 好在天佛寺 提前传回消息 要押解者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回城 浮隐连忙命人 发了告示 宣布此事 命案发生两年 接连有孕妇被害 百姓将他这个浮隐 明里暗里的 骂的是狗血淋头 手机破了案 也需照告百姓 多少能为府衙 挽回些损失 曲珍得到消息时 众人已经准备 离开警员了 今日呢 他挑起车帘问道 血手策马 后在马车旁 回道 是 算算时辰 应该快到城门口了 我知道了 曲珍放下车帘 看向那戴着 玉面具的男子 王爷 我们要不要 改道从西城门出 两方撞在一处 难免会引发骚动 容景生 缓缓睁眼 不用 在主节那等会儿 让他们先走就行 正好 这案子是你查的 有始有终 我们也瞧瞧这凶手 是何模样 二人的声音并未遮掩 惊喜地传出马车 曲翼骑着马 与牧林并行着 文言压低声音问道 莫非 这案子真是曲姑娘查的 怎么 小猴也不信 牧林回了句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没事 等过段日子 小公爷就知道了 姑娘那惊世骇俗的手段 什么时候露上一手 她保管小公爷 再不敢怀疑她 曲翼看着牧林 以往坚定的信念 也有些动摇 她是陈王府的常客 因此与牧林也甚是熟人 在她的印象中 这位黑云旗的统领 寡言少语 刻板沉塑 何时也变得这般活络了 等吗 那她就等着瞧 这姑娘还能给她些什么惊喜 两人再不说话 领着黑云旗大军往城门口走去 越靠近城门口 喧哗声就越大 震天的声浪 一波盖着一波袭来 摆布外人头攒动 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黑云旗落马止步 马车稳稳地停下 曲针挑脸望去 黑鸭鸭的都是人头 主子 这会儿估计还有堵些时候 不如去楼上的雅间歇息会儿 那位置正对着主街 府鸭鸭送人犯 须得从正面走来 刚好看得清楚 血手的声音再度传来 容紧声几人避开人潮 上了酒楼四层雅间 掌柜迎来送往多年 一见外面那架势 就知道来人身份尊贵 忙亲自招呼 不知好酒菜茶店后 宫静地退了出去 不敢打扰 唐月抱着果盘 找了个位置猫着 仰头一抛一接地 吃得起劲 才不管其他人做什么 而曲意打从那晚后 这几日一直就避着曲针 此时同处一世 神色有些尴尬 只得不停地喝茶来缓解 好在没多久 楼下就传来了阵阵惊呼声 众人不约而同地起身 走到窗边 往下望去 远处 府衙的差翼呈四角形 将一个带着枷锁和镣铐的中年男子 围在中间 缓缓走来 围首的官差手中 牵着手腕粗的铁链子 另一段 系在男子的补梗上 铁链太长 拖在地上 发出呲拉的拖拽声 两侧官兵开道 将围官的百姓死死地拦着 以免发生暴乱 然而百姓们群情激愤 一等那凶手走近 早就准备好的烂菜叶和臭鸡蛋 如雨点杂落 眨眼的功夫 那男子就挂了一身的青黄枝叶 臭气熏天 地下骂声如潮 就是他 是他杀的人 杀千刀的王八糕子 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 谁说不是呢 连孕妇和小孩都不放过 他把那些孩子的尸骨 都埋在佛色的茅房后面 我听说那尸骨被挖出来的时候啊 有的眼睛还淌着血呢 黑漆漆的能架死人 对对对 我还听说他以前就不是个东西 仗着会歇拳脚 欺男霸女 还强了林家的媳妇 那女人不堪受辱跳河 男成了官夫才会勾打他老婆 活该他被人戴绿帽子 我的天也有 还有这种事 砸 砸死他 那些声音传来 屈真的眉头死死拧着 半点未见寝光 仲锦生的视线从他眉间掠过 目光悠碎 珍珍 你在生气 没有 屈真摇头冷声道 我将杀人害命 罪恶逃天 理当处死 但是 他们还是错了 第117集 这话怎么说 屈翼不解地问道 他来林江府时日不多 但对这孕妇被杀案 也是如雷贯耳 这些人 哪里也说错了 屈真眸光越过人海 落在那几人身上 声音沉沉 他们颠倒黑白 信口胡揍 什么欺男霸女 什么强占人妻 简直是一派胡言 楼下的声浪声如海啸 吴江被拴着链子 越走越近 那铺天盖地 影响他的烂菜叶和臭鸡蛋 仿佛要将他吞噬 他被拖拽着 一拳一拐地往前走 满目青子 脖梗上的铁链 早就将皮肉磨破 混着血 在伤口处狠狠地摩擦 走过万人巷 进了公牙堂 等待他的 就是凌迟之心 左右他都是死 错不错的 重要吧 屈翼眯着眼睛打亮他 这姑娘身上 有种百折不屈的凛然之气 傲骨铮铮 分明是个身份低微的医女 却能在他们这些 天皇贵宙面前 淡然自处 高谈阔论 他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当然重要 曲针点头 正色道 我将在成为天下人 人人喊打的凶手之前 也曾是个磊落正直 一腔热血的汉子 也曾快言恩仇 也曾除强服弱 这些人三言两语 并把他过往二十多年的 善行抹去 将他塑造成了一个 泯灭人性 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 并死在耻辱柱上 所言所行 与把吴江逼至此处的 肩腹淫腹 有何区别 曲姑娘 在同情吴江这个凶手之前 或许你可睁眼瞧瞧 那些死了儿女的人家 人海中 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与谩骂声纠缠在一起 听得人揪心的哀痛 曲毅轻叹了口气 若是被那些受害者 听到这番话 怕是恨不能将他生吞活吧 你认为 我在替吴江开脱 他妄想身侧的男子 挑眉问道 难道不是吗 曲毅也回忆他同样的神情 任谁听来 这话都像是在替吴江 喊冤暴居 曲真与曲毅争锋相对 旁观几人没有出生 也没有心思去桥底下的场面 反而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二人身上 慕林心想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小公爷得输 果然 却一抹了一瞬 抬眸目光清冷 言语如刀 小公爷 你的涅涅微市区是发生病变了吗 什么 涅涅是什么东西 微市区病变又是什么 众人一头雾水 虽然听不懂 但想来也不是什么好话 血手很有求之欲的 小声问道 呃 姑娘 涅涅 是什么东西 曲真瞥了眼 脸色不善的曲小公爷 解释道 所谓涅涅 是大脑的一个分区 负责记忆 语言 听觉 等信息的处理 在涅涅上 又有一小部分 被称作微市区的区域 专门负责理解他人的言语 也就是说 涅涅的微市区 负责理解别人的话 慕林总结了句 看着曲真 心想着 他也不知道从哪儿 学来的这些词 真是声色难尽 不过 大脑 他脚底 窜上了一股凉气 瞬间爬遍了几倍 喊得顺鼓 听他的意思 难道对人脑 很有研究吗 慕林突然想起 在临江府的那晚 他蹲在后院 面不改色地 将人开膛破肚的场景 愣不丁地 打了个寒颤 曲真文言 本有些冷立的容颜 浮泄了些暖色 细血的 显然牧统领的孽叶 是正常的 被夸奖的牧统领 嗯 这话听着 他只觉得 脑子一阵阵地发凉 众人也都缓过神来 他问曲小工业的 微市区是不是病变了 病变两个字 还是很容易听懂的 换句话说 他问的是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曲一想到这儿 俊颜铁青 不等他发作 曲真继续的 我先前就说过 无将杀人害命 罪恶滔天 理当处死 我不赞同的是 他们胡编乱造 信口雌黄 无将行标途中 为救人而伤了子孙根 丧失生育能力 被人耻笑 这些人 是善是恶 他丧失生育能力后 因愧疚 原谅背叛的娘子 对他体贴备置 却在持续遭到 践踏羞辱后 奋起杀人 抛尸枯井 数对数错 众人沉默 陷入了沉思中 就连曲意 也是眉头紧锁 鲜血交给我们的 该是谨记 前人之教训 行善路 守正经 切勿重蹈覆辙 而不是颠倒黑白 以践踏他人为乐 恶意和仁慈 都是放大镜 但前者的放大倍数更大 这是人性 但 意错 容锦生看着他 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 冷力中 透着几分柔软 正如他这个人一般 看似清冷 实则倾身 他浅浅笑道 若你执法断育 该是天下百姓之性 文言 屈真扬眉 笑而不语 执法断育 天下无冤 这也是他的心愿 屈翼回过神来 神色复杂地 看着相视而笑的两人 不知为何 女子断育 这种荒谬的言论 在这一刹那 他并未想要反驳 或许 真有那么一日呢 几人正说着话 陛下却突然骚动起来 接到两旁围观的百姓 互相推散 浪潮翻涌 夹着轻浮之势 似乎是想要冲破防线 小心 快 收好囚犯 牙医们纷纷拔刀 死死地护在吴江身侧 处于飓风中心的吴江 缓缓抬头 木然地朝着四周望了一眼 眼神空洞 没有任何情绪 眼见着下方越发失控 慕林道 朱子 可否要过去控制下场面 府衙的差异人数有限 面对群情激愤的百姓 已经有溃散之势 不必 如果前锋连到手的囚犯 都看不住 那他这浮椅 也就做到头了 容景生目光忧碎 府看着长街越发激烈的撕扯 淡淡倒 府衙押借囚犯入城 本该是秘密行事 前锋为了一雪前耻 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特意张贴告示 广而告知 若因此丢了囚犯 那可真是成了天大的笑话 曲真也没有动身 静静地看着 没多时 一群差异 自腐牙的方向急速赶来 才帮着控制住了场面 百姓们逐渐安静下来 眼看着麻烦就要过去 在这时 人群突然诡异地安静了片刻 紧接着一道人影 猛地被推了出来 砰的一声 砸在了路中间 煞食 一片死寂 第118集 被推出来的是个半大的孩子 月摸十一二岁 满脸污垢 骨瘦林裙 身上挂着破烂的碎布片 脚上踩着磨破了底的草鞋 露出几根黑漆漆的脚趾头 他像是被摔猫了似的 手脚被擦得全是血 藤也一声不吭 半坐起身子 茫然地环顾了一周 哪儿来的小乞丐 快走开 别挡着路 府衙的差异忙去驱赶 那小孩偏见他腰间的佩刀 瞳孔皱缩 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 结结巴巴地道 我 我 这就走 他拖着右脚 一拳一拐地没走上两步 突然就挺住了 此时 吴将原本面无表情的脸 也逐渐崩裂 惊诧 欣喜 羞愧 种种交织在一起 最后满是害怕地退了两步 哑声催促着差异 声音难掩极切 疼 快走 仲差异惊讶地看着他 自打被抓后 除了招供罪状 其他的时候 他都安静地像个哑巴 刚才居然主动 开口说话了 大哥哥 那小乞丐 正正地唤着 拖着脚 往他走去 一步一步 都走得极为艰难 仿佛全然没有看到 那些明晃晃的刀锋 四周的百姓 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手中的臭鸡蛋 都忘了扔出去 这两人 认识 瞧见没 我就说我没看错 半夜偷偷给那小瘸子 送吃的就是他 他们肯定是一伙的 那人手上 染了多少人命啊 摸过的东西 也就那蠢货敢吃 这种时候 别人躲都来不及 他还往上凑 退缺了 难道脑子也坏了 谁说不是呢 他本来就是小疯子 人群中 推他出来的几个乞丐 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 周围的人都捂着鼻子 嫌弃地往远处闭了闭 屈真从他们身上 收回视线 盯着小乞丐那双脚 他行走间 左脚着力 右脚软啪啪地 拖在地上 像是骨折了般 但那裤腿下的位置 粗壮得像是成人的大腿 他身形瘦小 看起来有些畸形 站住 别走了 快回去 吴将大喊一声 怒视着他 小乞丐脚步蹲了下 再次往他挪去 大哥哥 你说过 不会丢下宁宁的 你说过的 不是你杀的人 对不对 你快跟官爷解释清楚 你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这不是真的 随着他越走越近 拆牙的手 已经握上了刀柄 随时准备出窍 那小小的身影 细弱得一根手指就能戳倒 但面对着牙医拦路 倔强地往前走着 谁知刚走到一半路 那身子轰然倒塌 发出一声惨叫 拳着身体倒在地上 只那声后 就再听不见声音 他浑身颤礼着 遍地打滚 倔强 吴江见状 像是锋利一样地 朝他抱冲过去 面色癫狂 生生地在 李娜小身影一步之距 被仲差一合力 死死地拽住 一步如隔万丈 放开我 你 带他去看大夫 我求求你们 带他去看大夫呀 吴江歇斯底利地嘶吼着 双目赤红 在空中 胡乱地扑打 奋力地 小挣脱锁链 没有人理会他 一个杀人凶手 一个乞丐 谁会在意 他们的死活 四周百姓 神情冷漠 差异无动于衷 只面红脖子粗地 拉扯着他 像是怕放走了 到嘴边的肥肉 李大夫 他疼 求求你们了 求求他 救求他 吴江瞥见人群中 某道熟悉的人影 凄厉的嘶吼 传遍了整条长街 话音在上空徘徊着 大 大哥哥 别 救他 别救他们 小乞丐咬紧着牙关 苍白的唇瓣被咬得血肉模糊 破碎的身影 从牙缝流出 印着那血红 显得格外凄凉 你 你 放开我 你别怕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有工钱 我这就带你去看病 吴江如同发狂的猛兽 激烈地撕锁着脖梗伤的体链 想要挣脱他的束缚 奈何为了防止他逃跑 插衣给他戴上的是玄铁的链子 那儿是人力能破开的 人群突然传出了一道轻叫声 李大夫 听见没 人家要求医呢 你还不赶紧去救人啊 救人 哪儿有人呢 你说人在哪儿 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男人 冷笑着开枪 就他们也配为人 沾着血的银子 老夫可不敢收 像他们这种祸害 早该死绝了 李某行医数载 绝不会救治这种败类 此话迎来了众人一阵附和声 那男子捋着山羊湖 颇为得意地朝着四周拱了拱手 像你这种德性 也不配为意 一道清冷的声音 划破着嚣张的笑声 人群中纷纷让开一条道来 女子急步走来 新颖如竹 容颜似雪 只一眼便叫人窥近 世间万种风华 众人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眼瞪得同龄般大小 哈喇子直流啊 好美的女子啊 被斥骂的李静大夫 面色一焦 带看清楚来人是个极漂亮的姑娘后 冷笑了声 小姑娘心肠软 莫要分不清是非 她这种丧尽天良的筷子手 救她 是脏了医家的手 医家不怕脏手 怕脏了心 屈臣披了眼她 几步走到小乞丐身前 从怀中掏出个瓷瓶 倒出两粒 蹲身 喂到她嘴边 这是止疼药 你先吃了 疼痛会缓几些的 她这一举动 所有人都愣住了 五将攥紧了拳 停下了挣扎的动作 正正地看着她 这女子一身紧断划裙 气质轻贵 竟也会淤尊降贵地 来给一个乞丐喂药 那些千金小姐 不都是看她们如臭宠 恨不能避而远之吗 姑娘 水 血手端着碗清水滴过来 去真正要将那 轻瘦的身子扶起 她连忙上前 抢先将那孩子 揽在自己怀中 这种事 我来就好 哪怕是个孩子 这也是雄性生物啊 哪能让姑娘亲自动手呢 她说着就强行掰开 小乞丐的嘴 将药和水 一并倒了进去 那小小的身子 颤抖着 被迫吞咽了药 睁开眼 就见一绝色女子 蹲在自己身边 伸手撩起她的裤脚 看到那警校 众人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那腿瘦得皮包骨 皱巴巴地覆盖在骨头上 唯有小腿那位置 粗壮异常 表面凹凸不平 看着异常的忠宁 屈伤的毛子越来越沉 果然 是最坏的结果 第119集 姑娘 她 她怎么样 我将秉息 小声地问道 仿佛怕声音稍微抬高鞋 便会吓跑她 屈臻没有直言 指着她小腿上 纵横交错的伤疤问道 这伤 是怎么来的 看形状和痕迹 是被薄而锋利的小刀划伤的 是李大夫用刀划的 她说您用腿上的肿块 是因为遭到重击 淤血导致 把淤血放出来就好了 屈臻看向站在一旁的中年人 眼神皱冷 就是她 对 是她 吴将点头 哑声道 是一次 二两影子 她从年前 妞妞走不动路开始 隔三个月去一次 已经去了三次 雍仪 居臣怒吹了声 眼神如刀 逼试着李大夫 淤血 是你脑子淤血了吧 要不要也放放血 你这个黄口小儿 也敢斥骂老夫 她那分明是淤血之症 行医 在大晟也被算作三教九流之列 帝王 文士 官吏 将士 属于上九流 举子 衣补 僧道 属于中九流 师业 雅差 走卒 盗窃昌 属于下九流 而武座 则在九流之下 末入奴籍 行医之人 虽算不得地位尊崇 但是人食无骨杂粮 哪能不生病 一般来说 很少有人 愿意去得罪大夫 李大夫在临江府 也算是小有名气 如今被一个十五六的姑娘家 质骂雍衣 这话要是传出去 以后也就不用在这行混了 雨血 外伤导致皮下出血 或是血肿 是常见 但表面应该是光滑的 按压柔软 呈流状 而她 她指着那小乞丐的小腿 继续的 她腿骨膨胀变形 两侧肌肉萎缩 肿块按压略硬 那是肿瘤 穿破骨头形成的 固定软组织肿块 表面凹凸不平 更甚至肿瘤发展到后期 已经形成了腿骨畸形 就像她的脚一样 你还敢说 这是淤血吗 女子声音轻而立 重重地 砸在众人耳中 李大夫愣了愣 什么肿瘤 什么软组织 她都在说什么 不 不是淤血 吴姜和小乞丐都愣了愣 同时看向那李大夫 神情茫然 又夹杂着愤怒 那是什么 姑娘你说 要怎么治 我 我有银子 吴姜回过神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艰难地从怀中 掏出几两碎银子 递给她 像是怕她嫌弃 急忙解释的 姑娘你放心 这银子 是我砍柴赚的工钱 不是抢的 宁宁的药费 都是干净的 我杀人 是我罪该万死 可宁宁什么都没做错 那银子用干净的帕子包裹着 在阳光下 一片纵亮 曲阵的右肩 重视眉 在她稀奇的目光中 缓缓摇头 太晚了 什么 她得的是骨癌 已经发展到了后期 药食无医 我能做的 就是减少她发病的痛苦 要是早些时候遇上 或许还能一波 但是太晚了 骨癌便是放在医疗技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 也是死亡率极高的绝症 更别说是在这儿 曲阵轻叹了口气 救不得了 不可能的 姑娘一定有办法 求求你 救救宁宁 她不能死 无疆蓬蓬地朝她磕着头 小乞丐挣扎着 从血手的怀里爬起来 脚痛得厉害 站不起 只能朝她爬去 嘴里喃喃地念着 大哥哥 够了 你为宁宁做得够多了 府衙的差役 见屈真在 也没有阻止 便让开了路 宁宁拖着惨腿 爬到了吴江脚边 吴江把她瘦骨灵轩的身子 抱在怀里 忍不住红了眼 是我没用 我求不了你 小乞丐摇了摇头 靠着她 尖难地挤出个笑脸 我不过是 给了你一个包子 就换来了大哥哥 两年的照顾 要不是你 我早就冻死 饿死了 一个包子 两年相伴 够了 真的够了 他们都说大哥哥 使恶不赦 杀人如麻 可在他眼中 大哥哥是个好人呢 小乞丐说着 扭头看向屈真 轻声道 姐姐 我可以求你个事吗 她能感觉到 就连不可一世的官老爷 都听她的话 她定然能做得了主 姐姐她 也是个好人 托她的福 这是两年来 她第一次这么轻松地 度过毒发的痛苦 已经很满足了 你说 屈真点头 给我把刀 她目光柔软 带着些解脱的笑意 似是猜到她要做什么 我将脸色瞬间惨白 不行 大哥哥 宁宁病动缠身 生不如死 还不如跟你去了 也算是 有个伴 屈真早猜到会是这样 但还是拧紧了心 急敏着唇半 半晌后 她站起身 缓缓背对着二人 放远目光 骨癌到了后期 会发生转移 发病时 痛入骨髓 她心里饱受煎熬 这刀该不该给她呢 给她 不远处 容紧声突然开口 她办不到 那就她来办 屈真默地回头看她 正迎上她的视线 充满了安慰和温柔 她心里一软 缓缓垂下眸 见她没有反对 血手默默地将匕首 放进小乞丐的怀中 宁宁紧握着匕首 扬起脸笑道 谢谢姐姐 华洛 只听扑驰一声 刀刺乳皮肉的声音传来 吴江突然像发疯一般 挣脱铁链 死死地抱着小乞丐的身子 嚎啕大哭 等她闭了眼 俯身在她耳边道 她一把拔出那匕首 大喊一声 在府衙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 举起匕首就朝屈真刺去 口中大喝 还命来 二人距离极近 谁也没有料到 她会突然翻脸 毕竟屈真一开始 可是帮着他们的 众人不由的 面色俱变 唯见屈真 见那刀光逼近 面不改色 只静静地盯着那双眼 似是看穿了她的意图 她身后 是那瘦弱的 已经断气的小乞丐 以她的武功 想要避开轻而易举 可她并未躲闪 就在刀锋 离她心口还有一寸之巨时 旁边一柄扇子 如流光般飞旋而来 倒倒寒光 划破她的喉管 血珠如现 喷涌而出 吴江身子猛地一震 嘴唇如了如 吴声地 说了两个字 高大的身子 伴随着周围的尖叫声 轰然杂地 风中 至于那淡淡的话音 谢谢 第一百二十集 屈身站在原地 空气中血腥味弥漫 她寸步未移 月白色的人影一闪 拿着扇子 在她面前晃了晃 那扇风还沾着血 屈翼急声道 还傻站着呢 看不到她刚刚想杀你 我说你也真是的 没事离她那么近做什么 没事吧 那晚打她的劲儿 哪儿去了 到底是个姑娘家 再厉害的身手 真正遇到危险时 也吓破了胆 幸好她一直留意着 我没事 她摇摇头 轻声道 目光落在那脖梗 血如泉涌的人影身上 清冷的容颜 似是蒙上了一层雾气 临江府 孕妇被杀案 凶手无疆 两年间虐杀孕妇十三人 人人一尸两命 此等行径 人审共愤 罪犯滔天 按大胜率 当处以急刑 以平民愤 反被判急刑的死囚 若在刑刑前身死 一应官员差役 要被问责 好在陈王主管大理寺 事迹从全可从中协调 吴江身子倒地的刹那 仲差役 吓得脸都白了 七刷刷地围了过去 叹塌鼻息 没气了 这 众人面面相去 吓得脸色惨白 双腿颤立 这下可怎么是好 佛隐大人要是知道人死了 还不得扒了他们的皮 王爷 求王爷饶命 他们欲哭无泪 七刷刷地跪倒了一地 今儿遇险的屈姑娘 杀人的小公爷 他们敢怪罪谁呢 此案陛下亲自过问 犯人是要移交大理寺 再转交刑部复合执行的 结果犯人还未收监 就断了气 最先倒霉的 肯定是他们这群人 吴江押送途中发狂 意图伤人被处死 不必再移送汴京了 由临江抚印公开出信 以敬效忧 其他的 本王自会禀明皇兄 不会牵连你们 手紧声淡淡地开口气断 人是死了 但临迟之行 免不得 否则必然掀起民怨 中差役这才松了口气 起身七手八脚的 抬起吴江的尸身 屈真俯身 掀起散在地上的几颗碎银子 一抬头就看到差役中 有张熟悉的脸 在府衙后院验尸时 曾见过 他缓步朝那人走去 显然那人也还记得他 拱手行礼道 屈姑娘 车大哥 他别念头 轻声道 我即将离开临江府 有件事 还想麻烦你 姑娘客气了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他笑着道 王爷与他初双入对 颇为维护 谁还担得起他一句 麻烦 不过天底下 也唯有屈姑娘这种人 才配得上 他们大盛 风华灌溉的 陈王殿下了 屈真转身 看向那躺在血泊中的 瘦小身影 牙柴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也看到了那小乞丐 烦请差大哥 能为那孩子买口不惯 在吴江凌迟后 将他们葬在一起吧 说吧 他掏出一个银钉子 递了过去 差异看着那银钉 有些迟疑 嗯 姑娘 这些银两 太多了 他俯身 捡碎银子的动作 许多人就瞧见了 想来 是怕他觉得晦气 才重新拿了订银子给他 剩下的 全当切礼了 他说着 又将银子往前送了送 那差异箭推辞不过 就收下了 保证的 姑娘放心 此事 小的定会安置妥当 那小乞丐能遇上姑娘 也是他三生修来的福气 麻烦了 曲阵微微汗手 道了谢 重新走回容锦生身侧 他去做什么 容锦生心中有数 浅笑了声 也不知医馆究竟赚了多少 攻得紧你这般花销 暗卫回禀他 府衙里那两句 无人认领的尸骨 也是他出银子 让差异下葬的 容锦生不提也罢 一提 他才想起 是啊 这十几年来 他与爹爹 时常一忍增要 遇上些穷苦人家 分文不取 还要贴些银钱出去 医馆一直都是处于 入不复出的状态 离开损息县后 他与容锦生达成协定 看病查案 也都没收银两 如此一来 他再不赚取银两 恐怕真要身无分文了 他不由苦笑 你竟然没打算 给吴江的那些碎银子 还解他做什么 医馆已经将自己的灼扇 收拾干净 刀锋赠亮 拿在手中轻摇着问道 那些碎银子是吴江对宁宁的心意 我捡它是为了成全 没有给出去 是不想别人心里个影 杀人者碰过的东西 寻常人都觉得 肮脏 不肯再用 就好比百姓 也觉得时常与死人 打交道的武作晦气 必如说些 这是一个道理 别说同桌而始 就连笔铃而居都不肯 这就是武作的尴尬 也是为何爹爹生前 断不允许他沾染此道的原因 女子生活本就不易 再行此路 犹如悬崖盲步 动辄粉身碎骨 能遇上容锦生是他的福气 但世间能如他这般开明的人 又有几个呢 你考虑的倒是周全 屈翼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果真是心细如发 府衙的差异动作很快 无胶和小乞丐的尸身都被挪走 百姓也随着他们 往府衙的方向而去 黑云旗护卫着马车出了城 旷野急行 天地间回荡着铿锵的马蹄声 约摸两个尸身后 屈征割下手中的医书 先连往外瞧去 就见碧野连天 山巒别起 我们似乎不是朝着汴京的方向走的 屈真轻声问道 他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 要去汴京 应该顺着泽吾河北上 他们现在明显是在东行 对 先步回汴京 暗影查到了吃蛇胆的消息 我们要赶去要顾 荣锦声答道 看他饶有兴致的盯着窗外 神情欢悦 也颇惊染了笑意 是说的 果真在药谷吗 屈真先前 也做过这个猜想 药谷 乃天下药草圣地 地处 陈阳 渔州 昭歌 三府的交界地 中年 独物笼罩 天然屏障 药谷并不阻拦外人入谷 但前提是需穿过独障林 有他在 进入药谷不是难事 对 确定在药谷 不过近日来 药谷多有异道 至少新鲜 荣锦声提醒道 话虽这么说 不过以他们此行的阵容 足以应对所有风险 屈真回头看他 有些忧心 赤蛇乃是万说网 数年才生一条 毒性极烈 若要抓他 怕是不易 再加上药谷 蛇虫遍地 步步危机 王爷的洁癖 第121集 我爱他 荣锦声谴笑看他 药蛇谷之行 是为他谋生机 他怎么可能 让他一人犯险 若难受的话 别宠强 他又叮嘱了句 没有多劝 此地到药谷 约某五六日的路程 他们白天赶路 晚上就地扎营 终于在骨头残家之前 赶到了离药谷 最近的一个城镇 洛城 按理来说 像这种编程小镇的客栈 该是十分冷清的 谁知打探一圈 竟是家家宿客爆满 幸好区域在深巷里 找到了一家 九番都破洞的老店 黑云其助手在城外 只有隐蔚随行 几人进了店 店内光线昏暗 窗户紧闭 扑面而来的 是抚沫和尘土交洒的味道 呛得人肺管生疼 曲公子 你确定这儿能住人 莫里猛咳了几声 当眼看向趋翼 怪不得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谁有银子会来这儿买罪手 他和血手等人 已经脱去了铠甲面具 换回了长服 面容威严 眉风刚毅 偷着一股杀法果决的戾气 也没有再换小公爷和王爷 而是以公子相称 曲翼也很是尴尬地笑了声 应该能吧 找遍了全城 也就只有这家店有房间了 他能有什么办法 出门在外 就别讲究这么多了 曲针轻笑了声 往内走去 扬声唤道 殿家在吗 昏暗的客栈里 他的声音阵阵回响 阴风不知从何而起 甚得人骨寒 就在此时 二楼突然传来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 紧扣着地板 游远其近 生生沉缓 诸人抬头望去 就见楼梯口出现一个人影 身形消瘦 如行走的骨架般 大半个身子都隐在黑暗里 他头发花白 手里举着幽明的烛台 火光跳跃 衬得树皮般褶皱皱的脸 阴森诡异 十分骇人 分明行将旧目 却令几人不约而同的 胜出危机感 大家还是主店 他只不楼梯口 开口问道 声音如他的人般 森冷 阴寒 不知为何 无人答话 主店 还要到老店家了 容景生微微汗手 温声道 那人没了顺 哑声道 客房在一楼 厨房在后宴 紧直上楼 不许开窗 莫林等人 齐齐抽了抽嘴角 这是什么奇怪的客栈 意思是吃饭 收拾房间 这些都要他们自己动手吗 老者说完 转身就要走 就听底下 突然传来一道女声 老先生 距林水 不适合培植 你那位药草 他脚步猛地挺住 阴眼陡立 摄像说话那人 待看清 开枪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女娃娃 愣了下 一道 你怎么知道聚灵水 去真台指 点了点自己的鼻尖 气味 为了熟悉各类药草 他自幼便练习蒙眼识遍 嗅觉灵敏 异于常人 自然是闻得出的 哦 你懂药 老者似乎来了兴致 话也多了些 自幼学医 略懂一二 他回答的甚是谦虚 谦虚 屈翼握紧了手中的扇子 脑海中浮现的是他那击窍的语气 静猛的拳风 心里微酸 果然谦虚是要看人的 这老者浑身上下透着古怪 摸不清底气 但听气息 是个高手 屈翼这丫头向来聪慧 想必看出来了 老者微眯着眼打亮他 显然是不相信他略通一二的说辞 学医的人众多 但隔着这么远 靠气味就能分遍聚灵水 绝不是寻常人 他目光所到之处 屈翼只觉得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头皮一阵阵地拔着两翼 屈翼他哑声开口道 你上来跟我走 好 屈翼不假思索地应道 不行 几道声音同时喘出 屈翼看向一步挡在他面前的牧林 和屈翼几人 挑眉笑道 你们何时这么有默契了 屈翼两步挪到他跟前 折扇扮演折脸 压低声印道 这老先生诡异的喊 你可别犯傻 万一落了单 没人救得了你 牧林和血手等人也瞧着他 满目忧色 唯独唐月见他望去 没心没肺地冷哼了一声 环抱着胳膊扭过头去 不会又是的 如果真的是他猜的那药草 那他们此行拿下赤蛇网 又多了些把握 他必须得去瞧瞧 屈翔的宽慰 不起任何作用 几人依旧拦着去路 神色坚持 但显然那老者 没有什么耐心 取着烛台 缓缓地下了楼 走进众人 借着门口的光线 众人才看得清楚 他穿着一身黑袍 目光绝朔 风锐逼人 并边白发 拢在脑后 用绳子系着 整个人内敛而阴森 哪怕站在光影中 都透着阴寒之气 跟我走 他不多话 伸手朝着屈真抓去 说翻脸就翻脸 好在屈翼等人早有防备 健壮 齐齐触手拦截 老鼠身形一闪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那身影就诡异地 穿过几人的封锁 瞬间出现在屈真身侧 那双手成鹰爪般 扣向屈真的肩膀 屈真一惊 身形暴退 那手如影随形 竟让他生出些 无法反抗的感觉 就在那手 即将碰到他之际 他眼前一花 容紧生煞石 强势落在他们中间 锦绣微服 狂猛地进风甩出 只朝着那老者而去 似是察觉到了危险 老者猛地停下身子 避开这股劲挡 眯眼危险地打量着他 小娃娃 好霸道的内空啊 在下救人心切 多有冒犯 还请老先生见谅 容紧生体内气息躁动 但面上不露分毫 客气地朝着老者 汗手一礼 转头看向他 珍珍 没事吧 没事 去着柳眉紧促 也顾不得眼前的老者 一把抓住他的万脉 在肌肤相处的刹那 容紧生下意识地想要甩开 可见他眸中忧色 强忍着那股 逐渐弥漫的不适感 寒笑看着他 脖梗汗珠细密地渗出 不多时就附上了一层薄汗 他很快撤手松了口气 好在他有分寸 并未全力出手 体内的毒素还相对稳定 没有爆发之势 但是这人 太胡闹了 那老者没有伤他的心思 以他的眼力 不会瞧不出 为何还要强势出手 你再这样任性 我就试真 让你摊着 要不是这段时日 他一直为他挑力着 就刚才这一击 足以让他 独发而亡 好 容紧生见他真动了怒 很是乖巧地点点头 两人旁若无人地说着 老者面色不善 冷道 打情骂俏完了吗 被打情骂俏几个字 害到的众人 齐齐反应过来 身形刷刷刷地 落在容紧生 和屈真的四周 兵刃出窍 警惕地凝视着老者 老先生一言不发就动手 费免也太不讲道理了 莫林冷声道 手缓缓地摸上腰间 他最擅长的是软剑 双方气势瞬间拔高 战斗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手紧生微压下眼中的意思 诞生吩咐道 都让开 真要动起手来 以他如今的身子 怕是两败俱伤 公子 莫林等人有些迟疑地 看了眼自家主子 万一他们撤离后 这人忽然动手呢 不会有事的 老先生 没有打算伤人 屈真也适时地解释道 眼神示意 他们退开 唐月等人 依旧寸步未移 神色凝重 有他突然出手的先例在 谁也不敢放松片刻 好在屈翼不似他们那般草木皆兵 文言朗叫了声 折扇一收 抱拳见礼 原来是场误会 小贝鲁莽 还请先生 见谅 不谈其他 就是那诡诀的身法 真动起手来 也没有几个人 能拦得住他 那老舍似乎并不在意 他们的想法 只是宁谋 看向屈真 跟我走 屈真点头 好 此人性情阴质 喜怒不定 继续留在这儿 也不知会闹出什么麻烦 倒不如随他去瞧瞧 他刚抬脚 就被容锦生挡住了去路 他抬眸 笑道 老先生见谅 不知在下 可否同行啊 那老者阴眸扫过他 转身 端着烛台往楼上走 沙哑的声音传来 你和那丫头 一起来吧 脚步声 没入二楼的黑暗中 容锦生吩咐众人 四散着去收拾 与屈真 一并跟了上去 那腐朽潮湿的味道 越深入 就越是刺鼻 老者行至走廊 尽头的一间屋子前 扭头叮嘱道 进去之后 别乱摸 见二人点头 他推开房门 率先走了进去 屈真推着容锦生 跟在他身后 进了里屋 借着幽微的烛光 勉强能看得清 屋内的景象 屋子正中 摆放着张简陋的桌椅 刷白的墙壁前 是张暗机 上面供着香炉 和两个五字排位 暮色已经暗沉 瞧着有些黏透了 愣什么呢 还不赶紧过来 老者已经进了内室 转身换倒 里间更为朴素 除了张姑姑玲玲 靠墙立着的漆木柜子 也唯有窗前 搁这张小机 上面摆了个 栽着药草的花盆 和成块的汉笛 小丫头 你可有法子救活他 烛光印在那老者 幽深阴冷的毛子里 尤为圣人 正紧紧地锁着他的视线 似乎只要他略有迟疑退缩 便将他撕成碎片 却正没有答话 挤不上前 盯着那草药打亮了翻 语气隐隐激动 小叶片 捣乱形 质磷状 血肠圆形 花单生于叶叶 高两寸 喜阴寒 有腐烂气味 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什么 冯锦生温声问道 他猜到 他故意戳破聚灵水 引起老者注意 是别有所图 难道就是为了这个 是复古草 传闻生长在质阴这寒之地 不过这药草 夜端微微泛黄 又枯萎之状 莫了 他又传音给容锦生 补充道 复古草气味独特 对赤蛇胆 有致命的吸引力 有这种药草在 找到赤蛇王取胆 就容易许多了 蛇类 洗阴暗潮湿之地 尚伪装藏匿 要是没有这草药为隐 想要在茫茫山谷中找到它 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本想着等进了药谷 再行搜寻 没想到居然误打误撞地 在这儿见到了 容锦生立即懂了他的意思 笑瞥了眼他身后的老者 他这算是引狼入室吗 老者闻言略惊 这药草甚是罕见 许多老大夫听都没有听过 他竟能一语道破 这药的习性和形状 听他的语气 似乎早就猜到了 是这株药 医药不分家 药道由此研究 医术想来也不差 念及此 他再开口 化音少了几分冷意 丫头 有法子救吗 有 曲针点头 抛开他的需求不谈 这株药材也是稀释其真 医者爱药 他也不舍看他枯萎 说道 老先生 仿着他的环境和习性 一时精细地照顾 本不该枯萎 但是有个不受错了 哦 哪儿错了 老舍错没问道 复古草 又叫湿草 围在大量腐蚀存在的地方 才能生长 且必须同时满足 致寒 无光 等种种苛刻的条件 一时栽培时 除了无光低温 老先生 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曲针定定地看着他 郑重答 腐蚀 四周漆黑 复古花 俯臭未逼人 透过那一双 成静的毛子 似是能窥见 山间坟岗 遍野残尸 斜着腥风朝他吹来 老鼠瞳孔 微不可见地缩了下 腐尸 他承认他忘了这点 不过 这条件 怎么达成呢 他牵着嘴角 故意露出某 淋漏是血的笑意 小丫头 难道你的意思是 老夫杀两个人 等他们腐烂 哪来养着这草 松紧声闻言 有些不适地 为压了下眉头 这想法 寻常人还真想不到 曲针神色古怪地 瞥了老者一眼 无视他的恐吓 嫌弃道 供养复古草生长的 是来自于腐蚀自荣后 融于土壤里的养分 老先生只需要 在尸骨城堆的乱葬岗 挖些尸土来 将他移栽就行了 没几日 这药草 自会恢复 老者没有答话 黑暗中 盯着他的眼 幽碎地泛着光 直叫人 心底发毛 曲针不为所动 片刻后 试探地问道 还请老先生 恕我冒昧问一句 您辛苦在陪着药草 可是为了治疗您的手吗 复古草 除了对赤蛇 有致命的吸引力外 还有塑金蓄骨的奇效 他目光落在老者 垂落身侧 被袖子掩盖的左手上 刚才老者 右手拿着竹台 用左手手肘推门时 袖子滑落 他无意间看到 那处手腕 有道陈年旧伤 伤口猙獰 看上去 像是被人挑断了 手筋所致 这复古草难得 他不想放过 若是能有法子交易的话 自然是极好 文言 老者眼中 火光莫地被点起 拙拙地看着他 搬上后 哑声道 小丫头 你想说什么 第123集 懂一之人 自然清楚 复古草的难得 听他的话音 似乎还有别的意思 若是为了您的手 或许我有办法 他目光惩治的道 小丫头 老夫虽不懂医术 可常识还是有的 你知道我这手 费了多久吗 15年 老者声音一沉 冷笑道 十五年前老夫辩方天下名医 都没能治好这双手 过去了这么些年 你跟我说你一个小丫头骗子有办法 哼 简直是大言不惭 他们不行 不代表我也不行 曲针面容严肃道 西医与中医多年来 数优数裂 终止不下 他前世学的是西医 今生沿袭的是中医 集中西医优势于一身 治疗此病 不在话下 老舍被他坚毅的目光所触动 但心底还是不信任 一个小娃娃 能治好他这一伤 就算你这丫头天赋秉毅 医术精神 打从娘胎里开始学医 至今也不过十来年 我凭什么信你 烛火幽微 那双略显浑浊的眼在夜里 三分冷 三分疑 三分不屑 还有一分动摇 他眉头微压 眼睛眯起 表示怀疑 眼珠向右 双唇向内凹 说明他在思考 医术粗略一眼 心里大概定了定 他这反应 说明此事 有戏 他凝视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 声音尘缓 却有力 像是要刺破他的伪装 直达他心底 就凭他们 闻不出去灵水 猜不出 敷古花 先生说话含浑 气粗 嘴唇面膜 紫干 说明你的肺不好 平常有多弹 胸闷 咳嗽的症状 你偶尔轻松右肩 有骨擦影 与此同时 面部肌肉紧绷 唇半紧密 露出痛苦之色 我猜你右肩甲 曾经受过重伤 因为没有处理好 发炎感染 留下的这毛病 随着他每句话说出 老者的面色 越发的凝重 阴沉的 能挤出墨来 沉生喝道 够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屈真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问道 不 你说的都对 我的确咳嗽兄们 有间也受过伤 不过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者周身 隐有杀气一出 这小姑娘 好厉害的眼睛啊 这些消息一旦传出 他那些老对手 找上门来 以他的状态 怕是逃不过 我不仅知道这些 屈真摇头 继续的 我还知道老先生行走间 脚步虽沉 但是每一步 间距相等 频率相同 气息也其轻 这需要极为深厚的内力 和精准的控制 才做得到 你大拇指内侧 和掌心有后剪 是长期握剑所致 你擅使剑 而且剑术精湛 应该不是 极其无名之辈 他的话音刚落 老者的震惊之色 再难以掩藏 他在这九家数年时光 还是第一次遇到 能把他看透之人 他们 到底是什么来历 不等他发问 在旁清官的容锦生 轻笑了声 说道 真真说得不错 的确不是 积极无名之辈 鬼影无形 煞血归 名震江湖的 鬼剑前辈 没想到 会落得如此地步 他看向床榻侧面 挂着的一柄残剑 语气 无不惋惜 就连煞血剑都断了 可惜啊 再看不到剑语三千的奇景了 屈真闻眼 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就见一柄断剑悬在床榻边 盈盈流光 小丸我知道的都是真不少 老者副手看着那剑 锐利的毛子软了些 目光痴迷 那专注的神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看的是自己心爱的女人 许久 他悠悠叹了口气 似是要将那被勾起的回忆 怅然都疏散出去 老先生见到 有如此造诣 为什么不试试 相信我呢 屈真看着他 柔声问道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你为我治手 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老者直接了当地问道 我要敷古草 他字字质地有声 语气中透着一股 勇往直前的锐气 熊锦生的眸光暖了暖 他今日之盘算 都是为了他 老者来回打量着他们二人 垂眸静思了片刻 我可以答应你 别说能把我的手 恢复着巅峰状态 只要能拿得起东西就好 文言屈真喜不自受 多谢 瞒着 老鼠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先别急着谢我 要拿到复古草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条件 先生请说 屈真压下起色 轻声道 这个条件等你真的 置好我的手后再说吧 这不好说了也没用 这 万一先生的条件 我达不到呢 屈真觉得 这说法实在难以拿捏 疑惑地 放心吧 我既然能提出让你去做 你就能达成 老者说完 似是已经很疲惫了 抬手对他们挥了挥 你们先去歇息吧 准备好制首时 再来找我 屈真迟疑 此行终归是太冒险了 容敬生却伸手 轻扯了下他的袖子 轻点了下头 对着老主硬挡 好 那前辈好好休息 晚辈就不打扰了 房门再度 被合得严严实实 二人刚准备离开 就听里头传来声音 你们可以住 二楼另一头的 那个房间 此后 便再无声 容敬生轻笑道 多谢前辈 屈真推着他下了楼 容敬生扭头看他 轻声问道 真真 你有多少把握能治好 他信任他的医术 但那伤 毕竟有十年之久 想要治好 太难了 八成 他答道 其实他有十成的把握 只是这话说出来 未免有些太过夸张 筋脉被挑断这种伤势 放在现代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这个时代 相当于就是个残废 想要治愈 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此他刻意保留了血 对于容敬生 他还没有达到 能够全心托付的地步 那便好 只是要辛苦你了 我以为你我如今 不需要客气呢 居然含笑望着他 目光澄澈坦率 耳根却悄然地 爬上了一抹烟红 他处处以他为重 护他周全 似乎在他眼中 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姑娘家 容敬生不以世人的 有色目光 看待他的左眼所行 不以俗世规矩来约束他 不以愚昧偏见捆绑他 他信他 护他 珍重他 容敬生 真的很好 容敬生听明白了 他的话音 他们如今彼此心悦 无需客气 他心里瞬间被温柔填满 凤眸笑意更甚 啊 你有什么需要的 就告诉我 我临他们去办 他本想说 告诉我 我去办 可是容敬生凤眸微锤 黯然地看了一眼 自己的双腿 嘴角一出摸苦笑 在这种时候 他就会怀疑 将他留在身边 究竟是对 是错 他是个瘸子 藏废了这么多年 他从未觉得有什么 却在与他相遇后 屡屡生出难堪之意 他分明待他 未有异色 他却不敢在他面前 提起腿伤的事 这是 自卑吗 接下来的几日 莫林等人 按照曲针给的药方 四处勾进药材 在后院 张能辟出了一间房 来供他摆弄药草 每日三提药 捡好后 放在二楼房门口 隔半个时辰 再去取 药碗就已经见底了 老者却再也没有露过面 姑娘 这药 真的能修复 十多年前 断了的经脉 血手端着托盘 闻着药味 有些不适的 拧紧了眉头 不敢置信地问道 屈身正将晒干的药草 分门别类的摆置 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不能 两个字干脆利落 血手忍不住 抽了抽嘴角 不能 这话要是被那人听到了 玩笑可就开大了 姑娘 那你熬这药 有什么作用啊 他弃而不舍地问 屈身将药材分装 做好记录后 割下笔 解释道 那伤 毕竟是陈年旧级 先生又上了年纪 身子亏损严重 需要先用药条理 让他清血通畅后 再进行肌剑修复手术 肌剑 血手来了兴致 黑黑地笑了两声 姑娘 你先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啊 他端着药碗 送去了楼上 没多久折了回来 身后还跟了去一几人 进屋后 清车数路地 找地方坐下 姑娘 你刚才说的肌剑 又是什么 屈身看了眼众人 尤其是屈翼 没想到 他对于这些事 也感兴趣 笑的 我们所说的手脚筋 就是肌剑 用来连接肌肉和骨骼 肌剑被外力切断后 骨骼失去了牵引 无法运动 就会形成残疾 既然那老者的手筋 都被切断了 还怎么恢复啊 难不成要像缝衣服似的 用针给缝在一起 屈翼轻摇折扇 漫不经心地笑道 众人也不禁失笑 纷纷打趣 那是人手 又不是布料 哪里还是能拿针缝合的 小公爷 可真是幽默呀 祖师啊 再说了 谁敢拿针 在人肉里穿来穿去的 也不嫌身地晃 几人聊得热火朝天 却突然发现 最有发言权的屈真 一直都没有说话 声音渐息 几人下意识地看向屈真 却见他正笑眼盈盈 意味深长地 看着屈翼的方向 满目 噎鱼之色 血手等人面上的笑意 逐渐凝固 不知为何 他们觉得 脊背 有些顺得慌 一扇眨眼间 被冷汗浸透 他们顺着那道视线 齐刷刷地看向屈翼 目光诡异 该不会 真的被小公爷输中了吧 屈翼 摇扇的动作一僵 奇怪道 你们盯着我瞧什么 血手等人 甘笑两声 没说话 他们是觉得 小公爷料事如神 心生敬佩 屈真玩耳一笑 一贯清冷的容颜上 浮现点点笑意 只叫人惊亏 寒霉欲风而战 刹那芳华 万物失色 啪哒一声 屈翼手中的折扇 掉在地上 他恍若未觉 正正地看着他 半首后 面色骤变 你开什么玩笑 难道真打算用绣花针 把那断裂的筋脉 缝合起来 为什么不行 不缝合的话 难道断裂的基建 会自己长好吗 这些手法 放在当下 的确是匪夷所思 但他仔细考虑过了 他想要践行 心中的信念 就不可能一直 藏着掖着 那是人手 屈翼被他气得语色 声音再度拔高 屈真点头 我知道 你 简直胡闹 王爷可知道此事 屈翼蹭地站起身 不赞同地看着他 不止 他话音刚落 屈翼就铁青着脸 往外走去 看母样 似是要去找容锦生 说清楚 哎 小公爷 你的膳子不要了吗 血手 嘻笑着换挡 屈翼走到门口 又转身 凌空一抓 膳子便飞到了手中 他略略沉眉 你们也不劝着点 他这性子 迟早要惹出大祸来的 说完 他的身影 消失在后院 血手等人 收回视线 看下若有所思的屈真 笑道 姑娘 别放在心上 小公爷 也是担心你 他倒是没有 屈翼公爷 那么大的反应 一路走来 他们都清楚 姑娘的能耐 在没有亲眼见过之前 要是有人告诉他们 世上还有这样的人物 他们也定然是不信的 不会的 我倒觉得 他的脾性颇为有趣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对他的脾性 也算是有些了解 人前人后 两张皮子 这大概是权贵子弟的通病吧 屈真倾勾了下唇角 玩耳一笑 并不在意 可心思 却跑到了其他地方 要做肌腱修复手术 他的恐惧症 才是最大的问题 屈翼离开后 找到了容锦生 不知二人究竟说了什么 之后的几日 他见到屈真 都是一副 忧心忡忡的模样 不管众人怎么想 拟定的动手术的日期 逐渐逼近 需要准备的东西 也在进一步完善 最终在月初那日 屈真敲开了二楼 最深处的房门 要开始了 老者浑浊的眸子 闪过一抹亮光 声音粗雅 小丫头 你想好 开工没有回头见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屈真不免失效 都这时候了 还反悔什么 就算是他想要反悔 恐怕他也不会同意 他打去的 老先生不必紧张 您放轻松地睡一觉 醒来后就什么都好了 紧张 老夫活了大半辈子 还真没尝过 紧张是什么滋味 哪用得着你 这个小娃娃来安慰我 老者冷哼了声 对他的说辞 很是不屑 是 那就当晚辈 瞎操心了 他扫了眼 他下意识 摸索着旧边的手指 笑而不语 并未戳破 两人下了楼梯 走到后院 专门腾出的 做手术的空屋前 已经等了许多人 容紧生 戴着雕花玉面具 一袭雪紧长袍 蹲坐在轮椅上 在一众人群中 显得格外突兀 前辈放心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老者脚步顿停 眯眼望去 轻哼道 哼 你倒是对他有信心 自然 容紧生 笑着硬道 面具下那双凤眸 荡起了万千波兰 柔软的像是要将他的冰冷 化开似的 但愿你没信错人 老者拂袖转身 柔软的袖边 在空气 划出了一道利风 脉步进了屋内 屈真看了眼容紧生 他笑道 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好 他点头 事关复古草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第一百二十五集 屋外 烈锐炎炎 蒸笼般 闷着大地 屈真端了把麻沸伞 递给老者 先生 先将药喝了吧 其他的 交给我就好 老者驱退 坐在颇好的床榻边上 看着那药 摇头 老夫不需要这东西 他大概猜到 这药是用来做什么的 比起毫无知觉地躺在这 将性命 交到别人手中 他宁可清醒 忍受痛苦 你的伤口 当年就没有处理好 修复前 需要做轻创 切除坏死组织 然后 再进行修复缝合 痛苦异常 像这种精细的手术 你只要略意挣扎 就会前功尽弃 还是喝了吧 他又将药 往前递了递 严肃地看着他 先生手里 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不会害你的 老者勇吃了声 没风一跳 那可不好说 你杀了我 照样能拿到 福古花 话落 屋中久久 未闻人生 他迟疑着 抬头看去 就见屈真 低垂着毛子 阳光透过窗 落在他身上 落了大半的阴影 他整个人 都透着几分凉意 半晌 他声音悠冷 透着沉怒 人命在你们眼里 到底算什么 老者一漏 人命算什么 江湖里血雨惊风 动辄就是满门血债 尸横遍野 他的妻女 还有他这双手 都断送在了别人手里 哼 人命 什么都不算 不管你怎么看 由我而言 当我拿起手术刀 站在这儿 我就是大夫 这双手是拿来救人的 不是拿来杀人的 屈真撇了他一眼 将药碗塞到他手里 冷声道 喝不喝随你吧 老舍凝视了他取酒 毛底波澜涌动 最后还是端起那碗药 一饮而尽 意味深长得到 希望你记得你说的话 他退让了 在这个小姑娘面前 这双眼睛实在是太明亮 成绰 干净的 不参丝毫的杂志 他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数年 才已算计 处处防备都重伤至此 没想到林老了 居然还会这般疯狂一回 喝下这药 他就是身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但愿他不要辜负了这信任吧 自然记得 他应了声 转身将准备好的用具端过来 放在手边 静静地等待着要效的发挥 老者躺平身子 不知为何 竟变得有些多话 低声问道 你要复古草 是为了外面的臭小子 他说的臭小子 指的自然是容紧生 这一酒馆的人 指的他正眼相待的 没有几个 嗯 他轻硬了声 带着厚重的鼻音 老夫瞧得出来 他喜欢你 你们 对他也有意思 不过那臭小子 腿有残疾 难道你就不嫌弃 老者今日 似乎很有聊天的性质 屈臣瞧了他一眼 淡淡警告道 他很好 腿急又如何 治就是了 即便治不好 还有他在 很好 很好 果然是情人眼里 出席师啊 就不怕他 有朝一日 赴了你 老者的声音 有些软眠 似是要效发作了 他昏昏沉沉的 隐约听到 那清冷的声音 他若赴我 气了便是 这世间值得放在心上的 并非只有男欢女爱 剩下的话 他再未听清楚 彻底的失去了意识 屈臣看着他 和放在一旁的手术刀 深吸了口气 拿出怀中的一个小瓷瓶 是凝神定孔丹 他轻轻摩缩了翻 倒出两粒再掌心 仰头吞咽下去 等了约摸半盏茶的功夫 屈臣俯身 拿起手术刀 掀开他左手的袖子 露出了一条 猙獰的伤疤来 他眼神陡然装束 盯着伤口 手起刀落 那疤被再度划开 鲜血直涌 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烈酒 重洗消毒后 切除坏死的组织 找出萎缩在肌肉中的神经 再次消毒后 用阳长线做端端吻合 冲洗后依次缝合 除了寻找神经 费了些功夫 后续的一切 进行得很是顺利 伤口缝合包扎后 他用木板交手固定 双眼已经熬得通红 太久没有做过 这么精细的手术 精神必须高度集中 趁着麻沸散的药效 还没有过 他坐在旁边 合眸休息了会儿 眼睛色得厉害 又过了一个时辰 算算人该清醒了 他刚睁眼 便听到一道 极轻的抽气声传来 别动 他急步走到床榻边 扶着他挣扎的身子 缓缓坐起 叮嘱道 手术很成功 但你近日 左手不能用力 得留给伤口恢复的时间 之后 我会让人拿消炎的药给你 只要按我说的做 大概一个月后 你的手 就能拿些轻巧的误件了 许是药的副作用 老者反应有些迟钝 后知后觉的 看向左手 下意识的 动了下手腕 突然一阵钻心的疼 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取针见状 连忙制止他 又反复叮嘱不可用力 免得将伤口二度撕裂 老者没有说话 只是捂着包裹岩石的手臂 喃喃道 疼 他以为是过了麻沸散的药效 伤口缝合处疼得厉害 连忙端了药来 先喝点止疼的汤药 你这伤势太久了 神经也刚缝合 难免会胀痛不适 这些都很正常 老先生不必担心 可老者忽然抬手 将药碗推远了些 摇了摇头 哑声道 不用 老者双眼有些微红 盯着那手 久久不愿意一开视线 疼 疼了好啊 知道疼了好 十五年来 他这手无论怎么用力 都半点动弹不得 软趴趴地垂着 唯有刚才 他久违地找到了掌控的感觉 疼才是真的 证明他刚才真的动了手 曲针看着他的神情 抿了下唇 将汤药放在一旁的桌上 轻声道 那就等过会儿再喝 你先坐会儿 等妖孝彻底过去了 再吓他 老者没有答话 也不知听没听进去 他也没有多说 这种时候 还是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好 里面气氛静谧 一片祥和 外间却早炸开了锅 容紧声端坐在院中 手中端着盏茶水 茶已经凉透了 还是满的 他凤眸凝视着那紧闭的屋门 叫人看不出情绪 血手几人 齐齐地厚在门边 探头探脑地 往里面张望着 还不出来 都三个时辰了 怎么还不出来 莫林娇急地在院中 来回躲步 他们就差最后一位 赤舌胆 拿不到复古草 即便他们进了药谷 也未必找得到赤舌王 更不要说取胆的事了 出来什么 统领啊 这又不是生孩子 你快别念叨了 吵得人头疼啊 血手叹了口气 打从屈姑娘进去 他们家统领 就是这副样子 跟只无头苍蝇似的 满院子乱转 怎么能不解 我 木林刚开口 就听见 吱鸦一声 门开了 第126集 女子一洗轻衣 开门的动作 卷着细风 牵动着她的衣媚和青丝 煞食就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血手几人当即 围了过去 七嘴八舌地问道 姑娘 怎么样了 老先生的手能动了吗 哎呀 哪有那么快啊 姑娘是大夫 又不是神仙 你应该问 手有直觉了没 对对对 怪我急糊涂了 那 手有直觉了没 他们问的 又急又快 屈真连说话的机会 都没有 无奈地笑看着他们 还是容紧声过来 瞧见她的窘境 笑道 你们要知道情况 总得给别人说话的机会吧 血手几人看了眼屈真 这才反应过来 尴尬地笑了声 姑娘您说 我们不捣乱 这时屈翼也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几人身侧 屈真环顾了他们一周 视线最终落在容紧声 血盐浅浅地站出一抹笑意 幸不如命 这话的意思是 血手几人面面相去 心中大喜 成了 他们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目光炽热地看向她 难掩激动之色 断了十五年的筋脉 谁敢想象 居然真的能接上 此等奇迹 堪称是旷古绝金啊 姑娘如今 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就能有如此一数 传出去 不知要惊煞多少人 众人欣喜雀怨 在屋外探着身子 往里面瞧 一片喧闹 先去吃点东西吧 容紧声浅笑着道 那淡若流离的凤眸 掩藏着汹涌的暗流 心情复杂 她信她能治好 但真的治好后 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数年残疾 一招恢复 那她 是不是也能奢望什么 好 她早上 只简单地用了些青粥 忙碌这么久 已经是鸡肠碌碌 屈真心中柔软 也就唯有她还记得这些小事 两人转身就要离开 忽然一道身影拦住去路 真的 治好了 屈一不敢置信地问道 难道用针缝和这种荒谬的治病法子 真的能接上断掉的手机 她伤势拖太久 目前我只能做到让她恢复知觉 要到能拿剑的程度 还早 鬼剑是个左撇子 左手被吠 相当于一身剑术 再无面世之日 她手机被挑 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要想恢复到能拿剑的程度 还需一两年的时光 她说完 推着容锦生绕过屈翼 出了后院 等他们走远 屈翼还愣在远处 半生都没从她那句 轻描淡写的只能二字 回过身来 对于残疾数年的人来说 能恢复些知觉 做些简单的动作 已经是喜不自胜了 她竟还想让她拿剑 真不知是该说她异想天开 还是太过自信 只是当真治好了吗 她念头刚落 便见一抹黑影 从屋中缓步而出 墨铃等人围了上去 抱拳道 先生感觉如何 可好些了 不知是不是错觉 屈翼觉得老者身上的阴影 似乎散去了些 连那双锋锐如刀的毛子 都柔和了许多 告诉那丫头 让她用过饭菜来寻我 她面无表情地 看了他们一眼 转身往院外而去 片刻后 传来她嫌弃的声音 人太多了 看着烦 还是早些把你们打发了才好 众人微正后 喜色漫上眉梢 看来他们能动身了 用过饭 简单地歇起了片刻 屈翰便独自上了二楼 楼梯间依旧是那潮湿阴暗 带着些淡淡腥臭的味道 她缓步走着 脚步在地板上 发出吱压吱压的声音 人刚到房门口 门突然开了 她正迎上老者 那深邃漆黑的眸子 请来吧 屈翰跟着她进了里屋 走到那复古草前 借着烛光 能清楚地看到 她的枝叶 已经恢复了嫩绿色 在黑暗中 慵懒地摇曳着 屋内久久无声 谁也没有先开口 须语 老者一把扯过旁边的板凳 倒坐骑上 哑声道 丫头 老夫答应过 要把复古草给你 屈翰瞥了眼她的动作 这种坐姿的人通常起去进攻性 声信争强好斗 喜欢控制别人 与她这段时间的了解 倒是不谋而合 她没应声 静候着她的下文 这第一个条件 只好我的手 就算你做到了 屈真意外地看向她 刚做过肌腱修复手术 效果尚未可知 她竟然这么快就松口了 不对劲 这种与她的性情明显不符 这段时间 她留心观察过 这位鬼剑前辈 走路时步履缓慢 眼神凝定 从不东张西望 下河威压 表示她做事谨慎 戒备心其重 按理来说 在她的手 没有彻底恢复之前 是不会放她离开才对 会让她做出改变的 并是极为重要的事 或许与她接下来 要说的话相关 那就多谢老先生了 她容颜淡淡 似乎对她的话 没有什么格外的情绪波动 老者对她 不仅又高看了一眼 如此年纪 能沉得住气的小姑娘 实在是不多 她不禁有些奇怪 你们要复古草 无非就是想找 赤蛇王取胆 那小子中毒一身 难道你就不担心 老夫一直拖着你们 寻常小姑娘 遇见情郎中毒这种事 早就慌得哭天抹泪 六神无主了 她倒好 真静的就好像命悬一线的 是个无关痛痒的人 这态度 她这个外人瞧着 都替那小子着急 她到底是有心 还是无意 老先生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你的手到底有没有治好 你心里有数 曲针淡淡打道 况且有她在 不会让她出事的 你就这么相信我 老者觉得稀奇 鬼剑喜怒不定 脾气暴力 这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 她就不信那臭小子 没有告诉她 不信 曲针轻轻摇头 斩钉铁铁地吐出两个字 随后扬眉一笑 但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论识人亏心之术 她敢说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你这丫头年纪虽轻 可气却不小 老者冷吃了声 却也没有反驳 她的确是 有自傲的资格 所以 老先生肯告诉我 第二个条件了 他轻笑着问道 老者打量她片刻 神色缓缓凝重 生出 如土惊雷 第二个条件 我要你去救一人 话落 她眉眼 微容了暖意 果真 如她所料 第一百二十七集 她仔细思索过 鬼间那日说 等你真的 治好我的手之后 再说吧 治不好 说了也没用 我既然能提出 让你去做 你就能达成 她对她能够达成的信心 来源于 她能否治好她的手 换句话说 就是她的医术 看重她的医术 自然 是为了救人 我没有看过病人 不能给你任何保证 薛神看着老者 坦然道 再厉害的医者 也不敢说什么病都能治好 我知道 老者盯着那盆复古草 眸光微沉 连那烛火 似乎都感受到了压力 暗淡了几分 她声音透着苍凉 轻声道 你去看看她 尽力一救 若你都救不得 或许 那就是她的命了 薛神瞧她 隐在黑暗中的半边脸 心中微动 她眉毛内角 和下眼皮同时上台 映着幽微的烛光 显得有些悲伤 但她嘴角 依旧保持常态 说明她努力控制着 自己的情绪 不想被她察觉 她扫了眼 她微微下垂的目光 心中疑惑 她在愧疚 看来 她要她去救的那个人 与她关系匪浅 好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救她 若我救不得 就请老先生 换个条件吧 去针点头硬的 不必了 你尽力救她就行 成与不成 这福古草都是你的 老者深吸了口气 低声道 都是她的 取着凝视着老者 忽然明白了 她的良苦用心 从一开始 鬼剑打运 她的交换条件 就是为了试探 她的医术 制首 根本不是她栽培 复古草的目的 这么说来 她其实也是为了 找赤蛇王 只是她的出现 让她改变了主意 那人中毒了吗 她问道 赤蛇胆 乃是万毒之手 常用于 以毒攻毒 若非中了奇毒 定然是用不到 这东西的 她是胎中带毒 病成这模样 也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毒的缘故 老者摇头 对于那病 她其实知道的不多 不确定 屈真的心蠢了蠢 连病因都找不到吗 看来是有些棘手 老先生放心 我定会亲近所学 去救她 她重色的 虽然她说了 成与不成 都会将复古草给她 但医者付母心 她也不会敷衍了事 她淡淡的应了声 起身的 带着她 一起去药谷吧 去阵间她准备离开 忙问她 先生 您还没有告诉我 到底要我救谁 老朔身形一闪 刹那化作道道残影 消失在眼前 四面八方 传来她略沙哑的声音 紧了药谷 自然有人带你去救她 记住 别提见过我的事情 先生 屈真上前一步 再喊道 却不闻人声 她已经走远了 七黑黑的屋内 只剩下她和 悄然摇曳的复古草 屈真视线 缓缓落在那 翠绿的枝叶上 唇边 展开笑意 有了她 要拿到赤手胆 就容易多了 得失鬼剑离去和拿到复古草的消息 众人不禁雀跃 他们本来打算直接进药谷 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复古草 行程就耽误了下来 十月份 太后寿宴 容景生必须赶回汴京 即便是走泽无河 走水路北上 也需要耗时越狱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 拿到赤手胆 众人又在酒馆歇了一夜 此日 屈真又愈合 保存好复古草 关好酒店的大门 朝着药谷的方向赶去 药谷与外界 被一处毒杖林隔绝 此地常年毒物笼罩 要进去 就得先服下解药 解药毕竟有限 因此黑云旗大军 自行隐蔽在山林中 在谷外等候 这是解药 先吃了吧 屈真将药分给他们 到了屈役面前 就见他神色复杂的 看着躺月背上的布囊 那里面装着的是 被封好的复古草 他至今都难以相信 他真的住好了 鬼剑残废的手 别看了 是真的 他轻笑了声 将药递给他 屈役接过 见木铃他们 直接吞了下去 嘴角抽了抽 犹豫了下 也吃了下去 都是些什么怪的 他小声嘀咕了句 那些医术高超的大夫 哪个不是胡子花白 他到底是怎么长大 屈真刚转身 将他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边走边笑道 我就当你这话 是在夸我了 魂言 屈役不禁摇头 下意识看向荣锦生 见他正笑看着他 那模样 已经是你祖身陷了 他叹了口气 幸好他是自己人 要不然陈王殿下 这副模样 被外人瞧见 不是明晃晃地 把自己的软肋 往敌人手里送吗 这份感情 对屈真和陈王来说 也不知是好是坏 几人缓步走着 还没等靠近赌障铃 就见前方树林 被黑尘的雾色笼罩 不见其中景象 空气潮湿 弥漫着一种 苦而色的味道 被风一吹 直朝他们扑来 熏得人脑门上 轻轻直跳 唐月 快别吃了 你没瞧见这毒物啊 血手的声音传来 众人齐齐回头望去 就见唐月 另一手拿着油纸包 另一手捏着桃花酥 往嘴里送去 腮帮子腮得鼓鼓的 满嘴的碎屑 听了这话 有些茫然的抬头 看着他们 似是想要说话 一张嘴 喷了无数的碎屑出来 血手正站在他面前 迎头盖脸的 被喷了一脸 唐月 他宁笑着抬手 抹了把脸 咬牙切齿地叫道 唐月见状 一把将桃花酥塞进怀里 一溜腰 窜到容锦生身后 伸手扒拉着轮椅的把手 只露出一个脑袋 着急地换道 公子公子 他要打我 好啊你 还敢恶人先告状 叫公子也没用 你给我过来 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 血手摩拳擦掌地准备动手 容锦生和屈真几人见状 停下脚步 好笑地看着他们 这毒账邻里 事先服下了解药 就再无东西可威胁他们 先前有鬼剑仔 他们处处谨慎小心 也是憋坏了 如今松动下筋骨也好 唐月挥了挥拳头 有恃无恐的恐吓道 凭你 小心我揍你 那加上我们呢 在旁看戏的丰仇和谭金几人 同时走了出来 呈四角方向将他们围在中间 一个个笑得张狂 丰仇活动着手腕 嬉笑道 小唐月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放心 哥哥们会好好疼你的 唐月拳头一软 面色愤然 你们又一起上 真不要脸 这话说的 我们本来就没打算以多欺少的 小唐月你骂都骂了 哥哥不动手的话 这不是枉荡了这罪名 几人消失一笑 心照不宣地抬脚朝他走去 就在这时 曲真神色一临 一道疾风从他耳边刮过 直奔唐月而去 第128集 小心 曲真话音刚落 血手等人也察觉到了异样 不等动手 就见那盘黑影飞速从他们身边窜过 直奔唐月 什么东西 血手一惊 连忙看向唐月 小心些 这玩意儿 古怪的很 正说着 那团黑影 已经窜到了唐月背上 唐月一把扯过包裹 护在身前 拳风烈烈挥出 他攻击近猛 奈何那黑影 灵活得很 四处逃窜 却始终围着他们打转 曲真宁谋观察了会儿 看着容锦生 一道 好像是 红胡雕 胡雕喜寒 向来活动在北方 出现在这儿 有些奇怪 容锦生肯定了他的猜想 凤眸幽深地 盯着那团黑影 线长的手指 轻轻在椅背上扣着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如果是有主之物 那就不奇怪了 曲真看着唐月 与那胡雕 猫捉老鼠 那胡雕始终 都死死盯着他怀里的包裹 蓄势待发 胡雕嗅觉灵敏 有些药材商 会将他们培养成药虫 从小就用特殊手段训练 对药材味 极其的敏感 怪不得围着唐月打转 容锦生看着四处跳跃的小东西 缓缓抬手 不行 曲真一把按住他的手 冷声道 你不能再动用那里了 那柔软温凉的触感 透过肌肤 伸入他心底 容锦生刹那瞳孔皱缩 呼吸都紧了几分 陈真 他后接滚动 嗓音因颤力而发抖 曲真立马察觉到了异样 目光落在他们交叠的手上 糟了 他一勺急 竟忘了容锦生 肢体接触恐惧症的事 他刚想抽手 容锦生却突然反手 死死抓住他的手 那双手骨节分明 肌肤细腻如白痴 微凉 你 曲真诧异地看向他 他分明能感觉到 握着他的那双手掌心 甚至冷汗 站立不止 他的躯体反应 比他见过的其他恐惧症 更加严重 所以哪怕是脱敏治疗 他也只敢循序渐进 他为何 郑珍 我想试试 容锦生悄忍着不试 显笑看着他 对 他想试试 试试牵着他 试试抱着他 试试像个正常人般 与他相处 而不是每次碰触 都避对方如洪水猛兽 超出承受极限之前 立马松手 徐真没再坚持 容锦生是个极有主义的人 形势向来有分寸 他不担心 只是这虎雕 他抬眸望去 唐玥的武功 走的是刚猛的路子 那虎雕灵活异常 也知道危险 就只是在他身上乱窜 懈得他跳脚 却也无可奈何 风仇双手环臂 在旁看了会儿 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孩子也太老实了 平常打他们的劲儿 去哪儿了呢 哼 小冬月 抢好了 对付这种玩意儿 还是要哥哥出手 说着他身形暴闪 整个人如鬼魅般 朝那黑影席去 看上去那速度 比胡雕还要快上几分 好厉害的身法 徐真赞了去 垂眸看去 就见容锦生 颈尖附上了一层薄汗 手颤力得有些不受控制 虚语 他缓缓松手 眸中赏过些苦涩的意味 还是不行吗 王爷能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很难夺了 他宽慰道 在克服心理疾病时 病人的意志 比药物更加重要 容锦生 有了这般强烈的意志 迟早能跨越这个坎 容锦生含笑硬道 垂眸掩去了 眼底的几分苦涩 只说话的功夫 风筹就揪着一个 红色小胡雕的后颈 走了过来 唐月跟在他身侧 纷纷地扯着他尾巴的毛 哼 瞧瞧没 像这种畜生 你就要治他 抢别人东西还敢那么横 也不知道是谁养出来的玩意儿 走到容锦生面前 风筹攻身一礼 唤道 公子 要怎么处置这东西 他手里拎着的小东西 似乎听懂了话 嘴里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容锦生淡淡瞥了他一眼 那小胡雕挣扎的动作僵住 瞬间炸毛 蓬松的尾巴死死夹在两腿间 发出唧唧的急促叫声 他笑看向正撅着嘴满脸不高兴的唐月 把他跟你玩怎么样 好呀好呀 唐月顿时笑开 一把从风筹手里拎过那胡雕 一会儿扯扯他尾巴 一会儿揪揪他耳朵 玩得是不依乐乎 公子 留着他就什么 牧林不解地问道 这独障邻里出现这东西 实在是诡异得很 有主之物 自然是等着主人了 容锦生淡淡解释 受过训练的药宠 不会无缘无故地进攻其他人 除非有人受益 他倒想看看 谁这么大胆 把主意打到了他头上 果然 众人往前没走上两步 就听独物深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伴随着焦急的呼唤 小雪 你在哪儿 不要躲了快出来 众人不约儿童的止步 看向被唐月倒拎在手里 听到声音开始挣扎的小胡雕 还真找来了 这笔账是时候好好算清了 没多时 那人的身影在独物中逐渐清晰 身段鲜柔 一身飞红色的长裙 青丝挽起 腰间斜跨着彩绳编织的小布包 额大脸上一双黑钥匙般的眼睛 一耳声辉 看起来娇俏可人 再看到他们的一瞬间 惨叫一声 朝着唐月奔去 你抓我的小雪做什么 还不快给本小雪放开 唐月好不容易到手的玩具 摆弄得正开心 乍听到这么嚣张的话 白鲜的脸皱成了一堆 就这小胡雕的腿甩了一圈 躲过了那姑娘抢夺的手 无辜地看向她 重复道 我的 公子给了她 那就是她的 什么你的 那是我的小雪 快还给我 女子心眸一瞪 恼怒不已 我的 唐月再次强调 你给不给我 女子语气加重几分 看到小胡雕被甩得口吐白沫 心疼得脸都歪了 不 唐月孩子心性 平常在府中没有人敢欺负她 就算动手 她也是欺负别人的 哪知道什么叫退让 她话落 那姑娘以迅雷之势 猛地伸手 往腰间的小布包逃去 风起 送来略色的药味 唐月 快让开 曲真惊绝不对 大喝一声 谁知她刚开口 就在那姑娘手中的瓷瓶 已经打开 药粉朝着唐月的面上撒去 第129集 她顾不得再隐藏 手中立即摸出三根银针 朝那瓶子弹射而出 咻咻咻 三道破空之声响起 与此同时 曲意手中折扇也脱手而出 化作道道流光 叮叮叮三声以后 那女子惨叫一声 捂着手 手中瓷瓶被打落在地 碰得炸开 扬起了白色的粉末 那粉末所到之地 杂草利枯 她脸色煞白 手猛地抖了下 众人心惊 好烈性的毒 这要是落在人身上 岂不是三两个呼吸 就会被腐蚀的 只剩下一个骨架 唐月懵然地拎着胡雕 落在不远处 看着眼前的状况 刚才那臭女人一出声 她就下意识跳开了 但看到地上碎裂的瓷瓶 脸上浮现某怒气 愤愤地控诉道 你偷袭 她钻紧拳头 就要上前 被丰丑几人拦住 低声劝道 乖 别去捣乱 公子有真事要处理呢 听到公子两个字 唐月怒气消散了些 下意识地看向荣锦声 收了那气势汹汹 寻丑的架势 屈翼的扇子重新飞回手中 她来不及去理会那姑娘 目光落在地上 静静躺着的三根银针 心下又轻又怒 是她 果然是她 能把银针使得这么炉火纯青的 也就那晚她在阮家老宅 见过的那姑娘 没想到找了那么久的凶手 近在眼前 她却这么久才发现 屈翼的脸 煞食阴沉辱没 一黑到底 你们 你们既然太甚 那姑娘刚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撇清着脸 怒道 欺人太甚 你作用你的药虫 抢夺他人财物在先 用毒伤人在后 居然还敢到达一耙 这位姑娘 话可不能乱说 她不是故意的 女子不愤地抬头 正好撞上屈针 那清冷似血的容颜 一时间竟忘了说话 好美的姑娘 她眼底 闪过一抹惊艳 下意识地挺直了几倍站着 不想在别的女子面前 输了阵势 乱说 能成为药虫 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断不会出现违背主人命令 进攻他人的行为 你出现后不问缘由 竟然出手下毒 还是化石粉之类的剧毒 屈针错眉 要不是唐月闪得快 被那药粉沾上一惊半点 后果不可预计 这姑娘 心肠未免太歹毒了血 你 那女子雨色 愤愤地盯着屈针 扳上后怒道 她这不是没事吗 此话一出 血手等人都沉了脸 化石粉这种毒 有事就晚了 要不是屈姑娘提醒 唐月那傻孩子没有防备 说不定真的会中招 木林 拿下 容尽声不欲多言 冷声道 是 公子 木林抱拳应声 抬脚就往那女子走去 不料那女子面色骤变 猛地朝着那方向的来处看去 就建议锦衣男子戴着玉面具 端坐在轮椅上 木发披伞 用一根毯木簪子挽着 并颠的发丝随风飘散 遮去了那幽深的凤眸 这身影 与她记忆中 那端坐在前云垫上的身影 逐渐重叠 虽然只见过一次 但肯定不会错 世上能有这般风华和气度的 除了那位不做他想 她瞳孔骤然一缩 害得双腿发软 跪在地上 结结巴巴地道 声望殿下 臣女参见殿下 要鼓励汴京 有千里之遥 殿下怎么会出现在此处 她脑子一片空白 如坠冰窖 牧林脚步一顿 扭头朝着自家主子看去 他们都穿着寻常衣裳 也没有会暴露身份的物件 这女子能一语道破主子身份 说明大概率是变精的人 这种小人物 不用容紧声开口 血手含着脸问道 你是什么人 臣女谢寒 祖父在太医院任职 谢寒再不敢无礼 伏地身子恭敬打道 他心里不停地打鼓 不知臣王会怎么处置他 他至今都不敢相信 自己盯上的人 是微服出群的臣王殿下 陛下最宠爱的九皇帝 整个大盛 要说谁敢得罪臣王 也就唯有那位爷了 希望他能早些发现 他不见了 找过来 否则他的命 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 谢凤怡真是养了个好孙女啊 容紧声声音温和 显淡的 没有一点起伏 不似旁人动怒时的 雷霆暴雨 却叫人听着 冷到了骨子里 谢函瑟瑟发抖 额头贴着湿润的地面 土腥味丝丝缕缕的 钻入他的鼻腔 他却不敢动弹 颤声道 臣女不知臣王在此 都有冲撞 还请王爷饶命 风潇涩 毒雾弥漫 林中咬然无声 众人冷眼 看着伏地身子 跪在地上的姑娘 他浑身抖得就像是一朵 被风雨肆虐的浇花 说不准何时就会枯萎 但没人同情他 谢家好歹是医药世家 毕嫁清点的 太医院院政 教养出来的后辈 居然是人命如草芥 简直讽刺 饶命 刚才你可有饶唐月一命 容紧声淡淡瞥了他一眼 不打算再浪费时间 本王不想再看到他 王爷 我刚才是要拿软金伞 拿错了 这女子有学医 怎么可能故意谋害人命 求王爷赎罪啊 谢寒吓得魂飞魄散 脸脸磕头 白皙的额头染了一层污泥 也恍然未觉 哼 拿错了 这东西懂得拿错啊 血手冷笑一声 手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柄薄刃 在他两指间泛着寒光 那我在小姐脸上画两道 说是手抖 你信吗 谢寒身子抖得更厉害 他在家里是老妖 处处被父兄保护着 别说被罚 就连大声呵斥都不曾有过 短短一日光景 天翻地覆 难道他真的要把命丢在这儿吗 屈真仔细观察着他的神态 心中怒意散了几分 声音尽着冷意 他说的是真的 血手等人神色古怪地看向屈真 他们自然不会怀疑姑娘的话 他说是真的 就是真的 只是这事儿还是有些荒诞 谢寒也猛地抬起头 看向屈真 说实话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有人会相信他 气氛顿时冷素 这下又该怎么处置呢 容景生凤眸 物色深了几分 正要开口 输得转向别处 诞生道 将来了 就别躲着了 出来吧 包括屈真在内的所有人 心里一惊 四周有人吗 第一百三十集 星风拂过 独物渐散 不远处一道身影 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穿着一席 酱红色广袖紧袍 领口袖口等处 绣着大团 栩栩如生的凤凰花 腰胚黑紧 知心欲戴 墨发高树 阔步而行 张扬 这是屈真在见到他时 脑海中第一个闪现的印象 此人见眉心目 俊已逼人 若将荣锦生 比作枝蓝玉树 那他便是浴火凤凰 金贵骄傲 洒脱不羁 他下意识地看了眼荣锦生 却见他 凝毛望着那人 深色淡淡 看不出喜怒 旁边的牧林 血手等人 都是严阵以待 面容装素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他们如此郑重 而跪在地上的 谢寒闻声 娇躯一颤 不敢抬头 心里 暗暗松了口气 是他 屈翼 失声惊道 谁 屈真下意识问道 屈翼瞥了他一眼 脸色难看 但还是答道 燕国公府的世子爷 燕国公 为何你们同为国公府嫡系 你是小公爷 他却是世子爷呢 屈真一边不着痕迹地 打量着来人 一边低声愣道 屈翼知他不在汴京 许多事情都不清楚 便轻声解释道 我朝 有燕 静 冷 屈 四大国公府 都是百年传承的世家大佐 其他三家 实力相差不大 唯独燕国公府 地位特殊 老国公 乃是武将之首 位列百官之前 与丞相并重 儿子 燕国公 封镖记大将军 女儿 入宫做了陛下的贵妃 当进宫中无主 她未同父后 最疼爱的 就是这个侄子 直接求了陛下 为他越即 尽封了世子 屈翼唧嘴地叹了声 浊上在手中 一点一点 在汴京城里 这位 可是个无人敢招惹的 混世魔王啊 他语速极快 在那人站定前 刚落下最后一个字 见过陈王 男子随意地拱了拱手 看向屈翼 笑道 哟 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 也能遇见陈王和屈翼 真是缘分 他瞥了眼屈真 眼中闪过刹那的惊艳之色 只一瞬 便移开了视线 验兄客气了 我这个闲人 四处游荡也就算了 听说你刚在陛下那儿 领了南亚牙手的差事 正是忙碌的时候 也有时间 来这潇洒 屈翼甚是数落地玩笑道 他虽在外游玩 但汴京城的消息 还是知晓的 南亚负责汴京的安危 掌管着整个辖区的民政 捕捉盗贼 富翼 户口等政务 算是重中之重 牙手之职 向来由皇室子弟担任 陛下将他给了验忠 也不怕那几位皇子闹腾 那牙手的差事 累人的喊 我熬不住了 跑出来赌两日清闲 提起此事 燕中很是惆怅地摆了摆手 一副不堪其扰的模样 引得屈翼大笑 容景生 惯来就是个不喜寒暄的性子 也没出声 淡淡地听着他们闲话 屈翔习惯性地在旁观察着 见他们聊得火热 那跪在一旁的姑娘 就显得分外可怜了 像是被遗忘了般 好在他们说了会儿话 话题就扭回了正体 容景生淡当问道 谢小姐是你带出来的 大盛风气开明 女子亦可上街游玩 开办师会 上花促居 打球捶玩 但一个养在深归的千金大小姐 断不会孤身一人 出现在离汴京 有千里之遥的地方 对啊 燕征双手环抱着 瞥了眼还跪在地上的女子 像是才发现她似的 奇怪道 诶 她跪在这儿做什么 容景生 瞥了眼风筹 后者会议上前两步 对着燕征抱犬一礼 简单地将此事来龙去脉 去说了遍 燕征静地听着 屈真看她头部僵硬 面不改色 显然对于这个话题 并不感兴趣 心里觉得无聊 嗯 我觉得此事她做得的确不妥 不如这样吧 人我先带走 等办完我的事 回了汴京 我替她赔罪 如何 燕征直截了当地道 不想在这些小事上浪费功夫 她不远千里 带着这朵娇花赶到药骨 自然是有自己的打算 可不能舍在这儿 谢寒听了这话 红着眼抬头 一脸动容之色 燕世子居然愿意为了她 和陈王赔罪 是不是说明她在她心里 多少还是占了些位置的 这念头刚闪过 就听燕中继续道 君子一诺千金 我答应了谢大人会照看好她 人是我带出来的 我就要毫发无伤地带回去 还请陈王行个方便 是为了承诺吗 谢寒就感觉 一盆凉水迎头灌下 浇灭了她刚生出的 以泥心思 容景生定定地看了他们半晌 硬道 好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终归唐月没出什么事 屈真也懂得她的衡量 看了一眼唐月 就见她拎着那小胡雕玩得开心 也不理会这边的情况 她不禁失笑 没心没肺可真好啊 多谢了 燕中朗笑着说了句 转向气寒 漫不经心地道 还不起来 是 谢寒拎着裙摆站起身 应跪得太久 腿有节发麻 一瘸一拐地走到燕中身后站着 神色复杂地看着屈真 时辰差不多了 再不出去 要笑就要过了 屈真提醒了句 容景生温生导 那就走吧 他们在这林中耽搁得太久了 谁知脚还没有踏出去 就听谢寒小声地说道 狮子 小雪还在那少年手里呢 小雪 那个小胡雕 燕中顺着她视线望去 就见一团火红色的小东西被盗拎着 叽叽叽地直叫 她记得在寻找克制毒杖草药时 这小东西出了不少力 不等她开口 容景生淡淡的 唐月 还给他们 哦 好 唐月也玩得腻了 拎着后退甩了个圈 就朝着谢寒的方向丢去 别别别 别扰 谢寒心疼得都要哭了 眼前那团火红色朝她飞来 吓得花容失色 还是燕中一把捞住 塞给她 嗯 拿好了 多谢世子 谢寒小心地抱着小胡雕 刚想说什么 就见她闪电般地 又朝着唐月怀中的包裹摇窜去 吓得谢寒死死地抱着她 看向唐月 奇怪地问道 你的包裹里到底装着什么 第131集 嘿嘿 怎么 谢小姐还想抢啊 风筹斜笑了声 眼中透着冷意 虽有燕水子出面 保住了她 但她要是不识相的话 就别怪她们翻脸无情了 没 没有 心寒连忙摇头 赶忙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燕中瞧着这一幕 眉风轻挑了下 也没说什么 一行人更怀心思地往药谷走去 曲神缓步走在容锦生身侧 唐月推着她 许是掌了教训 包裹已经从背后挪到了胸前 警惕地护着 走得越深 可见度越低 黑蒙蒙的一片 遮天蔽日 几乎透不进半点光亮 中途他们还遇到了一些人 也是往药谷去的 为了毕毒丹 还大打出手 好不热闹 这位姑娘瞧着面生 不像是变京的人 难道是曲兄的新欢 啊 燕中是个静不下来的镜子 先前和信寒一路 孤男寡女的 有什么好聊的 好容易遇见了熟人 戏谑地问道 曲一一听到新欢两个字 吓得哆嗦了下 下意识地看向容锦生 见她没有什么反应 松了口气 冷哼的 什么新欢 同情而已 她没暴露 她和容锦生的关系 陈王妃的位置 汴京城多少人盯着呢 万一被别人知道 恐怕对她不利 至于他们之间的账 等没人的时候 再慢慢清算 就这么简单 燕中甩袖 单手附在身后 很是怀疑地看着她 突然扬眉一笑 也好 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意思的姑娘家了 她才不信这番说辞 曲一和陈王哪个是平易近人的主呢 曲一倒还好 陈王殿下 这个厌恶女色至奇的人 也能容忍她同情 这可真是破天荒的怪事 她倒要瞧瞧 这姑娘有什么特殊的 曲一被她质疑的话 气笑了 轻声道 燕兄 看在大家自有相识的份上 我劝你一句 别去招惹她 她除了性别是正常的 其他的 没点像个女孩子 眼中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并未答话 他们的谈话 并没有刻意地遮掩声音 曲真听得清楚 淡淡披了眼二人 有意思 她忽然有些赞同 或白川的话 这些权贵子弟 真是闲得淡疼 众人缓步走着 算算路程 已经到了独障林的深处 以他们的速度 再有半个时辰 就能够进入 药谷的地界 就在此时 坐在旁边不远处 一直闷不吭声的泄寒 忽然大叫一声 喊什么喊 吵死了 唐月不满地掏了掏耳朵 嘟囔了句 曲真轻笑 和众人一道 回头望去 就见谢寒 摔缩在地上 捂着脚踝 脸色惨白 惊慌地看着不远处 连声惨叫 死 死人 救命 救命啊 在他不远处 一个灰白的骷髅头 刚滚停 上面还残留着 小巧的失拟脚印 显然是刚被谢寒 无意踩了脚 别叫了 取着眉头沉了沉 朝他走去 你做什么 燕征双手还毙 好整以下地看着他 朝着那骷髅头的方向 挪了挪嘴 问道 你没瞧见那东西 居然还敢过去 他们这群人 只有他和谢寒 两个姑娘 谢寒叫得 跟丢了魂似的 他倒好 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狮子 他不叫那东西 叫颅骨 他不急不缓地纠正道 从扯着嗓子哀嚎的 谢寒身边走过 直奔到骷髅头而去 颅骨 燕征 滴滴地呢喃了声 神速怪异 这是什么叫法 而且 人死都死了 叫什么 还重要吗 姑娘 用这个 屈臣蹲下身 伸手去拿捺骨头 血手连忙上前 掏出个帕子 递了过去 屈臣接过 对他说道 在这附近再找找 应该还有其他的残骸 好 血手奉命去找 屈臣仔细地端详着 这块颅骨 神色专注 血寒下的花茹失色 双手撑地往后挪去 嘴里喃喃道 疯子 疯女人 真是疯啊 那是死人的骨头 她居然拿手去碰 也不嫌晦气 其他人早就习惯了 唯有屈臆和验证 是第一次见她 与人骨打交道 瞧着她专注的神情 凉气一股股地 从脚底往上窜 这画面太诡异了 一个绝色女子 拿着骷髅头 仔细观察着 那专注的模样 不知情的人还会以为 她拿的是什么西式奇珍 呵呵呵 倒真是个有意思的 燕中 愣中了半赏 忽然轻笑而生 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几步走到屈臻身措 与她并排蹲下 也学着她的模样 盯着那颅骨猛桥 她接手南崖后 也见过不少的武作 就是他们一人失时 也不敢这么大咧咧地 拿着人骨桥 她这番作为 是想要博人眼球的话 目的是达成了 但若是有其他想法 那她就要好好看看了 屈臻却不管 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只仔细观察着颅骨 发现越多 柳眉凑得越紧 喂 你看出什么了 燕中笑问道 再等等 她还要再确认下 心中的猜想 这种骨骼特征 她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 难道她们也要进药谷吗 不应该啊 见她不想说 燕中也没有催促 安静地蹲着和她一起等 木林看着二人的背影 真想上去把燕中给丢开 堂堂世子爷 干嘛对姑娘这么殷勤啊 竹子 要不要属下 就把世子请过来 容浸生凤眸幽碎 诞声道 不必 燕国公府的这位世子爷 洒涂不羁 性子张扬 最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再说了 她不是她的附属品 与谁相交 她自有主意 没多久 血手拿着几块 长短不一的骨头走了过来 屈针接过 只扫了眼 便将其中几块剔除 只留了根颈骨 打量了片刻 就站起身来 拍了拍裙摆的土 一言不发地转身 朝容浸生走去 眼中也跟着她回来 眼中笑意更深 她倒是要看看 这么大的排场 她到底看出了什么 姑娘 怎么样 木铃问道 容浸生浅笑地看着她 却没有出声 在众人的视线中 她静止开口 此人来自南疆 南疆 南疆的人 怎么会深入大盛腹地 还死在药谷的 独障林中 众人陷入了沉思 第132集 屈针和燕征 对视了眼 却看到对方眼中的惊异 就这么两根骨头 就能看出 人来自南疆 开什么玩笑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屈翼疑惑地问道 纵然觉得荒诞 但她想起容浸生告诉她 临江府连环凶杀案 是被她看破时的眼神 以及木铃和血手等人 对她的态度 也不敢妄下定论 这个女人 一直都不能用常理去解释 或许她真的有自己 独特的法门呢 很简单 那颅骨高而短 为圆卢形 犬骨突出 磕骨较为突出 且厚肿 下颌呈尧蚁形 这种骨骼特征 我只在南疆发现过 屈针解释道 南疆因为沁厚的缘故 药草繁茂 有许多的稀有品种 她偶尔会前往南疆边缘采药 容浸生微微抬眼 南疆 她居然去过南疆 南疆巫骨之树盛行 独物遍地 他们所修习的武功 与绝大部分陆树 都不尽相同 很是诡异难缠 且南疆排外 外族人甚少能在南疆通行 还有其他吗 她柔声问道 屈针看了她一眼 略以辞存 说道 尸骨不全 我能观察到的线索不多 死者男性 年龄在三十至三十四岁之间 死前与人发生了泄斗 在逃跑时被杀 这死伤应在胸腹部位 但没有相关的尸骨查验 因此只是个猜想 众人不禁沉默 就连屈翼和燕征 都瞪大眼睛 诡异地看着她 这还叫不多 死者的来处 年龄 性别 都推断出来了 要不是尸骨不全 或许她连死因 都能找出来 燕征看着她的眼神 亮了亮 她虽然不知 她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但就算是胡编乱造 听起来 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她又问道 你怎么知道 是在逃跑时被杀的 这个不难 世子请看这根筋骨 屈针重新取了那根骨骼 拿在手里走回来 那轻松的架势 就好像拿着的 不是人骨 而是动物的骨头 屈翼头皮发麻 但看到其他人 都站得稳如泰山 也不好多说什么 强忍着不适 继续看 根据骨骼特征判断 这些长骨是右颈骨 说明白点 就是右小腿的颈骨 她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验证打断 你怎么知道这是右 颈骨 她本来想说颈骨的 话到嘴边 又学着她的词 说了颈骨 人的每一根骨头 都有自己的特征 我就是闭着眼睛盲摸 都能把碎骨 拼成完整的骨架 同样的 我看着世子爷 就能清楚地知道 你的骨架长什么模样 她十分认真地说道 众人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就见验证一身红衣 身形高大 容颜俊异 但要是骨架 他们脑海中 立即浮现了一具雪白的骨架 冲着这烈焰般的红衣 四处乱窜的场景 也太恶心了 偏生验证一点都不觉得 哪儿不对劲 很是热切地看着屈真 你真能知道 别人对这些都避之不及 他这副狂热的模样 是想做什么 屈真诧异地看着他 点头道 自然 你丹青怎么样 他又问 尚可 屈真答道 似是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眼皮忍不住跳了下 这位燕国公府的世子爷 着实有些 与众不同啊 嘿嘿 那正好 太后寿宴想来 你们是要回汴京的 等回去后 你画幅骨架图 送我 全当是送我的生辰礼 如何 燕中兴致勃勃地说道 要不是这场合不对 他都想立马拉着他画出来 嗯 好 去这映下 就看在他不宜有色目光 看待人骨的份上 他也愿意成全这份好奇 嘿嘿嘿 那就说定了啊 到时候别赖账 等你画好了 本事则找人把它表起来 就挂在我寝室 燕中摩索着光洁的下腕 闭眼道 似乎都能看到 那些人见到那图室的模样 煞时眉开眼笑 除了谈话的两人 没有觉得不对劲 其他人纷纷变了脸色 燕世子这口味也太重了吧 找人家刚认识的姑娘 要自己的骨架图 作为生辰礼 还要装表的 挂在睡觉的地方 万叶装眼 不会吓得魂飞魄散吗 哼 嗯 我记得 去真沟纯笑了笑 这么奇特的公子哥 他就算是想忘记都难 也算是一朵奇葩花了 姑娘 话还没说完呢 木林家话题已经跑远 看了眼 莫不作声的自家主子 连忙打断 再让他们聊下去 就危险了 这位燕世子 可是汴京城里 出了名的风流人物 骑马以邪桥 满楼红袖招 荒头事干了不少 什么扒光了太后 是做心肝肉的白孔雀毛 做胆子 和花魁划拳斗酒 在陛下请殿里斗曲曲 会玩会闹会聊拨 和他们家主子是两个极端 这好不容易遇到的竹母 可不能被她给截糊了 对啊 姑娘 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是怎么知道 她是逃跑时被杀的 血手立即附和 曲阵没有猜到 他们的这些心思 只觉得该有始有终 解释道 你们看这个又筋骨 又击打和凹陷的条纹 当这两种痕迹同时出现 就证明死者在遭遇击打时 处于移动的状态 而这伤痕的位置 分布在筋骨的前面和外侧 说明了杀人者 是从死者背后下手 用一种类似于勾刀 也就是刀尖如弯钩般的力气 重创了死者腿骨 这伤痕是平行的 杀人者下手时 应该是处于俯卧位 类似于勾刀这种武器 着实手剑 他正拧眉思寸着 却没发现 其他几人纷纷变了脸 屈针回过神来 见众人眉头紧索 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 血手紧搓着眉解释道 姑娘有所不知 几国之内 唯有一种人 会用这种武器 顿了下 他凝视着屈针的眼睛 认真道 南疆皇室的影位 南疆的皇室影位 居然会深入大盛腹地 还在这儿杀了南疆人吗 其中意味令人深思 人已经死了许久 想再多都没有用 不如先去药谷吧 只是南疆影位潜入药谷 谁也不知道 他们打的什么算盘 小心些就是了 屈针提议道 众人点点头 将此事抛于脑后 准备离开 就听有一道 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我 我做不到 第133集 众人看去 都险些忘了 还有谢寒这么个人 他眼眶通红 悬然欲气地看着燕征 身上的衣裙 早就一片泥雾 捂着脚踝坐在地上 可怜兮兮地唤倒 世子 眼中眯了眯眼睛 怎么回事 好像是扭到脚了 谢寒低声应倒 瞥了眼 站在燕中身侧 不远处的屈针 眼底 闪过抹愤痕 他好不容易 才得到世子的认可 就这么短短一段时间 二人竟然熟络的 就好像多年未见的老友 凭什么 屈针见他惨壮 抬脚 刚想上前 谢寒大叫一声 又往后退了下 你别过来 我给你看一看 屈针止步解释道 好歹相识一场 他既然懂医术 也不好袖手旁观 不用了 我自己会治 谢寒警惕地盯着那双手 虽然诧异 他也会医术 可一想到那双手 刚摸过死人的骨头 他就恶心地晃 好 确实没再说什么 那眼神他太熟悉了 险恶 人家既然不领情 他也不会热恋 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狮子 我要一个干净的地方 换身衣服再换药 和我的脚 谢寒欲言又止 满面飞红 那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眼睁又不傻 犹豫的 这 可是男女抱在一起 传出去有损清白 谢寒心中感动 柔柔弱弱地道 狮子不必担心 寒儿行得正 坐得端 不怕清白有损 屈翼看得明白 用扇子轻轻敲了敲 燕征的肩膀 人家姑娘都不介意清白的事了 你还不赶紧去 燕中瞪眼看着屈翼 重色的 他不介意关我什么事 我说的是有损我的清白 屈翼一时没有忍住 笑出声来 泄寒脸色 青红交加 羞愤地咬着唇 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 屈翼轻勾勒勾唇脚 不禁玩耳 这位燕世子 可真是个妙人啊 容锦生看着他 静谧的笑颜 凤眸也溢出了些笑意 压低声音道 郑郑 真要送燕世子生产礼 自然 我阴影的事情 就会做到 屈翼达道 诧异地妄想他 怎么了 没事 画完了 我可否瞧瞧 容锦生眼底 闪过脚匣之色 转瞬即逝 快的 屈翼都没能捕捉到 好啊 你要喜欢 我也送你一副 他瞧他们对此 很是好奇 好心地问道 容锦生瞳孔 忽然缩了下 不轻苦笑 那就不必了 我只想看看罢了 那好吧 屈翼点头 也没放在心上 往燕征两人看去 谢寒的脚 似乎肿得厉害 走不动路 被他耽搁着 他们也迟迟动不了身 眼中想了想 还是朝他走去 这是 妥协了 众人看着他的动作 只见他走到 谢寒面前 俯身 在他含羞待怯的 注视中 拎着他的领口 稍一用力 就将他从地上 提了起来 那动作 像极了唐月 拎着小胡雕的模样 谢寒双脚离地 一群后领 被人提着 就像是提着 小七仔一般 这个姿势 太过屈辱 他死死地 埋着头 先前的 以泥心思 荡然无存 只想着燕征 能带他赶紧离开 燕征好似 听到了他的心声 对众人道 他腿脚不变 他腿脚不变 我就带他先行一步了 大家耀骨再见 好 燕兄 小心些 屈翼直善 拱了下手 笑道 燕征点面头 转向屈真 朗笑道 你小心些 我在耀骨等你们 好 屈真化落 燕征足间轻点 身形迅速地掠过 赌障林深处 几个起落便消失不见 我们也走吧 容紧声道 半个时辰后 眼前毒雾逐渐散开 众人脉步出了赌障林 眼前事业赫然开阔 两个高耸的山栏交叠 避数丛生 花香富裕 谷口处立着一石碑 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 药谷二字 观其字便呼觉药香扑鼻而来 令人心旷神疑 你们也是要入谷求要的 众人走近才发现 在谷口处设置了路障 摆着一张桌子 两方凳子 几叠茶点干果 还有一个木箱子 里面装满了碎银子 那两小童正刻着瓜子的闲聊 见有人来 懒懒地站起身问道 啊 对 我们 血手的性子最火落 一般负责与人交涉 谁知他嘴刚张开 就见那小童拿出纸笔 直接打断他 好了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血手有形容争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见那小童纸笔 在纸上刷刷刷地写着 便念叨 五中住宿 每人每碗五十文 吃饭 一天三顿 每顿三十文 茶水钱二十文 瓜果钱十文 打扫五文 器具磨损十五文 屈震等人就见他 唇半翻动 憋憋不休 后面还有什么 赏钱 践踏花草钱 夜香钱 住如此类 事无屈细 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众人面面相觑 直到他说完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了 你们住几天 那小童才想起 问道 嗯 血手回头 看向自家主子 容锦生略算了下 暂且算十天吧 好 十天 你们都花费 十四十两五钱银子 若需要换成独立院落 在这基础上 要每人在家五两 共计八十两五钱 你们要换吗 小童见惯了各种人 见来人衣着不凡 试探地问道 换 血手当吉利断道 八十两五钱银子 他们还是掏得起的 最主要是 这些爷喜欢僻静 尤其是他们主子 交了银钱做了登记 小童笑咪咪的 取开路障放行 留了一人在那守着 另一人领着他们 往药谷内走去 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惊叨 对了 还有一点 你们要去药田参观 或是求见谷主 需要另行支付费用 还有刚才那些收费 不包括你们在谷中 违禁药交的罚款 例如不能随地土壇 不能浪费粮食 不能损化花草 不能 众人嘴角抽了抽 又是交钱 又是罚钱 但凡是能收钱的地方 是丁点都不放过 这位药谷谷主 是掉到前沿里了吗 第134集 药谷地处低谷中 三面缓山 树林聪裕 大面积地种植着各类药草 众人醒在路上 只闻药浆扑鼻 穿过药田 客院临湖而见 竹楼林立 错落有致 亭中栽花种树 绿柳成荫 处处透着江南 别致精巧的风情 没想到谷主 还是个诗酒风流的妙人啊 我没看错的话 那湖冰亭柱上雕刻着的 是元圣大师的 月夜杯酒图 这话 可是许久未曾现实了呀 去义摇着折扇 边缓步走着 四处打量 公子好眼力 的确是月夜杯酒图 我们谷主说了 能住进这镜湖的 都是我药谷的贵客 定是才华 浊然的俊杰 杯酒相交 饮室情深 唯有此图 才能配得上 贵客的身份 那领路的小童 笑着应当 举手投足 刻起手里 曲真笑而不语 他们要是没钱 哪怕才华 冠绝古今 想来都踏不进 这镜湖的地界 这药谷里 钱财 可比什么都好使 却真正想着 他眼前 迎面走来一群人 为首者 绑粗腰圆 身壮如雄 从头到脚 都被金玉包裹着 在阳光下 耀眼的灼人 那小童健壮 连忙迎了上去 谄媚的 金老板 则是要回去了 那人鼻孔朝天 哼了声 不满的叫嚷 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我那院子的牌匾 要换成金的 纯金的 叫黄金楼 什么西武官 听着也太俗气了 是是是 奴记下了 丁是底下那些工匠 偷懒忘了坏 奴稍后 就打发了他们去 那小童躬身 连连硬道 被称作金老板的肉衫 面色这才好了些 横道 别再忘了就行 说完 往庆湖外走去 是 奴 恭送金老板 小童目送着他离开 面不改色的 对着容锦生 几人一礼 请诸位贵客 跟奴走吧 就快到了 没走两步 屈真就看到 眼前有个院落 匾额上写着 西武官三个字 他默得想起 刚才那人说的 四五官 忍俊不禁 脚步顿停 众人现状 也停了下来 顺着他的视线抬头望去 纷纷失笑 屈真对那小童挑眉 也遇到 财华灼然吗 小童也看到了那匾额 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束手攻腰 扶手喊笑道 姑娘 他是理解错了 我们谷主说的 是财华灼然 钱财的财 屈真一时语色 片刻后 笑着摇摇头 这位药谷谷主 堪称奇人哪 咳咳 谷主可真是 生财有道啊 屈翼倾咳了声 违心地赞了句 众人也在心中 暗暗称逝 从没有见过 这么懂得赚钱的人 开药谷 可惜了 他应该去经商 小童早就习惯了 他们的反应 领着众人 入客院安置后 容景生诞生问道 要多少银两 可以面见谷主 眼前之人 锦衣华服 谈吐不足 一看便知 非富其贵 小童早就猜到 他们来药谷的目的 不仅于采购药材 却没想到 会这么着急 就摊牌了 他面色凝重 拱手道 回公子 按谷主的规矩 面见谷主 需要一千两 短暂地顿了下 小童深吸口气 缓缓吐出两个字 黄金 一千两黄金 开什么玩笑 你们谷主是有多大的面啊 建一面就要一千两黄金 莫里冷吃了声 一千两黄金 那可是一万两白银呢 抵得上朝中正一品大员 整整三年的俸禄 虽说陈王府 家底殷事 暗中还有不少的产业 一千两黄金 不过是九牛一毛 不过这谷主的钱银 来得也太轻松了 这 那小童神色 也略显尴尬 谷主定下的规矩 奴也不敢说什么呀 容锦生面色不改 但声道 烦起安排 我要尽快见到谷主 这话音是答应了 原本以为小童会欣然答应 谁知他面露难色 纠结地看着他们 半赏都没有挤出一句话来 有话就说 别吞吞吐吐的 木林在旁看得着急 冷声道 事关他们主子的安危 他不敢马虎大意 只缺一位赤舌胆 姑娘就能够动手解毒了 绝不能在这关键时候 出什么岔子 我们谷主 这两日在闭关 不见外人 小童看到 眼前高大威猛的男子 面色一尘到底 急得都快要哭了 公子有所不知啊 我们谷主定下这规矩 也是为了图个清静 平常来都能见上面 唯独这几天 怕是难啊 屈臣本来坐在一旁 安静地平民 听了这话 不禁问道 不知谷主 多久能会客 木铃还想说什么 就见他 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到嘴边的话 重新咽回了肚中 那小童寻声望去 见问话的是他 紧张的情绪 缓和了些 哭着脸摇头 不知 不知是什么意思 屈臣也有些急了 容景生的毒 再脱不得 拿到最后一位赤舌胆 他们势在必行 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连谷主的面都见不到 对啊 你把话说清楚 总不能让我们 就嘘里糊涂地 在这耗着吧 木铃也急声复合党 唯独容景生 神色浅淡 看不出情绪 仿佛一切事情 与他无关般 实际上 哪能真的不交心忧虑 他大病数载 二十年来 无欲无求 独自守着陈王府 不知何时 就会一睡不醒 但他心无挂碍 自然无惧 可如今 他有了牵肠挂肚之人 怎么舍得 就这么抛下他 他凤谋威和 压下心中的急躁 再度睁眼 已经是一片清明 看向那小童 温声道 我们见谷主 是有钥匙向上 不知究竟是何缘故 导致谷主闭门谢客 还请明言告知 或许我们 帮得上忙的 小童沉默了片刻 谋底尽是挣扎之色 两久 他似是下定了决心 摇头道 你们帮不上忙的 我们谷主的小孙子 病重垂危 谷主 怕是没心思见你们 病重垂危 不知为何 听了这话 去着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个阴翼苍老的身影 想起他灵形的话 等你进了谷 自然有人留你去救人 他心中一领 难道鬼剑老人 要他去救的人 就是他 第一百三十五集 对 他是我们谷主的心肝肉 命根子 打小就身子不好 小童说起此事 忧心忡忡 不自觉地多说了两句 忽然觉得不对 打出了话茬 但该说的 已经说完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不约而同地 看向屈真 他宁谋盯着水面漂浮的茶叶 须于搁置茶盏 站起身来 可否带我 去瞧瞧你们公子 你 姑娘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谷主现在 那小童下意识地拒绝 屈真早有准备 直言打断他的话 我是大夫 大夫 他狐疑地打量着他 半赏道 姑娘 你可别骗我 像您这样的千金小姐 哪用得着学医当大夫 屈真无奈 这叫什么逻辑啊 不过他说的也是实话 士族女子 学的都是琴棋书画 插花品茶 向来看不上 这些服侍人的行道 屈真也不想多做解释 瞥了他眼 轻声道 我的确是大夫 到了这种时候 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那为何不让我试试呢 小童一听 似乎也有道理 苦笑不已 今儿是真的奇怪 来了两拨人 都点名要见谷主 身边跟着的姑娘家 还都会医术 你们该不会是商量好的吧 两拨人 他们之前的 唯有燕国公府的世子爷 燕中和季寒 他们要见谷主 有何事呢 为了保险起见 屈真又问了句 你说的 可是穿着一身红衣的公子 对 是他们 就住在旁边的水云楼里 小童叹了口气 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 姑娘既然都这么说了 以诸位的身份 想来也不限哄骗奴 奴就冒死去传个话 你们在这儿 等消息就是了 以谷主的性子 这时候去打扰他 成语不成 都免不得一顿贺耻 见他终于松口 屈真选择的心 也稍稍落地 那就麻烦你了 没事 那小童摇头 心事重重的道 如果姑娘 真的能救我们小公子一命 能就算是死了 也甘心了 他那么好的人 怎么就不偿命呢 唉 说完 他躬身醒了一礼 出了院子 屋内寂静了片刻 响起牧林 疑惑的声音 艳世子要见谷主 会是什么事呢 偷溜出来躲清闲 这种理由 不过是拿来玩笑的 艳国公府这位世子爷 看似轻狂 不务正业 但手段冷硬 雷厉风行 在汴京城的时候 他是领教过的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药谷 必有所图 恐怕 和他们家大公子有关 容锦生沉思了片刻 又忧倒 里人颇一战 燕将军已少胜多 欲血死战 自然 也是要付出些代价的 却真想起 那抹张扬的红衣 根据他的观察 此人性情刚毅果决 不达目的 必不回头 以他的身份地位 想要什么 不是招手即来 可他不远千里 赶赴药谷 足以说明 他所求之物的 罕见程度 说起罕见 他第一反应就是 赤舌胆 难道那位燕将军 是中了毒 他下意识地 看向容锦生 问道 容锦生默了顺 缓缓点头 根据影子传回的 消息分析 极有可能 墨林和血手等人 不由地揪紧了心 这意味着 燕世子 也是为了赤手胆而来 他们此情 怕是要骤声波澜了 几人心上 都拢上了一层阴云 用过晚膳 屈真正在房中 收拾衣物 他刚小心地 拿起装青霉素的 红木箱子 勾在桌上 就猛地回头 往窗外看去 眸光 立如寒刃 谁 你这鬼丫头 倒是警惕 一抹红衣 划过昏暗的天际 轻飘飘地 落在他视线中 他单腿屈膝 坐在窗边 背靠着窗臼 歪着脑袋 看着他 眉宇间 皆是笑意 屈真柳梅微条 提醒道 燕公子 你半夜时分闯入女子规格 怕是不合规矩吧 燕正把玩着不知 从哪折下来的柳条 贪手 很是无辜地看他 喂 这话可就不对了 我还没闯呢 啊 他用柳条 点了点窗臼 示意他半个身子 还在外面 屈真有些无语地 瞥了他一眼 有什么差别吗 要被人看到 他这时候出现在他院子里 还能传出什么好话 他开箱检查 请美醋是否完好 也懒得理会他 燕正倚着窗 笑看着他的动作 示陷在屋内游走了圈 静止问道 你们也是来找谷主的 显然 他也得到了消息 屈真手上动作一顿 随其若无其事地应了声 天下第一药草生地的主人 身为医者 谁不想结识啊 他心中暗生警惕 这是来试探他的 只是如此 燕正似是不屑 轻笑了声 追问道 窗外 夜幕拉低 破碎的星子 嵌在天边 似是在他身后 破旧了璀璨的星河 趁着他红衣如血 更显几分利涩 屈真警一瞬 就收回了眼 摇头 不仅如此 哦 愿闻其想 他单手枕在脑后 靠坐在窗边 微测着头看他 世子爷为何对我的事 这般上心呢 听着 破免叫人多想 他漫不经心地回了句 仔细检查了每个瓶子 才重新将箱子收好 放在了床榻上 他们这一行人里 容景生心思深沉 说话做事 滴水不漏 他试探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木铃和血手等人死终 也不会透露 区域与容景生多年相交 乃是挚友 他们立场不同 燕中心里清楚 所以责定了他 作为突破口 可惜他找错人了 燕中文言不禁失笑 从善如流地道 独掌临终一见 我觉得你很有气 自然是将你放在心上了 一见钟情 屈真侧手看他 眼神平静无揽 寻常女子面对这种阵仗 好歹也要红着脸 娇嘀嘀地回应 她这反应有点出人意料啊 燕中愣了一瞬 唇角勾起 倒是兴趣更浓 晚味道 对 一见钟情 屈真点头 没说什么 自顾自地做着手中的事 燕中静静地盯着他瞧了许久 奇怪道 喂 你就没点什么反应 他燕中何时 这么没有女人缘了 为了打探点消息 都要牺牲色相 居然还被人冷落 世子爷想让我有什么反应呢 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语气甚是无辜 这倒是把燕中问住了 什么反应呢 像其他女子般 含羞待怯地朝他挪来 欲聚还迎 他瞧着那清冷的容颜 想到那一幕 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 还是算了吧 屈真眼底 隐隐划过一抹笑意 正要说话 就见燕中猛地坐直了身子 红衣衣衫 煞食消失在暗处 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好你个鬼灵精 硬生生把话题给带歪了 斜下策可不上你的当了 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脚步声进了庭院 屈真抬眸看向来人 暗暗叹了口气 这该来的还是来了 第136集 迎白的月光中 来人目着迎辉 缓步而来 月光白的锦袍 落了寒凉 衣媚翻飞 在空中画下道道冷光 屈真看向那双眸 如剑刃般锋利 一身凛然寒衣而来 她转身出了屋 站在廊下 迎上她的目光 面色平静 两人都没说话 莫得 屈一手中折扇 刷得扫开 在夜色中荡出流光 脚在地上猛地一蹬 身形如流剑般朝她窜来 一言不发 直接动手 早在独障林中 她用银针出手就躺跃时 就猜到 屈一会认出她 不过对上那气势汹汹的杀招 她也不慌 身子直接迎了上去 庭院中 二人身影闪动 交错 碰撞 瞬息间 就过了数招 指纹道道残隐 烈烈拳风 屈阵这趟心中有气 也没留守 一旦退让 必要受伤 因此放开了拳脚 屈一心中的圣怒 早在持续的交手中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 无与伦比的震惊 她以为在软家时 她能离去 是因为偷袭下毒 她以为在那警员时 她能站得上风 是因为出奇制射 却没想到 她武功竟然如此厉害 光明正大交手 也能不落下风 她一拳杂出 屈阵化掌为拳 两枪重重地撞在一起 拳风激荡 阵的四周 碧树芳草 如狂风席卷般 拔地而起 露出了光秃的土壤来 不分伯仲 二人同时 被击退了几步 气喘吁吁地 盯着对方 屈阵 你就在我身边 看着我耗费心思找你 被你耍得团团转 好玩吗 屈阵气的是肝腾 打从毒账林里认出她 就是那晚的蒙面女子后 她就忍着没法做 直到进了药谷安之后 才找来 想要个说法 文言屈真眉眼冷淡 反驳道 小公言 软家相遇不过是一场意外 是你执意要揪着此事不放的 她从未有过戏耍她的念头 也懒得在这些事上费神 这么说 还是我的错 她气急返校 拼命地摇着折扇 想要压下心头的火气 却再没有动手的意思 屈真见状 也卸去防备 吐了口浊气 缓声道 你找我 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她能察觉到 屈意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意 单纯的是发泄 被欺瞒得不满 做什么 屈意微漏 这个问题的答案 她还没有想过 或许就是单纯的 想见见 能让她吃瘪的姑娘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今见了 准是又怒又闹 闹她将她蒙在鼓里 也怒她 没能相信自己的直觉 被她插颗打混 骗得团团转 班上 屈意冷静了些 狐疑地看她 问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 值得你大半夜的 潜入阮家杀人 她不是那种 残虐试杀的性子 就连对吴江那种人 都能善恶分明 秉持着些许善念 更别说其他人了 曲真敏唇 没有答话 这份仇怨 她不想再提 每每触碰 心脏 都犹如针扎般刺痛 见她不语 曲意眸字 缓缓冷沉 不愿说 嗯 曲真轻轻硬了声 她凝视她半傻 也没再逼问 语气 四朝四讽 哼 你说医者之心 原来大夫也杀人呢 医者 杀人 这四字 重重砸在耳中 曲真脑海中 莫得浮现那染血的手术医 堆砌如山的尸体 还有他们麻木空洞的眼神 心猛地抽出了下 她强压下心头的痛楚 深吸口气 冷声道 我杀她 不畏医者之心 小公也莫不是忘了 我不仅是医者 还是武作 我所作所为 不过是喜事者之愿 血债血偿罢了 血债血偿 曲意凝视着她 却见她眼中 是从未见过的冷冽杀意 不是针对她 而是针对那死去的嬷嬷 到底是什么仇怨 能让一向性情冷淡的她 爆发出如此情绪 她想问个清楚 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 我不管你到底想做什么 行事之前 考虑好后果 莫要突累了王爷 她怕她行事太过偏激 以至于闯下 更大的祸端来 到时候 连陈王都未必护得住她 曲真敏唇没有计划 曲意收回视线 深深看了她一眼 转身出了庭院 曲真盯着那背影 心情轻松了些 这一关 算是过了吗 她刚转身想进屋 一道身影 就说得担心 跪在她面前 抱拳请罪 姑娘 属下无能 没能拦住 燕世子 和小公爷 那两位爷 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原本 就不是燕世子的对手 被他暗中偷袭 直接点住了血位 如此一来 连事情都做不到 只能眼中睁地 看着燕世子 登堂入室 好在那位爷 虽然胡闹 还算有点分寸 没有直接闯进 曲姑娘的房间 否则 他只能去主子面前 以此谢罪了 你先起来 曲真须服了吧 血手站起身 他这才看清楚 他嘴角还渗着血 想来是急于冲破穴道 导致气血逆行 受了内伤 他微微醋眉 轻声道 伤势如何 血手这才记起 他强情冲破穴道 受了些伤 摇摇头 随意地道 手下没事 倒是姑娘 你 他上下打量了一圈 确认他没什么事之后 悄悄地松了口气 鬼知道 在察觉到庭院中 有人动手时 他有多惊慌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曲真面色正重 嘱咐道 燕生不会拿我怎么样 况且 我有自保奴力 这药遇上什么决定高手 你这样做 是在损耗战力 血手点点头 他也是急糊涂了 属下记住了 姑娘早先休息吧 他刚要隐退 曲真就换了生 你先等等 他转身进屋 拿了调理内伤的药给他 今晚不会再有人来 就不必受着了 下去休息吧 血手接过伤药 听话音似有不对 奇怪地问道 呃 姑娘难道 早猜到了 燕世子和小公爷会来 嗯 小公爷察觉 我是阮府遇到的黑衣人 没有当场发作 一来是顾及着 有外人在场 二来 是不想把此事闹大 所以肯定会趁着 无人使来寻我 以他骄傲的脾性 不能容忍输给我 所以 极有可能会与我动手 至于燕世子 他下意识地 瞥了眼那窗袖 想起他倚在窗边 随性洒脱的动作 笑道 我猜到他会来 只是没想到 来得这样快 选的人 还是他 第137集 他拖着时间 就是为了等居易 可惜姑娘是个女儿身啊 若是生为男儿 必能封侯败相 做个盖世全臣 血手很是狗腿的 拱了拱手 赞道 屈真不禁被他的动作斗笑了 看向他 正色道 我倒觉得 我即便是女儿身 也能封侯败相 做个盖世全臣 这世道 对女子太过不公 哪怕你满腹经纶 才学过人 也要为世俗所迫 在那深宅大院里 相夫轿子 虚耗年华 他 不愿如此 既然没人 敢走这条路 那他来走 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 自由无击 血手看着他眼中的 认真之色 笑意 逐渐淡去 随之浮现的是 一股直破青云的豪情 眼前的女子 障线官 破悬案 铁笔断玉 尸骨追凶 创下不是传奇 天底下又有几个男子 能做到他这般 若说这话的是旁人 那他必笑他 痴心妄想 可笑至极 这换作是他 他信 属下 愿守着姑娘 等着看那日 他覆手而立 望向天边的旋月 笑道 好 在药谷中 等了两日 总算是有消息传来 来的还是那日 领着他们入骨的小童 不过他身前 还站着一人 男子看上去近四十岁 气度儒雅 穿着身脏青色的长袍 生来一双笑眼 眼眉微条 显得格外亲和 实在抱歉 谷中事物繁杂 让诸位贵客 多等了两日 实在吓得疏忽 在这儿 给贵客赔礼了 他说着 微微躬身 拱手一礼 态度谦和 礼仪周到 道教人 不好说什么 容景生和屈翼健壮 割了棋子 屈针也放下了医书 朝他们看去 那小童甚是识趣地介绍道 这位是我们谷主的 亲传弟子 齐书管事 谷中的大小失误 都是他负责的 也是他劝着谷主 给姑娘一个机会 屈身不由地 多看了齐书一眼 起身答谢 劳烦齐先生费心了 姑娘客气 只要能治好小公子 我们做什么都知道 他笑着环顾一周 问道 啊 诸位要是方便的话 就即刻动身吧 其他的话 咱们边走边说 此行毕竟是为了治病 除了容景生 屈翼和屈针外 其他人都留守在院中 除了院子 路过水云楼时 齐书又请他们 稍后片刻 自己去求见燕洲 没多久 便领了人出来会合 好了 人到齐了 咱们快些过去吧 谷主还等着呢 齐书对众人 笑着说了句 在前领路 燕征依旧是那一身 张扬的红衣 不急不缓地走出来 身后跟着 一瘸一拐的泄寒 他脚伤未愈 走得极慢 见了他们也在 燕征眼神暗了瞬 很快换上了一罐 吊儿郎当的笑脸 哟哟哟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真是缘分呢 缘分 是孽缘还差不多 屈真淡淡瞥了他一眼 没说话 下意识地看向容锦生 燕征那晚闯入他院子的事情 想必他也收到了消息 容锦生却没有看燕征 仰头对屈真笑道 我们走吧 好 去着应了声 与他并肩往前走去 屈一瞧了眼二人离去的背影 也叫着应了声 是啊燕兄 真是缘分匪浅 那就快走吧 别耽搁了真是 急什么 救人的又不是你 燕征嘴上这样说着 脚步却不缓 眯眼盯着不远处那两道身影 轻拍了下他的肩膀 随口问道 喂 什么锦生何时也能允许女子出现在他身侧了 瞧着这距离是没过三尺 但以他的脾性也断然是不愿的 陈王对女人冷血无情 厌恶至极 这是出了名的 可他如今见到的倒是稍许不同 你是想问王爷 还是想问那姑娘 屈翼瞥了眼 他勾在自己肩上的手 用扇子轻敲了下 一针见血地问道 他也懒得提醒燕征 直呼陈王明慧 是大不尽之罪 可燕国公家的世子爷 活了二十年 就不知道规矩是什么 有差别吗 燕征胳膊搭在他肩上 侧手看着他 屈翼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落在那二人身上 意味深长的道 自然是有差别 问王爷的话 不过是八卦巨谈 可要问那姑娘 他扫了眼那抹青涩的身影 脸眸眼去眼底的复杂之色 问他怎么了 燕征见他沉默 不禁好奇 去一刷地打开折扇 慢悠悠地摇着 挑眉看他 我说燕兄啊 你该不会是 看上人家姑娘了吧 跟容锦生抢人 这得是有多显命场啊 燕征没有立即开枪 望着那背影 认真思索了会儿 忽然勾唇一笑 搁脸好的拍了拍他的肩 喂 屈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什么 屈翼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么有意思的姑娘 取进府里的话 就不怕日子无聊了 起码他们家老爷子 就会换个目标祸害 不会总盯着他一个人 甚好 燕征眼神越发琢热 看得屈翼金尖直打颤 尤其是听到他说 取尽福利这几个字 脊背冷汗直冒 哭笑不得的道 燕兄 你别开玩笑了 燕国功夫的世子妃 哪能是个平民出身的女子 平民怎么了 小爷喜欢就行 燕征玩味地笑笑 一看他们落远了 勾着屈翼 加快了脚步跟上 一群人身后 谢寒远远地追着 幸好奇叔知道他的状况 秘药童留下来带路 使他不至于掉队 药谷所有的核心人物 都住在北边的内谷 他们穿过静湖 顺着溪流 走了约大半个时辰 便见到平台楼阁 临次致笔 精巧辉煌 比起客院还要气派许多 秘书领着容锦生等人走来 一路上不停有人对他见领 他皆是好脾气地笑着回应 药谷的核心弟子有这么多吗 屈臣打量着四周 除了药桶打扮的人外 还有不少穿着粗布长袍的人 手里拿着药草 神神叨叨地来回躲步 看起来好像不是弟子 容锦生收回视线 叹道 药谷不愧是一家圣地 能有这般号召力 这种规模已经相当于大型的江湖门派了 公子好眼力 的确不是弟子 秘书笑着硬喝道 住在内谷的 除了谷主和小公子 还有服饰的杂役外 剩下的都是药谷重金聘请的大夫 大夫 却真看了眼这乌乌乌乌的人头 眼神古怪 这么多大夫 谷主还真是大手笔 这么多人的聘金 研究消耗 食素 这都是天价开销 先前他们入股时 缴纳的费用 难道就是为了 拿来养这些人吗 也是没办法的事 小公子是谷主唯一的情人了 秦叔提起此事 眉间落了一层愁云 哀声叹气 听先生的意思 谷主是为了小公子的病 才聘请了这么多大夫 在谷中常驻 却真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 虽说治病这事 并未人多就能解决 可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民间的大夫四处走访 见多了疑难杂症 再怎么严重的病 也不该发展到这种程度啊 是啊 已经十五年了 唉 秦叔又叹了口气 似是满腹心事 也没了说话的兴致 容锦生故意落后两步 压低声音道 珍珍 此事你量力而行就是 不要有太大压力 却真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却想到另外一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他太过敏感 十五年这个字眼 总会叫他想起酒馆里的那位 鬼贱老人 他的手 也是伤在十五年前 他宁可舍弃敷古草 也要他来救的人 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秦珍 容锦生默地停下 伸手轻抓住他的袖子 再次换倒 屈珍回过神来 就迎上他略有优色的眸光 唇边起了一抹浅笑 放心 我心里有数的 那就好 很快 几人就到了内谷的深处 闲杂人等越来越少 守卫却越来越森严 见了奇叔他们就直接放行 几人最后停在了一处 三层的竹楼前 竹楼前庭院空旷 两侧是低矮的草屋 冒着烟火气 药桶在里面忙碌着 药味苦涩的 有些冲鼻 容锦生不适的 微测了下头 五唇轻壳了声 奇叔健壮 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抱歉 小公子汤药不能断 所以药房十二个时辰 连轴转 味道是重了些 别说容锦生了 这药味冲得曲针 也拧紧了眉头 汤药不断 他刚想问话 正巧有药桶端着一碗药 从他身前经过 那药箱飘来 曲针心里一紧 立即换倒 你等一下 那药桶突然被叫住 有些愣中地看着他 又发现奇叔就在旁边 曲西医里 万事 我 我做错什么了吗 他说得小心翼翼 奇叔也没有搞清楚 曲针想做什么 先安抚了他两句 问道 姑娘 怎么了 曲针却没理会他们 静止凑到了汤药前 俯身仔细分辨着其中的味道 容锦生健壮 诞生道 别打扰他 他宁谋看着那汤药 曲针一向不做无用之事 这般郑重 难道是汤药有问题吗 奇叔忍着没再出声 却不自觉地打亮着眼前的男子 他的一身锦衣 料子罕见 花纹反复 腰是玉佩等等 虽然素雅 但明显不是反品 最重要的是那通身的贵气和威压 明明是坐着轮椅 却犹如坐在穷顶金殿般 让人忍不住 想要臣服贵败 要说与药谷来往的达官显贵 也不在少数 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之人 只一个眼神便叫人心悸颤力 如遭凌迟 半晌后 曲针缓缓站直了身子 姑娘 这药 有什么问题吗 奇叔小心地问道 那药桶神色紧张 公身连退了两步 盯着手中的药碗 害道 药 药不可能有问题的 就是给奴医摆个担子 奴医不该害小公子啊 曲针听了这话 突然反应过来 他们误会了 摇头解释道 哦 药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 是这张方子 药方 奇叔看着那深褐色的药汤 眼神存疑 光凭这个 姑娘就能知道药方 曲针缓要解释 竹楼中就传出了一声爆喝 仿佛镇的竹楼都颤了颤 要呢 怎么还不来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是不是又在偷懒了 嗯 等我抓到你 看我不扒了你 声音戛然而止 一个曲发花白的老者快步走了出来 他头发编成绿 坠着小葫芦 达了一起好的胡须 用根红绳绑着 两颊泛红 双眼小而深邃 精神瘸 剑步如飞 瞬息就到了他们面前 义父 奇叔见了来人 连忙行礼 转身为曲针他们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们药谷的谷主 容锦生几人 微微汗手 那老者的顺线 在他们身上打了个转 落在药桶身上 眉头立马拧成一堆 喝道 愣在这儿做什么 还不快端进去 药桶不敢再耽搁 也顾不得曲针 说什么有问题之类的话 转身就要进去 曲针脚步一挪 再次拦住他 看向谷主 这药方有问题 不能喝 谷主文言立马沉了脸 你凭什么说这药方有问题啊 你看过方子吗 也敢在这儿大方厥词 是他答应了齐叔去接人的 自然清楚眼前这姑娘 就是所谓的大夫 心中不免生出浓浓的失望 一个稚气未脱的小丫头 模样生得再漂亮 也不过是绣花枕头 看了两天医书 就以为自己能治病救人了 他可没有时间陪她玩 不等曲针打话 他转向齐叔 怒道 就这种狗头大夫要来何用啊 据说 把他们送出去 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说着 谷主转身就要进楼 药头忙跟了上去 居然被他一番呵斥 心有不悦 但忍着情绪没有发作 对着他的背影 扬声道 我是没看过方子 可这汤药的确有问题 不知小公子 按着方子吃了多久 身体状况如何了 他既答应了鬼剑前辈 要尽全力救人 就不能半途而废 老者脚步不停 似是没有听到般 见状 齐叔面色尴尬地看着他们 劝打 姑娘 要不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瞧这样子 怕是 谷主 那用药物不是救人 是杀人 你真的要纵人行凶吗 屈真眼见那身影 即将消失在眼前 也顾不得许多 历生喝道 话落 那白色的身影 脚步没地顿住 转身看他 双目如剑 杀意凛然 小丫头 老夫好心放你一马 你不要不识好歹 谷主声音森然 眼中的血色 为那白衣 添了几分力气 屈真见他 总算愿意停下来了 输了口气 愿意谈 那就说明 此事尚有转机 他还有机会 谷主 我 屈姑娘 你那双手摸过死人 再来救治小公子 也不想惹了人家晦气 他刚开口 就听身后 传来一道娇柔的声音 截断了他的话 此话出 竹楼 煞食死寂 第139集 屈真和容锦生 回头望去 就见谢寒 在药童的陪伴下 一瘸一拐地 走了过来 显然刚才那话 是他所说 谢寒并未理会他们 静止从屈真面前走过 对着谷主 屈膝一礼 手声道 谷主 我谢家世代从医 晚辈自幼跟随祖父 看卖食药 也学的谢皮毛 想为小公子 敬奋心力 姓谢 谷主 面色稍稽 看着谢寒问道 你家祖父 是谢凤仪 正是 谢寒心中意习 他猜得不错 谷主 知道祖父的名讳 这是谢凤仪的孙女 老夫倒是可以让你试试 谢家姓林圣守 三代皆是宫中钦点的寓意 交出来的后辈 想来也差不到哪儿去 谷主点头 算是认可了谢寒的资格 就要带他进去 屈针眸光略沉了些 瞥了眼燕忠 他领着谢寒前来 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燕忠撞上他的视线 扬眉一笑 传音道 诶 诶 鬼丫头 看来你算盘要落空了呀 落空吗 恐怕不见得 他轻扯了下嘴角 不管是为了承诺 还是为了容锦生 这好小公子 都是势在必行之事 眼下他要先拿到 看诊资格才对 就在此时 容锦生突然轻笑了声 语气略冷 若是银家事出生来 判定医术高低 或许 小公子沦落至此 并不冤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谷主脸色难看 这臭小子拐着弯 责骂他老糊涂 自面意思 容锦生没有理会他的怒色 看了眼屈真 温声道 我们走吧 赤蛇胆可以再想办法 但他不想让他在这儿受委屈 屈真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看到他眼中的怜惜 心软了几分 再试试 他有必须要留下来的理由 赤蛇胆难以遇到 现今也唯有药骨才有 就这么走了 他的毒怎么办 还有鬼剑前辈 拿了他的复古草 他自然是要践行承诺 容锦生看他神色坚定 就没再阻止 他有他的骄傲 面对如此羞辱 依旧坚持要救人 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 他尊重他的选择 屈真见状 浅笑了声 再次开口 谷主 我有些话 你听完再 不必再说了 你只要告诉我 刚才这丫头说的 是不是真的 他话还没有说完 谷主就直接了当地打断他 什么 屈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的手 摸过死人 谷主直言问道 面色更寒 死这个字眼 在要谷 尤其是在他面前 就是绝对的禁词 提都不准提 更何况是摸过死人呢 是 屈真没有反驳 拿颅谷研究一事 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 他不屑于撒谎 闻言 信寒眼底 闪过一抹冷风 而谷主的面色 则是一尘到底 那你就更不能进去 免得把死人的晦气 带给我孙儿 看在你年纪上小 老夫不与你计较 收拾收拾东西 出国去吧 其说 送客 谷主一声令下 在旁观望的奇书 也不好再拖延 只得上前压低声音道 姑娘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 但谷主对小公子 是惜之如命 万不敢冒险的 要不 等他怒火凭息些 我再劝劝 眼下 还是先离开吧 谢寒站在竹楼前 嘴角擒直笑 也劝道 许姑娘 小公子千金之躯 不能有任何闪失 俗话说 医者父母心 你也该体谅下 谷主的心情 早些离去的好 所有人 都以一种 或是幸灾乐祸 或是谴责的目光 盯着屈真 眼中写满了 拒绝和不屑 尤其是落在 他手上的几道 灼热视线 仿佛要将他 烧出几个窟窿 却易敏锐地发现 周围气氛不对 瞥了眼谢寒 随时笑着 语气却莫名嘲讽 他能走到这儿 是靠着自己的本事 而谢小姐 不过是倚仗着 祖父的庇佑 和谢家的名声 人贵有自知 可是 也轮到你来 叫他怎么做事了 谢寒愣了下 看到他们同情的眼神 才反应过来 屈翼在说他 人贵有自知 这是叫他 没有自知之名吗 徐公子 你 他扫红了脸 摇紧着唇半 不知该如何还嘴 哀求着 看向燕征 希望他能替自己 说句话 然而 燕征只是双手环抱 笑颜颜地看着屈翼 并不出声 谁不知道 屈小公也在 汴京的贵族圈子里 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君子端方 八面玲珑 如今说这话 还是对一个姑娘家 可谓是 十分出格了 屈翼也颇为诧异地 看向屈翼 他竟然会在这时候 为他说话 看我做什么 本公子不过是 觉得他们以多欺少 有失公寓而已 屈翼对上他的视线 有些不自在的解释 他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 哪根筋搭错了 居然会为了他而得罪人 说完才反应过来 然而话已出口 反悔也没用了 屈翔敏唇轻笑了下 没多说什么 心头的阴云散了几分 不知为何 他对屈翼总存着 几分亲近感 或许是同一姓氏的缘故吗 容景生看着 二人之间微妙地互动 脸眸眼去眼底的暗流 薄唇不自觉地紧敏了些 闹够了吗 谷主冷眼看着这一切 我对于你们之间的事情 并不感兴趣 谁在敢闹事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给了其书一个眼色 后者会议地点了点头 暗中打了个手势 四周逐渐有树道气息 聚拢而来 成何为之事 将他们包裹在中间 气氛逐渐紧张 谢寒不会武功 自然没有察觉 不过屈翔和容景生几人 却发现了 眸光同时一冷 这是要动手吗 要骨之行 真的要以失败告终吗 屈翔扫了眼周围几处 藏着人的树影 心中快速思考着对策 药谷这位谷主 是顽固守旧了些 但他相信 他还是疼爱孙儿的 只要他拿出 能令他侧目的实力 就还有机会 一旦动起手来 他们虽不至于落败 但与药谷交恶 实在算不得好事 他心中打定了主意 便也镇定下来 眼见老谷主就要离开 沉生倒 刚才那碗药里 槟榔 木香 橘皮 茯苓 半下 各一两 人参 白树 各半两 女子的声音 轻轻冷冷 缓缓将这紧张的气氛 划开了一道口子 第140集 鼓鼠脚步 猛地顿住 回头望去 他怎么会知道 那些药方 他都是亲自过目的 每一味药的药性 分量 他烂熟于心 他竟能说得分毫不差 难道 他怀疑地看向奇叔 奇叔跟在他身边这么久 哪能不清楚他的想法 连忙解释道 谷主 我从未告知过 屈姑娘此事 他到现在 都还一头雾水呢 真有人能闻药 就分辨出药的成分吗 这也太神了 听了这话 谷主是真的惊了 不由得开始 正是这个 被他称作 狗头大夫的姑娘 同样震惊的 还有谢寒 他紧紧地攥着衣袋 努力控制着表情 不肯露出半分惧色 这样的本事 他只在祖父身上见到过 许多的药方 稍不留神 还会出现偏差 不 这不可能 他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怎么可能有如他祖父般的 艺术造诣 谢寒拼命地在心底否认着 期盼谷主能出声反驳 好拆穿这个 不知羞耻的人的谎言 可惜 谷主打量了曲针片刻后 面色凝重 你 还知道什么 说来可笑 他居然在这个年仅 十几岁的姑娘身上 看到了希望 能让她的小兰花 活下去的希望 就听听 听听她还有什么本事 此方记 明幻书中间 专制女子认身中的 一腹吞酸 偶尼恶心之症 小公子是男子 如何能喝呢 他先前叫停药童 就是这个原因 当时想解释的 结果被一再打断 认认生生 众人惊呼 面色巨变 那不是给孕妇喝的药吗 怎么可以拿给男子喝呢 这不是胡闹吗 连一罐从容镇定 不喜行余色的容紧声 也露出了惊诧之色 看向谷主 药谷聘请这么多大夫 难道竟是些 欺世道明之辈 对此 他这个谷主 又知道什么 几人齐齐地看向谷主 却见谷主 自从听了这话 就像是僵制了般 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情绪中 却真凝视着他 须于心中的最后一点不满 也烟消云散 他是真的很爱那位小公子 但他的神情同样告诉他 他知道药方的作用 却必须要用此方 所以他在出门认身二字时 同时出现了恐惧嘴和恐惧眼 表示极端震惊 这说明他猜对了 而在这短暂的震惊后 他面部随之而来的 是眉头紧簇且向上扬起 并在眉中形成了一道 深而黑的垂直纹路 这是强烈的悲伤信号 为何悲伤 绝不会是因为 他说破药方的作用而悲伤 令他真正悲伤的是这药方本身 明知不可违而为之 这小公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屈真仔细思索着 长久的安静后 国主输了口气 叹道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能有这般见识 都是老夫看走眼了 他语气依旧生硬 故意放缓了些 还带着圣怒之后的沙哑 国主 可否让我看看小公子 屈真试探地问道 他见了人才能确定 到底是什么病症 决定如何治疗 好 老谷主看了眼 他身后的容锦生 屈翼和燕中三人 轻哼了声 你们在外面等着吧 屈真对着容锦生 点了点头 示意他放心 随后跟着老谷主 往竹楼里走去 路过谢寒身边的时候 谢寒猛地回过神 万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谷主 嗯 被一再耽搁回去的速度 老谷主也有些烦躁 忍着脾气问道 谢小姐怎么了 谢寒瞥瞥了眼屈真 欲言又止 有话直说 老夫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 老谷主没有什么耐心 催促道 屈真好整以下地看着他 面上多了些讽色 这位谢小姐 心思可不像他模样看起来 那般柔弱 难道又打算窜对是非吗 谢寒眼角的余光 看到他这副神情 高贵的自尊心 像是被刺了下 挑拨的话 脱口而出 谷主 闻香便要的本事 世上能会的人 居止可数 无一不是当事名医 曲小姐 毕竟年纪尚轻 会不会是弄错了 他自幼学医 祖父盛赞他 天赋无双 若是男儿 定能成为国医 带领谢家走上巅峰 这片大陆 数百年来 能够被诸国认可 享受国医称号的 唯有早已逝世的 龚长青先生 他的雕像 至今还矗立在 各国的国都中 受万家香火 即便是他老人家 在少年时 也未必能做到 闻香便要 这位曲小姐 却能做到 若是真的 那他岂不是 天赋尽妖 这绝不可能 谢寒说的是实话 老国主一时无眼 看着曲真 也是神色复杂 要不是亲眼见到 他也不会相信 这小小年纪 就能做到这般地步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一代 难道除了皇朝 那几个妖孽人物 竟还有人 能横空出世 因女流之身 仙动风云吗 曲真看着 谢寒眼中的挣扎 怀疑 不可置信 种种情绪交杂着 应有崩溃的架势 他脸了几分异色 世上女子行医不医 谢寒自幼血医 也定是吃了 许多的苦头 性子是骄纵叼满了些 但能坚持至今 说明还是有信念的 若信念崩塌 那谢寒的路 也就止步于此了 他们虽有摩擦 但女儿家意气之争 还不值得 他放在心上 曲真看着他 轻声道 谢小姐 文香变要 说白了 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 她不足以成为 判定医术高低的标准 何为高 何为低呢 你口中那些当是名医 难道行医半载 就没有救不得的病人 救不得时 你觉得他们医术是高是低 是他们故意不救 还是他们无能呢 谢寒茫然地盯着他 仿佛在思考着他的话 少女青丝如断 身影如主 独站在那廊下 屋檐遮去阳光 在他鲜瘦的身子上 落下半边阴影 却遮不住他那青毛 众人只闻他生辱翠玉 字字朱鸡 医术从无高低之分 有高低之分的是人心 谢小姐学医术载 难道不是为了治病救人 而是为了迎娶当事名医 这四个字的称号吗 屈真水眸清冷 映着谢寒赫然泛红的脸 她怒容上涌 再是为救人 屈真轻笑 既如此 是否能闻香变药 当真那么重要吗 话落 谢寒神色一正 豁然明朗 是啊 重要吗 为医者 习的是治病救人之术 闻香变药 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谢寒心头的阴云散去 抬眼望向屈真 眼神复杂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他们来药谷的目标相同 他若是心性受创 无暇顾及小公子的病情 不是正好少一个竞争对手吗 学医之人 方知其中艰辛 谢小姐苦学树仔 浪费了这番辛苦 就太可惜了 屈真轻勾了下唇角 不再多说 转身进了竹楼 谢寒看着那身影 消失在视线中 下意识地回头 朝燕征看去 就像他眉眼含笑 看着这边 他却知道 他看的人 不是他 这个念头一闪 谢寒忽觉得 拢在身上的阳光 有些寒凉 伸得他骨头都疼 他忍不住 搓了下胳膊 转身跟了上去 竹楼的一层正中 摆着一张极大的圆桌 数人围坐在一处 拿着药草研磨 激烈地讨论着 你们快看 有人眼尖地 看到他们进来 连忙用手肘 碰了下身旁的人 一时间 众人纷纷停下 手中动作望去 尤其是看到 谷主身侧 那么青涩的身影时 不由地 倒吸了口凉气 好美的女子啊 一眼便叫人窥见 那珠海飘夜 暗香浮动 她仿佛自画卷中 缓步而出 清冷出尘的气质 如丝如缕般 射人心魄 此处算是 药谷的另一处禁地 除了某些 特定的人之外 其余人 一概不允许 踏足其中 这还是第一次 谷主 领外人进来 还是这么漂亮的 姑娘家 究竟 意欲何为呢 谷主 他们 酸酸起身 似是要迎上去 谷主 微微点头 意识回应 脚步未停 领着曲真和谢寒 静止往楼上走去 二楼 也差不多是如此场景 只是轿之一楼 仍会少上许多 显得更为幽静 谷主一只脚 刚踏上楼梯 似是想起了什么 转身 正色道 老夫宠患说在前头 无论结果如何 今日在楼中所见 你们不得 血漏半分 否则就别怪 老夫无情了 保护病人的隐私 是医者的责任 曲真和谢寒 也没觉得哪里不对 同时点头应下 见他们如此乖顺 老国主的脸色好了些 再没说什么 转身上楼 曲真的脚踏上三楼的瞬间 一股沉重的压力 附上心头 他说得绷紧了神 警惕地看了眼四周 暗自凝聚内力 已被应对 突如其来的危机 是我 鼓鼠一出声 那破人的压力 立马消散于无形 他轻飘飘地 披了眼曲真 浑浊的眼中 似乎掠过些笑语 转瞬即逝 随后推门而入 曲真心有余悸 没想到这药谷中 藏龙卧虎 居然还有这等高手 幸好他们先前 没有鲁莽行事 否则与药谷起了争端 有这样的高手在 荣锦生若是巅峰状态 他们联手尚能全身而退 可如今 荣锦生身中剧毒 不能出手 到时候就只能任人鱼肉 赤蛇胆更是不必想了 为今之计 只能寄希望于小公子 得的不是绝症 唯有这样 他才能有机会 拿到赤蛇胆 念落 曲真缓缓吐了口浊气 抬脚进屋 这短暂的暗流 谢寒恍若未觉 他一心 关注着屋内的情况 房间布置得雅致干净 桌椅器具 用的是上好的阴沉木 摆件精巧 别致 或是红珊瑚 或是玉观音 皆是难得一件的真品 冰裂纹的名窗 阻去了浓烈的阳光 唯有柔和而淡的光韵 透进屋中 落在万福锦帐上 呃 谷主 小公子他 后在床榻边上的老者起身 刚张嘴就听垂落的床帐后 传出两声轻壳 适时地打断了他的话 老者闭嘴 花白的胡须抖了下 扭头瞪着那床帐 这孩子 他怎么了 你别瞒我 谷主面色骤变 三两步抢到床边 立声问道 不等老者答话 床帐后 传出一道轻笑 声音软糯干净 却有些虚弱 气急而短 爷爷 我没事 是谷叔太紧张了 你要没事 他紧张什么 谷主紧抓着此事 追问不休 那道声音始终柔软平和 耐心地答着 中间又闷咳了几次 再怎么迟钝的人 都该察觉了不对劲 他紧张地扒着床帐 似乎是怕下着里面的人 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兰花 你 你是不是又咳血了 里面摸了顺 虚弱地笑笑 爷爷别乱猜了 是我刚才吐了药 谷叔有些急了 生我气呢 仅仅是这样 老谷主似是松了口气 扭头对那老者求证 老家伙 你跟我说实话 可不许骗我 老者迟疑了片刻 看了眼床照 似是能看到 那少年殷妾哀求的眼神 掌扎过后 还是点了点头 顺着他的话说道 那药 没喝下就吐完了 恐怕是要重新煎过 多了这话 老谷主才算是放心 如释重负地 呼了口气 我当是什么事 吐了再煎就是了 也值得你生气 哎呀 老家伙 你年纪越大 杜梁反而越小了 再欺负我孙子 小心我跟你翻脸 那短暂的神色变化 和僵硬的笑意 骗过了老谷主 却一丝不漏地 落在了屈真眼中 他轻眸掠过那老者 附在身后的袖子上 以他的角度 刚好看清楚上面 星星点点的血红色 心中沉了沉 这小公子 是真的吐了血 难道是肝脾淤血 导致的腹部股胀 那这么多的大夫 也不该没有一个人查出来 再说了 若真是如此 他的颈部和胸部 会出现血质 血驴 湿热护解者 还会出现两目 或是全身发黄 他都没有这些症状 还愣着做什么 过来瞧瞧吧 谷主让开 床榻边上的位置 便伸手拢起床杖 便漫不经心地道 既得安静些 别吵着我孙儿 随着万福紧杖被拉开 床上的景象 清晰地浮现在众人眼前 血涵瞳孔皱作 净乎失态地惊叫了声 啊 这是 谷主双眸如刀 猛地刮了他一眼 他后知后觉地捂住了嘴巴 不敢再出声 满目惊骇地盯着床杖 而屈真虽没被吓到 可唇弹抿得发白 这情况有些棘手了 第142集 雕花紫檀墓的床榻上 一少年倚着靠垫朝他们望来 琥珀色的眸子浅淡安静 模样乖巧 精致地犹如瓷娃 乍一看直叫人感叹 好一个粉雕欲拙的 尖偏少年狼 可 屈真视线下移 落在他高耸的腹部上 那肚子如山巒般突兀 看上去竟像是女子 怀孕八九个月的模样 与他瘦弱单薄的身子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煞时夺去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眸光渐深 敏唇没有说话 屋内此寂 应有道道冷流肆虐 沉闷的气氛压在人心头 有种传不过去的感觉 许久 谢寒放开捂着嘴的手 性眸圆瞪 蹬蹬地连退了两步 满目惊骇 这肚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太诡异了 一个男子 却像是女子怀孕般 大了肚子 说出去 谁敢相信呢 他这一出生 满是寂静 被撕裂了一道口子 每个人的神色各异 抱歉 吓到你了 少年微微垂手 眼去眼底 转瞬即逝的哀伤 努力扯了扯嘴角 露出个安抚的笑容 鼓鼠健壮 摸了摸他柔软的发丝 杨怒道 你这傻孩子说什么抱歉 又不是你的错 神威大夫连这点定力都没有 还有你这个病人的安慰 想什么话 他眼角乍线磨冷光 往谢寒的方向瞥了眼 谢寒煞时如坠冰窖 他知道是自己痴态 可是那样的画面 实在太具冲击性 放在任何人身上 都没有办法做到泰然自若 但他也知道 刚才那番举动很是伤人 强忍着心头的颤力和恐惧 应声道 鼓主说的是 是我的错 还请小公子不要放在心上 少年轻摇了下头 仙纯浅笑 露出两颗雪白的小虎牙 看上去异常乖巧 我没关系的 没关系 鼓主知道自家孙儿 向来好说话 脾气柔软的 跟棉花似的 恨铁不成钢地 弯了他一眼 看向二人 你们 谁先来 旁边的老嘴文言 奇怪地看向他 鼓主 难道你想让这两个小丫头 来给小兰花治病 鼓主摸了顺 他也知道 这是病急乱投医 可他的小兰花 没有时间了 不能再等了 那就让他们试试吧 或许 虾猫撞上死耗子 他们真能诊断出什么 谢寒是谢凤怡的后人 谢家世代从医 贬藏了天下无数药籍医点 说不定正巧就收录了小兰花 这种古怪的病症呢 还有那个小姑娘 年纪轻轻就能闻香变药 她虽不懂医术 可这意味着什么 她清楚得很 她是奇才 冠绝古今的奇才 她不管什么年龄 性别 不管什么世俗规矩 只要能救小兰花 哪怕只有一线之机 她都要试试 你这是在拿小兰花的命去赌啊 老舍不赞同地瞪着她 怒道 这妖谷养了多少大夫 哪个不是声名赫赫 他们一起研究了数十年都没出个结果 你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两个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黄毛丫头身上 如主 你糊涂啊 屈真神术镇定 看着二人的争论没有开口说话 中医熬资历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年纪越大 医术越精 因此大多数的名医都是白发冒蝶 像她这种十几岁的小丫头 在别人眼中压根就和大夫两个字不沾边 也不怪他们瞧不起 她专心观察着小公子的脸色 丝毫不理会因为她 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人 是 你也知道十几年了都没个结果 还要我等多久啊 我活着尚且能照看她 可我老了呀 这不定什么时候双眼一闭就再睁不开了 到时候 你让她怎么办 古属被这话刺激到了 脸颊因为怒气熏得更红 痛心起手地看着她 质问道 老伙计啊 我不是不信你们 是我等不起了 耗不起了 我知道你着急 可也不能剪走偏锋啊 小懒孩的身子 竟不起任何折腾了 他们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腰草都未必认得全 能看得出什么呀 那老者也忍不住拔高了声音 难道在你心里 觉得我都办不到的事情 区区两个小丫头就能办得到 既然如此 我还留在这做什么 不如收拾宝国回家养着去 也好过在这小母世界 古青羊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闹小孩脾气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谷主 你就得听我的 我说你好什么好啊 丧门大就有理了是吗 老夫教你生谷主是客气 你还真喘上了 就你这样还叫满意呢 我看你啊 干脆改名叫满混蛋 越老越混蛋 满意怎么了 我老子想要儿子就生了我 得逞所愿还不能叫满意了 我说你怎么还胡搅满缠呢 说小兰花的事 你扯我的名字做什么 反正我说了 我不同意 你 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 怒瞪着对方 谁也不肯让步 小公子艰难地撑坐起身子 视线焦急地乱转 爷爷 你们别吵了 他声音柔软 轻客被淹没在他们的声浪中 不留半点痕迹 谢寒在旁看得目瞪口呆 这还是刚才霸气翻天的药谷谷主吗 看着怎么像是没长大的小孩呢 眼前的状况一团糟 屈真却懒得理会他们吵闹 两步上前就要去探麦 冷步房中间横出一只手来挡住了他 他抬眸望去 就见谢寒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说道 我先来 谁能治好小公子 谁就能离目标更近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战斗先机比较重要 屈真深深看了他一眼 收回手退了两步 让开闯边的位置 小公子别急 谷主他们这是在开玩笑呢 我先给你把把麦 谢寒宽慰了他两句 上前扶着他重新躺在靠垫上 小公子纠结着收回了视线 虽不放心 但还是乖巧地点头 硬道 好 谢寒搭上他的脉搏 柳眉皱成了一团 神色装素 如临大敌 就连搭在他脉搏上的手 都有些发抖 屈真眸光略沉 微不可见地叹了口气 这心理素质 还有待提高啊 就他这样 能探出什么脉象来 第143集 那少年也察觉到了谢寒的紧张 双眼笑眯成月牙状 轻声安慰的 就算治不好也没关系的 我爷爷是嘴硬心软 并会放你们平安离骨 你别怕 确真盯着那少年 心中柔软 他就像是一汪进池 清澈干净 温暖无争 明明他才该是最痛苦的人 可他却一直都在宽慰别人 会治好的 他鬼使神差的宽慰道 少年威正 抬眼看来 二人的视线撞在一处 不知暖了谁的心 先化作了星星点点的笑意 去真凝视着他琥珀色的毛子 声音铿锵坚定 你要相信 大夫一定会治好你的 他眼角的余光 撇过那高耸的腹部 心中大概有了结论 只等着亲自探卖后 就能见分晓 在此之前 还得等谢寒的诊断结果 少年文言 微微脸眸 鲜长的眼睫落下 遮去眼底的哀色 这是他自打有记忆以来 第一次有人如此坚定地告诉他 会治好这怪病的 听着荒谬的 有些令人想笑 但他心底 还是忍不住 生出了一丝说望来 他 信的 为了爷爷 他愿意信 嗯 他嘀嘀地应了声 去身见他神色奄奄 也知道他肯定不怎么相信他的话 没关系 事实胜于雄辩 他会做的 谢寒手抖得厉害 越少急 越是烦躁 连最基本的脉象 都辩不清楚 他深知不能再这样下去 深吸口气 静心凝神 正要再仔细探看 就在此时 吵得正凶的两个人回过神来 那老者一看谢寒的动作 面色顿沉 你在做什么 这一声 石破天惊 别说谢寒了 就连曲真也忍不住眼皮一跳 下意识地看向他 就见那老者气势汹汹地往床榻边走去 那力气直逼谢寒 皇上老家伙 你 谷主看到了谢寒把脉这幕 自然也看到了他战战兢兢的模样 在对比不远处静若幽竹 冷静沉稳的屈真 高下利剑 我 我就是把脉 谢寒生若闻营 不自觉地撤了手 无措地看向那老者 做事就要起身 就在那老者离床榻还有一步之遥时 屈真脚步一转 挡在他面前 不等他说话 手指如电 猛地点住了他的血位 他身子一软 往地上栽去 他早有准备 扶着他往旁边的椅子上移坐 看向目瞪口呆的谢寒 杨梅问道 还不赶紧准脉 你敢 老者气得眼前发晕 那和手脚使不上半点力气 忍不住瞪着屈真 你居然敢对老夫动手 谢寒哆嗦着也看他 迟疑道 这 伤不好吧 治病救人 还有用武力强迫的 还想不想救人了 却真语气微冷 谢寒吞了口口水 想起那抹红衣 心中赫然涌起一股勇气来 坚定地点头 想 说吧 他却再不敢看向那老者的方向 只转身去切脉 小公子望着老者那铁青的脸 担忧地问道 古爷爷他 放心吧 只是点了穴道 半个时辰就恢复了 屈真解释了句 耐着性子等谢寒看诊 老者眼刀子飞了树道 奈何屈真压根就不理会他 他火气上涌 瞪着眼睛怒道 你招来的好大夫 还不快让他把我放开 鼓鼠捋着自己花白的虎须 阴云密布的脸上 难得多了些笑意 也遇到 连个小姑娘都拿捏不住啊 也好意思发脾气 鼓鼠咧嘴笑了下 不以为意 几步走到床前 盯着谢寒 面色紧张 老舍雨色 瞪着他的毛子都要喷出火来 你 老先生还是安静些的好 否则我就只能连着雅穴 一到点了 去着脑海中思索着病情 被这声音强行掐断 他凉凉的瞥了眼老者 直接了当地威胁道 那眼神清冷 有种穿透人心的力量 像是在明晃晃地告诉他 不信你就试试 老者憋着火气闭嘴 没再出声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小姑娘看着柔柔弱弱 一阵风都能刮倒 实际上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 还真没有什么他不敢做的 受制于人就算了 连说话都不能 那就太憋屈了 他倒要看看 架子摆得这么大 到时候他要怎么收场 所有人的目光 凝聚在谢寒身上 他如芒在背 额上附了层浓密的汗珠 好容易在这紧张的氛围中 探清了脉象 面色却瞬间惨白 他猛地抬头 看向那少年 不 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怎么可能是喜脉 男子怀孕 这简直是旷古奇闻呢 谢寒不敢相信地 再次摸上那脉搏 再三确认后 头晕目眩 直接瘫坐在地上 还是喜脉 怎么会这样 他不可置信地喃喃道 满目惊恐之色 少年面对这样的目光 嘴角擒着笑 面不改色 但仔细看 那紧背下的杖子 却是被人紧紧攥住 皱成了一团 那眼神三分哀凉 三分痛苦 三分自嘲 还有一分绝望 似是早就看透了一切结果 伪装的皮子被人撕破 露出血淋淋的伤口来 怎么样 老姑主盯着谢寒 艰难地从喉咙中挤出一句话 那眼神就像是溺水的人 看到一根浮沫 西伯的希望后 藏着的是滔天的绝望 谢寒嘴唇哆嗦着 半掃后挤出一句话来 惊恐万壮地看着他们 是 是怀孕了 放屁 老姑主像是被人踩中尾巴的猫 煞食炸毛 男人怎么可能会怀孕 你自己学艺不精 不要胡言乱语 不会错的 谢寒勉强找回自己的声音 为自己辩解道 他的脉象往来流利 如盘走中 的确是喜脉 我绝不可能看错的 他一副备受打击的模样 话音虽大 却没什么气势 听着倒像是在扯谎 谢家的后人 不过如此 连男人怀孕这种荒谬的结论 也敢说出口 传出去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走走走 赶紧走 老姑主怒不可遏 铁倾着脸赶人 谢寒昏昏噩噩地站起身 一言不发 别说是旁人 就连他自己 都觉得是诊错了 是啊 男人 怎么可能怀孕呢 第144集 老者看着这一幕 高纯冷笑了声 哼 万亿 你竟然妄想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现在清醒了吗 谢寒翘俏脸一红 如了如蠢 却说不出辩解的话来 老姑主面色铁青 没有出声 少年间气氛僵硬 挤出了个笑脸 软软地劝道 爷爷 这不怪他们 是我没福气 你送他们离开吧 别为难他们 就你个傻子心软 老姑主还没说话 那老者倒是先呛了句 少年腼腆地笑笑 低声道 我患上这怪病 是我命数不好 哪有让别人为我受难的道理啊 他心地醇厚 单纯善良 始终都不曾择难谁半句 屈真不禁动容 这些年 谷主将他保护得太好 就像是一块蒲玉 干净通透 心无瑕疵 他也的确值得 你呀 你这脾气 以后没人护着可怎么了得 老者叹了口气 看向谷主 你还要相信那两个女娃娃吗 我早就说了 她们不行 老先生难道不是因为小公子 的确是喜脉 才会开了孕妇喝的书中间吗 屈真突然开口 截断他贬低的话语 面色凝重地看着他 谷青阳没有想到 都这时候了 他还不死心地搏他的话 先是一愣 后有些恼怒的当 那怎么能一样 如何不一样 即使起慢 他诊断结果并未出错 老先生为何话里话外的挤对呢 谢寒原本搭拉着脑袋 怀疑自己的诊断出了错 听他这般说 忍不住抬眸望去 对啊 书中间 早在院子里的时候 屈真就发现了汤药有问题 是逛给妊娠的妇人喝的方子 这么说 他的诊断结果是没错的 谢寒没觉得心情松快 反而更沉重了几分 真是喜脉的话 那就更难治了 男子怎么会怀孕 并非激对 而是你们年纪生轻 医术不惊啊 遇到这种疑难杂症 压根就无几可失 老者被问得哑口无言 半晌 挤出一句话 心里不住的犯嘀咕 这丫头说话 也忒尖锐了 一针见血 年纪上轻就医术不惊吗 老先生好逻辑 那照你的想法 年纪大的人医术好 怎么这病治了十几年 都不见起色呢 他反唇相激道 胸腔中意气难平 他心里清楚 老者之所以说话夹腔带棒 不仅是因为他们年轻 更因为他们是女子之身 若换作男儿 无非是说他们缺乏阅历 无从下手是情理之中 在他们自我否定前 就已经找好了 种种开脱的理由 这就是世道的不公 好个灵牙利痴的小丫头 老夫懒得和你浪费口舌 古青阳自知理亏 呵斥了去 冷笑道 但愿你的医术 和你的舌头一样厉害 屈朕定定的 看了老者半傻 见他面红耳赤 胸膛剧烈的起伏着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但他问心无愧 比起这世道 对女子的轻贱 他两句无关痛痒的反驳 又算得了什么 哪怕是为自己争个公道 在外人眼中 也不过是无理取闹罢了 对错是非 他变得轻 也希望有朝一日 世人亦能变得清楚 能摒弃偏见 狭隘 能用客观的眼光 去看待女子 他相信 会有这么一天 这次他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 女子行医 不输男儿 老先生可要打个赌吗 他面无波澜 平静地问道 打赌 古青阳文言 扭头看他 语怒未消 你想赌什么 其他几人 静静地看着二人 针锋相对 听到这儿 大概心里都猜到了 后续要发生什么 谢翰有些急了 暗中扯了下他的袖子 你可别乱来 王爷知道了 丁会生气的 要说 能住进内谷 都是一中圣首 那能留在竹楼中的 就是其中巧处 他虽看不出老者的来历 但能与药谷 谷主交好的人物 绝不是庸人 他们来这儿 是有求于人 这般态度得罪了他们 没有什么好处 去着没有理会他 静止盯着那老者 平静道 就赌 我能不能治好小公子 话落 屋中刹那安静 呼吸清晰可闻 所有人的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 他是不是疯了 在药谷里 治了数年 都没能痊愈 他凭什么觉得 自己能治好 那传出去 岂不是打他们脸面吗 老者面露讽色 冷笑看着他 小丫头 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老夫奉劝你一句 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 把自己给搭进去 他身为小兰花的主治大夫 太清楚这病症的怪异 研究了数年 也才勉强维持 他的身体状况平稳 一个黄毛丫头 竟敢夸下海口 说治好他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就不让老先生担心了 曲针淡淡回答 了解他的就知道 他向来不打 没有准备的仗 在确认了小公子的病症后 他敢说 这世间除了他 再无人能治好这病 可惜 古青阳不懂他 即便他说了 他也不会相信 既如此 就趁这个机会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丫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老谷主沉默了两久 开口问道 古青阳没有阻止他 兴致盎然地看向曲针 他就想看看 这姑娘是否真的 向他表现出来的那般 镇定自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曲针要顺着这话问下去时 他却轻笑了声 声音低喊 他是什么人 都改变不了这场赌约的结果 你就这么有信心啊 老者气急返笑 哼的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非要找不痛快 那老夫就成全你 说吧 赌注是什么 老谷主没再说什么 躺在床榻上的小公子 看着这幕 神色焦急地 对着曲针劝道 姑娘 别浪费时间了 我的身子我清楚 你 这不是胡闹吗 满英雀 你给我闭嘴 他正劝着 满谷主突然开口 打断了他的话 在自家孙儿懵懂 无辜的眼神中 冷声道 他既然想赌 那我们就看看 老夫把话放在这儿 谁要真能治好我孙儿 从今往后 妖谷便供他驱使 奉他为主 第145集 这一句话质地 铿锵有力 经了所有人的魂 古青阳瞪着他 面色凝重地问道 满老头 你是认真的吗 药谷耗费了他多少心血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只要能救我的小兰花 区区一个药谷算什么 满意 眼神决绝 带着蛊豁出一切的气势 郑重地看着他们 我满意 眼瞅比见 少年看着老谷主 那略有些疯狂的毛子 忍不住红了眼 嘴唇颤了颤 再说不出什么丧气话来 十五年 爷爷为了他 熬了十五年了 散尽家财 创立药谷 丢下颜面四处求人 从对药草一无所知 到整部药店 倒背如流 各种艰辛 外人无法想象 他怎么能背叛 这份深情 哪怕能多熬一天 哪怕苟延残喘 他都要活着 为了爷爷 活着 你还真以为他能赢啊 古青阳神色复杂地 看了他一眼 默地笑道 老伙计 你发马加得这么重 能不能拿到 就看他们的本事了 满意 斜斜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接话 谢寒 神色变幻 难以压制 心中的震惊和狂喜 救得了小公子的人 就是药谷未来的整多人 药谷啊 抛开他日进斗金 人脉广播不谈 对于学医之人来说 拥有他 就相当于 拥有了巨大的药材库 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要是他成为了药谷的主人 世子此行目的 就不难达成 谢家也定会一跃成为 大圣的顶级世家 到时候 他想嫁给世子 就不再是痴人说梦 心下有了主意 谢寒小心翼翼地问道 谷主 我也想试试 满意微微醋眉 说实话 他对于谢家这丫头 没有多大的期望 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差了 只是他身为谷主 也不好阻拦 建满谷主 迟迟不答话 谢寒连忙说道 晚辈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但我西家药阁中 有部齐奥方路 专门记载各类罕见的病症 说不定 就有解决小公子病症的法子 还请谷主通融 太医院谢家 在医药界很是出名 满意最初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才会同意他来为自家孙儿治病 听他这么说 他也没再考虑 点头的 好 转眼 又多了一个人来添麻烦 谷青阳很是不爽的冷哼了声 老夫一把年纪 也不愿意欺负你们两个小辈 不管你们谁治好小兰花 都算老夫说 屈真看了眼谢寒 大概猜到了 他为何要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 加入这场斗争中 药谷主人的诱惑力 实在是太大了 好 他应了声 说了这么多 赌注是什么 谷青阳思索了下 陈胜问道 满意那条件 顶多只能算是加入 这场赌约 毕竟还是和他们俩相关的 我若治不好小公子 便此生不再行医 给前辈磕头认错 认凭处置 屈真不假思索地说道 不再行医 这个赌注对于大夫来说 可谓是切断了所有退路 太残忍了些 满意眼皮陡然跳了下 视线不自觉地落在那道轻盈身上 他到底在想什么 当真这么有信心 要拿自己的前途来赌吗 爷爷 你劝劝他们吧 我愿意配合治疗 针灸 吃药怎么都行 别拿前程开玩笑 女子本来就够苦了 满盈缺 本来敏唇静静地看着 但见事态发展得越发严重 不得不哀求地 看着自家祖父 这病堪比绝症 他明知痊愈是吃人说梦 又何必害了别人的前程呢 满意没有理会他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神色专注 他又转向了古青阳 劝导 古爷爷 算了吧 谁说 都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古青阳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看向屈真 也有些意外 他本来是想教训下这个小丫头 却不想他竟会破釜沉舟 到底是什么给他这么大的底气 难道真有把握治好小兰花 这念头刚闪现 就立即被他否决 他定了定心 冷声道 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想得到什么 换而言之 他赢了这赌注的话 要他做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他人也想知道 满意等人的视线 纷纷落在屈真身上 拿自己前程打赌 他想得到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 屋内鸦雀无声 虚语 只闻女子声音淡若清风 拂过众人耳边 话音不高 分量却重 他道 若我侥幸赢了 不求其他 只愿前辈之后 能摒弃成见 对女医 一视同仁 这个要求 可谓是极轻了 古清阳还以为 他要他做什么 结果就为了 这么一桩小事 摒弃成见 哪怕他觉得 他的迎面太小 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句 你可知道 要我一个语诺 可是很不容易的 你当真要如此浪费 浪费吗 屈真轻笑了声 眸光淡而幽远 仿佛陷入了某种回忆中 那前辈可知 我自有血医 为了毒经济方 熬药称凉 子时歇 卯时起 寒来数往十几载 未曾有一日懈怠 前辈可知 我未踩摇遍摇 走过溪谷 攀过绝壁 尝过毒草 曾被蛇鼠啃咬 也曾被狼群环绕 众人沉默 将他眉眼尖毅 似风刀 似双剑 有种即将破壁而出的灵力之气 令人心颤 他恍若未觉 自顾自地低声道 前辈又可知 我苦学这数年 哪怕救了许多人 也依旧遭人白眼 遭人明朝暗讽 遭人指指点点 乌言惠语 为什么呢 他抬眸 看向古青阳 眼底落了寒意 沉声道 就因为 我是女而身 众人墨 谢寒 却忍不住红了眼 他虽不似趋着那般艰辛 却也是苦熬过来的 一身医术 至今 也只能困在那深墙大院里 闭门造车 宫中也有医女 说起来是医 实际上 不过就是稳婆罢了 他堂堂是家小姐 总不可能为了行医 进宫 做个遭人忽来贺去的医女 那他就成了谢家的 奇齿大乳 包括祖父教他医术 也从未想过 他能走出一条路来 有时候 他是羡慕屈真的 两久的沉默后 古青阳看着他的眼神中 也多了些郑重和敬佩 你若真能治好小兰花 老夫以医盟长老的名义 答应你 定为这天下所有学医的女子 某个公道 屈真似血的容颜 站开抹笑意 极浅 却是人间角色 他应道 好 第146集 再不耽误 屈真替小公子枕脉之后 确定了心中的结论 此时古青阳也恢复了行动力 看他收了手 忍不住问道 你枕出了什么 屈真面不改色 答道 喜脉 他们神情古怪 改善那么大的赌注 还以为他能诊断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喜脉 那不是又绕回了原点吗 满意不免有些失望 紧钻着拳 难道小兰花真的没救了吗 古青阳也叹了口气 气氛顿时冷宁 少年看着他 面露忧色 像是在为他担心 那你 谢寒想说什么 刚一张嘴 又咽了回去 屈真思考完 一整套的治疗方案后 回过神就见他们 满面哀疏 虽是像被吓了死亡通知一样 不禁失笑 你们这什么反应啊 你不是说 还是喜脉吗 谢寒接了话 也犯了愁 就算有谢家的藏书在 他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信心 能治好治病 只能说是尽力而为 老国主和古青阳没有说话 面色如黑云鸭顶般 拢着暗影 倒是满小公子 神色淡淡 像是早就知道了结果般 谈不上希望 就更谈不上失望 只是隐隐担忧地望着他 屈真将所有人的反应 收入眼底 心中有了打算 心情也轻快许多 哪去的 是起码没错 一个两个有可能诊错 不可能所有人都诊错的 可男人怎么会怀孕 这不是 谢寒又开始纠结这个问题 男子大肚子的病症是少见 但也不是没有 起码还有气可循 可即大了肚子又是喜脉的 那真的是闻所未闻 男人当然不可能怀孕 屈真肯定了他的说法 刚准备说清楚 谢寒就追问道 那你怎么解释喜脉的事 他看向同样疑惑的 古青羊两人 缓声道 小公子的病 叫寄生胎 在遗传角度来说 又称作胎内胎 简单来说就是 夫人当时怀了两个孩子 但因为其中一个胎儿 发育太差 很弱小 为了抢夺母体的营养 其中一个发育良好的胎儿 就会将他包裹 出现同事操割的现象 满意等人 听得眉头急腻 稀里糊涂 但大概的意思 还是明白的 他继续道 这样一来 夫人生产时 只生了一个孩子 而另一个胎儿 则寄生在这孩子体内 所以称之为寄生胎 这也是为什么 小公子的脉象 或是喜脉的原因 他尽量避免开了 声色难懂的专业词汇 简单地 阐述了下病症的成因 他话音落下 屋内久久不闻人声 你们 曲阵扫尸了一周 将他们满面愁云 眉头拧得能夹死苍蝇 不由问道 还有什么没有听懂吗 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了 满意捋了下胡须 不自觉地磨碎着下巴 对古青阳问道 老伙计 你还记得吗 等年你为二柔诊脉后就说过 他怀的是双生子 啊 古青阳应道 他神色复杂地看了眼屈真 如他所言 少夫人生产时 也的确只有小兰花一个孩子 他还以为是自己误诊 如今看来 古青阳的视线 缓缓落在少年高耸的运度上 哪怕觉得不可置信 但潜意识 信任了这个说法 这短暂的对话 刚好与屈真的说法 不谋而合 叫人挑不出毛病来 谢寒左右打亮了眼 满意和古青阳 心下震惊不已 满谷主倒罢了 世人皆知 药谷的谷主不懂医术 但古青阳作为医盟的长老 医术抄群 声名赫赫 连他都只能诊断出起脉 无法确定病症 可屈真却做到了 他心中有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情绪 说宠意攀爬 让他抓心脑干的难受 忍不住问道 按照你的意思 满小公子还是怀孕了 他是男子 这孩子难道当真要等他生出来 即便生出来 还能活吗 一想到生孩子的场景 众人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男子怎么生呢 满营却安静地听着 忍不住垂眸 看向自己腹部 眼神懵懂 也就是说 他肚子里是他的兄弟姐妹 不是诅咒 也不是怪胎 他心中悬了许久的一口气 骤然松了下来 感觉整个人 前所未有的轻松 恐惧是因为未知 既知道了 他便不再怕了 他看向屈真 眼底生出了几分息迹 他能诊断出病因 是不是真的就能治好它 在众人的视线中 屈真缓缓摇头 小公子腹中的胎儿 在母体中便发育不完全 随着寄主出生 脱离母体 早已不是生命体了 自然 小公子也不具备生产的能力 那你打算怎么治 谢寒紧跟着追问道 屈真瞥了他一眼 笑而不语 谢寒这才想起来 他们如今是竞争的关系 问这话 岂不是有偷师之嫌 当下红了脸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屈真轻笑了下 解释道 小公子这些年 被汤药伤了身子 需得好好调理几日 才能开始治疗 他不回答 还有另一层原因 要治疗此病 就得用刀打开腹枪 取出这个胚胎 他要敢提出 在活人身上动刀的想法 恐怕会被满谷主 直接活寡了 要手术 必须先终得 谷主和小公子的同意 在这之前 总要建立彼此的信任才是 哦 有道理 谢寒轻声应了句 再不说话 治病的事大概确定了 满意心理也大概有了底 事先在屈真和谢寒身上转了圈 深吸口气 问道 你们谁先来 二人交换了个眼神 见谢寒面有极色 屈真粗裂算了下时间 硬道 按我的法子 还要为小公子调理一段时间 再渡手治疗 不如谢小姐先来吧 满意点头 看向谢寒 如此也好 从汴京到药谷 用英传信的话 来回只需七日 加上翻阅药点的时间 十日足矣 文言 谢寒紧张地攥紧拳 娇嫩的肌肤被指甲掐得刺痛 他恍若未决 郑重地点头道 好 晚辈定竭尽全力 十日 十日内 他要找到治疗小公子的办法 否则就得退出这场赌局 接下来的日子 屈真穿梭在客院和竹楼中 根据满盈缺的身体状况 制定了一些调理的方子 每日诗真 为他缓解身体的不适 接触多了 二人也逐渐熟络起来 晚间 带谢寒离开 屈真试完针 边收拾 边四周打亮了圈 奇怪地问道 小兰花 今日谷主怎么不在 这几日 但凡他们在楼中 满谷主和谷前辈 都一左一右地 守在他身边 盯着他试针 乍然不见了人影 他倒还有些不适应 满盈缺靠坐在床边 经过几日的调理 气息已经好了许多 琥珀色的眸子 柔软得像团棉花 乖巧的敏唇笑了下 语气却有些不自然 或许 是有事耽搁了吧 屈真听着不对 抬眸看他 便抓住了他眼中 还未来得及 掩饰住的哀色 手中动作一致 屈是常年卧床 见惯了人情冷暖的缘故 小兰花的心思 比常人敏感脆弱 也更藏不住心事 他根本不需要分析 就知道 他在说谎 屈真定定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那眼神平静却通透 仿佛能驱散 他心底的阴郁 照见最深处的地方 少年被这道视线 啄得瞳孔皱缩了下 心底的悲凉铺开 泛眼就慢上了眉间 他脸眸垂首 声音哀起 今天 是我爹娘的忌日 忌日 来着药谷取久 还未听见过 小兰花父母的消息 屈真就猜到了什么 他一向不善言辞 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敏纯没有说话 取了旁边凳子 坐到床边 安静地陪着他 丧亲之痛 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 跌跌死后 他在这世间 也是孤身一人了 沉默良久 满银缺抬头 低声道 曲姐姐 能不能麻烦你 打开衣柜 把最底层的 那个木箱子取给我 他年方十五 比他还小些 熟悉后 就总是软软地 唤他一声 姐姐 屈真点头 起身去取东西 当他抱了箱子出来时 满银缺已经挺着肚子 关了门窗 不知从哪 拿了钱箱和铜盆 还有些裁剪得 歪歪扭扭的纸元宝 他这是 要祭奠吗 屈真见他 艰难地扶着腰下跪 忙取了两个蒲团 便在他身前 扶着他跪稳身子 将木箱子 放在他手边 谢谢姐姐 他仰头露出个笑脸 嘴角却是勤着些苦涩 屈真抬手 摸了摸他柔软的发丝 安慰道 没关系 说完 他蹲下身 将竹台和献箱 元宝 这些都摆放好 而满银缺 则缓缓打开木箱 取出两个木牌来 窗紧闭 不知风从何起 拂过烛火 火光明灭 映着他单薄瘦弱的身子 显得格外孤寂 满银缺将木牌 放在床边 屈真这才看清楚 打磨光滑的牌位上 空无一字 无字杯 谁家祭奠爹娘 会用无字杯呢 他心中哑然 但也没有出口询问 点火 烧纸 随着纸元宝 被火蛇吞没在铜盆中 露出黑色的灰烬 少年的面容 如同腹上曾寒霜 半边 墨入了黑暗中 看不清情绪 他缓缓将元宝 扔进铜盆里 火光在他眼底跳跃 气静中 传来少年 清寒的声音 这是我爹娘的牌位 打从我懂事起 每年今天 我都会藏在房中 偷偷祭奠 爷爷一直以为 我忘了他们 不允许任何人 在我面前提起 他惹我伤心 可我哪能真的忘了呢 少年面色被火光熏红 学时有人陪着 冷气的气氛消散了些 他歪头对他 展颜一笑 目光惩挚 姐姐 是第一个 知道此事的人 可不许跟我爷爷告状 我怕 怕他会伤心 好 见他答应 满银缺恭敬地 对着牌位 磕了三个头 盯着那灵牌 仿佛陷入了 某种回忆中 小时候 我没有玩伴 齐叔叔怕我孤单 送来了一只小狗 陪我玩耍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小狗不见了 就避开守卫 跑出去找他 后来在 后山的林子里找到了 姐姐 猜他在做什么 做什么 确诊看着他明亮的眼 配合地问道 他全成了一团 趴在狗妈妈身边喝奶 我当时就好奇 在娘亲怀里 到底是什么感觉 让他放着好吃好喝的不要 都要跑出来 说到这儿 少年扯了扯嘴角 手中摆完这腰间的袋子 似是有些不好意思 念如的 所以 我也凑了过去 靠着他们睡在了杂草堆里 那温度 太暖和了 我不小心睡了过去 等我醒来找回去时 谷中已经大乱 负责照顾我的人 被爷爷打得浑身是邪 他们借我一身草灰 问我去了那儿 我只能如实交代 爷爷知道我睡狗窝 气得要打我 只有齐叔叔拦着 问我为什么 齐叔叔 屈真想起那个 嫉妒儒雅的男人 见他满眼如目之情 也勾了下唇角 对于他来说 齐叔在他生命里 正好补上父亲的角色 那后来呢 后来 满盈缺笑意淡了些 声音染了些哭腔 后来 我怕提起娘亲 让爷爷伤心 死都不肯说为什么 齐叔叔 却看出了端倪紧紧地抱着我 爷爷还是要罚我 我委屈极了 鼓起勇气问他 为什么爹娘不在我身边 屈真轻抚着他的后背 无声地安慰着 少年身子颤得厉害 勒出一滴一滴 砸落在蒲团上 但还是竭力压抑着 我清楚地记得 爷爷当时红着眼 看了我很久 最后 甩袖离开 只留下了两个字 死了 那年 我五岁 五岁的孩子 被毫不留情地告知 父母的死讯 屈真能想象得到 他当时该有多绝望无助 少年压抑了多年的情绪 一朝决堤 失声痛哭 哭得险些背过气去 屈真扶着他起身 躺回床上 椰好背脚 静静地看着他 轻声问道 所以 你就开始偷偷祭奠吗 嗯 满英雀红着眼 滴滴地应答 齐叔叔告诉我 那晚爷爷 把自己关在酒窍里 喝得明顶大醉 我才知道 原来爷爷那么伤心 后来 我再也不敢提 爹娘的事情了 偷偷问了 齐叔叔他们的忌日 只能瞒着他们 烧点纸钱 也算是 借我身为人子的孝心了 满英雀后来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话 大概是哭得太狠 没多久 就疲倦地睡了过去 屈真重新将灵牌放入箱子 收好现象那些物件 熄了灯 收拾好一切后 转身离开 刚出竹楼 就看到院中 矗立着一道人影 月光落在他沟楼的背影上 更添了丝苍凉 他走近 微微欠身 换道 谷主 第148集 那人转过身 花白的胡须上 细着红绳 目光在暗夜里 有些瘦人的冷意 小兰花他 睡了吗 嗯 屈真对上老谷主 洞悉一切的毛子 轻点了下头 这竹楼四周 守卫重重 想要瞒过他们 偷偷祭奠 谈何容易 他早猜到 满谷主知道这一切 不过没说破罢了 满一仰头 看了眼三楼紧闭的窗户 没了许久 探声道 你要有时间 多陪小兰花 说说话吧 他难得 碰上这么喜欢的人 说完 他转身就要离开 屈真见状 对着他背影问道 谷主既然担心 为何不亲自 去陪着他呢 满意的背影正了下 脚步顿停 副手背对着他许久 悠悠道 那孩子 怕我伤心 这些年来 从不在我面前哭 我又怎么忍心 服了他这片孝心 夜风起 吹着他的叹息 散在风中 身影逐渐走远 屈真柱族观望了许久 春边缓缓 站开抹笑影 出了竹楼的院子 没走两步 脚步 默地停下 看着不远处的 两道人影 微胜片刻 抬脚走了过去 你们怎么在这儿 这都过了丑时 居然不睡觉 等在这儿 钟景生手里 拎着灯笼 坐在轮椅上 浅翘看他 夜路太黑 我来接你 他旁边的躯翼 手里也拎着盏灯笼 站在树下 面色有些尴尬 我晚上后 去你院中找你 被告知 你来竹楼诗真 等了几个时辰 都不见你回去 就来看看 屈真失笑 视线在二人身上 转了圈 走吧 有什么话 回去再说 他陪着小兰花 祭奠父母 的确耽搁得久了 怪不得容景生 会亲自寻来 至于屈翼 他向来是个 别扭的脾气 也不知道 他是想和他说什么 就在他们 打算离开时 旁边的树影 莫得亮起一簇光 男子清朗的声音传来 小丫头 你怎么就问他们 也不关心像我 本世子可是 也等了你大半夜呢 树影中 已是一团红云 烈如火 在烛光的照应下 像是点燃了半边夜空 明艳的让人 无法移开眼 燕征从树上跳下 落在屈翔面前 将火折子 往前凑了凑 仔细盯着他 打亮了圈 笑道 真没看到我 屈翔退了两步 拉开和他的距离 看到了 我以为世子爷 半夜赏月 总不好 坏了你的兴致 赏月 燕征抬一眼 瞥了眼阴云密布的夜空 似笑非笑 小丫头 你这里有找的 可不怎么用心呢 他瞥了眼她 面不改色地道 世子爷发现了就行 说出来 未免太伤掩面 对于燕征 他倒是有几分喜欢的 并非男女之间的喜欢 而是喜欢他这种 洒脱飞扬 放荡不羁的性格 不过此行 他们都是冲着 同样的东西来的 立场不同 还是不要走得太近的好 知道伤颜面 你还这么说 燕征挑眉 埋怨地看着他 旁边的躯翼 看不下去了 打断道 燕兄 时辰太晚了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你深更半夜的 跑来树上 蹲着人家姑娘 要被旁人知道了 可是要伤心的 他口中所说的旁人 就是闷头 翻阅要点的谢家小姐 眼看着十日之期 只剩下最后两日 人家为他的事 忙得焦头烂额 他倒好 还有心思 在这纠缠 嘿嘿 这有什么好伤心的 有时间看热闹 不妨好好想想 回京了怎么对付 你家那位老爷子 燕征咧嘴 斜笑了声 拍了拍衣袍上的土 阔步往外走去 他本身摸黑出来 查探药谷 禁地的入口 不曾想 还能撞见 这么一桩趣事 瞧着屈翼 和陈王 还有屈真 三人之间关系 可不一般呢 他如今 倒是真想 凑凑热闹了 屈翼如今 最头疼的 就是听见 老爷子三个字 他到底是屈家 唯一的嫡孙 多大的仇怨 要把阮家那姑娘 塞给他 那可是猪毒莲花呀 他额上轻轻 猛跳了两下 回过神 那红衣已经走远 阳声问道 叶兄 所以你到底 是来干嘛的 燕征抬手 在空中摇了摇 头也不回得道 挖墙脚 他声音明亮 三人都听得清楚 这魔王 屈翼脸色变了变 下意识地 看向容紧生 就见他 猫底雾气 逐渐聚拢 随即 扯出些 浅淡的笑意 那笑意未达眼底 略凉 他忙的 那谢家小姐 翻阅一点没有寸进 想必 燕征是急了 想找找其他的突破口 屈臻也觉得有理 燕征此人行事 看似没有章法 实际上 都有打算 这时候来找他 恐怕是别有用心 先回去吧 几人回了客院 一路上 屈翼都十分担心地询问 关于治疗满盈缺的事 他尚未准备周全 就简单地说了两句 没有详谈 再加上夜深 屈翼也不好追问 简单地交代了下 谢寒那边的进度 便打算回去睡觉 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屈臻好笑地看着他 没想到他费了这么多心思 竟然还去打探 谢寒的进度 屈翼美好气地 弯了他一眼 谢家能在太医院 多年屹立不倒 坐上院证的位置 是有些真才实学的 谢寒本身不足为惧 但有谢家的藏书相助 总是有些危险 你别忘了 这场赌业要是输了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永世不能行医 他心中 容了几分暖意 宽慰道 把你的心穿回肚子里 放心吧 这病 只有我能治 容景生眸光微动 此时想到了什么 屈翼深深凝视了他一眼 眼下除了相信他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冷横道 但愿如你所言 话落 他转身离开 只是扇着扇子的动作 加大了些 显得有些烦躁 待他走远 容景生养头 语气多了些郑重 珍珍 难道你要像对黄秀莲那样 剖腹将胎儿取出来吗 只有他能治 这话让他不禁想起了黄秀莲的案子 和鬼剑的手 剖腹取子 重揭筋脉 他所用的法子 都是前所未闻 可满营缺到底是活人 问题出现在腹部 动辄就会要了性命 曲针对上他忧虑的毛子 缓缓点头 对 要娶胎儿 唯有此法 第149集 剑容景生沉默 他解释道 击冲胎 自小兰花的腹腔 保守疗法 就是用药物将胎儿融成毒血 然后尸身排出体外 当我在检查过他的身体后 就发现 此法并不可行 为何 容景生不解地问道 用刀剖腹的法子 太过危险 若有可能 他不想他涉险 鲁约输了事小 一旦小公子 在他手中出了什么事 那就是与药谷 结下了不死不休的血海深仇 到时候 他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危机中 他不愿他冒险 屈真推着他往屋内走去 轻声解释道 小兰花的身子 经过这十多年的药物侵蚀 外强中肝 根本承受不住 烈性的药物 采用此法 无异于催命 难道 就只能抛腹吗 容景生忧虑不已 屈真没多解释什么 只坚定地说了两个字 信我 容景生知道 他心意已决 也没再劝 他们是同类人 下定了决心 就断不会轻易反悔 这一路走来 他创造了多少奇迹 或许 这次也不例外呢 他斟酌再三 薄唇吐出一个字 好 不论结果如何 他都会与他一同承担 二人闲聊间 穿过正堂 进了内室 屈真将他推至桌边 正要倒茶 一双如玉的手 想在他之前 取过茶壶 针满杯 推到他面前 动作行云流水 相当娴熟 他坚壮笑道 堂堂陈王殿下 在我这倒是做起 断茶滴水的小丝 这传出去 我可要被天下人的 唾沫心子给淹死了 他本是玩笑的一句话 容景生 却浅笑着纠正道 在你面前 没有陈王 他放下了所有尊贵 身份 规矩 在他面前 始终都是一个寻常男人 况且 真正作为债主 我自然是要殷勤些的 屈真心中的柔软 被触动 清冷的眼 被烛火 熏上了层淡淡的暖意 为他添了几分 女儿家的娇柔之态 他含笑看他 所以王爷 看并不负枕金 是打算 卖身偿战吗 他性情清冷 鲜少有这般 闲聊打趣的性质 容景生 放谋宠溺 故作沉思后 先纯笑道 也未尝不可 卖身 是个好主意 去真打量着他 也遇到 那王爷这笔买卖 可是亏大了 想靠着卖身 做工 偿还债务的话 怕是一辈子 都还不清了 做工 容景生错了 突然明白了 是他曲解了这意思 玄疾失效 亏本的买卖 为止做这一次 不管是拿重刑事的卖身 总之这辈子 他们是要纠缠不清了 屈真不经玩耳 忽然觉得 手腕有些酸痛 忍不住抬手揉了揉 容景生将他的动作 尽收眼底 招了招手 温声道 晨晨 过来 他不明所以地 走到他身侧坐下 怎么了 他从袖中 取出一个 描画清幼的瓷瓶 打开盖子 用纸腹 沾取了些药膏 两掌相合 揉搓均匀后 看着他 伸手 曲阵一言伸出手 盯着他 搁在桌上的瓷瓶 那瓶中药膏 膏体银白 气味香甜 难道是白玉膏 白玉膏在疏通经脉 缓解疲乏酸软一道 有奇效 他竟然贴身背着 冲净声轻笑 你这鼻子 也太灵敏了 他宁谋 看着那白心如雪的一双手 还未碰触 呼吸 就急促了几分 紧张地 拳了拳手指 曲阵静看着他 心中柔软 他自己 既想要克服恐惧和障碍 主动伸手 那他也不会拒绝 那双手 停滞在他手边 约摸两三个呼吸的时间 最终理智压抑了恐惧 就缓缓地 附上了他的手 指尖冰凉 肌肤相处的瞬间 二人皆是一颤 他仔细地将膏药 在他手上推开 动作轻柔中 带着些双刺 手却抖得厉害 曲阵看了眼 他颈尖渗出细密的薄汗 再这样下去 他会因为强烈的躯体反应 而昏厥的 他必须得想个办法 引开他的注意力 王爷 啊 怎么了 他颤声问道 曲阵本就不是什么 多话过躁的人 一时间想不起该说什么好 正角眼角的余光 瞥见窗外的圆月 想起那晚红雨落窗 染了半边月色的景象 灵光乍现 燕中 对 王爷觉得 燕中此人如何 容紧声的注意力 瞬间被吸引 手上动作 莫得质数 莫了片刻 低声道 你 对他很感兴趣啊 这话听着有些奇怪 曲阵也没有细想 点头道 根据我的观察 此人是个不打目的 不罢休的性子 他若是为了赤手胆而来 迟早 会与我们对上 文言 容紧声 僵硬的身子 放松了几分 重新开始推拿 壮丝无意地道 你关心的是这个 曲阵挑眉 奇怪地问道 那不然呢 仔细算来 他与燕中前后加起来 就见了三四面 能有什么纠葛 我以为 对上他清冷 沉浸的眸子 容紧声苦笑 剩下的话 都止于唇齿 他以为他对燕中 起了别的心思 毕竟那样仙衣弄麻 意气飞扬的燕世子 惹了不少女儿家的芳心呢 以为什么 曲阵披了眼 他逐渐恢复正常的手 眼底赏过抹笑意 随口问道 没什么 他摇摇头 所有心神 都被他的话所吸引 早已忘却手上的动作 为了避免他追问 赶紧转移话题 严真看上的东西 必然是不会放手的 不过 你也无需担心 那赤蛇王 藏身于药谷的禁地中 唯有这一处入口 谷主不点头 谁也进不去 那药谷的背面呢 难道找不到其他的路 听他这么说 曲阵倒真有了性质 追问道 背面 松紧声勾唇倾笑了下 眸光幽远 茫茫绿野 有死无生的绝地 但凡踏入其中者 没有活着出来的 这么严重 曲阵对于渝州府的情况 不熟悉 但容锦声既然这么说了 他也就信了 倒是真想看看 究竟是什么地方 如此害人 戈壁荒漠 险风深海 他都走过 还真好奇 能被称之为 有死无生的地方 是什么模样 他低声嘀咕了句 被容锦声听在耳中 笑道 还是不见得好 却真点头硬道 嗯 赤蛇胆 是六绝散解药中 最关键的一味草药 无法替代 只要吃好小兰花 他就能跟国主开口 入禁地 寻赤蛇王 若非逼不得已 谁也不会 以身犯险 屋内静谧 谁也没有再说话 容锦声推拿的力道 拿捏得恰到好处 配合内力 将药效催发到了极致 却真看着那双 白玉般骨节分明的手 不禁奇怪 王爷有侍从伺候 还学着推拿的记忆做什么 容锦声刚撤了手 掏出帕子 擦拭着纸服上残余的药膏 文言手微置了下 耳根处却悄悄爬上了些粉色 他撇开眼 轻声道 闲来无事 便跟着学了些 终火纵月 映着二人交叠的身影 落在墙壁上 浅浅温柔 融了一世的春水 容锦声端起茶水 轻啄了一口 借此掩藏不自然的神色 屈臣这样说话 突然窗外倒掉下一道黑影 双手还凶 撅着嘴 看着他们说道 公子骗人 唐月 他循师望去 好笑地问道 王爷怎么骗人了 容锦声的茶水刚入口 被呛得连咳了两声 望向唐月 不由地惊讶 他竟然没发现 还有人在暗处 太大意了 唐月 别乱说 他暗自警告了声 但配上那泛红的耳根 和绵软的声音 实在没有什么威慑力 唐月自幼就跟在他身边 自然听得出他没有生气 凌空一番落在地上 急步进了屋 疯女人 你看 他气势汹汹地走到屈臣面前 一把撩起袖子 露出泛红的手和胳膊来 憋着嘴告状 这都是公子弄的 这 去着扭头看向容锦生 挑眉笑了声 你欺负他做什么 容锦生的手又是一抖 茶水溅了两滴在他的袖口处 他偏向唐月 神色略有些不自然 唐月似是生怕他瞧不见 又将手往前凑了凑 委屈巴巴地附和道 就是 公子你变了 以前不会这样对我的 这话听着像极了被夫君抛弃 独守空房的怨妇 二人不禁失笑 容锦生按下他的手 哄道 好了 公子知道你委屈 明日陪你分桃花酥 如何 唐月听到桃花酥三个字 眼神默得一亮 强忍着点头的欲望 故作沉思地想了下 试探地伸出五根手指 问道 五分 不行 太甜了伤牙齿 一分 容锦生摇头拒绝 四分 他可怜兮兮地 弯了一根手指 容锦生继续摇头 唐月盯着那四根手指 看了半晌 四十弯肉般 又按下一根 咬牙道 三分 不能再少了公子 屈臣在旁 看得好笑 真是个小孩子 刚才还气得牙痒痒 转眼就变脸了 这招真是屡试不爽 好 三分就三分 我会让牧林盯着你 每天可不能弹嘴多吃 手紧声忍君不禁 终是点头印下了 哦 唐月不满地瞪眼 嘴觉得能挂油壶 牧林那人是个死心眼 公子吩咐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放水的 不过他灵光一现 似是想到了什么 嘴角高高地勾起 愁容进退 换上了无边喜色 容锦生将他的神色变换都看在眼中 笑着补充道 不许强强 话落 唐月脸一垮 搭拉着脑袋懒懒地应了声 哦 屈真看着好笑 对他招了招手 换道 唐月 过来 我给你擦药 他伸手就要去拿白玉膏的瓶子 却有一只手 抢在他前面 将药瓶取过 朝着唐月的方向扔去 拿着 自己擦下药 哦 唐月接过药瓶 乖巧地硬道 屈真拿了个空 忍不住抬眼 看向容锦生 他笑着解释道 唐月不喜欢别人碰他 话落 他扭头求证 是不是啊 唐月 唐月正拿着药瓶把玩 文言愣愣地回过头看着他 重重点了点头 嗯 虽然他压根就没听清楚 公子问了什么 但只要是公子说的 都对 好吧 屈真哭笑不得 所以 王爷也是拿唐月练手 学的这推拿的手艺 容锦生抿了抿唇 轻硬了声 啊 我看你这段时间很疲惫 就去问了齐管家 跟他学了推拿的手法 怕力道不对 伤着他 就像哄着唐月试了下 没想到会被唐月 以这种方式给抖出来 屈真看着他那 如玉的耳垂 泛着英红 隐隐有扩散的趋势 心中微暖 他是除了爹爹外 第一个费尽心思 为他好的人 堂堂王爷 居然肯于尊降贵 去学这些 这份心意太重了 谢谢 他说不清心里 是什么感觉 只觉得刚才 被他俯过的肌肤 隐隐灼烧着 顺着血液 似乎烧到了他心底 你们脸怎么这么红 唐月听不到动静 扭头一看 就见两人端着茶杯 各自撇向一方 奇怪地问道 屈真和容锦生的身子 同时一阵 没有人答话 唐月可察觉不到 气氛的尴尬 围绍二人转了几圈 担心道 要不我还是找大夫瞧瞧吧 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上次我得风寒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还被牧林他们 灌了好多药 难喝得要死 说着他就往外走去 做事就要找人 崇敬声连忙唤道 回来 不行 病了就得治 不听话不是好孩子 唐月扭头瞪着他 一脸严肃 容锦生无奈俯额 我没事 公子又骗人 他哼了声 不满的嘟囊 果然变了 以前的公子不撒谎呢 被唐月这么一搅和 尴尬的气氛散去 屈真深吸了口气 笑道 你家公子没有撒谎 不过是屋内太热了 虚得人脸红罢了 是这样吗 唐月狐疑地看着他 直到容锦生开口 时辰不早了 先回吧 他空着这轮椅 往外走去 唐月再顾不得 纠结此事 跟了上去 屈真送他们到了门口 眼角的余光 撇过他的腿 迟疑了许久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轻声道 王爷 有时间的话 可否让我看看你的腿 容锦生的身子 默得僵住 瞬间绷紧了神经 可是在膝盖上的手 不由自主地钻成拳 微微发抖 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他没出声 四周幽记 指纹缠鸣 唐月立即护肚子地 拦在容锦生面前 怒视着他 父女人 你要做什么 小心我揍你 却真没理会 唐月的海滋行径 只盯着他背影 轻声道 王爷 汇集记忆是大忌 有些结 能不能解 总得试试才知道 容锦生沉默许久 再开口 却避开了这问题 温声道 震震 夜生了 你先休息吧 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说吧 他扶着轮椅 往外走去 背影落寞 第151集 第二日 容锦生照旧 送屈真前往竹楼 二人心照不宣的 没再提起 关于治疗腿伤的事 屈真明白 这件事是他的心结 需得他自己想明白 其他人 谁也帮不上忙 刚进小院 秦叔就迎了上来 满面笑容的 一手一礼 这次 真是谢谢屈姑娘了 秀什么 屈真疑惑地问道 他还什么都没有做呢 秦叔也发现自己贸然道谢 有些唐突 站着身子解释道 谢谢姑娘 昨晚陪着小公子 大概是痛快地哭了一场 今日 瞧着他的气色和心情 都好了许多 原来是这样 小事罢了 秦先生不必多理 屈真青龙的面容上 多了些笑意 小兰花是酒病卧床 欲结于心 心结解开 也有利于养病 秦叔复合了局 环顾一周 压低声音 郑重地问道 不知姑娘 对于小公子的病 是否 真有治好的把握 先生不必担心 小兰花 定能恢复如常 屈真答道 那一瞬间 他眼底 闪过些金色和油仪 刹那又收敛好情绪 神色复杂地问道 是吗 屈真瞧他反应不太对 敢问先生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齐叔看着他 面上的喜色褪去 欲言又止 一片安静中 庭院角落的槐树影里 滑落一抹红衣 有人轻拨树枝 露出张俊逸的容颜来 他是想告诉你 别白费心思了 谢家小姐已经找到了 能医治小公子的办法 屈真和容颈生 寻生望去 见那椅在树干上 一身红衣紧袍 眉眼清朗 疏阔的男子 不禁皱眉 眼睁 他怎么在这儿 往着谢寒前来 逐楼枕脉 他从来不曾跟随 今儿会出现在这儿 难道真如他所言 谢寒找到了法子吗 仔细算来 今日正是十日之约的 最后一日 真的 屈真没有理会 他随意挑衅的言语 转向奇书 狐疑地问道 小兰花是他亲自照料的 没有人比他清楚 他的身体状况 像寄生胎这种病 在眼下的时代 根本就是无解的绝症 是 今早谢小姐求见谷主 说是从奇要方路 找到了能治疗 小公子的办法 已经得到了谷主的首肯 开始动手一致了 谷主下令 任何人不得打扰 齐叔说的隐晦 其实就是特意告诉他 他现在不能进入竹楼 先生可知 他用的什么法子 屈真心中 隐隐生出些不祥的预感 他很确定 如今对于小兰花来讲 剖腹是唯一的选择 不止 方子只有谷主和谷老 先生看过 齐叔摇了摇头 看向竹楼的方向 满面忧虑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楼中的大夫 已经被清空了 眼下只有等着了 不知方济 不知疗法 什么都不知道 屈真急行两步 立刻被齐叔挡住了去路 他为难地看着他 姑娘 谷主吩咐了 不让人踏进半步 你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齐管师说得对 暂且等着吧 要有什么动静 必然会有人出来通病的 容浸声温声劝导 控制轮椅缓缓移到他身侧 压低声音宽慰道 震震 有古老先生在 即便是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 也能应急处理他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他都懂 他担心的是 谢寒用药太猛 会导致小兰花 好不容易将养好的身子 再次摔败 嗯 那就等等吧 居正紧盯着三楼大开的窗 忍下急躁说道 燕征在旁看了许久 察觉他没有强闯的意思 戏谑地笑了笑 疯丫头 你难道就不担心 谢小姐治好了小公子 那你的如意算盘可就落空了 嗯 狮子爷要是替我担心 那倒可不必 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 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王爷呢 也对他这么有信心 燕征转向容锦生问道 他原本是想看他 急得花容失色的模样 没成想 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这倒是勾起了他的胜负欲 布置这张冰雕雪素的容颜 有朝一日 哭得梨花带雨 该是何种风情 用人不已 本王自是信他的 容锦生的目光透过面具 落在那刺目的红衣上 笑意浅薄 世子爷 难道不信谢小姐吗 燕征大笑两声 从树上跳下 红衣扶过众人视线 眨眼就到了屈真面前 凑近他的脸 深深的凝望着 信不信的有什么重要 不也走到如今的地步了 他从不做后悔的事 做了的事 也从不后悔 药谷不过是个捷径 此路若是不通 他便辟出一条路来 吃舌胆 他势在必得 倒是王爷一向厌恶女色 身边跟这个姑娘难免心烦 不知可否愿意割爱相让 话落 容锦生眼底 寒光炸裂 玉面具遮去容颜不见冷意 声音却是透着凉 他不是误解 世子还是注意措辞的好 他言语间 已经隐隐有了警告的意味 眼中闻言 脸了戏谑的笑意 眸中多了几分认真 王爷木脑 是本世子用词不当 所以 王爷可愿割爱 他是自由神 埋去不受本王牵制 严世子不妨去问问他 容锦生本想一口回绝 可眼角的余光 扫到那抹轻盈 想起昨晚他脱口而出的 燕中二字 心中微微一紧 话到嘴边 改了主意 他最后再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他若想随燕中离去 他便放他走 那好 燕中欣然应允 凑到屈真身侧 听到没 风丫头 要不要跟我走 屈真正忧心着 逐楼中的状况 懒得理会这种无聊的话题 原以为容锦生会处理掉 没成小 会让燕中问到他这儿来 他回头望去 就见容锦生 垂眸镜坐着 看不见神色 明明坐在阳光下 周身却像是笼罩着一层寒霜 化作无形的简勇 将他包裹起来 与四周隔绝 哎 风丫头 跟着我 好处那可是多了去了 本世子有才又有言 护短又霸道 整个汴京城就没人敢招惹我 在我身边 只要你愿意 可以在汴京城横着走 怎么样 要不要仔细考虑一下 第152集 燕中竭力推荐自己 绕着他身侧又说了许多好处 换作旁人早就扑过去了 屈臣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柳眉紧簇 狮子 你能安静会儿吗 哎 燕中语色 见他面上有些冷意 显然是极其不耐烦了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他这是被嫌弃了 一往可都是只有他嫌弃别人的份啊 他也不恼 唇角缓缓地勾起一抹笑意 人天生就是见骨头 那些唯唯诺诺 千衣百顺的名门贵女 他见得太多了 就喜欢这种一身反骨的女子 只要你答应跟我走 我就不烦你了 冯丫头 你可想清楚 人人都敬你重你 不敢违逆你的生活 你真的不动心吗 还有 我掌管南衙 荆棘种地的一切事物都归我管下 到时候你想治病 我就给你开医馆 你想验尸 我就带你出入府衙 什么都医着你 燕中弃而不舍地诱惑着 他自信这种条件 再无人能开得出 他要是不傻 定会答应的 耳旁的声音 如苍蝇般烦人 吵得他没法尽心想事 屈真知道 他要是不给个答案 燕中肯定不会甘休 索性把话说清楚了 一连丢出了好几个问题 人人敬你重你 不敢得罪你的日子 当真这么好 世子爷又何故 非要让我随你去呢 开医馆入府衙 只要我愿意 不许依靠任何人 也能办得到 若真受了这一切 成了世子 却养在手心里的金丝穴 但他日世子兴致见书 我又该落到什么地步 他看向燕中 神色凝重 这种话 世子以后别再说了 齐叔在旁听着 不禁又对他高看了几眼 这几位的身份 耀谷已经猜到 毕竟这般明艳张扬的红衣 戴着面具坐着轮椅 却风姿盖带的男子 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人 他会拒绝燕世子的提议 简直匪夷所思 认谁来看 这都是飞上枝头 变凤凰的绝好时机 总比当个大夫好 好吧 你这女人也太不解风情了 被直接了当拒绝后 燕中也没再纠缠 面上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手背在脑后 往旁边的摇椅走去 像是没骨头似的 蓝蓝蚁在上面 和颜小气 屈真视线略过容锦生 她依旧是那副模样 周身的冷意却淡了些 连那烟青色的锦袍 都融去了分明的棱角 柔软地在清风中飘摇 她没再说什么 也没有问她 为何要让燕中来找她 究竟是想试探什么 这份喜欢 她们都有所保留 对彼此的信任太过薄弱 而信任这两个字 对她们来说都太过奢侈 慢慢来吧 燕露 竹楼中突然爆发出一声大笑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燕中莫得睁眼翻坐起身 展颜一笑 成了 成了吗 屈臣下意识地看笑容紧声 正巧撞上她头来的视线 二者相撞 她抚慰般地笑了下 胡声道 别急 先看看情况 她点了点头 静候在楼下 没多久就有脚步声传来 随后门被一把拉开 正是老谷主 义父 小兰花怎么样了 齐叔最先冲了上去 焦急地问道 屈臣几人也围了上去 老谷主双眼通红 显然是刚哭过 情绪难以平复 颤声道 好了 快好了 这次真是多亏了谢小姐 传令下去 白雁挂灯 仿暴中 未来几日 凡是我要雇中人 放下手中的一切事物 为小公子祈福庆祝 不得延误 齐叔莫了顺 迟疑着问道 真的好了吗 怎么 你不高兴 老谷主板着脸 仰怒道 自然不是 齐叔连忙摆手 红着眼睛解释 我 我是太高兴了 就怕这是一场梦 一幅数年的艰辛 总算是 有了回报啊 满意大笑两声 双目含泪 是啊 是啊 老天 重归还是待我不博的 把小狼花还给了我 二人喜极而泣 又说了几句 齐叔就告退 去准备晚宴相关的事宜 居阵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时机开口 待齐叔离开 这才问道 姑主 我能不能上去 看看小狼花 治疗途中 不能被人打扰 如今结束了 他自然是要去看看 谢汉到底用的什么法子 治疗的小兰花 并非他看不起 其他医者 而是寄生胎这种病 眼下的医疗手段 根本无法治愈 走吧 小兰花醒来 还在问你呢 满意点了点头 转身进了竹楼 屈真 燕中和容锦生三人 也跟了上去 三楼的主屋内 谷青阳正围在床榻边 嘘寒问暖 谢汉进了手 在收拾银针和布囊 听了脚步灵迹 忙转身 第一眼就瞧见那鲜艳的红衣 急步上前 屈膝一礼 恭喜世子 谢汉不复所望 已经找到救治小公子的办法了 众人抬眸望去 就见满营缺靠在床边 面色苍白 精神好了许多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那高耸的腹部 看上去竟比先前小了些 燕中不仅喜上眉梢 谢汉昨晚拿了奇药方路寻他 说是找到了救治的办法 但真的看到成效又是另一回事 大哥的毒有救了 辛苦你了 他正色到了声泄 谢汉羞红了脸 忙摇了摇头 不辛苦 应该的 有他这句话 一路以来的奸心都值得了 屈姐姐 满营缺见了屈真 高兴地唤了声 挣扎着就要起身 吓得古青阳和刚进门的满谷主 齐齐变了脸色 古青阳忙扶着他 重新躺下 惊到 哎哟小祖宗 你就快躺着吧 别折腾了 免得伤口又裂开了 他就在那又跑不掉 你急什么呀 我去看看 缺阵压低声音 对容锦生说了句 快步往满营缺走去 满谷主看着这一幕 眸光微闪 冷哼了声 哼 瞧瞧 老夫照顾了他十几年 还不如个认识 几天的姐姐来的亲戚 真是个没心肝的小白眼狼 爷爷胡说什么 满营缺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垂下头去 扭着腰间的带子 我 我猜没有 他在耀鼓 没有什么同龄的玩伴 难得遇上屈姐姐 这么投缘的人 自然就数落了些 谷主 是在动你呢 屈真轻笑了声 坐在床榻边 眼角的余光 瞥见不远处墨架上铜盆里 盛满的黑红色的液体 腥味冲鼻 是血 毒血 屈真心中一领 坏了 第153集 伸手 让姐姐看看 你身子如何了 满营缺关小的 露出两颗虎牙 将手往后藏了藏 不麻烦姐姐了 我觉得身子轻盈多了 比以前都舒服 屈真看他有些心虚的 避开了他的视线 包裹严实的颈部 因着动作露出些肌肤来 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小莱花 你 他正要说话 谢寒提了 脊步搜到床边 愈怒道 许姑娘 我现在才是小公子的主治大夫 你贸然插手诊疗之事 是不信任我的医术吗 这一声 乍然惊动了其他人 容景生和满谷主他们 不约而同地望去 是 屈真不顾其他人的反应 莫得回头 声调拔高 冷视着他 怒道 已经贸然采用 引针排毒的办法 医治小莱花 你可这会有什么后果吗 这是在 质疑泄寒的治疗手段吗 满意和古青阳对视了眼 眼底的神色都有些复杂 打从私心来说 他们都更希望 治好小兰花的人是屈真 他性情坚毅果决 医术过人 聪颖通透 是统领药谷的最佳人选 可眼下的事实是 谢寒找到了治疗小兰花的办法 他们也不能偏袒他 说不起就太难看了 他们好歹还是顾及着眼面 燕征却不管这些 双手还帝 笑盈盈的看着这一幕 疯丫头还是不肯放弃啊 王爷猜猜 他能不能得偿所愿 他眼下最希望的 就是搅黄这盘棋 拿到重新落子的资格吧 世子的意思是说 他在故意寻信 难道不是吗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满营缺的情况有所好转 他还要闹上一场 可不就是不甘心输给谢寒 你到底是太小瞧他了 是吗 是 他是真正的医者人心 人命在他看来高于一切 若谢寒真的治好了小公子 他只会高兴 正而另觅他法 而不是动这些歪脑机 荣静声目光转向那轻盈 凤眸也有幽色 他现在只担心满营缺的身体状况 珍珍曾说过 用药将那胎儿融成毒血 再施针排出体外 也可行 但此法过于刚烈 不适用于小公子 谢寒使用的似乎就是此法 他们二人的声音几低 没有人留意到 谢寒没有想到 屈真真会不留情面的说事 还急言立色地质问他 是否知道结果 能有什么结果 这是我谢家独门要点 齐奥方录上记载的疗法 派独后小公子身子也并无不适 许姑娘要真含有一点医者的人心 就不该为了一己私利 治他的安危于不顾 他熬了两个通宵 才找到了治疗的办法 眼见着胜利就在前方 却不允许在这时候 有人给他铺污水 说你谢家的疑点 就是这样的水准 不如一把火烧了吧 省得坑害世人 却真毫不留情的赤道 相比之前在逐楼中对他的维护 态度是天壤之别 谢寒被骂得愣争 回过神来气得俏脸铁青 徐姑娘 说话请注意言辞 注意言辞容易 谢小姐正是过人命吗 她一时冷眼回答 你是在说我恨小公子了 谢寒怒急返校 指着满盈缺的方向 你好好看看 小公子的状况分明是比以往好了许多的 满盈缺也轻轻地拽着他的袖子 晃了晃 坠坠不安地嘟囔道 徐姐姐 你别生气了 谁也没有见过屈针发火 竟觉得脊背一阵阵的凉意席卷 眨眼失了大半衣裳 他深吸口气 给了满盈缺一个安抚性的眼神 对谢寒问道 你确定 齐奥方陆记载的是治疗寄生他的法子吗 谢寒眼神闪烁 避而不打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有用就是 也就是说 不是了 他抢压着火器 一针见血地问道 谢寒闽唇不语 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满意不禁极了 谢小姐 这跟你说的可不一样啊 他们本想确定下药方的内容 被谢寒以家中机密 不便外传为邮拒绝 只将方子磨出来给他们 原以为他没胆子匡骗的 要不对证 那是会死人的 谷主 难道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吗 小公子不是好端端的坐在这儿 尽管还更好了些 谢寒满心委屈 先前的欣喜早已烟消云散 他休养再好 也没办法对于这种指责 无动于衷 满意叹了口气 要不是因为这样 他在刚听到这话时 就把谢寒大写八块了 这法子真的让他看到了 治好小兰花的希望 满意不懂医术 屈真却不会因为这句话 就信任他 他冷笑了声 那你为何不敢直言 你究竟是用了治什么病症的办法 治疗小兰花的 谢寒抬眼看着他 皱了皱眉 却没有说话 屈真立声道 不敢说吗 那好 我替你说 是血骨 血骨属于腹部骨障的一种 血骨者晚腹肩满 腹内肌块痛如针刺 多数甘痞血瘀 与寄生胎有着极为相近的疗法 他倒破血骨的刹那 谢寒面色骤变 骇然地看着他 半晌说不出话来 一次是意外 难道次次都是意外吗 血骨的说法 他还是第一次在齐药方录中看到 是谢家先祖魏晋宫奉旨之前 游历列国编撰的疑难病症 数年行医只见过一例 屈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他人看着谢寒的神色 就知道是被说中了 满意和谷青阳等人心猛地揪起 屈真话音实在是太坚定 以至于动摇了他们的想法 那又怎么样 你也说了疗法相近 那就证明我的办法是没错的 谢寒咬牙脖道 他已经能感受到周围人的目光充满了怀疑 心里止不住地发抖 不能就这么认输了 绝对不能 谢家丢不起这脸面 那又怎样 屈真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 满面双色 谢小姐 这是一条人命 不是规格女儿吵嘴 你身为医者 竟也会说出如此愚蠢的话吗 第154集 愚蠢的谢寒撞红了脸 这位屈姑娘看似脾性清冷 说话也忒损了点 她自幼被呵护在深宅大院中 何曾见过这种阵仗 满腹的火气在胸腔里燃烧 硬是憋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只能怒视着她 屈真见她不再嘴硬 也没有咄咄逼人 将话题转回了满营缺的病情上 相近 不代表相同 寄生胎是由于胎儿发育缓慢 被另一个胎儿吞噬造成 而血骨 则是因为腹部 长期股胀 进一步恶化 所知体内的血瘀 治疗之法自有差异 若是血骨之术 利用银针刺血 排出毒血是有用的 但寄生胎的病症 是因为小公子腹中有胎儿 即便治疗 也需得用药 将那胎儿化作毒血 再用银针排出 你这样治疗出实是有用 血被排空 腹部削减 可时间一长 那胎儿尚在 小公子却会得了血须之症 他的身子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损耗 必将有性命之忧的 他解释的时候深入浅出 所有人都能听得懂其中的意思 古青阳身为医者最是敏感 当下摇头道 与你所言 小兰花也承受不住猛药容血的风险 这法子也不可行 他受牢友所托 这几年一直照顾着小兰花 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小兰花的身体状况 外强中肝 虚弱至极 要将胎儿揉成毒血 排出体外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必须要用猛药 远超出了小兰花的身体承受极限 是 所以我没有打算 用此法来救治小兰花 去真附和了生 看着满面铁青的老谷主和古青阳 不免有些迟疑 他原本是打算等过些日子 再与他们摊牌 如何治疗小兰花一事 没想到迫于时机 竟陷入了眼下的僵局 那你打算怎么治 我就不信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谢涵总算是找到了能插话的机会 立声问道 所有人的目光 瞬间都集中在了屈真顺上 寂静的气氛中 他轻笑了声 看着谢涵 谢小姐可愿将谢家的密传一点 齐耀方陆借我一关 谢涵没有想到 他一开口 就是要讨要他们谢家的祖传秘点 当下心生警惕 既然是秘传 暂时不能介于外人观看 许姑娘莫不是急糊涂了 燕中和满意几人 都面带凝瑟地看着屈真 唯独容紧声 凤某闪过某笑影 这丫头真是个不吃亏的主啊 她是爱结了她这性子 是啊 谢家的齐耀方陆不能介于外人 为何谢小姐还要问我的独家秘方 己所不欲 互施于人啊 谢小姐 听明白话音的细寒 翘脸仗的通红 再见众人看她的眼神变了味道 满是狐疑之色 再承受不住这等氛围 呛道 你不愿意说我还能逼问不成 这么一闹 她是被彻底地踢出局了 脑海有脸面呆在这儿 捂着脸推开众人就跑了出去 燕中打从知道方子有误时 心里就清楚 满谷主是绝技不会再让谢涵 插手小公子的治疗 如此一来 药谷的路走不通了 她就只能另辟蹊径了 她看向那抹轻盈 谋底情绪反复 这是她第二次坏了她的事 在毒障林中 那只药虫是她故意放出去 采药探路的 没想到会被她抓住 这次又是她戳破细寒 治疗方式有误 耽误了她的大事 缘分之东西还真是妙不可言呢 嗯 那就等着屈姑娘的喜讯了 嘿嘿嘿 她邪笑了声 副手朝外走去 燕红的长袖在空中 扫过道立光 灼得人眼疼 没走两步 她脚步忽顿 像是想起了什么 扭头笑道 嘿嘿 下次再见 本公子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话落 她阔步消失在屋外 那抹红色的衣角 拂过门栏 落入了曲真眼底 她面无波澜 心底却是卷起了连衣 她知道 这话是对她说的 燕中和谢寒一离开 屋内就没有了其他外人 只剩下满意 古青阳 容锦生 还有小兰花 有些话 也的确该说清楚了 丫头 在老夫这儿 你对谢寒的那番说辞 不管用 你必须跟我解释清楚 你到底打算如何治疗小兰花 否则 老夫断不会让你动手 满意急声打破了屋内的寂静 古青阳也没拦着 面色复杂地看着她 曲真点头 很是爽快地道 我就是打算 要跟谷主说清楚的 开堂手术多少有些风险 她必须跟家属交代清楚 毕竟谁也没有办法 保证一定不会出意外 她仔细地跟满意 解释了手术利弊和风险 话刚说一半 满意直接翻脸 不行 开什么玩笑 开堂 你这是救人还是杀人 我绝对不会同意 你拿小兰花的性命冒险 是啊 在活人身上动刀 有唯一德 乃是其路 一旦本人知道 你这种荒谬的想法 那是要被下狱的 古青阳也在旁劝道 神情悠远 陷入了某种回忆中 早些年前 就有人利用活人研究医术读术 害了多少性命啊 世人对这种外门邪道 可谓是深恶痛绝 你年纪轻轻的 在医术一到 已经是造诣非凡了 前途是一片光明 可莫要宣那独木桥 断送了大好前程啊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看他行针用药 就知道他并非是什么绣花枕头 他忍不住起了西彩的心思 只要他苦心钻研 再过个几年 并能成为阴谋中的中流砥柱 造福天下百姓 所以他才苦口婆心地说这番话 换了旁人 他直接二话不说 乱棍打出去 屈真也听得出 古清洋话中的善意 但他并不认为 剖腹治疗是歧路 在二十一世纪 西方的治疗手段 已经相当完善 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小兰花这病 也唯有这一个选择 两位前辈别急 先听我说 他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反应 有了心理准备 以满谷主 对小兰花的看重 听了这话 没有第一时间对他出手 已经是很流言面了 他要做的就是说服他们 答应这场手术 你不管说什么 老夫都不会同意的 满意一口回绝 胸膛剧烈的起伏着 显然是气得不轻 他还想说话 古清洋连忙对他使了个眼色 是以他别再说了 屈针画到嘴边 只能咽回去 看来这事儿 有些麻烦 想了想 他抬眸 轻声道 劳烦前辈 等我片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